穿越到火影忍者的夏木丝毫不慌 反正他已经有了靠山 钢手 改变剧情人物的命运 就能获得奖励 想当火影的男人 便让钢手提前担任第五代火影 但火影休产假后 只能自己上场 任命昔日红和山中景也 当火影秘书 杨眼 收徒漩涡名人和宇之波佐著 没事刷下命运值 被大桶木灰叶缠上 那就勉强当个六道之父吧 都 生日快乐 夏木将一个巴掌大的蛋糕 放在小男孩的面前 说道 院长忙得脱不开身 暂时没时间见你 他让我向你表达歉意 谢谢 钥匙都服了服眼镜 脸上露出与年龄不符的冷静 前不久 木叶大骚乱 许多人都受到了波及 院长是医疗忍者 忙是正常的 吃吧 夏木坐在他的对面 看着他的一头白毛 想到了一句话 性别一患 粉丝过万 白毛加罗莉 是不少人的兴趣 或许白毛加正台 也是某些人的爱好 毕竟不能小瞧人类啊 虽然都很行 你今年已经七岁了吧 夏木问道 嗯 钥匙都将口中的蛋糕咽下 然后回答 夏木眼睛微转 推散起来 虽然没有明说 但钥匙都 应该是在这个年龄段 遇到了至村团葬 和大蛇丸 因为他出色的医疗天赋 而被看中 收入麾下 从此被训练成忍者间谍 但现在 夏木穿越 一直叮嘱钥匙都 不要暴露医疗天赋 命运的流向 已经发生了变化 为什么还没有奖励呢 夏木下意识 看向自己的手腕 在那里 有个只有他才看得到的神器 叫做命运圣还 只要夏木改变 剧情角色的命运节点 就能获得奖励 命运节点 指的是漫长一生中 最重要的转折点 比如钥匙都 他的第一个命运转折点 就是遇到了 至村团葬 和大蛇丸 我吃完了 钥匙都擦了擦嘴巴 站起身 问道 我打算 去修炼医疗忍术 你呢 虽然夏木让他隐藏天赋 但他的医疗忍术 并没有落下 因为他的医疗天赋 是真的强 不能白白浪费 如果没有遇到大蛇丸 要诗都按部就班 说不定会成为下一个刚手 相反 夏木就毫无天赋 不仅没有医疗天赋 而且忍者天赋也极差 可谓是双喜临门 因为你的行为 要诗都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100点 夏木忽然愣住 玄机是狂喜 哈哈 金手指终于来了 你去修炼吧 不用管我 夏木目送药师都离开 转身进入了房间 100点命运值 看似很少 但已经相当的多 按照命运圣还的规则 每个人每个命运节点 最多能获得100点命运值 至于获取的多少 取决于被改变命运的角色 在剧情中的戏份 但因为命运节点多 意味着可以反复刷某个人 夏木今年7岁 是第三次人界大战的遗孤 被药师爷乃宇收养 在孤儿院 他唯一能改变命运的剧情角色 就是药师都 在他的刻意影响下 生活了三年的他们 已经成为了好朋友 不然的话 药师都不可能听他的话 将医疗天赋隐藏 夏木转了转命运圣还 一道光幕 在他的视线里展开 当前命运值 100点 命运值商店已开启 新手一折特惠 因你含有千手一足的血脉 可一折觉醒目盾天赋 夏木没有犹豫 直接购买了新手特惠 90点命运值消失不见 身体一阵暖流 舒服了 夏木吐出一口气 整个人神清气爽 有了目盾天赋 他在忍戒就有了立足的资本 但天赋想要兑换 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命运值商店 固然有目盾人数 不过命运值获取困难 夏木盯上了木叶 最简单的办法是 直接暴露 他拥有目盾的天赋 目盾在目叶村地位非常特殊 因为他代表着无敌的初代火影 牵手逐奸 大概率他会被三代火影员非日展 收入麾下 进行教导 小概率进入根部 惨遭至村团藏的洗脑 但夏木认为 还有第三条路 刚手 因为他是千手一族的公主 面对自祖父千手逐奸后的 第二个拥有目盾的人者 他不可能置之不理 夏木如果有三人之一的刚手照着 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会非常安全 同时也能通过他免费学习目盾人数 称得上是双赢 他赢两次 刚手自第二次忍截大战后 就离开了木叶 四处流浪 但并不意味着他成为了盼人 他对于木叶仍然是充满了热爱 不然的话 也不会在后面出任第五代火影 在原作中 并没有提到他离开木叶后 中途是否回来过 但如今九尾之乱刚过 四代火影波峰水门 和九尾人助力漩涡九星奈的葬礼 即将举行 刚手大概率是会回来的 夏木只能赌一把 以他的身份 无法接触刚手 但要是也乃宇可以 木叶在刚手的建议下 拥有了不错的医疗体系 医疗班和医疗医院因此建立 刚手曾在医疗班任教 药师爷乃宇 算得上他的学生之一 两个人关系还行 夏木的想法 是将木叶透露给他 然后他再联系刚手 当然 这是个技术活 接下来 就是他的表演时间 夜晚 忙碌了一天的药师爷乃宇 回到了孤儿院 因为九尾之乱 木叶医院人满为患 医疗忍者的人手严重不足 他也不得不前去帮忙 药师爷乃宇虽然疲惫 但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 他还得督促孩子们睡觉 他首先来到了药师兜的房间 灯没有关 药师爷乃宇敲了敲门 问道 在看书 院长 您回来了 药师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我在看您给我的初级忍者病例剖析 早点睡 药师爷乃宇也浮现出笑意 虽然药师都学得比较慢 但非常努力 听话又懂事 在所有的孩子中 药师都是他最喜欢的 我再看一张就睡觉 半个小时 药师都竖起一根手指 讨价还价 说道 真拿你没办法 你先看吧 我等会儿再过来 药师爷乃宇有些无奈 但更多的是对孩子的喜爱和满意 他关上门 朝着第二个房间走去 如果说药师都是听话的乖孩子 那么夏木就是过于早熟的大孩子 明明只有七岁 说话和行事都仿佛成年人 但正是因为这种性格 夏木在孤儿院成为了孩子王 给他省去了不少麻烦 药师爷乃宇打开门 顿时挑起了眉头 脸色微白 头发凌乱 干净的衣服 出现了泥色的磨痕 袖口仿佛被什么锋利的荆棘 隔开了两道口子 露出里面红肿的皮肤 院长 夏木连忙露出讨好的笑容 说道 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我要听实话 药师爷乃宇 审视着小男孩 表情严肃 蹲下身 抓住他的右臂 死 疼 夏木下意识倒吸了口凉气 现在知道疼了 药师爷乃宇伸出右手 覆盖伤口 淡淡的绿色光芒闪烁 温暖的气流温润着右臂 夏木面色缓和下来 暗自感慨 医疗忍术真是方便啊 行了 下次小心点 药师爷乃宇 用灰黑色的眼眸盯着他 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夏木犹豫了几秒 说道 院长 我似乎觉醒了 某种特殊的天赋 觉醒 天赋 药师爷乃宇 是极为优秀的人者 瞬间就想到了泄计献解 也就是通过血脉继承的人数 在一定情况下 是可以自动觉醒的 让我看看 药师爷乃宇 迫不及待问道 如果能觉醒血迹献解 也就意味着夏木能成为忍者 对于一个孤儿炎 无疑是不错的出路 夏木伸出右手 查克拉涌出 从他的掌心处 延伸出数条荆棘 但因为他的控制力比较差 几秒后 就四散开来 锋利的荆棘 又在他手臂上留下了划痕 目盾 药师爷乃宇 瞪大了双眼 语气中 蕴含着极为复杂的情绪 药师爷乃宇愣在了原地 就连夏木再次受伤 都没有反应过来 人界血迹献解千千万万 觉醒什么样的血迹献解 他都不会惊讶 但目盾是不一样的 初代火影 千手驻歼 正是依靠他平推了人界 建立起新的盛事 木叶村的木指的事 就是目盾 可惜的是 自千手驻歼之后 再也没有忍者 拥有目盾 包括千手一族 药师爷乃宇 没有想到的是 他今天居然能够亲眼看到目盾 院长 夏木喊道 这件事情 你还告诉谁 要是爷乃宇 深吸一口气 又伸出手 将夏木的心伤口治愈 他并非是天真的忍者 在孤儿院院长之前 他是木叶谍报部的精英 因为过于优秀 还受到了至村团葬的胁迫 为根部效力 正因为如此 他能明白 目盾的出现代表着什么 院长是第一个知道的人 夏木看着他的表情 暗自松了口气 在他的预料之中 三年相处下来 两人形同母子 药师爷乃宇 是不可能将他交给至村团葬的 因为他并没有忠诚 这也是后面 为什么至村团葬要除掉他的理由 知道的太多 又不忠心 很好 药师爷乃宇 摸了下夏木的头发 眉头紧锁 显得非常难办 保守秘密 终究不能长久 再说 拥有目盾天赋 却不加使用 无疑是天大的浪费 至村团葬心狠手辣 交给他 夏木将不再是他 而是一个无情的工具人 所以 上报给三代火影员飞日展吗 药师爷乃宇 在短时间内想了许多 夏木知道 此时该自己出场 他问道 院长 我这是什么人数 木盾 是曾经初代火影大人 使用过的人数 药师爷乃宇没有隐瞒 说道 你能拥有他 说明你的某位先辈 曾经和千手一族联姻过 千手一族 在木叶建立前 是赫赫有名的大人族 人数众多 但因为千手之间的理念 不再保持族内通婚 广泛融入了木叶 至此 已经不复存在 目前 明面上的千手一族 只剩下刚手 竟然是木盾 夏木适时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玄机他又激动说道 院长 你认识千手一族的忍者吗 如果能知道是哪位先辈 那我也能知道 我的父母是谁 药师爷乃宇文言 神色微微一顿 夏木是战争孤儿 又因年龄小 受到了惊吓 失去了不少记忆 而他提出的这个办法 确实是有机会知道他的父母 同时 夏木提醒了他 还有一个人 比原飞日展更合适 刚手 仅存的千手一族 最重要的是 要师爷乃宇 了解他的性格 必然不会亏待夏木 这件事情 交给我出脸 要师爷乃宇打开衣柜 重新拿了套衣服出来 你去洗个澡 好好休息 好的 夏木接过衣服 乖巧地点头 该做的已经做了 剩下的 就看要师爷乃宇 实在不行 只能去陪原飞日展 这个糟老头子演戏 参照后面大和的待遇 其实也不算太差 前提是 夏木表现出火之意志 这种事 他很擅长啊 一个并不完善的破理论而已 他甚至觉得 自己可以反过来 忽悠原飞日展 时间又过去了一周 孤儿院一个偏僻的角落 夏木 生日快乐 要师都送上了一个小蛋糕 拱手一行啊 夏木笑着接过 他和要师都的生日 只隔了一周 比较巧合 夏木 你有什么生日愿望 或者说 你以后想干什么 要师都颇为好奇地问道 两个人相处三年 他一直觉得 夏木神神秘秘的 尤其是去年 忽然找到他 与众星常说 不要暴露 千万不要暴露你的医疗天赋 否则 会有灾难降临 不管是你 还是院长 仿佛预言的一番话 要师都当场就猛圈 但出于信任 和一丝冥冥中的感觉 他将自己惊人的 医疗忍者天赋 加以伪装 表现得平平无奇 干什么啊 夏木摸着下巴想了想 然后一挥手 说道 当火影的男人吧 他指的是第五代火影 刚手 既然要开车 那就开大车 有的人 或许会说他年龄大 但是他漂亮啊 只要是漂亮 别说年龄 就连物种都可以跨远 对吧 草莽英雄许仙 火影吗 要师都并不意外 因为三代火影员 飞日展出色的宣传 他在孩子们的心目中 形象十分高大 拥有最强火影的称号 成为火影 几乎是孩子们 共同的心愿 就跟前世 当宇航员或科学家 是一样的回答 只有长大后 他们才会明白 什么叫做残忍 对 火影 夏木几下吃完蛋糕 搂住他的肩膀 说道 到时候我们兄弟俩 我当火影 你当火影顾问 做大做强 重铸木叶荣光 如果不是担心 下到要师兜 他高低地再加一句 我校园飞日展少至 至村团藏无谋 当今天下 英雄为你我二人 他这么干 自然是有理由的 要师都前途无限 提前将他收入麾下 绝对不亏 能打能乃能辅助 可不能错过 好 要师都现在是没有经过 大舌湾训练的小屁孩 被夏木这么一忽悠 也激动起来 豪情万千 说道 一言为定 夏木 要师爷乃语的声音 夏木陡然一击零 坏了 刚刚中二的话 如果被听见 那他岂不是社会性死亡 他立即转身 顿时愣住 除了要是爷乃语外 还有另外一个女人 身穿茶绿色长褂 一头柔顺金发 亲属妩媚 离形身材 惹眼诱人 前世有句话 男人喜欢微胖的女人 而这个女人 绝对是微胖中的极品 丹娜双肉腿 配上黑丝或白丝 便足以要人命 夏木抬起头 正好对上一双 似笑非笑的亮棕色眼眸 刚手大人 小孩子不懂事 说着玩的 您不要往心里去 要是爷乃语 担心刚刚的话惹怒刚手 连忙解释说道 没事 刚手收回目光 问道 他就是夏木 倒是蛮漂亮的 要是爷乃语松了口气 回答 嗯 最前面的那位男孩 就是我跟你说的夏木 刚手点了点头 缓步走到他的面前 问道 你想成为火影 夏木脸上露出爽朗的笑容 说道 因为我想保护大家 虽然只是营业性假笑 但他知道这一幕 对于刚手的杀伤力 为什么 刚手沉默了两秒 以一种莫名的语气 说道 想当火影的家伙 都是笨蛋 轻易为他人 付出了自己的性命 我见识过战争 所以希望不再有战争 夏木说出了标准答案 成为火影 我就能阻止战争 给大家带来和平 事实上 他并没有那么伟大 他现在唯一的愿望 是活下去 刚手愣了片刻 想起了死去的弟弟神树 他也是 每天说着 成为火影 带来和平之类的话 但最终 他死在了战争之中 小屁孩 人不大 口气倒是很大 刚手轻笑一声 伸出白皙的手 揉了揉他的头发 说道 夏木无言 知不知道 男人最讨厌的是什么 就是小 以后一定要你知道 什么事大 刚手收起扶乱的心绪 说道 你展示下你的木盾 夏木伸出手 树到荆棘凭空生长 他现在不懂木盾 所以是凭借本能在操控 幸亏要是 言乃语 角果查克拉提炼 不然的话 他还不知道怎么展示 刚手面色一宁 居然是真的 他自小跟着祖父 牵手逐渐长大 对于木盾相当熟悉 夏木刚刚展示的忍术 绝非是幻术 亦或者模仿的木盾 真是意外的惊喜啊 刚手嘴角擒着笑 眼波流转 思考起该如何处置夏木 任由他在孤儿院 有可能会落在 至村团葬的手中 届时肯定会被玩坏 至于圆非日展 刚手对他是有怨言的 不如自己收养他 刚手此次回到木叶 除了参加波峰水门 和漩涡九星奈的葬礼外 还有个目的 带走静英 第二次忍戒大战的时候 静英刚出生 刚手因此没有带走他 但现在 他已经从忍者学校毕业 而且表现出 不错的医疗天赋 考虑到他在木叶 无依无靠 所以刚手打算带他离开 如今在家的夏木 似乎也行 据要师爷乃于所言 这孩子非常成熟懂事 刚手不用费心照顾 教他木盾就行 自从祖父千手住间死后 木盾已经消失了几十年 作为目前仅存的千手一族 刚手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 或许能让忍戒再次回想起 被木盾支配的恐惧 想起曾经的千手一族 你能施展木盾 证明是千手一族的血脉 刚手难得露出温和的表情 问道 既然如此 就不该再待在孤儿院 而是回归千手一族 你愿意跟我离开吗 不知道为何 夏木忽然想到了一句话 你他娘的就是老子的 Master吗 我可是传说中的三人之一 刚手见他沉默不回答 以为是在犹豫 他自豪地挺了挺胸 说道 跟着我 你绝对不会吃亏 夏木瞅了眼 确实不会饿到孩子 他点头 说道 我愿意 刚手露出了灿烂笑容 右手摸到他的脸上 捏了捏 调侃说道 小帅哥 你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 那我呢 要是都忍不住开口 他在孤儿院最好的朋友 就是夏木 如今他要离开 自然是舍不得 都 不得无理 要是也乃宇心中一紧 连忙说道 夏木只是不在孤儿院居住 你还是能经常见到他的 要是都有些失落 但没有在说什么 夏木见状 犹豫了几秒 决定还是按照原计划 等过段时间 再让要是都意外暴露他的天赋 从而被刚手说为徒弟 他现在说 就未免有些过于巧合 而且也会让要是也乃宇 产生怀疑 都 我每天都会回来看你的 夏木笑着说道 要是都的心情 顿时好转了不少 他本就聪明 知道夏木跟着刚手走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言乃语 我先带他离开 刚手微微俯下身 伸出手 夏木顿时感到了一股 从上而下的压迫感 那道深渊 也在他的眼前放大 他想到了五个字 富有且慷慨 走吧 刚手不等他反应 就抓住他的手 朝着门外走去 夏木 记得回来看我 药师都在后面大声喊道 我会的 夏木回头 向他挥手 这可是优质的工具人 他自然不会放弃 和药师都得有意 离开了孤儿院 刚手抬起头 看向北方 火影年映入眼帘 上面雕刻着 历代火影的头像 夏木下意识点起脚 想瞅瞅他在看什么 可惜身高不够 刚手注意到他的动作 不由得一笑 夏木刚刚七岁 加上漂亮的脸蛋 一举一动都透着可爱 我在看火影年 他忍住摸头的冲动 说道 在他的左下角 就是历代火影居住的地方 也是我们千手一族的足地 你想知道 继承了谁的血脉 那里就有你要的答案 刚手带着夏木 一路向北 最终来到了一处偏僻的住所 他脸上露出明显的怀念 这是我祖父和祖母居住的地方 也是我长大的地方 刚手已经很久 没有回来过 他的祖母 是第一代酒伟人 助力漩涡水户 因为身份特殊 故而一直隐居于此 但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夏木打量四周 怎么说呢 蛮一般的 普通的日式木屋 刚手打开了房门 里面非常干净 显然 这里是有人经常打扫的 其实远不止 四周还有暗部守护 一般人是不可能接近的 如果夏木不是有刚手带着 早就被拿下 什么都没有啊 刚手打开冰箱 里面空空如也 他顿时摇了摇头 本想着给夏木倒杯牛奶的 毕竟小孩子长身体 现在只能喝白开水 你先在沙发上坐着 我去找点东西 刚手递给他一杯水后 朝着楼上走去 不一会儿 拿着两个卷轴下来 会识字吗 院长教过 这个是千手一族的族谱 你看看有没有熟悉的名字 说完 刚手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 两条白逆长腿叠在一起 饶有兴趣看着他 确实挺赏心悦目的 就跟目睹一只漂亮的白猫一样 想上手录两把 夏木翻完了族谱 除了千手铸肩和千手飞肩外 几乎都是陌生 我记不起以前的事情 夏木摇了摇头 说道 上面没有熟悉的名字 记不起就让他过去吧 刚手见他暗淡的模样 不由得有些心疼 真的是可怜又懂事的孩子 以后你就跟着我学习忍述 刚手打开另一个卷轴 说道 我虽然不会目盾 但关于目盾忍述 祖父友留下详细的资料 足够你学习 谢谢刚手大人 夏木立即露出感激 这次是真的 只要学会了目盾 不说成为千手铸肩 能达到大河的水平就不错 虽然大河被戏称为搞绿化的 但他的实力 其实还可以 在上任中 称得上是精英 叫什么大人 没人的时候 你叫我姐姐吧 刚手难得出现了一丝紧张 生怕夏木会拒绝 按理说 两个人才见面一会儿 不该如此亲切 但夏木长得可爱 外加先前一通嘴顿 令刚手相当喜欢他 刚手姐姐 夏木也不客气 多好的富婆资源啊 叫声姐姐 实属血传 等等 刚手 貌似是富婆 夏木 愿意换个名字吗 叫做夏树 怎么样 刚手说着 已经靠在了他的身边 伴随着一股好闻的香味 坏了 我成替山了 虽然是夏木刻意引导 但他是真没想到 会有这一处 只是夏树这个名字 他拒绝 因为会让他想到茂木夏树 尤记得他当年 看头文字帝的时候 还年幼无知 曾经很羡慕过 女主夏树 有个非常大方的叔叔 经常给他钱 长大后才明白 这不是叔叔 而是干爹啊 因此 还延伸出许多梗 比如 我买了一件 很性感的泳衣 夏木摇了摇头 说道 刚手姐姐 夏木是我父母 留给我的唯一纪念 我不想改名 刚手文言 非但不生气 反而是心疼 他摸了摸夏木的脑袋 说道 那就不改 晚上想吃什么 我去买 烤肉 夏木立即说道 孤儿院依靠药师 也乃宇才勉强支撑 吃的三餐 自然不可能太好 刚手起身 说道 你先熟悉夏忍术 我等会儿回来 夏木立即打开了卷轴 第一个忍术 是木顿木踢身 踢身术是三身术之一 也是忍者最基础的忍术 木踢身稍微高级点 可以在受攻击的同时 将身体替换成木制的踢身 对于现在的夏木而言 难度刚好 与此同时 火影办公室 四代火影波峰水门死亡后 三代火影袁飞日展 在万般无奈下 重回火影之位 代管大局 真是糟糕啊 袁飞日展吸了口烟斗 瞅着办公桌上的情报 有些心力交瘁 重掌大全 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但为什么不能安分点呢 波峰水门刚死 云影村就已经坐不住 开始在边境上搞事 火影大人 戴着青蛙面具的暗部忍者出现 汇报道 就在刚刚 钢手大人带着一个叫做夏木的锅儿 去了初代火影大人的故居 夏木是谁 袁飞日展砸了扎烟嘴 问道 他和钢手有什么关系 夏木是木叶孤儿院的锅儿 和钢手大人 应该没什么关系 因为他们 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暗部忍者回答 袁飞日展下意识 吐出一个烟圈 第一次见面 就去了牵手住间的故居 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那个叫做夏木的男孩 肯定有特殊之处 但相对于钢手 倒也无关紧要 袁飞日展想的是另一件事情 通过夏木 将钢手留下来 这次回来 他已经和这个徒弟接触过 知道他很快就要离开 但此时的木叶内忧外患 正是需要钢手的时候 他如果留在木叶 不仅能快速恢复人心 也能震慑敌人 夏木没有贸然修炼木盾忍术 因为他现在基础比较差 容易出问题 如果钢手在的话 以他的医疗忍术 只要不是炸的粉碎 都是可以抢救回来的 夏木是在去年开始 跟着钥匙也乃与 学习忍者的相关知识 但他的资质不太行 到目前为止 连三参数都没有学会 只学会了一个查克拉提炼法 大门打开 夏木抬起头 甜甜地喊了一声 钢手姐姐 钢手原本精致冷清的脸 顿时挂起了笑容 真好看 真懂事 想捏 没有人能拒绝可爱的生物 他也是 等会儿吃饭 钢手摇了摇手上的塑料袋 里面是打包的烤肉 好的 夏木乖巧回答 钢手转身走进厨房 拿出两副碗筷 和四个盘子 进行清洗 洗干净后 将烤肉和饭 分盘装好 他自己其实也会料理 在以前经常给弟弟绳树做饭 看着他露出痛苦面具 十分有趣 嗯 他做的是黑暗料理 两个字 难吃 但他喜欢做 因为绳树努力吃下去的模样 让他感受到了姐弟之间的情意 钢手将饭菜摆好 然后脱下了茶绿色的外套 他里面穿着的是 类似于和服的宽松无袖上衣 大片白嫩的皮肤 露在了外面 夏木 过来吃饭 钢手招了招手 喊道 好的 夏木将忍树卷轴放下 抬起头 看到钢手 不由得眼睛一亮 没有了外套 他妙慢的身材更加凸显 很大 很白 夏木担心 这套保款上衣会支撑不住 从而裂开 他都有点想上手帮忙 愣着干嘛 钢手挑了挑眉 催促说道 快来 哦 夏木起身 来到饭桌面前 坐下 他嗅了嗅 说道 好香啊 说着 还咽了咽口水 天见游怜 三年 你知道我这三年是怎么过的吗 纳豆 饭团 泡面 吃的东西 还不如前世的学校食堂 现在能吃上美味的烤肉 幸福 太幸福了呀 钢手忍不住笑了笑 他单手拖着脸蛋 看着夏木狼吞虎咽的模样 忽然觉得挺有趣的 家里很久没有人气了呀 钢手思绪有些飘远 回过神 就见夏木直勾勾的盯着自己 钢手姐姐 怎么不吃 我现在吃 钢手拿起筷子 柔声说道 你要是喜欢 就多吃点 嗯 夏木收回了目光 这精致的脸蛋 这身线的项链 以及这弧度优美的曲线 秀色可参啊 他立即化身干饭人 干了两大碗 我吃饱了 夏木放下碗 感觉肚子有点撑 钢手点了点头 这孩子挺能吃的 但一想到他之前在孤儿院 他亮棕色的眼眸中 就流露出怜悯 肯定是过得不怎么样 你干什么 钢手看见他将自己面前的碗收走 不由地问道 洗碗 夏木非常懂事 说道 姐姐 你外出买东西辛苦 洗碗 就交给我 钢手愣了两秒 实在没忍住 伸出手掐了掐他的脸蛋 他心里生出了些许的喜爱之情 你放下 让姐姐来 钢手把碗筷抢过来 说道 你还小 等以后我老了之后 再照顾我吧 不行 夏木一脸认真说道 姐姐是不会老的 钢手睁大了眼睛 有被聊到 真会说话 钢手用食指点了点他的额头 说道 行了 你去看书吧 等会儿 姐姐可是要好好考教你哦 不给夏木说话的机会 他拿着碗筷 转身进入了厨房 片刻后 就响起了花花的水声 夏木给自己的演技点了个赞 不得不说 他这张脸 太具有欺骗性 外加他年龄小 不会有人防备他 效果就翻倍 没过太久 钢手离开了厨房 来到大厅 在夏木旁边坐下 他看了眼忍树卷轴 问道 言乃语有交过 你查克拉的基础概念吗 夏木抬起头 因为身高问题 他刚好能看到肩膀下的风景 可谓是横看成岭 侧成风 交过 夏木回答 那行 基础的知识 我就不用再教 钢手略微沉思 拿出一张巴掌大的试纸 既然你已经提炼出查克拉 测试下自己的属性吧 好的 夏木拿着试纸 查克拉传送到手部 十几秒后 试纸出现了变化 仿佛是被水浸泡 变得潮湿起来 但只覆盖了一半 就此停止 下一刻 剩下的一半从中裂开 宛如雪花般 散落余地 果然 是水属性和土属性 钢手早有所料 解释说到 木盾就是由水属性和土属性 两种查克拉合成 今后 你主修木盾 但水盾和土盾 也要有所了解 合格的上人 是不止一种盾术的 原因很简单 不同的盾术 有不同的作用 同时 相生相克 多学一种盾术 就会少一种弱点 你的木盾 不要暴露给任何人 钢手想了想 又说道 木盾 对于木叶村而言 意义重大 不管是原非日展 还是至村团葬 都会主动争强 钢手不怕他们 但也觉得麻烦 好的 夏木正有此意 作为一名老鹰比加狗盛 隐藏木盾 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 真乖 钢手笑容灿烂说道 接下来 姐姐要给你检查身体 不要反抗哦 不要啊 姐姐 夏木眼睛缓缓睁大 露出无辜的表情 什么情况 但钢手并没有解释 他伸出手 隔着衣服 抵住夏木的腹部 片刻后 说道 你的查克拉挺少的 提炼查克拉 一般有三个步骤 第一 将体内的精神能量 和身体能量 混合为体力 第二 将体力转化为查克拉 第三 将查克拉通过经络 转移到内脏进行储存 钢手通过检查夏木的查克拉 能知道它的极限在哪 以它目前的情况 最基础的三身术 来个两三发 就会体虚 所以 在后面的教学里 钢手便会适可而止 以免过度操作 伤害到他的身体 你年龄小 查克拉少是正常的 日后 慢慢锻炼就行 钢手伸出手 拿起忍树卷轴 说道 我们先从最基础的 木盾三身术学起 夏木点了点头 想到了漩涡名人 人比人气死人啊 同样的年龄 如果不抑制体内的九尾 我们的这位主角 已经拥有了好几十卡的查克拉 交到晚上九点 夏木就已经是满头大汗 累得不行 行了 别逞强了 钢手拦腰抱起了他 看着他一声不吭 强忍的模样 顿时母性大发 将他揉进怀里 太懂事 反而让人心疼 救命 姐姐 抱孩子 不是这么抱的 你这是想谋杀啊 幸好只持续了三秒 钢手抱着他 来到了一处房间 将他放下 说道 好好休息 明天跟我去见一个人 夏木睡得蛮香的 可能是因为昨天太累 躺在床上后 进入了深度睡眠 他伸了个懒腰 穿上衣服 离开了房间 夏木 你醒了吗 厨房里传来钢手的声音 醒啦 夏木一边回答 一边来到了厨房门口 此时的钢手 依旧是穿着他的无袖上衣 但多了一套围裙 解锁新皮肤 厨娘 不得不说 人长得漂亮 穿什么都好看 在前世 夏木就觉得 钢手平时的打扮相当一般 但仍然掩盖不了 那淑女的气息 就像是蜜桃 圆润诱人 去为生间喜素 钢手头也不回 说道 夏木打开不远处的卫生间 在梳洗台上 看到了一套 全新的牙刷和塑料杯 显然 是他提前准备好的 他转头看了眼钢手 心里挺感动的 这个女人 虽然性格豪爽暴躁 但也拥有细腻温暖的地方 夏木洗素完 钢手也做好了早饭 是饭团 尝尝 钢手双手托着下巴 亮棕色的眼眸 端向起夏木的表情 看得出来 他很在意评价 夏木迟疑着拿起了饭团 咬了一口顿时面露难色 他是真的想给出好评价 但奈何身体的自然反应 控制不住 妈爷 这是什么怪东西 又咸又甜 以及有骨说不出来的味道 能把简单的饭团做成这样 你他娘的 还真是个天才 还不错 夏木发挥了中式敷衍的回答 钢手顿时笑了起来 他自然看得出来他言不由衷 但真的是好像啊 以前神术也是这么说的 即使难吃 也会全部吃完 钢手有些许的恍惚 片刻后 他漂亮的眼睛眯成一条线 说道 那我以后每天都做给你吃 夏木动作顿了顿 想起前世 另一个夏家人夏洛说过的三个字 造孽啊 而且他还不能拒绝 此刻 正是刷好感度之时 夏木重重点了点头 说道 好的 钢手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 他随手拿起一个饭团 吃了起来 嗯 味道确实不怎么样 正因为如此 他才越发觉得夏木顺眼 能忍受他的厨艺 说明他把自己当做了家人 就像曾经他的亲弟弟绳术 吃完饭 两个人准备出门 钢手又穿上了他的茶绿色外套 非常经典的皮肤 后面还有个大大的赌字 只是他的赌博水平 不提也罢 钢手看了眼夏木 说道 等会儿 给你买几套新衣服 不用破费 夏木下意识白手 拒绝说道 这可不行 钢手牵着他的手往外走 说道 你现在衣服可配不上 你这可爱的脸蛋 夏木微微一正 好家伙 你居然查我身体 既然你这么诚实 那我不装了 不瞒你说 我也查你的身体 出了门后 两个人朝着南边走去 最终停在了木叶医院面前 钢手大人 不断有人打着招呼 而且都是神情激动 眼神中透露着崇拜 在战力 没有崩坏的现在 木叶三人 具有极高的威望 钢手又是公认的最强医疗忍者 在医院自然是神异般的存在 不一会儿 两个人在一处办公室前停下 钢手大人 坐在办公桌面前的中年妇女 立即起身 语气充满了意外和兴奋 新美 好久不见 钢手笑着打了声招呼 旋即问道 静音呢 她现在应该在观摩手术 钢手大人 您稍等 我去叫她 新美说话间 还打亮了眼夏木 毕竟这么漂亮的孩子 十分罕见 但她没有问 很快离开了办公室 夏木 钢手拍了拍沙发 夏木乖巧在她身边坐下 等一下 你见到的是一位叫做静音的姐姐 她是我一位故人的亲戚 医疗天赋不错 我这次打算收她为徒 钢手摸着她的碎发 说道 以后你们两个可要好好相处 嗯 我会的 夏木到牧业医院后 就猜到钢手要见的是静音 这位在原作中戏份挺多 但基本上都是和钢手绑定在一起 性格低调 文静和认真 作为火影护卫和秘书 经常督促偷懒的钢手 虽然是徒弟 却干着女仆和老妈子的活 十分操心 接触静音 夏木是愿意的 毕竟她是一位比较重要的剧情角色 换句话说 能给她提供命运值 只是她和钢手一样 暂时不处在命运节点 夏木目前是没办法做什么 还有相处三年的钥医 也乃宇 按照原作剧情 她会在几年后 被至村团藏派 去盐影村当间谍 失去信任后 又被安排和钥医都 自相残杀 最终死去 因为夏木的插手 要是都命运改变 但要是野乃宇的命运 依旧没有 只要她得不到 至村团藏的信任 注定会死 想要改变 要是野乃宇的命运 就得从至村团藏入手 让她摆脱控制 相近的几个人 虽然没办法 但夏木已经有了目标 一个危险又迷人的反派 拥有薛定恶性别的大蛇丸 她即将面临 人生的命运节点 叛逃木叶村 几分钟后 心美带回来了一位少女 面容清秀 穿着护士服 她一看到钢手 原本冷静的表情 变得激动起来 钢手大人 静英今年十四岁 忍者学校毕业后 一直待在牧业医院 就是为了等待钢手回来 外加她本就崇拜她 由此表现也十分正常 夏木在旁边 忽然想到了一句话 请这位日本小姐姐冷静 我听说了你的表现 很不错 钢手倒是十分淡然 说道 从今天起 你就跟着我学习医疗人数吧 静英吸了口气 恢复了原本的性格 点头 说道 是 钢手大人 心美 我们先走了 下次再找你聊天 钢手牵起夏木的手 就往外走 静英好奇地看了眼 这位陌生的小男孩 然后快步跟上 静英 他叫做夏木 嗯 算是你的师弟 钢手一边走 一边介绍 夏木也非常懂事 抬起头 喊道 静英姐姐 他乖巧的模样 顿时让静英心头一颤 好可爱啊 他忍不住摸了摸他的脑袋 说道 以后 请多多指教 夏木有些无语 我这是穿越到了摸头村吗 怎么都爱摸头 尤其是钢手 哼 这么喜欢 以后让你摸另外一颗 钢手带着夏木和静英 来到了服装店 给两个人分别买了三套衣服 然后回家 而在门口 一位低矮的小老头 正等着他们 三代火影 原飞日展 钢手 不给老师介绍一下吗 原飞日展露出和蔼可亲的笑容 配合他精湛的演技 仿佛是普通的林家老爷爷 钢手 撇了撇嘴 明明以他活影的身份 早就调查清楚 静英和夏木的背景 非要搞这么一出 无外乎是想在他们面前 留下好的印象 这是静英 钢手随口说道 静英啊 原飞日展 与其怀念说道 没想到一转眼 你已经这么大 如果你叔叔还活着 待多好 钢手眯起眼睛 有些不爽 说道 老头子 少说两句 抱歉 一时想起过去的事情 原飞日展 又看向夏木 问道 这位孩子是谁 夏木 我昨天收的徒弟 钢手反应很快 他忽然意识到 原飞日展是为了夏木而来 不出意外 他应该已经问过了 要是爷乃语 徒弟 这可是少见 原飞日展蹲下身 伸出手 摸向夏木的脑袋 问道 告诉爷爷 你是哪个人足的 糟老头 坏得很 夏木比钢手 更早意识到问题所在 事实上 他在之前 就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 钢手 作为三人之一 他收的徒弟 绝对会被原飞日展调查 夏木出身孤儿院 最了解他的人 自然是要是爷乃语 不过 作为养母 他不会出卖夏木 最多告诉原飞日展 他是牵手一足 这个理由 已经足够钢手收徒 夏木下意识抬头 看的不是原飞日展 而是钢手 钢手注意到 这双会说话的眼睛 不由得一笑 真是聪明 他拥有牵手一足的血脉 我见他有忍者天赋 就收他为徒 原来如此 原飞日展没有半点意外 他确实问过 要师爷乃语 但他并没有联想到木顿 牵手一足化整为灵 归于木夜后 原飞日展一直在监视他们 拥有一份完整的名单 原因很简单 木顿的重要性 一旦觉醒 原飞日展 就会出面带走他们 但可惜的 几十年过去 没有一个人觉醒 原飞日展 被称为忍术博士 木夜村早年 又做过木顿 驻间细胞的实验 两相对比 他认为 原因出在体质上 牵手驻间的体质 过于变态 就连细胞都保持着 惊人的活性 这或许是 觉醒木顿的关键 原飞日展 刚刚摸头的时候 就已经检查过 夏木若的可怜 不可能觉醒木顿 去掉怀疑后 原飞日展说道 我看夏木 也到了上学的年龄 过几天 我让忍者学校 弄一张入学通知书吧 不需要 刚手本能不想 夏木离开自己 他说道 有我教他就行 你应该知道 忍者学校 对于他成长的好处 原飞日展也不生气 笑呵呵 说道 不仅能教他 忍者相关的知识 而且能结交朋友 刚手文言 皱了皱眉 他知道 这话确实没有错 这也是为什么 他要让静音 去忍者学校的原因 夏木 你说呢 你想去忍者学校吗 在那里 你会有许多朋友的 原飞日展一转公式 对准了夏木 对于小孩子 他是相当有自信的 这些年 他通过宣传 建立起了一个最强活影 以及慈祥爷爷的形象 孩子们对他非常崇拜 夏木微微一正 他其实是想入学的 所谓多个朋友多条路 多个老婆多条道吗 而且留在木页 更加方便 他收集命运值 我听老师的 夏木回答 原飞日展愣了愣 怎么不按照套路出牌 难道是我这些年的宣传不够 刚守闻言 鸣嘴微微一笑 对于夏木的回答 很是满意 入学的事情 我会考虑的 行 原飞日展也不再纠缠 说起正事 三天后 上午八点 是拨风水门 和漩涡九星奈的葬礼 记得准时到 刚守笑容脸去 点了点头 说道 我会到的 火影爷爷 再见 夏木和静音开口说道 静音是出自真心 夏木嘛 则是伪装 原飞日展 带着笑容离开 就算夏木有什么问题 只要在木夜 便不可能逃出他的手掌心 进去吧 刚守收回目光 原飞日展的行事风格 他早就习惯 所以此次试探 并没有感觉到意外 三个人进了屋 静音 你以后就睡这个房间 刚守把新买的衣服放下后 说道 是 刚守大人 静音立即把衣服装在衣柜里 突出一个自觉 刚守很满意 这代表 以后会比较省心 收拾好了后 你去客厅等我 说完 他便朝着楼上走去 静音整理了下房间 然后关上门 来到客厅 他眨了眨眼睛 好忙啊 他看见夏木身陷在沙发上 仿佛是一只洁白的猫 夏木弟弟 静音坐在他的对面 问道 你今年几岁了 七岁 夏木坐直了身体 反问道 姐姐你呢 我今年十四岁哦 静音拍了拍他的神舟平板 说道 现在已经是一名合格的下人 夏木以后有什么事 尽管找姐姐 言语中 有拉近关系的意味 因为 他以为夏木已经跟了刚手比较久 好的 夏木高兴地说道 他确实挺高兴的 刚手 静音 在家要湿都 完全称得上 活影的三大奶妈 以后他想死都难 看来 你们相处得不错 刚手从楼上下来 到两个人面前 把一本书对给了静音 说道 关于医疗忍者的书 静音翻开后 有点傻眼 夏木也凑过去 瞧了瞧 居然是医学书籍清单 魔鬼啊 劝人学医 天打雷劈 夏木算是明白了这个道理 相对而言 还是普通忍者更简单 静音 你这段时间的任务 是将理论知识计数 然后我再教你医疗人数 刚手又看向夏木 说道 跟我进屋 我有事问你 夏木基本上能猜到 是什么事情 忍者学校 果然 进屋后 刚手就问道 夏木 你想去忍者学校吗 按照他本来的打算 是带着静音离开牧野村 但现在又多了个夏木 如果跟着他在外流浪 未免会苦了孩子 这两天相处下来 他是相当喜欢和心疼夏木 外加入学 确实是有点用处 所以 他陷入了犹豫 夏木迟疑片刻后 说道 全听姐姐安排 刚手注意到了他的表情 已经明白 他是想去学校的 至于说听他安排 则是夏木的懂事 越是这样 刚手就越觉得 不能亏待他 他抱起夏木 放在肉腿上 两座大山压了过去 说道 真是善解人意的好孩子 夏木 起来喝药了 刚手打开门 透过门缝 看见了安睡的夏木 这孩子 真的是好看得过分 姐姐 麻烦你出去一下 夏木有些扭尼说道 他不习惯 有人看着他换衣服 啊 刚手回过神 注意到他的表情 笑盈盈道 这有什么害羞的 呸 女流氓 夏木盯着他 衣服你不走 我就不起床的模样 只是配合他 这张幼稚的脸 就 萌出血 刚手下意识 咽了咽口水 把门关上 说道 换好衣服就出来吧 他转身 拿起围裙穿上 进入厨房 开始做饭 金银也在一旁 不过是在煎药 虽然查克拉很万能 但药物的运用非常广泛 作为医疗忍者 煎药是必须的 这副药的作用 是强身健体 专门为夏木熬制 它长在孤儿院 三餐都很一般 更不用说什么获得充足的营养 夏木 静音端着药 敲了敲味生间 好了 夏木放下牙刷 打开门 端起药 一饮而尽 暖暖的 很贴心 才怪呢 他的小脸 直接苦成麻瓜 来 吃个棒棒糖 刚手掏出一根棒棒糖 拨开包装后 就塞入夏木的小嘴中 虽然他赌博 喝酒 脾气爆 但他依旧是个好养母 才过了三天 刚手就已经原形毕露 外出买药 必赌博 晚上吃饭 必喝酒 赌鬼加酒鬼 夏木庆幸 刚手实力足够强 不然的话 早就被嘎了腰子 卖到不知名的地方 没过太久 饭团摆上了饭桌 夏木按照惯例 做了下心理建设 拿起饭团 咬两口 就吞下去 对面的静音 几乎是同样的操作 只有刚手吃着饭团 看着夏木 漂亮的脸蛋上 笑容又加深了一分 人 都喜欢好看的皮囊 刚手也不例外 她觉得 夏木长在了 她的审美上 看之令她心情愉悦 早饭吃完 刚手拿出两套 黑色的丧服 说道 夏木 精英 你们把她穿在外面吧 今天我们要去参加葬礼 夏木点头接过 直接套在外面 顿时就有一种 专业团队的感觉 木叶未灵杯 三个人到的时候 已经挤满了人 统一的黑色外套 气氛庄严肃目 夏木也是第一次 见到了如此多的剧情角色 凡是没有任务的人者 皆在此 她扫了一圈 只认出了几个 特征非常明显的人 比如奇木卡卡西 一头白毛夹 仿佛长在她脸上的面罩 非常瞩目 只是 她看起来十分丧 就像是昨晚 被女鬼夺取了 所有的精气一般 透着死气沉沉 夏木倒是能理解 在接连失去队友 与之波带土和野员灵后 奇木卡卡西 又失去了她的老实 波风水门 在家幼年丧父 说是天煞孤星也不为过 直到遇到漩涡名人 奇木卡卡西 才振作起来 因为是葬礼 大家互相都没有说话的欲望 夏木就站在钢手的旁边 偶尔打量下四周 不久之后 三代火影员飞日展出场 他语气沉重 开始了她的演讲 第四代火影波风水门 以及不幸牺牲的人者和村民们 他们是为了木业的和平 是为了贯彻火的意志 不惜以生命的代价 与入侵者同归于尽 他们当中 有五 六十岁的老人 也有七八岁的孩子 他们的去世 是木叶村的损失 活下来的我们 将永远记住他们 更要将他们的精神 火之意志传承下去 我再次保证 所有的死者都会得到抚恤金 他们留下来的亲人 必将得到最妥善的安排 虽然在这个场合不太合适 但夏木差点听得笑出了声 九尾之乱 最大的功臣 是波风水门和漩涡九星奈 而他们的儿子 漩涡名人 本该获得英雄般的待遇 结果 却因人助力的身份 落到了极端的待遇 这不得不说 是极大的讽刺 参加藏里的忍者和村民 皆是受到了波风水门 和漩涡九星奈的保护 但谁能想到 几年后 他们将救命恩人的儿子 称为妖狐 并且实施冷暴力 四代火影 你看你都保护了些什么 夏木 刚手塞给他一束白花 说道 等会儿 你跟我一起去献花吧 嗯 夏木点头 怎么说呢 他其实没什么触动 毕竟对他而言 死去的皆是陌生人 他献完花后 就跟着刚手回到了家 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必须抓紧学会 木顿三身术 然后再和大蛇丸接触 因为夏木不知道 他具体叛逃的时间 万一错过 可就麻烦了呀 大蛇丸 是他计划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 半个月的时间过去 夏木和刚手的关系 更加密切 有一种母子家姐弟的 双重感情 而在刚手的精心教导下 夏木最终学会了 木顿三身术 虽然以他的查克拉 全部使用一遍 就得歇菜 但终究是难得的成果 在他的这个年龄段 已经称得上是天才 与此同时 袁飞日展派人 送来了忍者学校的 入学通知书 刚手也同意 但没有完全同意 按照他的想法 六年的忍者学校 上个两三年 就可以提前毕业 夜晚 这个忍术 对于现在的你来说 太过勉强 刚手抽出纸巾 擦拭着夏木额头上的汗水 三身术是一级忍术 在掌握之后 他尝试着学习地级的 木顿忍术 但太过吃力 夏木抬起头 刚好能看见贴近的 刚手面旁 因为距离太短 他能感受到 带着清香的呼吸 吹过他的脸颊 他下意识撇过头 眼睛陡然间 被雪白的深渊蜥蜴 刺激度立即翻倍 行了 今晚就修炼到这里 你去洗个澡 然后睡觉吧 刚手揉了揉他的脑袋 说道 你才七岁 修炼不用急 越急反而对身体伤害越大 夏木点头 这个年龄段 确实挺伤身体的 所以姐姐你要不要收敛点 福利太多 我只能望阳心叹啊 夏木洗完澡 躺在床上 等了半个小时后 他起身 木顿木分身 只见树道藤蔓 从他的脑袋和肩膀处冒出 很快在他的面前 形成了两个分身 木顿变形朔 两个分身陡然被树枝缠绕 旋即身体拔高 变成了两位二十几岁的青年 你们尽量说服大舌丸 夏木自然不会亲自前往 那只会白白送命 得亏是木顿 不然的话 一般的分身术和变身术 可不能这么用 当然 让木分身走过去 也不现实 夏木花了两点命运值 将他们送到了 大舌丸居住的地方 我先上 左边的分身说道 以大舌丸的性格 我多半是要隔屁 无所谓 我会出手 右边的分身竖起大拇指 说道 这把高端局 看我发挥 拜托了 另一个我 左边的分身 毅然决然走进了宅院 木分身虽然是分身术 但从表现形式来看 更接近隐分身之术 拥有自己的思维 原理很简单 在原作中 大河曾经收回木分身 将其变成了一颗种子 换句话说 这颗种子 可以跟本体形成查克拉共鸣 产生如同隐分身之术一般的效果 大舌丸的庭院 在夜色下 显得非常昏暗 夏木一脸警惕 环顾四周 却空无一人 他带着疑惑 打开了大厅 与此同时 地底的实验室 大舌丸握着手术刀 正在解剖尸体 大舌丸到他的面前 吐出长长的舌头 发生丝丝的声音 有人不请自来 是陌生的忍者 气息非常奇怪 大舌丸读懂了舌语 顿时有了一丝兴趣 他看了眼尸体 随手把手术刀扔下 这是一具血迹献剑忍者的尸体 自从徒弟神术死后 大舌丸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 一边开发布施转生 试图长生 一边研究血迹献剑 破开限制 只是这两种实验 都非常困难 但现在为止 大舌丸依旧没有太多的成果 既然如此 他也不急 准备处理这个意外的访客 大舌丸离开了实验室 来到了大厅 再看到夏目后 狭长的舌头眯了起来 确实有点违和感 但他说不出来 大舌丸舔了舔嘴唇 抬起手 他的袖口 顿时飞出数条毒蛇 将夏目缠住 感兴趣的东西 自然要拿下 免得他逃跑 好言好语 可不是他的风格 他更喜欢擒猪猪猎物后 一点一点拨开 再慢慢研究 但下一刻 令大舌丸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被蛇群缠住的夏目 陡然间变成了树道木枝 反缠绕住了蛇群 一时之间 形成了你缠我 我缠你的套娃模式 大舌丸愣在原地 立志学会所有忍术的他 立即认出了夏目使用的人数 木分身之术 大舌丸在之前和至村团葬 合作过木盾竹间细胞的实验 简单的说 就是将牵手竹间的细胞 移植给忍者或婴儿 使其拥有木盾 但因为强烈的排斥反应 所有的实验体全部死亡 大舌丸和至村团葬 也不得不暂时放弃 如今 一个忽然会木盾的人者出现 可想而知 大舌丸多么的意外和惊讶 这就是传说中的三人之一 大舌丸的代客之道 另一位夏目从门外走近 说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就令我十分失望 大舌丸脸色微沉 却没有在动手 因为他看得出来 这位夏目和上一位夏目气息相似 应该也是一具木分身 让我猜猜你在想什么 夏目非常随意抽出椅子坐下 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 大舌丸注意到他的眼神 相当淡然 没有其他忍者见到他的那种恐惧 或尊敬 显然 他很有底气 你是不是在想 明明木盾实验全部失败 为什么会有人能使用木盾 夏目慢条思理地反问 我说的可对 大舌丸陡然一惊 群重 但知道木盾实验的人 寥寥无几 他不可能泄露 难道是至村团藏 你究竟是谁 大舌丸眼中闪烁着危险的目光 这种脱离控制的局面 让他杀心四起 我是谁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 我能带给你好处 夏目端起茶杯 缓声说道 比如实现你的愿望 我的愿望 大舌丸嗤之以鼻 问道 你知道我的愿望吗 就敢说 能实现我的愿望 长生以及全知 夏目微微一笑 说道 我知道的秘密有很多 大舌丸再也绷不住 不可能 绝不可能 怎么会有人知道 他心底的愿望 除了他自己外 不应该有人知道 我自己泄露的 那更是无稽之谈 你究竟是谁 同样的问话 不同的心情 大舌丸已然忌惮起来 一个陌生人 了解他的全部秘密 这是何等的惊喜 夏目倾笑一声 这就是信息差带来的好处 他谜语人般说道 无奈天命 潜伏于天命之中 狩猎天命之人 你的明白 其实这句话 是仿照想要成为 影之实力者中二男主说的 大舌丸歪了歪头 什么鬼东西 其实 夏目说的是实话 他拥有命运圣还 正打算狩猎所谓的命运 看来没有明白啊 夏目语气中 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大舌丸难得出现了 烦躁的情绪 你特么能不能说人话 没有明白 但倒也没什么 我们来谈正事吧 夏目竖起两根手指 我要蛀间细胞 作为回报 我送给你两个秘密 大舌丸目光一鸣 夏目非常神秘 但此刻提出交易 却让他明白 神秘不等于万能 眼前的这个人 是有破绽的 大舌丸舔舔了舔嘴角 这是他兴奋的举动 蛀间细胞 你应该明白它的价值 我怎么知道 你的所谓秘密值 这个价钱呢 我可以先赠予你一个小秘密 之后交易达成 再给你大的秘密 夏目早有所料 不慌不忙 说道 你是个不错的交易对象 我们可以长期合作 你觉得如何 大舌丸微微皱眉 说实话 他不喜欢和一个了解自己 自己却不了解的人合作 但夏目知道的太多 大舌丸想调查他 合作是一个不错的途径 这就要看你的秘密 是否有价值 如果有 合作倒也无妨 你和至村团藏的目盾实验 有一位幸存者 而且觉醒了目盾 什么 大舌丸顿时无法保持冷静 团藏 你竟然敢骗我 这位幸存者就在根部 代号为假 夏目说的是 自然是大河 大河的命运节点 是脱离根部 加入暗部 就连大河这个名字 都是三代火影员 飞日展所取 现在 他的命运即将发生改变 夏目很好奇 大河如果跟着大舌玩 未来究竟会如何呢 一般的穿越者 是不愿意改变剧情的 但他的外挂 注定了剧情会大变样 夏目为了变强 自然也不会拘泥剧情 因为只要足够强 什么剧情都无所谓 大舌丸深吸一口气 说道 你说的 我会去验证 如果是真的 那我们的交易达成 合作愉快 夏目笑了笑 站起身 当着大舌丸的面 解除了忍数 为什么我觉得他非常弱 大舌丸盯着夏目消失的地方 心里冒出疑问 这两句目分身 完全让他感觉不到威胁 就仿佛是吓人 但一个拥有下忍实力的人 有可能知道这么多秘密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剩下的唯一解释是 他在势敌已弱 以便让人摸不清 他真实的实力 难缠的家伙 大舌丸内心 对于夏目的警惕性 再度提升 这个人非常的危险 和他打交道 必然不能掉以轻心 接下来就是至村团藏 大舌丸眼中 闪过危险的光芒 他和至村团藏是合作者 两个人互相握着 对方的秘密 一旦爆出来 就算炸不死 也得脱一层皮 故而 两个人达成了一种 难得的均衡 但现在大舌丸很恼火 木顿 因为牵手驻歼 成为了最强的血迹献剑 也是他首要获取的 血迹献剑 就连血轮眼 都得放在第二位 至村团藏的背叛行为 是大舌丸无法容忍的 只是当面质问 估计没有用 除非他将至村团藏抓起来 大舌丸打算自己 潜入根部进行调查 以他的实力 不会被人发现 哪怕是根部 其实他也可以派人打探 不过他担心打草惊蛇 还是由自己亲自动手 比较稳妥 大舌丸没有任何迟疑 立即前往根部 夜色之下 他的前行 几乎是完美无瑕 没有一个人察觉 根部有许多秘密基地 大舌丸跟至村团藏鹰木顿 进行过深入合作 故而是比较清楚的 而且 夏木已经告诉了 那位幸存者代号是假 换句话说 他现在是根部成员 范围缩小 只需要将根部的训练基地 查一遍就行 大舌丸放出了他的蛇群 没过太久 就有了目标 牧业村北部 大舌丸走进了一栋大楼 这里是根部培训的基地之一 作为牧业最强大的机构 根部的培训十分残酷 足以将任何成员 变成没有感情的强大工具人 把忍者的本质 发挥到淋漓尽致 活引忍者 是所谓的热血脉 但抛开悬涡名人不谈 忍者就是冷酷的杀手 为了任务 为了忍村 可以毫无原则杀任何人 不管是妇孺 还是小孩 如果现实中真有忍者这种职业 有多远跑多远 大楼里有不少人 大舌丸很快锁定了一个成员 十岁的大和 他很有耐心 一直跟着他 直到他使用出目盾人数 竟然是真的 大舌丸心头一震 神秘人没有说谎 而这只是小秘密 那么大秘密是什么 难道还有比目盾 更有价值的东西吗 一时之间 大舌丸生出了强烈的好奇心 至于大和 他直接翘无声息偷走 第二天 夏目察觉到命运圣环的震动 从而醒了过来 因为你的行为 大和的命运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九十点 九十点 意味着大和的命运 已经和原作剧情南辕北辙 他很难再加入暗部 夏目摸着下巴 想到了一件事情 大和 在后面会变成悬涡名人的带队老师 原因是 目盾能压制他体内的九尾 我能不能借此机会 接近悬涡名人呢 夏目想了想 还真有可能 因为那个时候 已经是刚手担任火影 他是知道他有目盾的 得到命运值 夏目最想换的东西 是仙人体 仙人体加目盾 绝配啊 但可惜的是 九十点命运值太少 夏目兑换目盾天赋 是因为新手一折优惠 他原本的价格 是九百点命运值 如果直接兑换目盾 需要两千点命运值 翻了近两倍 而仙人体比目盾更加珍贵 三千九百点命运值 慢慢来吧 夏目并不着急 他才七岁 有的是时间 现在嘛 好好享受一下 刚手姐姐的爱吧 夏目 早啊 刚手在厨房忙活 见到夏目 便停下手中的动作 抬起头 露出个灿烂的笑容 夏目顿时心情愉悦 美好的一天 开始啦 有一说一 起床就见到一个大美人对着你笑 这怎能不开心呢 夏目 该喝药了 静音忽然冒了出来 夏目的笑容顿时凝固 坏姐姐啊 他端起碗 几口喝完 然后跑到刚手面前 张开嘴 意思很明白 我要吃糖 夏目 你自己拿下 我没空 刚手忙着做饭团 疼不出手来 夏目微微一正 以他现在的身高 眼睛刚好对准刚手的腰部 只是没口袋啊 放在哪 夏目最终落在他腰间的黑色布袋上 目前露出的部分没有 所以是在围裙下面 他伸出手 一阵摸索 果然摸到了糖 除此之外 还有暖暖的触感 是透过衣服 传递出来的身体温度 刚手下意识看了眼 但并没有在意 他的性格 就不是普通小女孩的性格 不会因为触碰而害羞 何况 夏目又不是外人 吃了糖后 嘴里的苦味消失 夏目跑到大厅 等着开饭 静音在一旁看书 这已经是他这段时间的常态 今天我带你去学校 吃完饭后 刚手说道 静音 你就留下来继续学习吧 既然答应了夏目 他也不会阻止 何况上学后 他有更多的时间去补博 到了晚上 再好好教他就行 夏目对于学校 还是挺期待的 期待能遇到剧情角色 以便获取命运值 只是 他这个时间断不太妙 漩涡名人等木叶十二小强 要再等六年 才会去上学 而卡卡西这一代 都已经毕业了四五年 夏目卡在中间 能遇到的剧情角色比较少 木叶忍者学校 在九尾之乱中 没受到太大的波折 经过半个月的休整 今天重新开课 夏目将作为插班生 成为一年级A班的学生 刚手大人 一年级A班的老师 山中职人热情说道 我已经接到了通知 您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夏目的 刚手点了点头 夏目 名义上是他的徒弟 敢欺负他的人没有几个 夏目 放学的时候 我再来接你 刚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就转身离开 夏目 我叫山中职人 以后教我老师就行 山中职人笑着说道 走吧 去见见你的同学们 夏目作为插班生 相当于新生 逃不掉经典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做夏目 没有其他的爱好 只想过平静的生活 平平无奇的一句话 依旧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因为他长得好看 许多小妹妹都直勾勾盯着他 夏目 你就做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吧 山中职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道 你的同桌叫做宇智波佑 他可是我们的年级第一 你跟着他 能学到许多东西 这显然是对他刚守徒弟身份的特殊安排 但夏目直接愣在原地 他真没想到同桌的你是宇智波佑啊 根部办公室 即使年过五十 志村团藏依旧保持着年轻人的活跃 在各种事情上都做到了亲力亲为 龙马 志村团藏翻越着一个卷轴 问道 宇智波一族的搬迁完成了吗 九尾之乱 是由九尾引起的混乱 在他的眼睛中出现了巨大的血轮眼 因而宇智波一族遭到了怀疑 之前的牧业复兴会议上 志村团藏提出将他们牵出牧业腹地 转到西南角落 而且暗部将全天后监视他们 这代表着宇智波一族不仅离开了权力中心 更是失去了信任 志村团藏固然是因为偏见 但逼迫宇智波一族搬迁 是整个牧业高层共同的决定 包括了原非日展 不然的话 光凭志村团藏一个人是办不到的 身穿黑色风衣的游女龙马 闪身进入 说道 基本已经完成 宇智波一族有什么反应 反应很激烈 所有人都不情愿 还爆发了几次冲突 但都被族长宇智波夫越南下 素莱面谈的志村团藏文言 露出一个难看的笑容 他的计划得到了非常完美的实施 在此 他还真得感谢操控九尾的那个神秘人 不然 他根本没办法将宇智波一族 送到牧业的边缘 现在的宇智波一族 就是个火药桶 我期待着他炸开的那一天 志村团藏摸了摸自己的右臂 他已经移植了柱间细胞 拥有了木盾 只要再得到血轮眼 从此他将天下无敌 就算是原非日战 他也有把握战胜 届时 火影之位 必然守到擒来 志村团藏 打压宇智波一族 除了延续老师牵手飞尖的政策外 就是想得到血轮眼 这个血迹献剑 他垂涎已久 因为木盾和血轮眼 代表了牵手柱间 和宇智波般 两个人的实力 可谓是通天彻地 远超所有的人者 可是为什么 志村团藏下意识 握紧卷轴 九尾之乱 让宇智波一族 远离木叶中心 年轻的四代火影 波风水门 也不幸牺牲 明明是两件快乐的事情 重叠在一起 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志村团藏做梦 都没有想到 有生之年 居然能看到 原非日展两次成为火影 气死偶恋 好在原非日展 也当不了几年 只要自己在新的第五代 火影上任前 得到血轮眼 一切就来得及 志村团藏吐出一口气 原非日展是属于下岗 在就业 但这是因为 木叶当前的局势造成的 一旦稳定后 新的火影 就会提上日程 原非日展能再干几年 估计一年都难 再说他已经老了呀 指不定哪天就去世 志村团藏想着 心情就好了许多 团藏大人 又一名根部人 折闪身进入办公室 说道 假失踪了 我们到处都没找到人 志村团藏顿时笑容僵硬 脸色黑了下来 假 也就是大和 木盾实验的幸存者 价值非常大 不仅意味着 他在未来能得到一个忠诚的木盾下属 而且还能给原非日展一个大大的惊喜 一想到这个场景 志村团藏就很兴奋 但现在全没了呀 假的失踪 对于他而言 无疑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落在了原非日展手中 那他和大蛇丸做的木盾实验 就会曝光 简直是平白无故 送了一把刀出去 原非日展可以凭借这个理由 更好地拿捏他 你再说一遍 志村团藏历声问道 假昨晚忽然失踪 根部全体人员找了一晚上 都未曾发现蛛丝马迹 所以他极有可能离开了木盾 根部忍者说得更加详细 这么大的一个人 在你们的眼皮底下 凭空消失 志村团藏再也忍不住 顿时暴怒 他呵斥说道 废物 一群废物 他将大和放在训练基地 一是让他有足够安静的空间 修炼木盾 二是因为根部的其他成员 能时时刻刻看管他 本以为会非常安全 结果却出了事 志村团藏 无能狂怒 根部成员 已经被他训练成了 没有感情 堕入黑暗的人者 他的怒火没有意义 大蛇丸呢 志村团藏逐渐冷静下来 攥紧拐杖 问道 目前大蛇丸名义上 是属于根部成员 和有女龙马一起 作为他的贴身护卫 但今天他没有来 大蛇丸在家做实验 有女龙马回答 你去调查他的住所 看有没有假的踪迹 志村团藏 倒不是无缘无故怀疑大蛇丸 整个木业 能让根部一无所获的人 或机构 就那么几个 其中包括了大蛇丸 有女龙马 出身有女一族 擅长顽虫 对于侦查非常精通 其能力在根部都是顶尖 由他调查大蛇丸 被发现的几率很小 忍者学校 夏木打了个哈欠 忍者相关的课程 倒是还不错 但理论课就非常无聊 主要内容有两个 历代火影和火之意志 其中三代火影 袁非日展又是重中之重 夏木怀疑 这课本就是他写的 把他吹成了最强火影 按理说 袁非日展是了解 牵手铸肩和牵手飞肩的 他还是后者的徒弟 既然如此 他为什么会承认 最强火影的称号 思来想去 只有一个理由 巩固火影的地位和权利 夏木看了眼语之波诱 他听得非常认真 或许这就是 他在后面簇拥火之意志的起源 按照原作剧情 余智波又四岁上战场杀人 七岁忍者学校毕业 八岁开启血轮演 十一岁加入暗部 开启万花筒血轮演 十三岁杀父世母灭掉全族 称得上传奇人生 夏木对余智波又不太感冒 但能刷命运值也不能错过 当然 他没兴趣将他收为手下 这个人太危险 连父母都杀 指不定哪天就会被刺自己 夏木不敢留他在身边 但他不敢留 有人敢留 宇智波又的第一个命运节点 无疑是加入暗部 夏木现在想的是 把他送给一个喜欢收养锅的家伙 不是要誓言乃语 而是大蛇丸 当然 这可不是送温暖 宇智波又开启万花筒血轮演后 天刻大蛇丸 两者估计能擦出各种火花 怎么了 宇智波又莫名身体一颤 看向他的同桌 没什么 夏木笑着问道 等会儿放学 我请你吃饭 怎么样 谢谢 不用 宇智波又表现出一种淡淡的疏远感 作为宇智波一族的天才 他思想早熟 有些沉默寡言 不善交流 更重要的是 在他看来 他和夏木没什么聊的 有这时间 他不如去找宇智波止水 聊聊大人的话题 比如火之意志 到了放学时间 忍者学校出现了不少前来接学生的家长 夏木看到宇智波又跟着一位少年离开 不出意外 是宇智波止水 他现在已经是颇具名气 被称为顺身止水 是目前宇智波一族最富盛名的天才 夏木在学校混了一天 基本上知道了同学的名字 除了宇智波又外 还有一位剧情角色 犬种花 木叶十二小强犬种牙的姐姐 是一名兽医 怎么说呢 戏份比较少 夏木都不知道 如何下手改变他的命运 站住 还钱 忽然的嘈杂声 夏木抬起头 顿时有些目瞪口呆 因为他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 剑步如飞 后面跟着六个大汉 却怎么也追不上他 在经过门口的时候 老奶奶对着夏木抛了个调皮的眼神 抛开年龄和相貌不谈 还有点萌 夏木吓得退了好几步 按道我的魅力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吗 但旋即一想 这貌似是刚手被追债的场景啊 他有些无言 作为刚手名义上的养子和徒弟 他已经预感到未来的生活 和静音一起 天天被追债 我黄某 于独 独不共带天啊 夏木微眯着眼睛 得想办法捞点钱才行 几个人逐渐远去 过了大概七八分钟 老奶奶重返 在夏木面前便回了刚手 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 还不错 夏木主动抓住他软软的手 问道 刚刚追你的人是 哦 债主 刚手不在意说道 借了点他们的钱 我又不是不还他们 非要追我 夏木扯了扯嘴角 你确定是只借了一点钱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刚手的借条 貌似都有几大箱 不谈这个 刚手露出笑容 说道 庆祝你今天入学 我们去买点酒吧 你想喝酒 不要用我当借口啊 夏木劝道 喝酒对身体不好 那你可就太小瞧姐姐了 刚手蹲下身 左手指着自己的额头 说道 姐姐告诉你一个秘密 这个菱形标记 是一种非常厉害的人数 叫做阴风印 你知道他的效果吗 不知道 夏木摇头 词乃谎言 他当然知道 但肯定不能承认 会出问题的 他可以让我的身体机能 一直保持在全胜状态的效果 刚手颇为自豪地说道 别说是酒 任何不利的东西 都对我没有用处 哇 姐姐真棒 夏木双眼露出崇拜 吹捧说道 刚手顿时有些心神摇曳 这副表情真是不错 他亲密地在他的小脸上蹭了蹭 笑咪咪说道 姐姐可不止这点咪咪哦 以后你会知道的 夏木被诱人的香气 搞得有点脸红 刚手见状 笑容更加灿烂 哟 你脸红了 让姐姐看看 不过考虑到这是光天化日之下 他选择了放弃 在途中的居酒屋 买了两瓶酒 便和夏木一起回到了家 静音已经在做饭 作为孤儿 他的厨艺相当不错 如果不是刚手想要体会 和夏木的姐弟之情 不然的话 早饭也会交给他 晚饭相当丰盛 味增汤 天妇罗 肉末烧豆腐 三文鱼拌饭 夏木吃得非常开心 刚手就更开心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喝酒的 静音和夏木 以年龄不够 被他禁止 吃完饭 静音端着碗筷去了厨房 刚手明显有些醉意 脸色微醺 仿佛是熟透的苹果 他躺在沙发上休息 没过一会儿 忽然睁开眼睛 看向在一旁钻研忍术的夏木 夏木 音调要比平时拉得更长 听起来有点撒娇 刚手靠近夏木 抱住他的头 说道 姐姐好喜欢你哦 夏木再也看不进去说 女人 果然只会影响我血血 虽然被抱着的感觉挺好 但积攒的情绪不能宣泄 只会更加难受 姐姐 你喝醉了 去房间休息吧 夏木当然知道 料理喝醉的人 有多么麻烦 不小心 还得被吐一声 我没醉 刚手伸出纤细白嫩的两只手指 捏着夏木的脸颊 只有罪的人才会说 自己没罪 夏木摇了摇头 说道 你赶紧回房间休息 你嫌弃我了 回就回 刚手颤颤微微起身 朝着房间走去 夏木正要松了口气 就见他折返 他歪了歪脑袋 下一秒 刚手抱起他 说道 你陪姐姐 没这个服务啊 夏木下意识身体扭动 但奈何刚手是力速双A弱女子 他根本没办法挣脱 到了房间 夏木这才逃过一劫 被他放下 他正准备离开 就见到了惊人的一幕 不着片驴的身体曲线 映入眼帘 红 白 金 夏木转身离开了房间 以他现在和刚手的关系 还没到那一步 不能因为一时之快 毁了现状 算了 去找大蛇丸吧 夏木只能想办法 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大和的命运 既然已经发生了变化 就证明 大蛇丸和他初步达成了交易 只是想拿蛇尖细胞 依旧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稍有不慎 就会被摸到本体所在 但蛇尖细胞又不得不拿 对于木顿的加成 实在是太大 夏木觉醒了木顿天赋 但他因为缺失海量的查克拉和仙人体 不能完全发挥作用 在没有足够的命运值之前 蛇尖细胞是有必要的 再说他不需要 他的手下也需要 其实可以用命运值 去拿蛇尖细胞 但比较贵 夏木现在命运值齐缺 不想浪费 所以准备想个其他的办法 静音姐姐 我去睡觉了 夏木跟静音打了个招呼 说道 等会儿 麻烦你去看一下钢手姐姐 静音称呼钢手为大人 夏木喊的是姐姐 刚开始静音也不能理解 直到夏木跟她说 没事 咱两个论个的 指不定日后 你还得叫我师娘呢 钢手是静音的师父 夏木就只能当师娘 当然 后半句没说出口 大蛇丸住宅 花费一命运值后 夏木的木分身再次降临 此时的大蛇丸 正在地下室调教和研究大河 作为人格魅力拉满的反派 对于小屁孩 可谓是信手拈来 唯一麻烦的是 大河被至村团葬培训过 思想走了歪路 故而 大蛇丸必须对她进行人格修正 再顺便研究木盾 大河的成功 给她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她不必夺取其他血迹 献剑忍者的身体 而是强化本体 前提是 她能完美移植住间细胞 而不是像至村团葬那种缝合怪 怎么样 对于我的礼物 还满意吗 夏木依旧是非常随意 拿起茶杯 蹲蹲蹲喝完 反正她是木分身 丝毫不慌 大蛇丸目光一鸣 她自信 昨晚去偷人 不会有人察觉 最多是至村团葬在事后 才发现大河失踪 但夏木是如何确定 自己已经得手的呢 万一昨晚她没有发现大河 今晚她岂不是白跑一趟 只是这么笃定的回答 分明是已经知晓 大蛇丸断定夏木背后有一个神秘的组织 情报能力很强 我确实很满意 她冷声说道 如果不是你 我还被至村团藏蒙在鼓里 作为一名科学家 大河对她的意义非常 有了零的突破 她才能继续研究 本来她都已经放弃木顿 但现在是不可能放弃的 她甚至打算 先暂停不失转生的研究 不用谢我 夏木露出阳光般和煦的微笑 说道 看来我们的交易 可以正常进行 你要多少助肩细胞 短暂的沉默后 大蛇丸说道 助肩细胞是有限的 如果太多 我也很难弄到 夏木挑了挑眉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不仅是牵手助肩 连牵手飞肩等人 都被你倒了木 移植助肩细胞 九人分的量就行 夏木敲了敲桌面 说道 除此之外 我还要你的实验数据 大蛇丸面无表情地点头 她并不意外 对方既然要助肩细胞 自然是用来移植的 如今忍戒 这份技术 当以她为尊 我要的是 完美移植助肩细胞的数据 夏木又补充说道 不是你现在的技术 大蛇丸搞了这么多实验体 只活下来了大河 死亡率高得吓人 至于至村团葬 只移植了手臂 跟大河的移植完全不同 大蛇丸再次警惕起来 这神秘人 对木顿实验 未免太过于了解 她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没问题 大蛇丸答应下来 反正数据在她的手里 她可以随便修改 真想坑人 是很简单的事情 除非夏木找到 足够优秀的医疗忍者 比如类似于 刚手这种级别 但可能吗 整个人界就一个刚手 而她是不可能 和这种神秘人扯上关系的 现在你能告诉我 另一个秘密是什么吗 大蛇丸舔了舔嘴唇 有些迫不及待 连大河都被称为小秘密 她很期待所谓的 大秘密是什么 按理说 我应该在得到 助肩细胞后 再告诉你 夏木不急不缓 非常淡然说道 但我也不怕你失言 大蛇丸神情一领 强大的自信 让她不免有些意外 但仔细一想 这确实符合神秘人的作风 你认为 牵手铸监的实力如何 夏木问道 非常强 大蛇丸虽然疑惑 但还是老实回答 她翻阅过木页留下来的书籍 在上面 有对牵手铸监 颇为详细的介绍 字里行间 都能看出她的强大 大蛇丸认为 牵手铸监远超所谓的无影 不然的话 不可能结束乱世 更不可能秦霍尾寿 她见识过九尾 没有特殊的手段 很难战胜她 秦霍就更难 那和牵手铸监齐名的 羽制波斑呢 夏木又问道 应该也不差 大蛇丸想了想 说道 虽然书籍中提到 羽制波斑比较少 但谁都知道 她和牵手铸监的 终结谷大战 直接让大地断裂 活生生造出一个山谷 羽制波斑就算弱 也不会比牵手铸监弱太多 羽制波斑的强大 是源于什么 夏木问道 血轮眼 大蛇丸愈发奇怪 这问题和所谓的秘密 有什么关系吗 你觉得 羽制波斑越 实力怎么样 还行 大蛇丸点评说道 三沟玉血轮眼 确实不错 但也就比一般的上人强 你不觉得 有什么问题吗 夏木反问道 同样是血轮眼 为什么羽制波斑这么强 大蛇丸忽然愣住 对啊 羽制波斑从实力上说 简直是可以 一打十个羽制波斑越 为什么 他又联想到 疑似被血轮眼控制的九尾 三沟玉血轮眼 真的能控制尾兽吗 你是说 在三沟玉血轮眼之上 还有更强的血轮眼 大蛇丸非常聪明 反应也很快 立即就想到了正确答案 没错 夏木点了点头 说道 三沟玉血轮眼之上 还有万花筒血轮眼 万花筒血轮眼 大蛇丸反复念着这几个字 原飞日展和至村团葬 因为牵手飞肩 知道万花筒血轮眼的存在 等羽制波止水自爆 才让他们明白 原来是这么可怕的东西 反手 至村团葬就偷袭了羽制波止水 获得了他的万花筒血轮眼 有多强 大蛇丸问道 光凭这几个字 他很难体会到 万花筒血轮眼的强度 想试试吗 夏木反问道 羽制波一族 已经有人开出了万花筒血轮眼 大蛇丸眼睛一亮 此时已经在想 如何夺眼的事情 夏木看着他这副 没有遭受过毒打的表情 不由地笑了笑 显然大蛇丸认为 万花筒血轮眼就算很强 但也是有限度的 不错 他叫做羽制波止水 竟然是他 大蛇丸面露惊异 羽制波止水 在第三次忍戒大战中 大放光彩 他自然知道 只是没有想到 他开启了万花筒血轮眼 给你个忠告 做好保命措施 不然的话 可能会翻车 夏木的话 让大蛇丸有些不爽 自从获得三忍称号后 已经少有人者 能让他认真 而夏木的意思 他不仅打不过羽制波止水 而且一不小心会出事 他不信 夏木没有在说什么 以大蛇丸的保命手段 多半是死不了的 而且 羽制波止水 如果知道袭击他的是大蛇丸 也不会痛下杀手 至于他自己 夏木更不用担心 万花筒血轮眼过于离谱 羽制波止水 如果使用别天神 大蛇丸估计 没什么反制手段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夏木微笑着解除木分身 说道 希望到时候 你已经准备好了助肩细胞 大蛇丸目送他离开 立即让人探查羽制波止水的下落 第二天 他就找上了羽制波止水 然后展开了一场大战 与此同时 正在忍者学校上课的夏木 忽然收到了命运圣还的提醒 因为你的行为 大蛇丸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 命运值58点 因为你的行为 羽制波止水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 命运值19点 这大蛇丸能处 有事是真上啊 夏木有些可惜 没能亲眼看到 大蛇丸大战羽制波止水的场面 想来是十分精彩的 大蛇丸在原作中 惨败于羽制波又的万花筒写轮演 从此之后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只是他打不过羽制波又 于是将目光转到了羽制波 左柱身上 但现在 这顿独打提前 大蛇丸会有极大概率 盯上尚且年幼的羽制波又 至于为什么羽制波止水 也会贡献命运值 夏木想了想 觉得合理 羽制波止水 和羽制波又一样 拥有超脱本族的思想 接受了火之意志 只是他更加天真 和有底线 当羽制波一族准备叛乱的时候 没有对他们下手 反而是寻求原非日展 和至村团葬的帮助 甚至不惜暴露他万花筒写轮演的能力 结果可想而知 最终被至村团葬盯上 为避免因自己的眼睛引起争斗 他在绝望之中自杀 而他的死亡 也使得羽制波一族的叛乱 推迟了两年 然后开启万花筒写轮演的羽制波又 联合制造了九尾之乱的神秘面巨南 也就是羽制波带土 将全族除了羽制波佐助外 全部送入地狱 现在的羽制波止水 早就是火之意志的坚定簇拥者 而大蛇丸 原非日展徒弟 传说中的三人之一 在外人看来 他就是火之意志的代表 如今却遭到了他的袭击 羽制波止水此时 应该在怀疑人生 不知不觉中 命运出现了些许的变化 19点 怎么说呢 不多 估计羽制波止水的结局 依旧是没有大的变化 大蛇丸奉献了58点命运值 说明他的命运 只改变了一半 并没有完全改变 这也正常 大蛇丸又不像是军马履 或要是兜 他是一个有能力 有主见的人 彻彻底底改变他 谈何容易 夏目 这道题我不会 你能教我吗 只见一个小萝莉 脸色微红 扭扭妮妮的开口问道 夏目扫了眼 说道 我也不会 你问羽制波又吧 小萝莉露出错愕的表情 他专门挑的简单的题目 怎么能不会呢 他愣了两秒 看着夏目好看的小脸 说道 不 不用麻烦他 我去找别人 羽制波又因为性格问题 有些孤立 外加他 可是传闻中的羽制波一族 小萝莉自然不敢 夏目知道 他的目的是搭讪 太小了呀 各种意义上的小 不像刚手 哪里都大 是个人都知道怎么学 夏目无需犹豫 经过简单的小插曲 他一天的学校生活 又平静地度过 不同的是放学后 今天羽制波止水 并没有来接羽制波又 来的是羽制波美情 这位太太 长得还挺好看的 夏目等了片刻 又见到了刚手 被追债的场面 只是这次是个老头子 他挑了挑眉 看来他的想法得提前啊 几分钟后 老头解开伪装 便回刚手 来到他的面前 今天有没有什么 有趣的事情 刚手捏了捏他的小脸蛋 随后往下 握住他的手 没有 夏目摇头 问道 姐姐 你今天又去赌钱了吗 没事去玩了几把 刚手也没有隐瞒 两个人相处这么久 瞒是瞒不住的 姐姐的赌数怎么样 夏目又问道 啊这 刚手犹豫了两秒 高情商回答 我运气比较差 你那运气是差吗 是根本就没有运气 逢赌必输 夏目也没拆穿 问道 下次可以带我去吗 刚手顿时皱起眉头 说道 你年龄小 不要沉溺于赌博 等长大后再说 一番话说得颇为恳欠 如果不是夏目知道 他从小就跟着牵手逐间学赌 那他肯定就相信了这番鬼话 我不是赌博 而是赚钱 夏目解释说道 既然姐姐输多赢手 那么你带我 我每次反压 就能赢回来 刚手愣了愣 很快眼睛闪烁着金钱的光芒 好办法呀 我怎么没想到呢 他蹲下身 激动地亲了下夏目的脸颊 说道 给你聪明的奖励 全是口水 夏目假装不满说道 刚手立即笑了起来 仿佛激起了逆反心理 更加过分地舔了舔 夏目顿时感觉湿漉漉的 岂可休 你等着 过几年 我要全部报复回来 明天是周六 我带你去木叶村不远处的短侧街 刚手已经畅想起来 到时候 我们姐弟童心 大杀四方 其实也就夏目提出来有用 换做其他人 刚手直接一拳砸过去 你敢质疑我的赌术 在夏目开心享受姐姐关怀的时候 大蛇丸只有一个感受 痛 太痛了 而且 这种痛不是来自于身体 而是精神 很难缓解 今天上午 大蛇丸找到了宇智波止水 看着他不过十几岁的模样 顿时也不管夏目的警告 直接如同海贼王杰克一样 你以为我是谁 把船靠过去 刚开始 大蛇丸凭借丰富的经验 占据了上风 然后宇智波止水 开启了万花筒血轮演 须左能呼加各种幻术器招呼 大蛇丸就有点顶不住 被迫暴露了身份 宇智波止水 认出他后 愣在原地 而这几秒 足够大蛇丸离开 回到家里 他意识到 原来夏目说的全是真的 就他切身体会来看 万花筒血轮演确实强 尤其是宇智波止水 现在这么年轻 再过几年 岂不是会上天 这双眼睛我一定要得到 大蛇丸舔了舔嘴唇 结果鲜血液了出来 他直接咳嗽起来 再不远处 有女龙马 震惊睁大了眼睛 大蛇丸居然受了伤 木叶村中 还有谁有这种本事 有女龙马想了想 转身朝着根部走去 他要向至村团藏汇报 大蛇丸瞥了眼 他早就察觉到 只是没有揭穿 现在他的心思 已经放在了万花筒血轮演上 所以他打算跟至村团藏摊牌 快刀斩乱马 根部 你是说 他受了伤 至村团藏下意识握紧拐杖 脸上露出沉思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算是他 再不暴露木盾的情况下 也没把握让大蛇丸受伤 假的踪迹呢 没找到 有女龙马解释说道 我担心惊动大蛇丸 所以更隐秘的地方没有探查 既然如此 我们去会会他吧 至村团藏站起身 笑道 盟友受伤 怎么也得关心一下呀 老夫吸引他的注意力 你趁此机会仔细搜查 至村团藏抬起拐杖 进入了大蛇丸的庭院 有女龙马点了点头 下一秒 消失不见 进入大厅 至村团藏眼睛微眯 大蛇丸似乎早就知道他要来 正坐在高处的座椅上等着他 不过他此时的状态 看起来非常微眯 至村团藏挑了挑眉 居然是真的 大蛇丸 你的伤势怎么回事 他也不屑客套 直接问道 没什么 大蛇丸自然不会告诉他真相 至村团藏 加上他的根部 是有可能干掉雨之波止水的 他肯定不愿意 将万花筒血轮眼送给别人 纵然他现在拿不到 但在他的心里 已经是他的东西 至村团藏顿时有些不愿 他确实挺好奇 大蛇丸受伤的原因 只是他没说 他也没办法 毕竟他暂时不想撕破脸皮 但就在这时 大蛇丸忽然开口说道 你不用再让龙马探查 假 确实是我带走的 你说什么 至村团藏的脸色阴沉下来 一个实验体而言 你又何必这么小钱 大蛇丸冷笑一声 说道 我还没追究你 欺骗我的事情 把假交出来 至村团藏以生硬的语气说道 除非你想和老夫决裂 我这个人最讨厌被威胁 大蛇丸咳嗽了一声 摸了摸嘴角的鲜血 露出毒蛇般的笑容 团藏 你确定想要决裂 至村团藏表情一致 大蛇丸是不在乎木叶的 随时可以跑路 但他不行 一旦木盾石砚曝光 他再难接近火影之位 这个损失他承担不起 至村团藏脸色殷勤不定 显得十分犹豫 最终还是打算妥协 大蛇自出生到现在 已经在根部待了十年 浑身上下被研究得干干净净 送出去倒也不是特别难受 只是可惜了一个会木盾的人者 四代死亡 三代重新上位 但他待不了太久 大蛇丸语气忽然缓和 说道 第五代火影很快会提上日程 你想说什么 至村团藏非常不爽 火影是他的禁忌话题 你觉得 谁会当上第五代火影 你想当火影 至村团藏脸色微变 但又很快恢复正常 说道 你不可能的 你已经失去了 原非日展的信任 选择第四代火影的时候 大蛇丸和波峰水门呼声最高 前者是三人之一 多年下来 立下了汉马功劳 拥有诸多的支持者 后者在第三次人界大战中 力挽狂澜 获得金色闪光的美名 声望也不差 平心而论 两者势均力敌 但原非日展认为 大蛇丸不适合当火影 几乎内定了波峰水门 我确实是不可能 大蛇丸点头承认 说道 但我的支持者还在 我可以帮助你登上火影之位 平淡风轻的话 顿时让至村团藏瞪大了眼睛 我大白天见鬼了吗 这家伙不杀了 我就不错了 居然还要支持我 条件呢 至村团藏压下了心神摇曳 沉声问道 我要牵手住间的尸体 你帮我掩饰 不能被任何人发现 大蛇丸顿了顿 说道 当然假你也得送我 你疯了吗 至村团藏勃然变色 说道 初代火影牵手住间 何等的重要 我们拿点细胞 倒也无所谓 但你现在要将尸体偷走 一旦被发现 我们两个都没有回旋的余地 我自然知道 大蛇丸不耐烦摆了摆手 说道 你干不干吧 至村团藏顿时无言 他咬了咬牙 一具尸体而已 随便仿造一具 扔进棺材就行 反正平日里 也没有人敢冒犯牵手住间 我答应你 至村团藏阴沉着脸 全身上下弥漫着危险的气息 但如果你背叛了我 大蛇丸 你会知道后果的 大蛇丸毫不在乎笑了笑 说道 那么带着你的小虫子离开吧 小虫子说的是 有女龙马 她的庭院虽然没有守卫 但到处都隐藏着蛇 任何人一进来 就会被发现 哼 希望你不要做令自己后悔的事情 至村团藏放出最后一句狠话 转身离开 大蛇丸舔了舔嘴唇 心头火热 他已经开始期待 和夏木的下一次见面 他有太多的想要知道的答案 木叶西南角 宇智波一族新的领地 虽然范围更大 但距离更远 高傲的宇智波一族 自然是无法容忍的 可惜 他们遇到了一个不太果断的组长 宇智波赋月 所有的不满都被压了下来 在领地后面的瀑布 宇智波止水望着流水发呆 尚武和大蛇丸的战斗 令他一直难以释怀 在他的心目中 木叶高层 也就是原非日展 至村团藏 自来也 大蛇丸和钢手等 具有极高的地位 因为他们象征找火之意志 大蛇丸为什么袭击自己 是受到了原非日展的指示吗 不 不可能 宇智波止水不愿意再想下去 这意味着 他一直以来信仰的火之意志出现了问题 而且他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大蛇丸似乎是奔着他的万花筒 血轮眼来 那么 这意味着木叶高层 是否已经知道了 这双眼睛的存在 对于宇智波一族的态度 会不会又将不同 各种杂乱的想法 困扰着宇智波止水 宇智波止水 忽然 一个暗部人者出现 说道 火影大人要见你 宇智波止水心头一颤 表面不动声色 说道 我现在就去 他怀着沉重的心情 来到了火影办公室 止水 原非日展放下手中的文件 热情又亲切 说道 你做呀 随便点 就当是自己家一样 宇智波止水松了口气 自己果然不该怀疑火影大人的 止水 叫你过来 是有任务交给你 原非日展叹了口气 说道 水门刚死 云影村就发动了袭击 现在不得不应战 宇智波止水立即说道 火影大人 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我对你一直很放心 你身上流着宇智波静的血 也继承了他的意志 原非日展又换了一副表情 怀念说道 静和我情同手足 每次见到你 我都能想起静 宇智波静 是二代火影牵手飞奸 挑选出来的学生 拥有非常合格的火之意志 而止水是他的后代 本来木叶是想进行上人选拔的 但最近是多 一直没机会 原非日展站起身 走到宇智波止水的面前 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道 我知道你的实力远不止中人 这次就临时给你上人的权限 谢谢火影大人 宇智波止水感激地说道 上人 已经是木叶村的核心人员 这也意味着他 受到了火影的看重 好干 等你回来 我会让你加入暗部的 原非日展露出了微笑 这样的宇智波 才是好的宇智波呀 普通的人者 自然不需要他亲自接待 但宇智波止水不同 他姓宇智波 将他收入暗部 不仅能得到一个天才 还能得到一个桥梁 了解宇智波一族的渠道 现在的宇智波一族 可太不让人省心了呀 原非日展 需要有个信任的内部人员 而宇智波止水 经过这一场谈话 也确认了 袭击式大蛇丸的私人行为 与木叶无关 战争再起 与第三次人接大战不同 这次只涉及到木叶村 和云影村 而且是以试探性为主 云影村上次入侵失败 是因为波峰水门 一个人拦下了AB组合 也就是第四代雷影爱 和八位人助力奇拉比 但现在波峰水门意外去世 云影村立即按捺不住 发起了袭击 如果失去波峰水门的木叶村 没有挡住 那他们自然是血转 退一万步讲 没咬下一块肥肉 也无伤大雅 和谈就是 反正现在的木叶村 不可能硬气到底 和云影村死磕 按照原作剧情 这场战争会持续两到三年 夏目记得如此清楚的原因是 前来和谈的云影村 搞出了一件大事 其头目意图偷走日向家的大小姐 日向除田 结果被日向日族反杀 云影村以此为理由 要求木叶交出凶手 否则会再次发起战争 最终日向分家的日向日差 替凶赴死 平息了此次事件 短侧街 一个距离木叶村不远的萧金窟 八个字 吃喝嫖赌 样样弃全 绝对不会令人失望的一个地方 夏目此时正在大街上 东张西望 相较于重建中的木叶村 短侧街可是相当繁荣 各种商贩 居酒屋 赌场 和衣衫布整 站在门口的小姐姐 在这么寒冷的天气 让不少人想要用身体温暖他们 钢手则是一概不管 一手提着红色的箱子 一手牵着夏目 熟青熟路 最终停在了一家赌场面前 夏目 你用变身术换套面容吧 钢手停下脚步 松开他的手 说道 以你小孩子的模样 他们是不会让你赌的 夏目点了点头 施展变身术 陡然间成为了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 这张脸还不赖吗 钢手打量着问道 他是谁 不知道 夏目随口说道 是我刚刚在大街上看到的一个陌生人 实际上不是 他变得是周润发发哥 此时应该想起经典的赌神 BGM 我们走吧 钢手拉开了大门 顿时所有人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 领头的赌场老板 注意到他的项链 脸色微变 难道是那位大人 哪位 一旁的旗袍合观 有点疑惑 他很有名吗 蠢货 赌场老板瞪了他一眼 在赌场混 怎能不知道他的名号 他可是传说中的大肥羊啊 说到最后 已经抑制不住心底的喜悦 笑出了声 钢手毫不在意把箱子打开 露出里面的钱 干净十足说道 给我全部换成筹码 好嘞 赌场老板热情回答 江湖中谁不知道 这位大肥羊 逢赌必输啊 送钱的来了 很快 筹码就兑换完毕 一共是十五万两 不多 也不算少 换做忍者的任务 基本上相当于一个B级任务的报酬 当然 任务报酬还有忍村和队友的分成 自己不可能全部获得 想拿到十五万 至少得做三 四个B级任务 不过嘛 钢手是传说中的三人之一 做任务是轻松愉快的事情 如果不是经常赌博 其实他可以过得相当滋润 参考自来也和大手玩就能知道 前者人在忍戒 飘倒失联 后者花费巨资搞科研 云一半给我徒弟 让他也玩玩 钢手摆了摆手 说道 赌场老板瞧了眼夏目 露出笑容 大肥羊的徒弟 自然也是大肥羊 双喜临门啊 夏目拿到了八万两的筹码 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 赌场的玩法非常多 但在夏目的建议下 这次钢手 只玩类似于赌大小这种赌法 规则很简单 赢了 双倍下注 说了 把赌注交给庄家 理论上说 概率都是百分之五十 但这是在数据非常多的情况下 才有的概率 几十把 甚至说几百把 概率都很难维持到百分之五十 除此之外 赌场还会抽取赢家的五流水 想亏是很难的 何官摇着晒钟 片刻后落在赌桌上 说道 请各位下注 钢手犹豫了两秒 扔下三枚筹码 也就是三千两 他压得小 夏目则排出八枚筹码 压大 之所以没全部压 他是想试试钢手 是否真的那么邪门 晒钟打开 六 五 五 恭喜压大的客人 何官礼貌性地说道 钢手不忧反喜 虽然他输了三千两 但夏目赢得更多呀 他沉迷于赌博 一是因为爱好 二是想忘记 过去悲伤的事情 书前 其实他是不在意的 但夏目 又不一样 钢手现在是把他当作亲弟弟看待 故而才配合他进行赌博 事实上 蛮开心的 但他开心 有人就不开心 赌场老板 你们两个哥 这跟我卡包个呢 夏目的行为并不隐秘 几次下来 其他的赌客也跟着效仿 赌场老板 脸色愈发阴沉 其实亏倒是没有亏 但赚得比往常更少 看着别人赚钱 比杀了他还难受 好严 刚手数了下钱 短短几个小时 就赢了十万两 简直是破天荒的事情 虽然他不在意钱 但看着多出来的钱 依旧是十分兴奋 走 我们继续 刚手拉着夏目 心冲冲赶往下一个赌场 黄昏 夏目看着存折 非常满意 一天下来 赚了百万两 相当于做一个极度危险 且费时的S级任务 夏目 你年龄小 要么我帮你先存账 刚手嘴角微弯 目光扫过那张存折 等等 这话咋这么耳熟呢 夏目想起来小时候 他老妈也爱说类似的话 不过是对他的压碎钱下手 他连忙摇头 说道 我自己存着 虽然是为了陪刚手 但该赚的钱不能错过 而且他的组织也需要钱啊 刚手看着他 这副紧张的模样 不由地摸了摸他的脑袋 笑道 那你就存着吧 一般的小孩 他确实不放心 但夏目比较聪明和懂事 而且能赚这么多钱 也的确是他的功劳 明天再来一次吧 刚手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 但问题不大 可以用变身术 之所以今天不用 是因为刚手赌博 都是用的本体 不然的话 传说中的大飞扬这个称号 不可能流传这么广 回到木业 吃过晚饭 又修行了三个小时的木盾 夏目终于得到了独处的时间 他开始思考起 接下来的行动 现在有了一百万两后 倒是可以先租间房 当作临时基地 只是没人可用啊 要是都实力比较差 至少得再过两三年 夏目摸着下巴 忽然想到了相邻母女 可以操作 毕竟两个漩涡一族的人者 错过比较可惜 想法很美好 但想要实施比较困难 草影村若归若 却也不是一个下人 就能乱闯的 夏目当务之急 依旧是提高自己的实力 他现在白天学习水盾 晚上修炼木盾 就进度而言 已经算是不错 七岁嘛 身体是有极限的 夏目脱下外套 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 周日 刚手兴致勃勃 拉着他去短侧间 这次 他使用了变身术 化作一个平平无奇的少女 是那种夏目 不会感兴趣的瓶 对 要不起啊 刚手再次和夏目 大杀四方 又赢下了百万赌资 只是两个人 再回牧业村的途中 在一处小树林被拦截 先前赌场老板们 是知道刚手是谁的 孤儿不敢下黑手 现在换成了不知名的少女 他们顿时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声 你们是哪个赌场的 夏目被八个魁梧大汉包围 丝毫不慌 因为他背后有人 别废话 把你们金金银的钱 全部交出来 谈不拢啊 夏目歪了歪脑袋 看来得学习漩涡名人 先打负在嘴顿 刚手饶有兴趣看着他 非常好奇 他究竟想干什么 他已经发现 他这位白俭的弟弟 成熟聪明 非常有想法 夏目小脸严肃 这是他的第一次实战 第一次吗 总有点紧张 就算把张字去掉也合理 嗨嗨 好在有刚手在 不会有生命危险 目顿目分身 几乎瞬间 一个夏目变成了三个夏目 小心 是忍者 赌场打手 陡然面色凝重 他们都是普通人 有点手艺在身 但远不如训练有素的人者 三个夏目 同时甩出手里剑 每个人左右手六把 一共十八把 将八个人全部覆盖 赌场打手 慌忙向着四周散开 夏目站在原地 另外两个分身 直接冲了过去 在接近的瞬间 再次施展目分身 顿时变成了一个数量公平的对殴游戏 片刻后 全部被擒住 现在我们可以谈一谈吗 夏目再次问道 我们老大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挺硬气的吗 夏目转头 说道 姐姐 向他们展示下你的拳头 钢手露出个温柔的笑容 往后退了几步 旋即高抬右腿 落下 痛天脚 以他为中心的 方圆三 四米的范围 轰然裂开 无数的碎石飞扬 八个赌场打手 傻在了原地 眼前的一幕 已经非人力所能及 哪个赌场的 夏目用手捂住口鼻 问道 虽然钢手控制了力道 没有波及到他 但吹起来的灰尘 就没办法控制 群马赌场 打手语速 飞快回答 老板叫什么 什么来列 老板叫做森川 原本是个混混 后来加入了群马公司 开了这家赌场 原来如此 夏目摆了摆手 说道 你们走吧 钢手有些愕然 问道 就这么放他们离开 他们只是普通的打手 没什么用处 夏目解释说道 我对群马公司更有兴趣 既然他们对我们下手 那我们也没必要讲武德 我有个想法 将这个公司收于麾下 虽然 他用了木分身 但正常情况下 忍者也只会认为是普通分身术 更不用说这些打手 木盾不会暴露 钢手愣愣地看着他 如果不是这七岁的外表 他真的会以为 夏目是个成年人 你想开赌场 钢手问道 不 夏目摇头 说道 我是要保护赌场 钢手发现自己跟不上思路 单一的赌场 格局太小 我想整合全部的赌场 谋取更大的利润 夏目要做短侧阶的地下皇帝 这已经超出了忍者思维 钢手消化了好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 他不知道该如何评价 身为忍者 是不会从事生产和经营的 他们赚钱的唯一途径是任务 只能说 书读得太少 换做夏目 有一千种比任务更赚钱的方式 而且 不用出生入死 不用累死累活 夏目一直觉得 活影世界过于畸形 拥有毁天灭地实力的人者 居然会臣服于大明和贵族 还会因为任务 被人当作狗一般的使唤 包括小组织 简直是离谱 而且最离谱的是 忍者竟然以此为荣 夏目看不懂 但大为震撼 你想怎么做 钢手没有思考太久 群马公司和夏目选谁 他无需犹豫 至于形式不像忍者 又有什么关系呢 统一标准 增加玩法 提高服务 收取加盟费和分成费 以夏目的眼光来看 短侧阶的赌场 就是个类似黑网吧的东西 环境脏乱差 玩法也就那几样 他打算在控制群马公司后 建立起现代化赌场 凭借高质量的服务 抢占市场 剩下的赌场 要么被迫跟风抄袭 要么就联合起来干掉他 但他也愿意给出第三条路 加盟 钢手听的目瞪口呆 这种方法 可谓是闻所未闻 但仔细一想 又颇有道理 似乎可行 我一个人做不了 需要姐姐帮忙 夏目仰起头 露出期待的表情 虽然是临时起义 但确实很赚钱 反正是群马公司 先招惹他的 他报复回去 很合理吧 再说 有钱后 他许多事情就可以操作 比如 雇佣忍者 去把乡邻母女救回来 钢手其实蛮复杂的 今天夏目小小露了一手 却让他觉得震撼 别说是忍者 常年经商的商人 也想不出这种办法 但好在现在夏目是他的人 钢手弯腰抱起了他 说道 没问题 你需要什么 姐姐都会给你 这句话 有点富婆的味道 夏目微微撇头 就能看见他穿初代项链 真白啊 他也不客气 靠了过去 刚刚打架 着实是有点累 脸上传来没有布料的摩擦感 仿佛是最上层的丝绸 没过一会儿 夏目就有了困意 他毕竟是小孩的身体 而且消耗查克拉 就是在消耗体力 钢手走了片刻 就感受到了富有节奏的呼吸 不停地打在项链 以及四周的皮肤上 他低头一看 夏目已经睡着 夏目醒来的时候 已经回到了木叶 他挠了挠头 没想到因为太软太香 而睡了过去 你这个年龄段 怎么睡得着 夏目起床 给自己打了个气 大厅里 静音在看书 刚守不知所踪 静音姐姐 我回一趟孤儿院 路上小心 静音抬起头 也不意外 他几乎隔两天 就会回孤儿院 木叶村范围很广 但位于节界内的核心区域 其实没有那么大 与之波一族 为什么对心领地不满 因为已经到了节界边缘 再输下去 就要输到死亡森林 与之波复月 就插指着至村团葬 说上那句话 脸都不要了 牵手逐间故居 和孤儿院 在中心区域 孤儿并不远 夏目走了几分钟 就到了目的地 夏目哥哥 你回来了 夏目哥哥 唐 夏目刚进入孤儿院 就被一群小孩围住 他打开手里的代理 说道 不要抢 一人一根棒棒糖 谢谢哥哥 小孩们立即被糖 吸引了注意力 夏目环顾四周 找到了药师兜 他正在玩弄 一只小白兔 更为准确地说是 研究他的身体结构 兜 吃糖布 夏目走过去 问道 我又不是小孩子 药师兜摇了摇头 他双手上沾着吐血 看着被剖开的小白兔 一点也不害怕 不看外表 很难相信 他只有七岁 兜 过段时间 你随我去见刚手大人 到时候 你展示自己的医疗天赋 夏目自己剥开了个棒棒糖 吃了起来 味道蛮不错的 药师都眼睛一亮 先前那股淡定消失不见 有些激动问道 刚手大人 会收下我吗 会的 夏目暗道 你不知道你的医疗天赋 有多吓人 就算不收图 我也会让他 教你医疗人数 以他和刚手现在的关系 磨一磨 求一求 应该没啥问题 药师也乃宇 其实也是个优秀的医疗人者 但他的身份特殊 药师都留在他身边 稍有不慎 就会被至村团葬盯上 这位初代郭颖和大蛇丸一样 贼喜欢天才 不过两者不一样 至村团葬 是想把天才收入根部 洗脑 变成他忠诚的部将 大蛇丸则是 禅天才们的身体 收集起来 当做自己的容器 药师都 无疑是符合标准的 小白兔这么可爱 你居然这么残忍 夏目忽然想到了 一个前世有趣的梗 说道 中午多加点辣 我们吃麻辣兔丁 药师都愣了两秒 最终点头 说道 我本来就是这么打算的 孤儿院不太富裕 自然不会浪费粮食 夏目看了会儿 没啥意思 干脆在旁边练习忍术 地级的顺身术 一个相当有用的忍术 波峰水门的飞雷神之术 从本质上说 也是属于顺身术 但它加入了空间 已经不是一般的人者能学习的 地级的顺身术 也就是最基础的顺身术 它其实不是闪现 而是加速 通过加速 造成瞬移的假象 除了顺身术 还有一个水炖水乱波 水炖的基础忍术 三个硬 效果是从口中吐出一股水波 冲击敌人 夏目拥有水属性和土属性 但水属性是第一属性 天赋高于土属性 故而 他优先修炼水炖 在用水炖掩饰他的木炖 打造他水炖忍者的身份 夏目在孤儿院 度过了他周日 剩下的时光 到晚上的时候才回去 回来了 钢手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没错 人界是有电视的 还有电脑 但这些东西 能用得起的人非常少 大部分人 是处于温饱县以下的 尤其是五大国之外的平民 就更加悲苦 但因为忍者的存在 他们也不可能高喊王侯将相 宁有种乎 然后揭竿而起 毕竟成千上万的普通人 一个上人就能解决 夏目很自然坐在了钢手身边 而他也非常自然 伸手搭在他的肩上 没事还揉下他的头发 就跟撸猫一样 夏目感觉自己像是宠物 说起来 他前世的时候 也爱没事抱着猫 摸来摸去 今天是周末 所以休息 不学木顿忍术 倒是静音非常努力 在看他的医学 学医师就不聊人接的呀 夏目忽然冒出了 训歌的那句话 普通的医疗忍者 是无法达到钢手的地步 但就连他再大后期 也像是打酱油的 真男人 就该开高打 夏目秀了秀 有点香 仿佛是某种花 不知道是用的香水 还是体香 前世有个理论 如果一个人没有喷香水 你还是能闻到他身上的香味 证明你的基因选择了他 生下的宝宝 就没有了免疫基因的缺陷 姐姐 你用了香水吗 没有啊 钢手下意识闻了闻 问道 是有什么奇怪的味道吗 哦 没有 夏目摇头 说道 我刚刚好像闻到了一股香味 钢手停根片刻 笑容加深 身体像蛇一般纠缠上来 调戏说道 你再闻闻 看是什么味道 女 你在玩火 你 等着 哪个干部经得起这种考验 夏目觉得 钢手和自己印象中 相差甚远 这就是所谓的姐姐 在原作仅有的戏份中 钢手貌似 对自己的弟弟非常不错 如今看来 这份爱过于沉甸甸甸啊 夏目努力钻了出来 呼吸新鲜空气 说道 这样 我看不了电视了 钢手这才将他放开 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半个月 夏目再上学的同时 顺便将群马公司控制下来 有钢手的支持 过程非常简单 请客 斩手 收下当狗 先跟老板谈 谈不拢杀调 剩下的自然就跪地高呼 欢迎至高无上的新老板 今日抵达他忠实的公司 群马公司有两大业务 赌场和地下银行 也就是放贷 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夏目到手后 立即命令整改 除了赌场外 地下银行也进行了修缮 改为前世的银行模式 这个世界可能就他知道 银行是非常赚钱的 赌场加银行 装修预计要一两个月 还得培训服务人员 时间会更长 夏目暂时先不管 他得去见见大蛇丸 再顺便送给他同桌 羽制拨又一份大礼 同时 他打算赚到的钱 故请人者去草影村 至于请谁 那得好好选一选 月黑风高 夏目又花费了一点命运值 将木分身送到大蛇丸的庭院 你终于来了 大蛇丸的语气 有些迫不及待 他这半个月 可谓是度日如年 每天都盼着夏目的到来 作为一个科学家 他本就有旺盛的求知欲 万花童血轮眼 又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他自然想要了解 很高兴 你还没有死 夏目随意坐下 喝了一杯茶后 说道 味道怪怪的 下次买点好茶吧 会说话 你就多说点 大蛇丸扯了扯嘴角 他有求余人 只能装作没听见 他问道 万花童血轮眼 该如何获取 交易 讲究的是等价交换 夏目没有直接回答 露出个笑容 问道 我要的柱间细胞呢 已经到手 大蛇丸蛇童转了转 说道 我现在就可以交给你 夏目一直以来 用的是木分身 但木分身解除后 东西又不会跟着回去 所以 木分身必然要 回到本体的身边 只要大蛇丸操作得当 他就能摸到 这个神秘人的身份 夏目当然猜得到 他在想什么 先前他头疼如何交易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现在已经有了办法 他控制群马公司后 得到了近一亿两的现金 这是赌场和地下银行 十几年来的收益 抛开了支出和不动产 可以动用的流动金 已经是非常多 夏目打算 故请忍者去救湘林母女 当今人见 除了五大村 谁最有实力 没错 是他 就是他 我们的大反派 小组织 有人或许会说 小组织比较危险 有翻车的可能 但现在 是小组织前期 积累资金的阶段 他们赚钱的途径 有两个 接任务和人头悬赏 后者 先不用谈 前者 意味着小组织 成为了雇佣组织 而雇佣最讲究的 就是信用 你反杀雇主 被传出去 那你就失去了信用 不会再有人 交给你任务 小组织再蠢 也不会在这个时间段 破坏规矩 换句话说 只要给钱 他们便值得信任 大蛇丸想要试探 那好 给你两个小组织的成员 随便让你试探 不急 我只是具分身 等过两天 我通知你 夏木满不在乎 摆了摆手说道 你和我们组织成员 进行交易吧 没问题 大蛇丸点了点头 就算见不到夏木本体 但能接触到 他组织的成员 也是一样的 以他的能力 只要得到一丝线索 他自信可以顺藤摸瓜 彻底揭开 这个神秘组织的面纱 我再给你一个忠告 夏木用饱含深意的 眼神看着他 如果你想要出手 做好足够的保命措施 他们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 似曾相识的话 大蛇丸文言表情一愣 旋即便是一股无名怒火 这家伙 未免太过于自大 我打不过万花筒血轮眼 难道打不过你的手下 你以为我三人的名号 是捡来的吗 那么我们接着 谈万花筒血轮眼 夏木换了话题 大蛇丸顿了顿 露出了期待 万花筒血轮眼 是由三沟玉血轮眼进阶而来 那岂不是说 与之波一族 有不少万花筒血轮眼 大蛇丸忍不住 插嘴说道 在他看来 与之波止水固然天才 但在他之前 也有不少与之波天才 这么多年下来 应该不只是一双眼睛 哪有这么简单 开言者必须拥有绝高的天赋 和不同寻常的际遇 两者缺一不可 夏木竖起三根手指 说道 至今为止就三个人 与之波班 与之波止水 以及操控九尾的神秘人 其实不止 但没必要说 比如与之波全奈也有 大蛇丸心头一震 果然 他早就怀疑 普通的三沟玉血轮眼 是不可能操控九尾的 这位神秘人是谁 也是与之波一族的吗 大蛇丸对于与之波一族的成员 还算是了解 但十几年来 未曾听说过 有什么超绝的天才 在与之波止水前 最出名的天才是 与之波富月 但他性格优柔寡断 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而且九尾之乱后 与之波一族 处境更加艰难 与之波富月不会自讨苦吃 这就是另外的价钱 夏目笑盈盈说道 神秘人是与之波带土的消息 告诉大蛇丸 没啥意义 他得不到什么价值 大蛇丸脸色陡然难看 裤子都脱了 你跟我说这 什么价钱 他自认是有点闲钱的 不过他也明白 夏目不缺钱 交换的必然是珍贵的东西 你付不起的价钱 夏目不理会 他阴沉的表情 继续说道 与之波止水 你已经和他交过手 想来也明白 或许他的眼睛 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大蛇丸虽然不爽 但也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他看着夏目 忽然眼睛一亮 问道 你们组织可以帮我夺取 与之波止水的双眼吗 还是那句话 你付不起代价 夏目摇了摇头 反问 而且真的拿到了手 这么好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给你呢 大蛇丸沉默 夏目不出手 他自己一个人搞不定 除非拉上原非日展 自来也等人 但就算他们真的愿意帮忙 在见识万花筒血轮眼后 也绝不会让他独享 而是归于木业 此时小组织名气不是特别大 而且 他们本就是流浪忍者 飞舞大村的人者 大蛇丸自然不会关心 也就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办法吗 倒不是没有 夏目话音一转 说道 我们组织经过考察 发现了另外一位 与之波天才 他有极大的可能 觉醒万花筒血轮眼 更重要的是 你可以轻易得到他 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耐心 大蛇丸立即按捺不住喜悦 问道 是谁 耐心 他多的是 如果不时转生成功 他有无限的生命 与之波又 夏目说出了他同桌的名字 大蛇丸愣了几秒 才想起他是谁 与之波赴月的大儿子 主要是现在与之波又才六岁 名气还没扩散 大蛇丸对他印象不深 与之波又的天赋 并不亚于与之波指水 夏目倾笑一声 建议说道 不过他是与之波族长之子 而且他和与之波指水关系密切 你行动要快 实则生变 大蛇丸点了点头 他本就聪明 自然知道其中的难度 现在与之波一族和牧业非常紧张 他去找与之波赴月 多半会杀鱼而归 大蛇丸很快就想到了办法 只是他一抬头 夏目的分身已经解除 他其实还有问题 现在只能作罢 第二天 大蛇丸来到火影办公室 大蛇丸 袁飞日展露出意外的表情 习客呀 自从第三次忍戒大战结束后 大蛇丸就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宅男 任务也不做 天天窝在家里 不知道干什么 袁飞日展很早就知道 大蛇丸和至村团葬是同一种人 心术不正 不适合当火影 不过他们两个实力强大 有利于牧业 故而 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要他们不背叛就行 忍者吗 心狠手辣 思想出问题 多正常 我要收徒 大蛇丸开门见山 说道 袁飞日展微微一正 怎么回事啊 前脚刚手刚收了徒弟 后脚你也要收徒 怎么想起收徒 袁飞日展问道 大蛇丸的上一个徒弟 还是神术 只是他死后 就剩下一个御手洗红薯 哦不是 红豆 没什么 实验缺人 找两个徒弟 大蛇丸回答得非常随意 不过符合他的性格 袁飞日展问道 你看上了谁 暂时没有目标 大蛇丸自然不愿意他有所察觉 说道 我打算在忍者学校里面 选两个不错的学生 没问题 袁飞日展一律彻底打消 说道 我让忍者学校举行一场考试 到时候 你去挑选吧 他名义上是忍者学校的校长 不过他说完之后 又忽然想到了一个人 宇智波佑 之所以印象深刻 是因为他是宇智波富岳的儿子 而且天赋极佳 在学校是第一名 如果大蛇丸收他为徒 或许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原作中 宇智波富岳送宇智波佑 进入暗部当了间谍 但袁飞日展又不知道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宇智波富岳 是不会想让宇智波佑 成为火影一脉的嫡系 因为宇智波一族刚刚搬迁 正是怒气冲天的时候 但大蛇丸收徒 程序合法 天经地义 袁飞日展认为 将宇智波佑 纳入火影一脉 指不定又是一个宇智波止水 大蛇丸 我记得富岳的儿子 宇智波佑 天赋不错 你可以收他为图 我会考虑的 大蛇丸刚开始 还以为他暴露了目标 但转念一想 就明白了原飞日展的算盘 宇智波一族 目前非常难处理 原飞日展 继承了老师牵手飞尖软的一面 打算从内部攻破 将宇智波止水 和宇智波佑收入麾下 再缓缓涂支 至村团葬 则是贯彻了硬的一面 打算将宇智波一族连根拔起 中午 忍者学校 一年级A班 山中职人走进教室 说道 同学们 重大喜讯 三人之一的大蛇丸大人 下午将来学校挑选徒弟 你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哦 教室里顿时一片环腾 三人 在他们心目中 地位极高 要知道 四代火影波风水门 就是同为三人之一 自来也的徒弟 他们要是成为大蛇丸的徒弟 岂不是和四代火影 是同门师兄弟 虽然大蛇丸平时冷冰冰的 但他实力强大 业绩突出 死忠坟也不少 而且平民忍者 加入火影一脉 无疑是一飞冲天 故而 他们的兴奋是正常的 后排靠窗的夏木 则是有些意想不到 虽然是这种收途方式吗 但仔细一想 非常聪明 就算是羽之波一族 也没话说 要怪只能怪羽之波 又天赋过于突出 夏木对于大蛇丸 收途没啥兴趣 他更关心在 短侧阶的木分身 忍者 正常接任务 是通过忍村 非官方渠道 则是地下黑市 在这里 有着各种 尚不得台面的任务 和人头悬赏 比如被誉为 火影计量单位的 原飞阿司马 三千五百万辆 别小瞧这个价格 已经是非常高 一般的上人 压根值不了这么多钱 能有个几百万就不错了 毕竟正常情况 最难的S级忍者任务 也就百万辆起步 木叶村没有地下黑市 但短侧皆有 夏木通过群马公司的人脉 打听到了具体的位置 上午 就送木分身过去 看看情况 一间满普通的日式 双层木屋 夏木打开了门 映入眼帘的是各种柜台 有点像游戏 或动漫里的任务大厅 客人 请问您是接取任务 还是发布任务 窗口后看起来二 三十岁的青年 礼貌问道 发布任务 请填表 我这个任务比较难 我想问下 有哪些值得推荐的人者 要心愈好的 夏木随手塞给他一千两 您可是问对了人 青年顿时笑了起来 说道 我跟您说 大概几个月前 忽然冒出了几个 非常厉害的人者 专接高难度的任务和悬赏 至今都没失手过 哦 夏木露出感兴趣的表情 问道 叫什么 他们用的是代号 我只知道 其中一个叫做角度 青年回答 行 那我要指定他们做任务 夏木咧开嘴角说道 任务是可以指定人的 但价钱要更高 客人 请等等 青年连忙解释说道 他们有个规矩 如果要指定他们 报酬至少得是一百万两 小事 夏木毫不在乎说道 我出两百万两 青年顿时感觉 被金钱闪瞎了眼 他以极快的速度 发布了任务 S级任务 前往草影村 救出两个人 并且带到短侧街 报酬 两百万两 指定角都合育 备注 接下任务后 7月7日上午7点 在冬雪赌场前 和雇主见面 冬雪赌场 是夏木随便找的一个赌场 如果放在群麻赌场 难免会有风险 木分身解除 本体的夏木 知道了相关的情况 接下来就看小组织 愿不愿意接下任务 但他估计多半会的 现在小组织 可是相当缺钱 下午 大蛇丸到来 所有学生 被叫到了操场集合 夏木也不例外 忍者 学校操场 一年A班的所有学生 围成了一个大圈 山中职人站在圈内 拿着一本花名册 正在进行动员 此次测试 既是因为大蛇丸 大人收图 也是学校的一次测试 所以希望大家拿出全部的实力 明白吗 明白 夏木等人 异口同声回答 不错 很有精神 山中职人翻开花名册 说道 我点到名的初列 进行对战 胜者进入下一轮 夏木盘腿坐下 有一说一 场上的情况 只能用四个字形容 菜鸡护镯 忍者学校的毕业标准 是学会三参数 可想而知 一年级有多菜 夏木现在已经学会了五个人数 除了三参数外 还有顺参数 和水顿水乱播 他完全可以指着他们说 雨之波又先站起来 在场的各位都是垃圾 夏木瞅了话 看出了规律 赢的基本上都是忍足学生 没办法 平民学生先天不足 无法提前接触 更高深的人者知识 比如春野鹰 前期剧情表现一般吧 没事叫佐助 有时喊名人 活脱脱的脱油瓶 但他已经是平民学生中的佼脚者 堪称学霸的存在 其他的人 就更加不如 夏木对战九头龙剑二 山中职人看了眼花名册 喊道 夏木听到自己的名字 立即起身 湿湿然走入圈内 加油 夏木 一群女生 为他呐喊助威 可恶 长得好看了不起吗 九头龙剑二满脸不干 说道 我一定要打败你 你会下江棋吗 夏木问道 是 九头龙剑二愣住 拜托 你认真点 我再跟你放垃圾话 你问我 会不会下江棋 能不能给点尊重啊 你会下江棋吗 夏木又重复了一遍 说道 我有个朋友 也姓九头龙 江棋挺厉害的 被称为龙王 不会 九头龙剑二语气生硬 说道 你现在攀关系 并不会有任何作用 行吧 夏木也不再废话 顺身术 查克拉气流围绕双腿 他陡然间出现在 九头龙剑二的面前 一脚踢出 他完全反应不过来 以凭沙洛艳势着陆 夏木获胜 山中职人 剑九头龙剑二九九 不能再起 便立即宣布 不远处的羽之波又 点了点头 顺身术还行 但远远比不上止水哥 羽之波又 对战那山猫 夏木重新坐下 看向羽之波又 嗯 三秒难 他就见到羽之波又上场 然后下场 操场上留下了昏迷的那山猫 动作快到绝大部分人 都没有看清楚 夏木估摸着 现在的羽之波 又有接近中人的水平 对战一场接一场 最终一年级A班 只剩下了两个人 夏木和羽之波又 山中职人也不意外 前者是刚守的徒弟 后者是羽之波赴月的儿子 称得上得天独厚 在同龄人还在玩尼巴的时候 他们已经在学习人数 你们二人对战 胜者将代表我们班 去和其他班进行比试 而最终的十个人 将有机会成为大蛇丸大人的徒弟 所以加油吧 山中职人勉励了两句后 退到场外 将舞台交给两人 操场上的高台 大蛇丸大人 左边的那位 就是羽之波又 副校长奈良一行 一脸恭敬地介绍 他在学校 不管是理论课 还是实践课 皆是满分 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大蛇丸舔了舔嘴唇 对于夏木说 羽之波又 能开启万花筒血轮眼 他其实没有权性 但不管真与假 他都要亲自摸一摸橙色 所以必须将羽之波又收下 另一位呢 大蛇丸随口问道 夏木 刚守大人的徒弟 奈良一行回答 大蛇丸有了些许的兴趣 问道 他有什么血迹献剑 没有 他的水盾天赋还不错 奈良一行的话 顿时让大蛇丸 刚刚升起的兴趣打消 不是血迹献剑 对他而言 没有任何用处 外加是刚守的徒弟 他也就懒得染指 两个人交谈间 场上的战斗已经开始 羽之波又站在原地 静止甩出了六枚手里剑 夏木毫不犹豫回敬 噼里啪啦 手里剑相撞的声音 但下一刻 就见羽之波又双手微抬 本该力尽掉下的六枚手里剑 陡然回旋 再仿佛雨点般落下 夏木眼神一凝 他此时才注意到 羽之波又手指上 绑着类似钢丝的存在 这是操手里剑之术 一般的下人都不会 顺身术 夏木身体陡然加速 避开了手里剑的攻击范围 然而羽之波又早有所料 在他加速的同时 手里剑也在加速 变成了追踪弹 水盾水乱播 夏木现出身 双手结印 查克拉汇集于嘴中 几乎是顺发 一道水流喷涌而出 围观的同学们 骤然发出了惊叹 在忍者学校 谁要是会使用五行盾术 谁就是最亮的仔 羽之波又却丝毫不慌 双手断开手里剑的联系 然后也是瞬间结印 火盾好火球之术 一个巨大的火球 冲向了水流 本来水盾是 克制火盾的 但羽之波又查克拉远超夏木 反而逆属性 把水流蒸发 我认说 夏木再次用出顺身术 出现在圈的边缘 他现在打不过羽之波又 实属正常 外加 他也没法使用木盾 夏木同学 已经表现得非常好 山中职人笑呵呵说道 让我们恭喜羽之波又同学 接下来 他将参加下一轮对战 一年级A班 决出胜者的同时 其他班级也是 因为是大蛇丸收徒 所以是一到六年级都参加 正常情况下 低年级是打不过高年级的 但奈何出现了羽之波又这个怪胎 一路赢到了最后 接近晚上的时候 十个人被选了出来 他们站在高台 各个眼神激动 看向大蛇丸 除了羽之波又 他比较平静 羽之波止水 并没有把他被大蛇丸袭击的事情告诉他 现在他对于大蛇丸 还是比较认同的 羽之波又觉得 当他的徒弟也还行 能更进一步学习火之意志 作为三代火影员非日展的徒弟 火之意志 应该相当厉害吧 大蛇丸扫过眼前的十个人 相当随意点了两下 说道 就你们两个 与此同时 夏目收到了命运圣还的提醒 因为你的行为 羽之波又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十八点 因为你的行为 卯月西岩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四十九点 卯月西岩 按照原本的剧情 他会在毕业后 凭借木叶留剑术 加入暗部 成为特别上人 被不少人戏称的 疾风转死了个疾风 就是他的男朋友 月光疾风 现在 他被大蛇丸收为徒弟 即使是附带的 也足以称得上 飞上之头变凤凰 但可惜的是 他在原作 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配角 如果不是长得漂亮 估计没有人会记得他 命运值得多少 取决于两个标准 一 该角色在原作中的戏份 二 该角色命运改变的程度 一个角色 一个命运节点 最多可以获取100点命运值 这两个标准 可以粗略各自分得50点 卯月西岩 贡献了49点 意味着 他的命运改变程度高的下人 已经走上和原作 截然不同的道路 宇智波幼只有18点 说明他 即使成为大蛇丸徒弟 也未曾改变他的初衷 为了木叶 他依旧会做出极端选择 大蛇丸带走了宇智波幼 和卯月西岩 忍者学校今天的测试也落下了帷幕 各回个家 各找个妈 夏木刚到学校门口 就看到了他的监护人 名义上的妈 刚手 今天怎么晚了半个小时 大蛇丸大人收图 学校举行了一场测试 夏木小手拉大手 说道 刚手愣了两秒 他又想到了绳术 因为大蛇丸上一个徒弟 就是他弟弟 夏木见他沉默 抬起头 想看他的表情 却被不知名的山峰遮挡了视线 前世有句话怎么说的 女子低头不见脚尖 便是人间角色 没想到 他今天可以有反向的体验 夏木想了想 知道自己刚刚说错了话 正准备开口安慰他 刚手已经伸手 把他抱了起来 搂在怀里 近视柔软 夏木也因此 看到了他的脸色 有一种淡淡的悲伤 果然是因为他的话 想起了神术 只是这股思念 似乎又转嫁到他的身上 别动 让我抱抱 一会儿就好 夏木听到刚手这么说 顿时安静下来 当一个乖乖的抱枕 过了片刻 刚手松开了他 但没有把他放下来 一直抱回了家 夏木也没有说什么 闲来无聊 就盯着他那精美的下河线 一上一下的滑动 看了我一路 有什么感受吗 刚手低头直视他的双眼 夏木被他忽然地发问 弄得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刚手被他不知所措的模样 所蒙倒 搂紧他轻易地蹭了蹭脸 说道 谢谢 我的心情好了许多 呼吸喷涂 夏木打来的寒颤 有点痒 我去看看静音饭做好了没 刚手把他放下 又摸了下他的头 夏木得以松了口气 坐在沙发上 打开电视 怎么说呢 节目极为一般 但打发时间还行 没过一会儿 刚手和静音 就端出了饭菜 我开动了 夏木双手一拍 说道 他在忍者学校 中午吃的是食堂 味道不怎么样 早上又吃的是 刚手做的饭团 只有晚上这顿 才能回血 自然得大口吃饭 大口吃肉 晚饭结束后 又是目盾忍术修炼时间 静音则是回自己房间看医术 刚手留在大厅 一边瞅着电视 一边观察着窗外的夏木 以免他在修炼过程中出现问题 夏木翻着忍术卷轴 最终决定下一个忍术 是目盾目定币 防御性质的人数 可以原地升起一排木柱 弯曲后形成拱壁保护自己 而且是360度无死角的保护 夏木 要吃苹果吗 刚手见他修炼许久 便开口说道 我给你削一个 好 夏木抽空回答 只是过了几分钟 也不见刚手出来 他擦了擦汗水 跑到窗户处 往里看去 顿时心中一惊 连忙转身跑路大厅 刚手双手抱住自己 浑身颤抖 夏木很快在刀上 发现了残留的血迹 他连忙擦干净 忍者是典型的攻高防低 刚手也不例外 除非他开启自己的忍术 他现在不小心见到了血 触发了孔穴症 夏木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轻轻拍打着他的背部 说道 别怕 刚手艰难抬起头 看到他 忽然把他搂在怀里 夏木感受着一股又一股的浪波 久久无言 但他偏偏又无法动弹 不知道过了多久 颤抖停止 夏木动了动 有点发麻的身体 说道 姐姐 去休息吧 刚手却没有放开他 反而缠得更紧 想来是还没有完全脱离 孔血症的状态 夏木暗自叹了口气 能咋办呢 继续受着吧 就在这时 刚手站起了起来 抱着他 回到了房间 并塞进了他的被窝 哎 夏木有点没反应过来 啥情况啊 刚手随手关掉了灯 也不说话 把夏木当做了抱枕 没几分钟 就传来了平稳的呼吸 我太难了呀 夏木感觉自己 成为了药营 算了算了 天大地大 病人最大 将就一晚上吧 清晨 夏木腰酸背痛醒来 刚手睡觉不太老实 手搂着他 腿缠着他 还把脸埋在他的脖梗之间 短时间来说 全身像是被史莱姆温柔触感包围 但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 太特么累了 姐姐 夏木看着刚手绝美的睡容 喊道 有了反应 但他被搂得更紧 不仅如此 刚手还像小猫般蹭了蹭脸 让我再睡会儿 但夏木不堪重负 只能使出杀手锏 搂住他的脖梗 可怜兮兮说道 姐姐 我呃 刚手立即睁开了眼睛 说道 我给你做饭团 夏木逃出升天 他换上外套 洗漱后 感觉自己又活了过来 昨晚真的是纠结折磨 吃过早饭 夏木就去上学 他从不缺客的同桌宇之波幼 今天却没有来 其他同学都很羡慕 倒不是羡慕他没来上课 而是羡慕他有大舌丸的贴身教导 知道真相的夏木 自然不羡慕 啥教导 说是研究也不过分 很快又到了周六 也就是七月七日 夏木将所有查克拉全分给他的木分身 然后花费一点命运值送他去见大名鼎鼎的小组织 拯救湘林母女的计划正式开始 七月七日 晴 东学赌场 位于短侧街边缘 平时没有太多的客人 夏木选在这里 是担心被有新人瞧见 比如木业的忍者 毕竟小组织的成员各个身怀绝技 吓到小朋友 可就不太好 七点整 夏木准时到来 已经有两个一看就不是普通人的家伙在等待 脚都和鞋 两个人都穿着小组织经典的黑底 红云风衣 脚都的打扮还算是个人 只是戴了面巾露出一双绿油油的眼睛 蝎就比较抽象 套着傀儡飞流虎 像是个猪如 同时还有蝎子般的尾巴 事实上 两个人早已经不是人 蝎 杀影村的天才傀儡师 千代婆婆的孙子 他不仅操控傀儡更是将自己制作成了傀儡 绝都 龙影村的叛人 通过禁术的愿鱼拥有五颗心脏 也就是五条命 寿命极长 名场景是在八百里开外 向初代火影牵手助肩扔出手里肩 在原作中 蝎的搭档是爆炸 就是艺术的迪达拉 角度的搭档是邪神信徒飞断 但这个时间段 两个人都还未加入小组织 故而是他们作为队友 夏木还有点担心会见到与之波带途 不过仔细想想 他化身阿飞加入小组织 已经是很后面的事情 而在这之前 他一直在雾影村制造血腥杀戮 为他的挚爱野猿灵复仇 在第三次忍劫大战中 雾影村趁着木叶村和云影村大战后的疲软 发起了偷袭 主要有两场战役 第一场 忍刀七人众直奔木叶村后方 遭遇下人脉特代 在八门盾甲下 只剩下吉祥三宝逃脱 第二场 派人捉住野猿灵 强行在他身体里塞入三尾 并让他回木叶 进行自爆 野猿灵为了破除阴谋 自己撞上了奇目卡卡戏的雷切 然后死亡 宇之波带途 从此就惦记上了雾影村 事实上 他不知道的是 这其中有宇之波班和黑爵的暗箱操作 野猿灵注定是要死的 为的就是刺激宇之波带途开眼 并让他担任 月之眼黑爵救母计划的执行者 你就是顾卓 脚都打量着夏目 非常陌生 是的 夏目没有隐瞒 说道 我是分身 所以在路上还得麻烦两位保护我 分身 只要不受到伤害 在查克拉足够的前提下 能存在很久 保护你 脚都冷淡说道 你在任务中并没有说明要保护你 而且是分身 难度更大 加钱 夏目竖起两根手指 说道 你们有两个人 我就再加二十万两 作为保护我的酬劳 可以 脚都眼睛转了转 两百二十万两 走一趟草影村 血转 人头悬赏 尤其是超千万两的可遇不可求 小组织大部分的时间 是通过任务赚钱的 但S级的任务也不多 两百二十万已经是相当不错 保护个分身 不算是什么 还有个任务 夏目为了避免后面的纠纷 所以先提前说明 还有 脚都皱起了眉头 现在的雇主 都这么没礼貌吗 知不知道 什么叫做规矩 我加钱 夏目露出微笑 说道 我和大蛇丸有个交易 我要你们去见他 并且拿到东西 脚都高看了夏目一眼 三人的名头 还是比较想的 能和大蛇丸做交易的 自然也不是普通人 当然 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什么三人 在他看来不值得一提 他对于钱更感兴趣 你出价多少 两百万两 夏目竖起两根手指 说道 只是交易自然是没问题 脚都活了这么久 早就成精 但你不愿亲自前往 说明大蛇丸有可能动手 那就是另外的价格 大蛇丸 作为传说中的三人之一 实力不俗 你得加钱 夏目本来还想省钱呢 既然被猜到 他再次竖起一根手指 说道 那我再加一千万两 原非阿斯玛人头 价值三千五百万两 大蛇丸也不会差 但他这是交易 又不是要他的人头 一千万两已经足够 脚都眼神陡然一亮 老板大气啊 能有额外的一千万两 绝对撑得上意外收获 到时候再干掉大蛇丸 用他的相上人头 去地下黑市换钱 简直是双赢 脚都看了眼线 他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仿佛真的是 没有生命的傀儡 脚都了解他的性格 便代替他 说道 我们接下你的两个委托 合作愉快 我们现在出发吧 夏目笑了起来 说道 不过我的速度比较慢 些此时有了反应 只见他随手一扯 一具傀儡落在他的面前 其行种 夏目只能想到这个词 穿着破烂的披风 形似蚂蚁 有红色恶魔般的双脚 以及六条胳膊 和两条腿 你该不会是想让他 当我的坐骑吧 夏目下意识看向鞋 得到了三个字 坐上去 妈爷 这么大会死人的 是我钱给的不够吗 这么虐待你们的雇主 你就不能放出 你的三代风影手办 让我体验下 肩并肩和太阳飞上天的感觉吗 三个人上路 角都和鞋都是标准的忍者跑 夏目则是做的豪华坐骑 除了比较斗外 没有任何毛病 而且战斗力超强 曹隐村 位于草之国 按照原作的介绍 曹隐村的忍者 善于研究和破解他国忍术 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忍者村 非常高情商的说法 就两个字 偷国 小而无知 小而无理 简直是对他们最完美的阐述 曹隐村的剧情比较少 抛开剧场版不谈 就剩下乡林母女 在漩涡一族灭族后 他们流落到草隐村 结果被当作移动血瓶 因为体质问题 天生查克拉多 可以通过咬食 达到治疗的效果 漩涡一族 明明人助力 封印术 或医疗忍者 都是极好的用途 但草隐村偏偏选择了 最短视的一种做法 最终 乡林母亲 被活活吸干了查克拉二死亡 如果不是大蛇丸 乡林一时逃不开这种结局 而且极有可能被配种 一代接一代 非常悲惨 可惜 乡林又遇到了雨之波佐助 还是没逃开工具人的命运 虽然境遇好了点 前世对于佐助有据调侃 只要我一时兴起 就会要了乡林的命 这家伙实力每次进步 便要跑出来装逼 然后被毒打 被人救 草之国和火之国接壤 在西北方 在三人的急速下 两天不到 就抵达了目的地 草隐村 夏目不清楚 乡林母女在哪 连长啥样都不知道 正常找 是找不到的 但乡林母女 作为一栋血瓶 只要有忍者受伤 肯定会到他们那里去 因此 事情就变得简单起来 堵门 再进入草隐村的必经之路 夏目 角都和歇 直接站在中心位置 显得无比嚣张 没过一会儿 便有一个草人小队出现 喂 领头的中人 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 大声斥责 这里是草隐村 你们不长眼睛吗 敢挡本大爷的路 夏目和角都没有反应 蝎抬起左臂 露出了机关炮 四个曹人一脸问号 时代变了 下一秒 机关炮抛射出一个圆筒 临近他们的头顶 化作真语 冷冷的冰雨 在脸上胡乱地拍 四个人惨叫着倒地 露出的皮肤 尽数涌出鲜血 快滚 夏目胡夹虎卫说道 不要破坏我们仨的心情 四个人连滚带爬 朝着草隐村逃命 接下来 跟着他们就行 夏目看着他们的背影说道 角都和蝎虽然觉得麻烦 但给钱的就是大爷 只能照做 曹人小队回到草隐村后 没有任何犹豫 就直奔村内的某间木屋 快 让我咬一口 钟人迫不及待说道 因为他已经察觉到 蝎的真有毒 短短的几分钟 他的半身 就已经失去了知觉 他说着 冲向了一位脸色苍白的美妇 但刚起步就立即急刹车 不敢再冲 因为他又看到了夏目三人 这次蝎不再留守 闪烁着寒光的尾巴将他穿透 鲜血飙飞 剩下的三个人想逃 却逃不了 也被三连串 美妇见到这一幕 夏的面无血色 身体颤抖着退到墙角 但他没有逃 因为在不远处的床上 有他刚出生的女儿 而且就刚刚些表现出来的实力 逃是没有用的 他现在只能祈祷 他们能放过自己 毕竟双方无冤无仇 夏目转过身 不由的眼睛一亮 蛮漂亮的 其实从香菱就可以看出来 当然漂亮不是重点 夏目长期和刚手生活在一起 对于美女已经有一定的免疫力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 香菱母亲的气质 四个字 楚楚可怜 配合那张苍白的脸色 以及恐惧 又仿佛含着泪水的眼神 这种气质就更加明显 如果再加上绅士 怎一个惨自了得 你老公呢 夏目看了眼床上的婴儿 问道 已经死了 美副语气有些颤抖 说道 看得出来 他并没有悲伤 颤抖是对些等人的害怕 想象也是 在草影村 他怎么可能遇到真爱 带上你女儿 跟我走吧 夏目没有问他姓名 主要是担心 他说出漩涡两个字 让角度和谐生意 美副文言顿时待在原地 不知所措 怎么 你很喜欢草影村吗 夏目看出了他的犹豫和不信任 问道 你也不想你女儿的未来 和你一样吧 美副心头一颤 他过得已经极为悲苦 留在草影村 女儿也难逃一劫 生活已经更难再坏 不如跟着这三位神秘人 说不定还有转机 有人来了 角度抬头看了眼门外 数量还不少 都是忍者 相邻母女作用很大 相当于医疗忍者 外面自然有人看管 再加上 这里本就是草影村的核心位置 一旦出事 很容易被察觉 交给你们 夏目丝毫不慌 这可是角度和谐 我们仨老厉害了呀 不遇到开高达的 可以说再忍计横着走 草影村 拜托 你很弱哎 但美副文言露出堂皇的表情 显得我见有脸 只是下一刻 他就瞪大了眼睛 角度一脚踹走大门 双手结印 肩上一阵扭曲 冒出无数黑色触手 触手中出现了一个面具 接着是大火 瞬间除了夏目等人 站立的木屋 外面大街全都是凶猛的火焰 美副见过的诸多忍者 纷纷变成了熟人 他愣了几秒 抱起香灵 转身跟上 实时务者 为俊杰 再迟疑 就是对他们三个 实力的不尊重 谁不知道 他们会对孤女寡母 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呢 所以 乖乖听话比较好 夏目走在路上 角度和谐护卫两旁 任何接近的曹人 都活不过三秒 美副抱着香灵 瑟瑟发抖 心里在祈祷 四个人加个女婴 顺利地离开了曹影村 也没有忍者追上来 因为全被角度 和蟹杀到心寒 死了送 送了船 船了再死 几波下来 曹人们都明白了 他们三个人是无敌的 有更加平稳的傀儡吗 夏目瞅了眼 还是婴儿的香灵 说道 我可以加钱 二十万两 蟹没有神光的眼睛转了转 随手又抛出来了一具傀儡 形似某种爬行动物 至少看起来是个做起 蟹虽然不像角度那样爱钱如命 但既然加入了小组织 尽点义务是必要的 再说 搞傀儡也费钱啊 这玩意儿 就像是前世的动漫手办 或者高达模型 都是钱 白送的钱怎能不要 美妇则是入出差异 二十万两 可不是小数目 尤其是在贫穷的草影村 就更加值钱 但夏目想也不想就抛出来 由此可见 她的富裕 上来吧 夏目跳上爬行傀儡后 向美妇招手 她没有犹豫 也上了背部 四周升起了挡板 将所有的封杀挡住 夏目眼睛一亮 这才像是二十万两的服务吗 你叫什么名字 漩涡会奈 美妇回答后 又担忧问道 这位大人 您打算怎么处置我们 放心 我不会像草影村那样 对待你们 夏目摆了摆手 说道 等过两天 你就会知道 漩涡会奈也不好再问 只能忐忑等待自己的命运 她只希望 她说的是真话 如果能远离草影村的生活 那自然是万幸 片刻后 湘灵忽然哭了起来 漩涡会奈连忙说道 大人 您别怪罪 我女儿刚出生不久 此刻应该是饿了 说到这里 她脸上浮现出些许红韵 转身背对着夏目 很快 湘灵哭声停止 同时一股淡淡的香味 在狭窄的空间流转 一行人顺利地返回了短侧阶 夏目看了眼不远处的角度和弦 富尔轻声说道 会奈 你沿着这条路往里走 见到群马赌场停下 到时候 我的分身会接应你的 漩涡会耐身体微颤 点了点头 抱着香灵离开 或许是久未见到人群 她仿佛是受惊的右兽 一举一动 透着害怕和可怜 我们去见大蛇丸 夏目指了指北边 说道 就在前方大概一千米的地方 考虑到可能的战斗 她没有把交易地点定在短侧阶 而是一处荒无人烟的平原 走吧 脚都阴侧侧地笑着 我已经等不及想见识下传说中的三人之一 你是迫不及待想用大蛇丸人头换钱吧 夏目一眼就看出了她的心思 毕竟脚都这家伙 还干过卖队友换钱的事情 如今 价值几千万两的大蛇丸 近在眼前 她不可能放过 夏目也不担心 虽然大蛇丸现在没有骤印和不失转生 但战斗经验丰富 保命能力一流 想拿下她是很难的 而且 脚都和谐从能力上说 没有万花筒血轮眼 那么克制和无解 退一万步讲 如果大蛇丸不幸牺牲 对于夏目影响不是特别大 蛇间细胞已经拿到手 骤印和不失转生她不感兴趣 改良后的绘图转生 确实比较难得 但并非是必要的 实在不行 让药师都研究 还有一个要求 不管大蛇丸问什么 你们都不要回答 只需要把交易的东西拿到手就行 夏目顿了顿 竖起两根手指 说道 我在家二十万两的封口费 脚都想说的话 立即吞了回去 点头 说道 没问题 你有钱 你说的都是对的 他在夏目一声声加钱中 迷失了自我 几分钟后 大蛇丸的身影 远远地映入三个人的视线之中 我只是分身 就不去凑热门 夏目停下脚步 看着角都和歇走过去 然后掏出了望远镜 吃瓜看戏点JPG 三鹰站旅步 哦不 三鹰站大蛇丸 绝都 歇合他 对战传说中的三人之一 怎能错过 前世都是隔着电脑看的 现在是近距离 更加直观 夏目也能瞅瞅 目前的忍戒巅峰战里 究竟如何 当然 他会为场上的三个人 加油助威的 大蛇丸很快就注意到了 角都和弦 他舔了舔嘴唇 有些兴奋 这是揭开秘密前的兴奋 等下交易完成 如果能留下一个人 或者逼他们 暴露特殊的忍数 或血迹献剑 他就能管中亏报 两个人走近 大蛇丸眼睛微眯 果然是个组织啊 貌似还正规的 连服饰都是统一的 东西呢 角都扫了眼大蛇丸 他在地下黑市 见过他的画像 一眼就认出来 确实是他 他曾经也想过 接下他的悬赏 但奈何他一直在木页 他暂时没办法硬撞 现在落单的大蛇丸出现了 快使用大师球进行捕捉 不过在这之前 先把委托完成 夏目因为大气的手笔 已经被他列为优质客户 可以长期合作的那种 在这里 大蛇丸掏出一个储物卷轴 他并没有想要赖账 主要是夏目要的分量少 再说 如果最糟糕的事情发生 还有挽回的余地 角都接过 也没看 直接收了起来 下一秒 平静的气氛陡然凝固 两种杀气冲天气 在活影中 是有杀气设定的 比如中人考试 大蛇丸对战与之波左柱 见面 就用杀气 让他定在原地 左柱还是用自残的办法 才解开的 此时 大蛇丸惊讶发现 角度的杀气 竟然不比自己差 杀气的养成非常简单 无数的拼杀 凭借杀气 基本就能判断 一个忍者经历了什么 大蛇丸认真起来 万蛇罗之阵 无数的毒蛇 从他口中爬出 密密麻麻连绵十几米 将角度和鞋包围 不错 角度脱掉了 小组织的风衣 随后 一个由黑色触手 组成的人形 出现在他的背后 仿佛是替身 地怨于摩世 这是对大蛇丸的尊重 同时角度 也想快点解决战斗 又肩上的火盾面具 张开嘴巴 火盾头刻苦 疯狂的大火席卷 将四周的毒蛇 尽数化为灰烬 大蛇丸目光一凝 这个火盾的威力 强得过分 而且角度黑曲曲的替身 他竟然没见过 不知道是什么人数 有意思 大蛇丸此时自信不减 他张开嘴巴 吐出小蛇 小蛇再吐出一把剑 草梯剑 以极快的速度飞了出去 角度剑撞 黑色的触手伸出 试图阻拦 但在接触的时候 就被削成两半 好剑 角度眼睛一亮 锋利到能砍断 地月鱼黑线的剑 绝对是极品 肯定能卖出大价剑 土盾土毛 双臂硬化成黑色 在大蛇丸惊叉的目光中 居然双手夹住了草梯剑 火盾和土盾皆是不俗 大蛇丸暗自评价 紧着心念一动 草梯剑控制太刀 剑身无限延长 角度面色一变 连忙放开草梯剑 往后退去 接着顺身术 一道一边避开了剑身 在战力的瞬间 雷顿面具张开嘴 雷顿伟案 一柄巨大无比的雷枪 速度惊人 贯穿了大蛇丸 然后引起爆炸 死了吗 角度盯着场中的烟尘 忽然他低下头 就见毒蛇 已经缠绕在他腰间 而大蛇丸站在他的身后 拿着四十米长的草梯剑 猛地一挥 试图将他砍断 绝度的身体 化成了水 本体在不远处出现 然后风顿面具 吐出一颗风球 风顿压害 平平无奇的风球 陡然间旋转 膨胀 最后爆炸 将大蛇丸禁术笼罩 又躲开了吗 角度皱起眉头 这家伙保命能力挺强的呀 他的几个顿数 都拥有接近禁术的威力 一般人早就死了 大蛇丸吐出一口气 连续几次躲闪 他也并不轻松 这应该是自从于尹村 半神半葬后 最为艰难的一战 而最糟糕的是些 还没有出手 他看着角度疯狂在想他的身份 但没有头绪 一个精通土盾 水盾 雷盾 火盾和风盾的人者 到底从哪里冒出来的 太慢了 先忽然开口 然后毫无犹豫 露出左臂的机关炮 上次对付曹仁 只用了一根圆筒 但这次是十几根 脚都健壮 都连忙后退 傀儡师 大蛇丸扫过他的右臂 顿了一秒 接着十几根圆筒 竞数爆开 化作满天的毒针 范围太广 一般的顺身术或替身术 根本没办法躲避 大蛇流替身术 毒针将大蛇丸身体插满 但下一刻 仿佛褪皮一般 大蛇丸撕开外部身体 重新钻了出来 好可怕得多 他看了眼化为浓水的身体 眼角跳了跳 大蛇丸本身就是毒药专家 但些似乎并不比他差 他脸色凝重看着两个人 已经打消了打败他们的面头 此时他的想法是 这个组织 究竟有多少位成员 难道每位成员都有这么可怕的实力吗 那么 作为首领的夏木实力 又该如何呢 谢师傅 切他中路 大蛇丸这招请比金尖七天锁不错 但你锁的不是人 是傀儡啊 哎 不打了 要逃了 正在看戏的夏木 看见角度和蝎追着逃跑的大蛇丸 很快消失在他的视线之中 他收起望远镜 倒也不意外 大蛇丸和角度打得不分上下 但蝎加入后 他就处在了绝对的下风 以他的性格是不可能拼命的 因为他还想着长生呢 打也不打过 就只能跑路 夏木站在原地 等了大概半个小时 才见角度和蝎返回 但没有大蛇丸的尸体或人头 果然没有那么容易死啊 不过夏木估计大蛇丸此次受伤不清 你要的东西 角度没提大蛇丸 可能是觉得没面子 直接把储物卷轴交了出来 委托全部完成 还请二位前往地下黑市领取 我就不送了 夏木收起储物卷轴 笑着说道 角度和谐 没有在问什么 转身朝着短策接走去 他们现在是有原则的雇佣兵 任务期间 从不过问雇主的事情 夏木松了口气 这才返回木页 将储物卷轴交给本体 房间里 夏木打开储物卷轴 里面有九瓶试管 他没见过柱间细胞 也不太清楚 是不是真的 但他可以试验一下 柱间细胞 具有宛如癌细胞一样的恐怖特性 可以无限增值 如果扛不住 就会变成一棵大树 夏木想了想 拿着柱间细胞 来到了孤儿院 找到药师兜 你能帮我提取出一丝丝吗 他拿出试管 问道 这有什么难的 药师都看了眼试管中的柱间细胞 说道 跟我来 他带着夏木 进入了药师爷乃宇的小型实验室 这里有各种医疗设备 经过夏木看不懂的操作后 药师都递给他一个注射器 你这里有小白兔吗 没有 但有小白鼠 也可以 夏木抓住小白鼠 来到他和药师都 平时常待的偏僻角落 我接下来要说的事情 你千万不要害怕 药师都歪了歪头 疑惑问道 你拿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它不是东西 它真的是那种 那种很少见的 嗯 一种生命 夏木说着 用注射器将柱间细胞 输入小白鼠的体内 没过一会儿 就见他疯狂又痛苦大叫 在药师都震惊的目光 他全身冒出了树枝 最终形成了一棵小树 这一幕 简直是颠覆了他的三观 动物变成了植物 这合理吗 夏木 药师都迫不及待地问道 你该给我解释一下 夏木挑了挑眉 这表情跟大手丸有点像啊 难怪你后面 走上了科研的道路 这件事 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夏木脸色严肃 说道 是我们兄弟两个的秘密 一旦泄露 我们性命难保 药师都闻言微微一正 但很快点了点头 因为不管是在第三次 忍戒大战流亡的过程中 还是在孤儿院这三年里 他处处受到了夏木的照顾 信任不用多说 这也是为什么 他答应隐藏医疗天赋的原因 这是初代火影牵手逐间的细胞 移植他 就能获得目盾 夏木决定和药师都谈派 虽然这个家伙 在原作中是个反派 但跟着大蛇丸 撑得上忠心耿耿 现在 他又没被至村团藏迫害 就更加值得信任 而且还有一点 目盾 这个秘密太大 药师都如果自爆 不死 也得脱一层皮 正如夏木所言 两个人都会性命难保 一药师都的聪明 自然不会做这种蠢事 而经过这次秘密分享 夏木也算是 将他收入麾下 得到了一员大将 药师都瞪大眼睛 傻在原地 短短的一句话 包含着惊天大秘密 把他的CPU都烧坏了 目盾还能这样获取 不 不对 重点不是这个 你是怎么拿到 牵手逐间的细胞的 难道是通过刚手 不能吧 以他的性格 不可能做出挖坟 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以后我再告诉你 夏木把试管塞在他的手里 说道 我希望 你能研究出 逐间细胞移植的技术 我研究 药师都愣了愣 问道 你是不是太看得起我 是你低估了自己 夏木拍了下他的肩膀 说道 走吧 我带你去见刚手老师 到时候你就知道 你的天赋是多么的可怕 药师都虽然不太相信他说的话 但对于能见刚手 他还是挺高兴的 两个人回到了牵手 驻间故居 但刚手并不在家 静音姐姐 老师呢 夏木在有外人的情况下 叫的都是老师 如果叫刚手姐姐 估计药师都又得烧坏 CPU 猪脑过载 他去了牧业医院 静音抬起头 心有余悸 说道 大蛇丸大人身受重伤 出现在牧业大门口 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不仅是刚手大人 火影大人等都去了医院 夏木微微思考 就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大蛇丸短时间内 很难摆脱追杀他的角度和谐 短侧阶距离牧业右近 最好的办法便是逃往牧业 至于会暴露什么 在生命的威胁下 已经无关紧要 而且 以大蛇丸的聪明 搪塞过去 非常简单 等到晚上 刚手才回来 他打开门 见到了药师兜 想起他当初领养夏木时 他也在一旁 两个人的关系 似乎还不错 夏木 今天有朋友来吗 刚手一边换拖鞋 一边问道 刚手大人 药师兜立即起身 恭敬打招呼 夏木则是跑到他的面前 瞥了眼白皙的赤足 然后牵起他的手 乃声乃气说道 姐姐 我这位朋友 刚刚学会了一个医疗忍术 我觉得他可能天赋很高 你看能不能收他为徒 刚手忍住抱他的冲动 看了眼药师兜 说道 你展示下你学会的医疗忍术 既然是夏木的要求 他可以给个机会 药师兜深吸一口气 伸出双手 绿色的光芒顿时笼罩 居然是掌仙术 刚手原本平静的表情 露出了意外 一旁的静音 更是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因为掌仙术难度很高 需要超强的查克拉控制力 以及对查克拉的了解 因为你的行为 药师兜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48点 因为你的行为 相邻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69点 夏木收到命运圣还提示后 就知道 刚手已经打算收徒 药师兜的命运 也因此再次得到了改变 但不如上次的多 因为药师兜 就算不败师刚手 也会成为一个 优秀的医疗忍者 现在是加快的进程 所以就 命运改变程度而言 是不如上一次的 而相邻纯粹是因为 戏份没有药师兜那么多 所以才给了69点命运值 但不管怎么样 夏木血赚 药师兜被刚手收为了徒弟 但待遇远不如夏木 他依旧是住在孤儿院 并不会搬过来 而且 医疗忍书上的教学 大部分时间 都是静音在做 至于刚手又恢复了本性 整日流连赌场 输得一塌糊涂 这让夏木 对于群马公司的重新开业 非常迫切 再输下去 真要流落街头了呀 清晨 夏木让木分身去上课 本体则是前往群马赌场 漩涡会奈何相邻 已经被他晾了两天 是时候去见一见 群马赌场 此时正在装修 按照夏木的设想 将变成六层建筑 每一层玩法 和入场金额都不同 当然 服务也是越来越好 同时 在短侧街普遍是两 三层木屋的情况下 六层建筑 将会鹤立鸡群 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宣传 经过半个月的装修 赌场已经修好了前三层 夏木一容后 得以进入第三楼 在一处房间 他敲了敲门 很快 漩涡会奈打开了门 见到是他 身体下意识一颤 大人 他强忍着害怕 打招呼说道 先前角度和谐 给他留下了 太过深刻的印象 外加此时 未来命运迷惘 他由此反应 实属正常 这几天过得怎么样 有没有人欺负你 夏木看着他 楚楚可怜的模样 按道太容易 激起保护欲 和欺负欲了吧 没有 漩涡会奈摇头 说道 大家都对我挺尊重的 夏木关上了门 并且反锁 他的举动 让漩涡会奈 露出了惊慌之色 莫非他是想 他抿了抿嘴唇 为了女儿相邻 他倒是可以牺牲 只是下一刻 他愣住 因为夏木恢复了 本来的面目 变成了一个 七岁可爱到 爆炸的小萌娃 漩涡会奈眨了眨眼睛 心中的害怕 都消退了不少 实在是这张脸 让他怕不起来啊 重新认识下 我叫做夏木 今年七岁 夏木并不介意 在他面前露出真身 原因很简单 他可以随时控制漩涡会奈 抛开漩涡一族的体质 他就是个普通人 而且他还有女儿这个软肋 再说 他就算把他的身份泄露出来 也无关紧要 群马公司 本就是靠着刚手才控制的 就算原非日展之道 也只会置之不理 顶多感慨下夏木挺会玩的 漩涡会奈下意识轻舞小嘴 免得因为惊讶而出声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夏木只是个七岁的小孩 不过这似乎比那张成人的面孔 好上了许多 而且如果是七岁的话 是很难对他做什么的 夏木清楚注意到 漩涡会奈脸色的变化 那股我见游脸的气质 因为恐慌的消退 而有所减弱 他挑了挑眉 拿出纸笔 写了几行字 说道 你在后面签字 这是什么 漩涡会奈结果 扫了一眼 顿时愣住 上面写着 夏木为了营救他们 花费了两百万两 而这笔账 将记在他们身上 需要他们偿还 换句话说 他现在负债累累 两百万两 对他而言 无疑是天文数字 漩涡会奈带着 委屈和惊慌 问道 爸 大人 这是真的吗 夏木看着他 仿佛就要哭出来的眼神 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喜欢 前世有个科学理论 可爱侵略性 指的是 有的人看到可爱的东西 会有一种想破坏 毁灭的冲动 比如看到猫狗 想捏 想摸 这其实是大脑的平衡机制 看到可爱的东西 正面情绪被触发 此时就需要负面情绪 进行抵消 夏木在刚手那边 处处被动 此时看到漩涡会奈 就激起了逆反心理 可算有个人 能任由他拿念 这种感觉是真的爽 看到夏木点头 漩涡会奈 只觉得眼前一黑 一股绝望涌上心头 两百万两 他怎么可能还得起 我不习惯 仰着头跟人说话 夏木招了招手 说道 漩涡会奈立即蹲下 哀求说道 大人 我实在是没有这么多钱 语气颇为悲惨 令人怜惜 夏木现在的身高 是一米二 随着他的蹲下 就高了他一个头 如果是刚手 此刻已经能看到 陡峭深邃的群山 但漩涡会奈 嗯 贫穷且慷慨 一般水平吧 但身体曲线 颇为傲人 算是弥补了缺点 夏木 将头搭在他的箱间上 贴着他的耳畔 轻声说道 你往后看 漩涡会奈身体一颤 接着看向那张欠条 在后面 还有一行话 如果暂时无力偿还 可谓债主打工 他立即松了口气 漩涡会奈了咬牙 伸出柔弱无骨的小手 说道 大 大人 我很有用的 如果您受伤 咬一口就能恢复 他是在展示自己的价值 毕竟他也没有其他的能力 作为一栋血瓶 应该能赚不少钱 抱着这样的想法 漩涡会奈 才又踏上了草影村那种生活 夏木看着他充满牙硬的手臂 有些恍惚 真是可怜又悲惨啊 他忽然庆幸自己 是在牧业村 至少还能保持比较平稳的生活 在其他小染村 下场未必比漩涡会奈更好 夏木轻轻抚摸着他的手臂 按照漩涡一族的体质 这样的伤势不足为惧 很快就会愈合 此刻的印记证明 他体内的查克拉消耗太快 恢复力已经跟不上 漩涡会奈 脸色微红 虽然只是个小孩 但这种温柔的触感 令他有些害羞 而且从来没有人这么对待过他 夏木撩起他的一缕刘海 挽到耳后 接着右手放在他的脑袋上 手指挽着他的头发 我可不会做这么浪费的事情 他打算让漩涡会奈 学习封印术 日后相邻长大 亦是如此 漩涡一族的封印术 可是文明人界 而且非常强大 算得上普通忍者 对付尾兽 唯一有效的手段 目盾或血轮眼 就先不提 这是特殊情况 至于医疗忍者 夏木身边已经有钢手 静音和药师都 再多一个 没什么意义 但如果多两个封印忍者 在某些时刻 就非常有用 唯一麻烦的是封印术 尤其是漩涡一族的封印术 是木叶村的绝密 一般人是很难得到的 但对于夏木而言 倒还好 可以跟大蛇丸交易 他是三人之一 有极高的权限 就连记载着 静数的封印之书 都可以翻阅 其实刚手也可以 只是夏木无法解释各种缘由 太麻烦 干脆找大蛇丸 漩涡会奈文言 眼中露出疑惑 他还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吗 夏木揉了下 他白皙柔软的脸蛋 食指划过他的嘴唇 温润潮湿 他笑着说道 你现在最要紧的事情 是养好身体 漩涡会奈脸上的红韵 蔓延到耳畔 他睫毛微颤 点了点头 对于夏木的举动 他意外地没有反感 可能是因为有救命之恩 外加他长得过于可爱 漩涡会奈 只当是孩子的胡闹 虽然胡闹得有点过分 但也没到最过分的地步 夏木倒是有一种 得到了一具真人手办的感觉 他大概能体会到 曹丞相的精神 确实刺激 尤其是当着他女儿的面 夏木咬了一口 漩涡会奈递过来的葡萄 意外的甜 他想了想 就明白了原因 漩涡一族 天生拥有庞大的茶克拉 或者说旺盛的生命力 这也是 为什么咬时他的手臂 就能恢复伤口 既然血液可以 其他的液体自然也可以 片刻后 夏木就已经吃不下 他是小孩的身体 外加着营养过于丰盛 故而很快就吃饱喝足 漩涡会奈 脸色红红的 拉了拉一百 他其实是甜精泪脸的性格 所以挺不习惯夏木的 但值得万幸的是 这张脸太具有欺骗性 漩涡会奈 明明之中 是把夏木当做儿子看待 尤其是经过近半个月相处后 他基本上摸清楚了他的性格 是个好人 如果对比草影村的人者 那就是一个超级大好人 夏木并不知道 漩涡会奈给自己发了一张好人卡 他靠着他柔软的身体 逗着香菱 说道 我们现在同吃一碗饭 也算是兄妹 以后我会好好保护你的 漩涡会奈顿时嘴角勾起笑容 如今的生活 可谓是天翻地覆 他在草影村就是个工具 没有人在乎他的感受 但在这里 他是大小姐的待遇 每个人都对他十分尊重 而他的衣食住行 也皆是最好的 他明白 这一切都是因为夏木 所以对他言听计从 啊 已经要到放学的时间 夏木看了眼窗外 齐身说道 我下次再来看你 我等你 漩涡会奈点了点头 一如既往的田径 夏木最喜欢的 就是他这气质 那脸又弱不经风 他捏了捏他的脸 跳下沙发 离开了房间 很快 夏木来到忍者学校 解除了替他上学的木分身 没过太久 钢手就出现在他的面前 按照惯例 他先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才牵起他的手 夏木真的怀疑 他是摸头村出来的 我怎么闻到了一股香味 走了几步 钢手忽然低头 在夏木的脖梗处嗅了嗅 语气严肃 问道 是哪个女人 喂 夏木感觉自己的脑袋上 冒出了一个血红大字 是我的那些女同学 他故作烦恼地说道 一有时间 他们就凑在我身边 赶都赶不走 烦死了 谁让你 长得那么漂亮呢 钢手文言嘴角挂起笑容 说道 以后你长大 恐怕会更烦 夏木暗自松了口气 说实话 他并非有意瞒着钢手 只是 他现在才七岁 将一切和盘拖出 这已经不是天才能解释清楚的 而是妖孽 钢手如果因此 对他的态度出现改变 那就得不偿失 等日后时机成熟 再告诉他吧 钢手忽然笑容脸去 又露出忧怨的眼神 说道 过不了几年 你长大了 姐姐也就老了 到时候 你喜欢那些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可不要把姐姐我忘记了呀 怎么会 夏木立即认真说道 他们再漂亮 也比不过姐姐的 姐姐在我心目中 就是忍戒第一美人 小嘴真甜 钢手又笑了起来 他转身 轻扭腰肢 勾了勾手指 说道 走吧 小帅哥 我们回家 回到家 静音做好了饭 在饭桌上 钢手聊到了大舌丸 说他已经出院 夏木眼睛转了转 看来今晚可以找他聊聊 封印术的事情 经过半个月的调养 漩涡会耐的身体 已经好了不少 残留的牙印 也都全部消散 是时候 试一试修炼封印术 吃过饭 又是两个小时的 木炖忍术时间 然后夏木 才有空观察在 另一个城镇的木分身 阴暗的实验室 大舌丸刚出院 就已经忙碌起来 经过雨之拨止水 角度和谐的三重打击后 他深刻认知到了 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 认知还不够 为此 他必须要和夏木 保持长期的交易关系 但交易 讲究的是对等 大舌丸得拿出夏木 也感兴趣的东西才行 毫无疑问 那就是铸间细胞 以及移植技术 短时间内 技术难以突破 那就从木盾下手 移植铸间细胞 是为了木盾 现在危险性非常高 但如果他研制出一种 低风险性的药剂呢 大核 他身上的细胞 非常温和 大舌丸打算用 大核细胞中和铸间细胞 研制出一种木盾药剂 虽然比不上 直接移植铸间细胞 但可以通过长期服用 慢慢获得木盾天赋 主打一个安全 当然 这需要大舌丸爆肝 才有可能研制成功 不过确实是能吸引 神秘人的一个点 同时 也能展示自身的价值 在前世 大舌丸没有得到大和 故而没有这一出 现在在夏木的影响下 他有了参照物 就有了更多的灵感 一条白舌 出现在大舌丸面前 他立即放下试管 眼睛微眯 刚出院 夏木就找上门来 木叶村中出了叛徒啊 不过也正常 夏木的那个组织实力强大 在五大村安插间谍 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而且 他每次都仿佛是忽然出现 找不到任何痕迹 大舌丸离开了实验室 出现在大厅 这次的茶不错 夏木喝了一口 满意地点了点头 你组织的成员 很没有礼貌 大舌丸死里逃生 是有怨气的 他本来是想着试探 结果角都和些招招毙命 是真的想干掉他 我已经提醒过你 夏木放下茶杯 慢条斯里说道 他们两个脾气不太好 大舌丸自知理亏 确实是他先动的手 他尝试性问道 你的两位手下实力不俗 可否告知姓名 也让我知道 我到底败在谁的手里 他们的事 你别打听 夏木摆了摆手 开门见山说道 我要你帮我办一件事 我要漩涡一族 所有的封印术 大舌丸舔了舔嘴唇 很好 新的需求 证明了这位神秘人 感兴趣的 不只是住间细胞 漩涡一族的封印术 在木叶村属于绝密 你能付出什么代价 你得到了假 你觉得他的木盾 比之千手住间的如何 夏木没有直接回答 反问 没有可比性 大舌丸实话实说 千手住间 连个细胞都如此恐怖 由此可知 他本人该何等的强悍 而且他记得 木叶外面那绵延不绝的 死亡森林 正是千手住间的木盾造成的 大河 能搞个一两排树木 就已经相当不错 你认为问题在哪 夏木问道 体质和查克拉 大舌丸沉吟说道 这确实是原因之一 夏木竖起一根手指 说道 还有一个 仙人模式 大舌丸身体一阵 仙人模式 他自然熟悉 这是来自于 通灵兽三大圣地独有的模式 他 钢手和自来 也各自签约了三大圣地 只有自来 也修行成功仙人模式 但也并非是完全T 大舌丸脸色阴翼 他自认为天赋绝佳 但不会仙人模式 就是不会 没有半点办法 我知道有一个人 天生就能吸收自然能量 开启残缺的仙人模式 什么 夏木的话 让大舌丸大为惊讶 忍戒居然还有天生仙人化的人 如果能让他得到病研究 或许能找到 通往仙人模式的道路 想到这里 大舌丸眼睛里露出了渴望 天生仙人化 说的自然是仲无 怎么说呢 听起来挺厉害的 但实际上不怎么样 从原作中的表现来看 仲无的实力 顶博相当于上人 并不特别突出 仙人化对他而言 更像是一个负面效果 让他随时随地会暴走 也就大舌丸能通过他 研究出咒印 其他人得到宠无 都挺棘手的 夏木想了想 让给大舌丸倒也无妨 咒印 他虽然看不上 但其实蛮有用的 残缺版的仙人模式 尤其是天之咒印 增幅很大 不过副作用也挺多 一是移植咒印 存活率低 二是长期处在咒印化的状态 会迷失自我 三是受制于大舌丸 或者富裕者 夏木用来交易 漩涡一族的封印术 可谓是血传 他不知道 现在宠无在什么位置 但命运值商店 能兑换任何东西 包括行踪 价格 是根据戏份来的 宠无只是个小配角 他的行踪 只花费了九点命运值 你觉得这个交易如何 夏木问道 可以 大舌丸一口答应 仙人模式的强悍 不用多说 他早就想得到 但自身没有天赋 只能另想他法 如今有个机会 摆在他的面前 他怎么能错过 漩涡一族的封印术 固然珍贵 但又不是他的东西 拿出来并不心疼 再说 给肯定是给复制品 对于木叶又没损失 那么和柱间细胞一样 你将东西交给我的手下 夏木顿了顿 露出个淡淡的笑容 说道 不过他们 对你的前词出手 很是不爽 我建议你 这次换个人去 或者用影分身 不然的话 我不保证你的安全 大舌丸表情一致 上次是我吃亏啊 在病床上躺了半个月才好 怎么搞的全是我的锅 但夏木这么说 他也没办法 他确实不再想见到角度和谐 他们是真敢杀人的 还有什么事吗 夏木问道 我想知道 如何加快宇智波又的开眼进程 大舌丸想了想 说道 现在的他 我根本看不出来 有觉醒万花筒血轮眼的征兆 是你太心结 夏木有些无语 宇智波又才六岁 开启万花筒血轮眼 是需要一定基础的 再等几年吧 比如宇智波佐助 死了全族 才开一勾玉血轮眼 不是他天赋不行 而是他年龄太小 基础不足 大舌丸文言 也没有任何办法 他打不过宇智波止水 只能在宇智波右身上下功夫 下次再见 夏木解除了木分身 大舌丸又返回了实验室 他要继续研究木盾药剂 加 过来躺下 大舌丸露出特有的危险笑容 到了定期采集细胞的时间 大河没有犹豫 躺在了实验台上 他心里很清楚 除了听话 没有别的办法 事实上 他在根部意识如此 换做大舌丸 倒也习惯 而且他的技术 明显高于至村团葬 很棒 这让大河的木盾 进步得比较快 一日 阳光明媚 夏木 中午的时候 我来接你 在校门口 刚手四世想起了什么 说道 有什么事吗 夏木抬起头 以往的中午 他都是 在学校吃的饭 一个小小的聚会 刚手笑着说道 有非常多好吃的 一般的人 姐姐还不愿意带他 好的 听到吃的 夏木答应下来 乖孩子 好好上课 刚手摸了摸他的头 夏木转身进入学校 哟 今天难得见到你啊 大舌丸老师 有事在忙 宇志波又平淡地回答 最近都在折磨大河 倒是没有空教他 他向来是好学生 就跑来上课 打过招呼后 两个人就没有了话聊 这也正常 没过太久 山中职人进入教室 今天是理论测试 也就是所谓的火之意志 夏木发挥自己 前世文科生的优势 不说写得天花乱坠 但至少写满 到了中午 他跟着刚手离开了学校 最终来到了一家居酒屋 一般的居酒屋 就是小酒馆 但这家非常高端 是大酒楼 夏木越发疑惑 这究竟是什么聚会 一处精致的房间 隐约间 有女子谈笑的声音 刚手拉开门 夏木得以看见里面的情况 有八个美妇 气质高贵 打扮华丽 不少还穿着和服 夏木只认识其中的一位 与志波美琴 夏木一脸问号 我特么进入了盘思洞吗 刚手大人来了呀 八个美妇 露出热情的笑容 刚手虽然不怎么经营人脉 但作为最有实力的神医 人脉自己就会跑上门 哟 还带来个小帅哥 灼热的目光扫过夏木 仿佛是要将吞下去 可惜还是个孩子 一位美妇痴痴笑着 不知道在笑什么 夏木 我给你介绍 刚手指了指刚刚说话的美妇 说道 大明夫人叫做圆口美姬 也是今天的主角 她过生日 原来是大明夫人 刚手认识她并不奇怪 大明一家经常在木叶村发布任务 原作中 玄乌名人等人 曾为大明夫人找猫 不过 那位大明夫人比较丑 显然和这位不是同一个人 委员李深 短侧接知识的夫人 日后你的群麻赌场 可以让她多多照看 刚手又介绍起另外一位美妇 夏木顿时挑了挑眉 怪不得叫自己过来 原来是为了攀关系 黑白两道双吃 她的赌场自然屹立不倒 除了这两位夫人外 其余的六位 全是木叶忍族的夫人 比如宇智波一族 日向一族 奈良一族等 九位美妇又吃又喝 夏木坐立不安 有几位的眼神太过分了吧 吃完之后 圆口美肌又让委员李深作画 她躺在软塌上 脸色飞红 姿态妩媚 又醇又郁 又端庄又风情 小孩子不要看哦 刚手蒙住了夏木的眼睛 可恶啊 过过眼影都不行吗 聚会结束 夏木让木分身去上学 自己到漩涡会那里吃葡萄 倒不是她非要和香菱 抢东西吃 而是她发现 能改善自己的身体 增加茶可辣 夏木是个龚 自小营养一般 就算兑换了牵手驻间那种木盾天赋 但差了仙人体和茶可拉 也无法达到她无敌的状态 又过了半个月 首家短侧街线下高端赌场开业了 那场面 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红旗招展 人山人海 夏木没有夸张 因为短侧街之事 夫人委员李深也前来捧场 事实证明 那顿饭吃得值 唯一不太好的是 这位夫人老是爱动手动脚 而她的到来让所有人都知道了 群麻赌场的背景不简单 夏木估计 想打主意的其他赌场 或许会因此产生迟疑 一旦迟疑 就会错失良机 以群麻赌场提供的服务 完全可以说是降维打击 六层建筑 比如 第一层入场费是一万两 待遇就是正常的其他赌场待遇 但到了第六层 就是天上人间的超高服务 首先是入场费达到了五百万两 其次是核官或服务员 全都是和短侧街的勾篮合作 是可以随便玩的 最后便是吃喝用 皆是火之国最高端的 说是纸醉精迷 也不为过 其他赌场就算想模仿 也得需要一两个月 到那个时候 已经来不及 除了群麻赌场外 群麻银行也重新上线 地下银行 都适用于放高利贷 没有存款业务 有存款业务的是 各大国家开设的地上银行 在原作中 自来也曾向漩涡名人展示过存折 他存的就是火之国银行 但这些银行都是贵族银行 一般的小钱并不接受存款 只存上百万上千万的钱 而且没有利息 群麻银行就不同 和前世的银行模式几乎一样 接受任何存款 还能钱生钱给利息 放款也是 利息较低 但得有抵押 作为条件 房屋或忍数都行 有了群麻赌场和群麻银行 夏木理论上 不会再缺钱 除非花费巨大 比如像大蛇丸这般搞科研 那钱再多 也经不起花啊 夜晚 夏木又让木分身 来到大蛇丸的豪宅 主要是为了 漩涡一族封印术的交易 等等 在说完交易地点和时间后 大蛇丸忽然叫住了他 我这里有个东西 你或许会感兴趣 他拿出一瓶药剂 说道 我用假的细胞中和助肩细胞 制作出来的药剂 通过长时间服用 能让人有一定概率 觉醒目盾天赋 比较安全 夏木挑了挑眉 有点意思 但不多 因为他已经觉醒目盾天赋 还有什么效果 可以改善人的体质 增加查克拉 大蛇丸顿了顿 说道 我猜测量足够大 说不定会拥有 千手助肩的体质 怕不是天文数字 夏木自然不期待 能达到千手助肩的地步 但如果能有所增强 就是不亏 有了木盾药剂 再加漩涡会耐 他觉得他的体质 赶不上漩涡名人 但追个雨之波佐助 应该问题不大 你想要什么 提高自身的实力 大蛇丸脸色音一说道 我现在已经感觉到了 自己的极限 很难再有所进步 夏木按道 这个确实是事实 在没有血迹陷阱的情况下 大蛇丸几乎能代表 平民忍者的最高水平 最多在家的仙人模式 但这玩意儿 也没有几个人能接触 更不用说掌握 夏木的命运值商店里 有不少手段 但太贵 没必要 也不值得 而且 大蛇丸出的价码并不够 光是木盾药剂的话 给他画个超级大饼吧 既然知道了自己的极限 那就不要再做人 而是成为仙人 夏木打算给他说说 六道仙人的构造 事实上 大蛇丸一直在往这条路上走 仙人 大蛇丸立即反应过来 问道 你是说六道仙人 六道仙人创立忍中的故事 在忍界广为流传 他自然也知道 不错 你知道要如何成为六道仙人吗 这可能吗 大蛇丸压根不幸 六道仙人是传说中的人物 存不存在都是个问题 光是创造月亮 就已经不可能是 人者能企及的 六道仙人 拥有两个非常关键的东西 仙人体和仙人眼 夏木微微一笑 问道 仙人体 你是不是觉得有点耳熟 仙人模式 大蛇丸眼睛亮了起来 不错 夏木点头 但必须是最完美的仙人模式 事实上 仙人体和仙人模式 并非完全等同 仙人体指的是六道仙人的肉体 也就是生命力和身体能量 仙人模式是能自如使用 仙术查克拉和仙术的状态 作为六道仙人的儿子 阿修罗和樱陀陀罗 分别继承了他的仙人体和仙人眼 但可惜的是 子女很难百分百继承父母天赋 所谓千手一族继承仙人体 与之波一族继承仙人眼 都并非是完全T 比如血轮眼进化到轮回眼 这才是真正的仙人眼 至于仙人体的修炼 夏木认为和仙人模式有关 但难度非常大 大到没啥可能 所以 夏木是在给大蛇玩画大饼 那么仙人眼 你以为是什么 夏木想起 自来也见到长门的时候 认出了那是六道仙人的眼睛 但不知道叫什么 也不知道如何得来的 故而认为他是传说中的寓言之子 大蛇玩摇头 他叫做轮回眼 是由万花筒血轮眼进化来 什么 大蛇玩难得失态 他真没想到 仙人眼和万花筒血轮眼有关 原因很简单 夏木解释说到 与之波一族和千手一族 是六道仙人的后裔 大蛇玩笑了 有些苦涩 原来这才是 他们两族强大的根源 该死的血统论 你只要得到了仙人体和仙人眼 就可能成为第二个六道仙人 届时 无人是你的对手 夏木倒是没有骗他 只是成功的概率等于零 大蛇玩神色变化不定 这一番话 无疑是在他否定他之前的努力 还开发个屁的新人数啊 直接搞血脉才是重点 但他毕竟是大蛇玩 很快就调整了心态 仙人体和仙人眼 这种好东西 自然不能错过 只是不一定要成为第二个六道仙人 他要做第一个大蛇玩仙人 在继承中推陈初心 开发独属于自己的忍数 夏木如果知道他的想法 高低得给他点了赞 忍界科学家名不虚传 小伙子 有前途 跟我去建设忍界特色的新世界吧 这个消息 一瓶木盾药剂可不够 记得多准备一些 夏木解除了木分身 大蛇玩看着他消失的位置 久久无言 夏木说的这个方法 极为粗略 没有细节 比如 他完全不知道万花筒血轮眼 如何晋升为轮回眼 仙人眼和仙人体 又该如何融合 而且就消息本身 他也不敢确定真假 但巧合的是 无论是对应仙人体的仙人化仲无 还是对应仙人眼的万花筒 血轮眼语之波右 都是夏木的执意 大蛇玩越想越觉得可怕 没过太久 夏木从角都河仙那里 拿到了他要的东西 漩涡一族的封印术 以及木盾药剂 倒是角都骂骂咧咧的 还说了一句 大蛇玩 乌胆鼠背 三人竟是孤名钓鱼之辈 想来是大蛇玩 听从了夏木的建议 没有轻身前往 角都错失了几千万两 故而十分不爽 夏木打开储物卷轴 发现了整整30瓶木盾药剂 他的第一个反应是 辛苦大河了 这怕不是被大蛇玩榨干了呀 夏木没有直接服用 因为他不相信大蛇玩 万一加点电脑配件什么的 他岂不是凉凉 目前来说 只有刚手有这个能力 检查出里面是否动了手脚 但夏木又不能给他 所以选择花费命运值进行检测 幸好不贵 只花了十个命运值 先前 重无贡献了19点命运值 算起来不亏 经过检测 30瓶都没有问题 想想也正常 大蛇玩现在并不愿意得罪他 因为有太多想知道的东西 夏木打开一瓶 蹲蹲蹲喝下 浅绿色的液体融入体内 顿时激起阵阵暖流 等了片刻 他就感觉到 自己的查克拉增加了近十分之一 同时 身体也变得神清气爽起来 效果非常棒 第一次吗 后面肯定会逐渐减弱 但饶氏如此 已经是血转 大蛇玩还贴心给出了提示 建议一周喝一瓶 不然的话 会有排异反应 虽然有过中和 但毕竟是他人的细胞 夏木将储物卷轴收好 前往群麻赌场 经过这么久的相处 他已经对漩涡会乃之根之底 他在漩涡一族 属于边缘人 故而没有接触过 忍者相关的知识 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在草影村 沦落到如此地步 随便学点封印术 都可以逃出来 但正是因为地位低 他才能在灭族的浩劫中 侥幸逃脱 只能说 俘获相依 夏木 漩涡会乃一见到他 就露出了温婉的笑容 并且将他抱起 放在大腿上 他原来的称呼是大人 但夏木听起来怪怪的 让他直呼自己的名字 给你 这是什么 漩涡会乃打开卷轴 顿时愣住 竟然是漩涡一族的封印术 他出身漩涡一族 自然知道封印术 但以他的地位 是无法接触的 太珍贵了 我不能要 漩涡会乃 连忙拒绝说道 他本来就欠下了 两百万巨债 这段时间又好吃好喝 越欠越多 再收下封印术 别说他这辈子 加上女儿那辈子 都还不清 你学了封印术后 才能更好地替我办事 你明白吗 这算是前期投资 夏木先盖 粘起一颗葡萄 咬了咬 这里的水果 是一如既往的甜啊 漩涡会乃身体一颤 脸色羞红点了点头 他现在确实帮不上忙 如果能学会封印术 的确会更有用 夏木闭着眼睛 人体沙发过于舒适 嘴不闲着 手也不闲着 给漩涡会乃进行按摩 算是等价交换吧 舒适的一天很快过去 漩涡会乃帮他洗了个澡后 夏木回到了家里 吃过饭 本该是木顿修炼时间 但他却被钢手叫到了房间里 夏木 我要你助我修行 啊 夏木脸上冒出了问号 什么修行 还要小孩子帮忙 你又不是妖怪 上次 你看到了姐姐 孔雪症发作的模样吗 钢手坐在床边 叹了口气 说道 作为一名医疗忍者 患有孔雪症 无疑是致命的 他以前是纯粹百烂 才没有管孔雪症 但现在和夏木相处的酒 再加上静音和药师 都两个徒弟 让他意识到 再这样下去 会有大问题 三个徒弟都还小 日后要他保护 但孔雪症的存在 很有可能让他变为累赘 别说保护 甚至反过来 还要三个徒弟帮忙 以钢手的性格 是绝对不愿意的 孔雪症是心理疾病 物理性质的药物 或医疗忍术 是没啥作用的 克服恐惧的办法 是直面恐惧 钢手想起 上次抱着夏木 孔雪症消退的 比以往更快一些 故而 他现在想让他帮忙 不断触发孔雪症 以此逐渐消灭孔雪症 这个过程会非常痛苦 钢手以前认为 人生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去想办法 现在 他又恢复了斗志 夏木听完 确实没想到是这种修行 但他觉得不错 如果钢手克服恐惧症 作用就会大大的提高 再说 现在有了他 他估计很难如同原作一样 见到漩涡名人 才克服恐惧症 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夏木的锅 现在补偿 倒也是合理的 这次真诚抱枕了呀 钢手拿着苦轻轻一划 鲜血流出 他浑身颤抖起来 夏木钻进他的怀里 顿时被两条浑圆的大腿夹住 嗯 肉肉的感觉 让他想起前世玩过的一个游戏 里面有个角色叫做莱莎 以肉腿闻名 但他感觉比不上钢手 一夜无话 夏木睁开眼 就看到了钢手在端向他 行了 就起来吃饭吧 钢手捏了捏他的脸蛋 说道 辛苦你了 没事 夏木摇了摇头 其实还蛮不错的 钢手集中精力 去对付孔穴症 对他就十分慷慨 完全不设防 吃过饭 夏木就去上学 在学校 其实也挺无聊的 时间流逝 七岁的夏木转眼间 就快到了十岁 而他也打算提前毕业 正式成为一名下人 这两年多的时间里 几乎没有什么大事 在外 牧业村和云影村 一直互有胜负 僵持不下 在内 九尾之乱造成的伤痕 已经被抚平 牧业村又恢复了平静 除此之外 漩涡名人 在牧业高层默认下 被认为是妖狐 饱受村民的冷暴力 夏木知道 又到了该自己出场的时候 此时 算得上是漩涡名人的 第一个命运节点 如果不是原非日展 给了他仅有的温暖 他是有可能黑化的 夏木要做的是 拆开这遭老头子的真面目 引导名人走向另一条路 从而获取命运值 大舍丸这边 一直在做木顿实验 研究不失转生 和仙人化骤印 顺便观察与之波幼 和夏木的交易 也在保持 至于叛逃木叶 他暂时打消了念头 毕竟做科研 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在外面就不一定 在命运值上 夏木获得了 两个人贡献的命运值 灰叶君马履 和鬼灯水月 按照剧情 他们会被大舌丸收入麾下 现在暂时遇不上 前者提供了49点命运值 后者只有27点命运值 忍者学校 夏木向山中职人 申请了提前毕业 很快就得到了同意 但有个三身术的小小考核 夏木自然顺利通过 时长两年半的毕业生 今天正式结束学生身份 踏入人界 两年半就毕业 只因夏木过于优秀 在漩涡会耐 和木顿药剂的帮助下 他现在的身体倍儿棒 单论查克拉量 已经不比一般的上人差 他现在唯一的缺点是 战斗经验不足 到这个世界后 夏木根本就没有经历过生死搏斗 自然也就没有经验 有经验和没经验的人者 其实差距还蛮大的 比如宇之波佑 他在去年毕业后 就和大舌丸的另外两个徒弟 御手洗红豆 和卯月吸盐组成小队 三个人至今为止 保持着百分之百的任务完成率 更是超额完成了几个 A级难度的任务 现在已经被誉为 木页最强的下人小队 名气不小 夏木理论上 凭借木顿能和开了血轮眼的 宇之波佑 打得有来有回 但实际上估计很难 这就是经验带来的优势 除非力大专飞 有漩涡名人海量的查克拉 同等条件下 再有经验 一招撂倒 不管怎么样 夏木虽然是下人 但综合实力不比中人差 在磨练下 就能成为上人 这种速度 也只有宇之波 又等少数人 才能比得上 夏木 恭喜你毕业 刚手一直守在 考核教室的外面 看到他出来 并带着下人护额 立即露出了微笑 他虽然知道 夏木通过考核是必然的 但作为养母 依旧会担心 我距离当火影的男人 又进了一波 夏木竖起大拇指 指着护额 意气风发说道 他早就摸清楚了 刚手的性格 知道这么做 会让他开心 像 真像啊 刚手想起了 神树忍者学校 毕业时候的模样 那神情和眼前的夏木 差不多 彼时彼刻 恰如此时此刻 今天是你毕业的日子 姐姐送你一件礼物 好啊 夏木期待地看着他 他最喜欢礼物了 刚手笑着 取下了初代项链 还过他的脖梗 将其戴上 项链并不冷 反而非常温暖 夏木想起初代项链的传说 倒是有点发了 在原作中 带过他的人都会死 包括漩涡名人 不过他是主角 死了又活了 这是我祖父留给我的项链 里面保存着他的木顿查克拉 对你十分有好处 刚手摸着他的脑袋 解释说道 夏木本想拒绝的 但他给的实在是太多 他记得 这串项链在前期 连九尾查克拉都能压制 说明里面的木顿查克拉 不是一个小数目 对于灰木顿的他而言 无疑是一个非常棒的充电宝 那必死的诅咒 夏木说 我有外挂我怕什么 刚手大人 一个暗部忍者忽然出现 火影大人 想见您和夏木 被打断温馨时刻 刚手面露不爽 冷声问道 老头子 又有什么事 火影大人没有告诉我 暗部忍者小心翼翼 打亮了他一眼 恭敬回答 刚手摆了摆手 他立即消失不见 走吧 刚手牵起夏木的手 说道 去看看这个老头子 想干什么 火影办公室 原飞日展被忽然打开的门 吓了一跳 连忙盖住他面前的水晶球 同时拍了拍脸上的红韵 刚手啊 他一脸淡定敲了敲烟斗 问道 你什么时候跟团藏一样 都不敲门了 行了 我赶时间 有什么事 你快说 刚手大刀阔斧坐在沙发上 一点也看不出温柔的模样 原飞日展习惯了他的性格 笑着看向夏木 说道 今天是我徒孙毕业 我自然要见一见 火影爷爷 夏木立即打招呼 真是好孩子啊 原飞日展满意点了点头 这两年半 夏木在理论课上 向来都是满分 关于火之意志 具有非常深的理解 某些地方 连原飞日展自己看了 都觉得豁然开朗 确实该这么做 这使得他对夏木的印象很好 在宇智波佑七岁毕业的时候 原飞日展给出的评语 是能以火影的角度思考问题 如果是夏木的话 他觉得 应该是火之意志的完美继承者 各方面都理解得非常通透 说正事 刚手不满 瞪了他一眼 行行行 你长大了 开始嫌弃我这个老师了 原飞日展故作叹息后 说道夏木既然已经成为了忍者 那么按照惯例 将为他分配队友和带队老师 我有了初步的人选 不用 刚手打断了他的话 我当带队老师 队友是静音和药师斗 可是你的孔穴症 原飞日展正是知道他的孔穴症 才打算给夏木安排个信任的上人 已经好了 刚手抬起头 用苦无划了一道伤口 鲜血流出 他却没有任何反应 原飞日展狂喜 一个正常的刚手 将给牧业带来极大的影响 当年和沙隐村的战斗 正是他力挽狂澜 打败了千代婆婆 不然的话 不会那么容易 由此可知 刚手的重要性 其实 光是一个人 借最优秀医疗忍者的名头 就足够 之前 因为孔穴症不能上战场 费了一大半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原飞日展 语气有些责怪 但更多的是高兴 现在的牧业 又有点鼎盛时期的模样 老一辈 他和治村团藏还能打 宇智波富裕 日向日足 游女智威等皆在 现在三人 也正式回归完全体 年轻一代 齐木卡卡西 麦特凯 宇智波止水 宇智波又等 正在逐步挑起大梁 原飞日展顿感压力骤降 形势一片大好啊 既然如此 就有你带队吧 原飞日展高兴之余 也不在乎夏木的问题 不过 我得提醒你一句 作为忍者 是必须在外闯荡的 精英 夏木和药师兜 都是天赋不错的孩子 你保护他们 反而是耽误了他们的未来 我知道 刚手虽然不舍 但也明白 原飞日展说的是对的 万一忍接大战在起 夏木等人参战 没有经验 那就是纯白给 木叶村和云影村的战争 已经接近尾声 你可以带他们去见见世面 原飞日展又建议说道 如果你出现在边境 云影村或许会提前议和 后面才是你的目的吧 老头子 刚手轻哼一声 却没有拒绝 说道 我自会安排 不用你操心 第三十一章 你老婆没了 如果不是刚手的话 夏木是不可能和静英 要是都成为队友的 第一 这两位都是医疗忍者 一般来说 一个忍者小队 只会有一个医疗忍者 有些小队甚至没有 因为医疗忍者过于稀缺 第二 静英今年已经17岁 不是下人 而是中人 原则上是不会再分配到下人的队友 也就刚手有特权 再加上原飞日展已经同意 自然没有人敢说三到四 夏木觉得挺高兴的 三大奶妈护航 贼特么安全 而且 他们三个不同于一般的医疗忍者 是有战斗能力的 漩涡名人 在前期都比不过他 毕竟春夜阴拖后腿 与之波左柱又太骄傲 不省心啊 按照前世的剧情 刚手已经带着静英 去忍戒流浪 过上了老赖的生活 现在则是在考虑 该怎么在安全的情况下 提高夏木的战斗经验 夏木 静英 和药师都 三个人都不是一般的下人 所以 简单的任务不需要 但太难的话 又有危险 到时候 刚手忍不住出手 锻炼的意义就消失殆尽 对于他而言 已经很久没有过这么优柔寡断 主要是神术牺牲在前 他如果再失去夏木 他觉得自己接受不了这种打击 很难再活下去 没有上学的借口后 夏木在出门 只能用孤儿院当作理由 好在刚手 对他非常信任 也不怎么管他 群麻赌场 经过两年半的发展 已经是短侧阶最大的赌场 其他赌场曾经想过使手段 但他们显然不知道武力的作用 实力非常的夏木 难道会怕一群普通打手 就算他们顾请了忍者 又怎能过得了刚手这一关 在敲打后 连锁店开始向外扩张 目前 在火制国都拥有了一定的名气 哥哥 夏木打开门 就见一个红发小萝莉 向他跑来 可爱面 哥哥 我要拥抱 香菱张开双手 一副期待的模样 今天有听妈妈的话吗 夏木将他抱起 问道 和原作中的一样 香菱的脾气比较火爆 只有在他面前 表现得非常乖巧 漩涡会奈都常常感慨 我们不像是亲母女 你们倒是像亲兄妹 当然哦 香菱脆声声说道 我最听哥哥的话了 真乖 夏木摸了摸他火红色的头发 问道 妈妈呢 他在修炼封印术 香菱立即回答 哦 那我去看看他 夏木将他放下 说道 你留在这里 继续看书 香菱顿时撇嘴 小脸颇为委屈 因为 他哥哥留给他的书 十分难懂 他不明白 为什么要学习那些奇奇怪怪的方块字 听话 夏木双手捏了捏他的小脸 香菱立即喜笑颜开 点了点头 短侧阶往北 有一块小树林 现在归属于群麻赌场 夏木买下来 就是因为 这里非常偏僻 能让悬涡惠奈 安心修炼封印术 小树林四周 都设有预警结件 他知道位置 所以没有出发 谁 悬涡惠奈 散去手中的查克拉 立即转身 见到是夏木 才露出了笑容 不得不说 悬涡一族的得天独厚 尤其是查克拉亮 比夏木多了几十倍 悬涡惠奈 生下香菱的时候 是二十岁 现在是二十三岁 荒废了这么多年 却依旧进度神速 外加封印术比较特殊 夏木也拿不准 他现在的实力究竟如何 说起来 这两年办什么都好 就是葡萄断工比较遗憾 夏木 恭喜你毕业 悬涡惠奈走过来 用那双柔嫩的手 细细抹扎着他的脑袋 动作温柔 仿佛是什么珍宝 有什么礼物吗 夏木抬起头 问道 虽然这两年长高了不少 但毕竟还未到十岁 高不过钢手和悬涡惠奈 不过按照这个速度 再过两三年 估计就差不多高 有的 悬涡惠奈在衣服上擦了擦手 这才掏出一个御手 或者说香囊 平安喜乐 夏木接过御手 念出了正面的四个字 怎么样 喜欢吗 是我亲手做的 悬涡惠奈目光看着他 特何期待 谢谢 我很喜欢 夏木点了点头 就是颜色比较粉嫩 但怎么说呢 猛男就敢喜欢粉色 悬涡惠奈 立即露出一个田径温柔 但又不是灿烂的笑容 夏木暗道 真的和钢手不是一种类型 他即使是温柔 也透着雷厉风行的感觉 同时 偶尔有些恶趣味 或者调皮 对外人 那就更加火爆 但悬涡惠奈不会 不管夏木做什么 他都不会有意见 非常嫌弃良母 一火一水两重天 蛮有意思的 我有个回脸 夏木拿出一个忍树卷轴 严肃说道 记住后立即销毁 漩涡惠奈愣了愣 带着好奇打开 因封印 S级医疗型封印术 能储存查克拉 调节查克拉 达到治愈和加强攻击的效果 更是能提高身体机能 助言青春 夏木不是偷的 而是刚守焦静音的时候 光明正大记下来的 可惜静音天赋不够 至今没有形成菱形标记 交给漩涡惠奈 自然是希望增强他的实力 顺便保持容颜不老 行了 你也不要说什么太珍贵的话 你如果学会 那就对我最大的帮助 夏木抬起手指 按住他的嘴唇 说道 因封印本质上是封印术 所以他觉得 漩涡惠奈应该能学会 至少他查克拉非常多 漩涡惠奈 只能点了点头 今天就训练到 咦 我有事要离开下 等会儿我再回来 夏木也没有解释 转身离开 没过太久 他到了另一处小树林 哇 他眼睛是白颜色的呀 白眼妖怪 快使用白眼 让我们看看你恶心的模样 森林中三个小男孩 对着一个黑发白眼 因害怕低着头的小女孩 指指点点 夏木暗道 终于被我等到了这一幕 他还为此花了27点命运值 搞了不少侦查 但一切都是值得 日向雏田可是女主 贡献的命运值 绝对不少 对不起 明月 你老婆没了 但没关系 反正你现在不喜欢雏田 以后我帮你追穿眼鹰 就算你喜欢左柱 我也可以帮你 夏木一边想着 一边走了出来 大喊 放开那个女孩 动起来啊 雏田 日向雏田的小脸 因为害怕 而显得有些苍白 更隐约有泪光 在眼眶里闪烁 作为日向一族的大小姐 听着她们 对于白眼的粗鄙之语 她本该出手教训她们的 但现实 是她的脑袋一片空白 四肢无力 所学的拳法 被忘得一干二净 变得越发无助 不知李硕 该答 忽然的声音 让日向雏田下意识抬起头 她看到了 可能终生无法忘却的一幕 三道水流 仿佛皮鞭一般 狠狠抽在三个熊孩子的身上 直接皮开肉绽 呼天腔地的哭嚎声响起 日向雏田 努力睁大了眼睛 看清楚了夏木的长相 好好看 她心里冒出这三个字 日向雏田本以为 她的表兄日向宁刺 已经足够好看 但没想到 还能有人比她更好看 或者说更帅 你没事吧 夏木看着她出神的表情 暗道 莫非是被吓坏了 但下一刻 她就仿佛见证了一场魔术 日向雏田 原本略微苍白的小脸 迅速充血 红得仿佛熟透的苹果 她低下头 双手食指不安分地相对 接着是声如闻那说道 谢 谢 夏木暗自庆幸自己是个忍者 而立远超常人 不然的话 真的听不见 因为你的行为 日向雏田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100点 这么容易 夏木差点都怀疑 命运圣还出了问题 日向雏田 也太好拐跑了吧 她沉思片刻 发现是合理的 我们这位女主前妻的性格 确实比较害羞 或者说缺乏勇气 她是慢慢成长的 想要培养她的好感度 非常简单 就是从熊孩子手中救下她 但只有一次机会 原作中是漩涡名人 现在夏木抢了先 而且她的外貌 也挺受女性喜欢 因为你的行为 漩涡名人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39点 命运圣还 再次想起了提示 漩涡名人贡献的命运值并不多 她的命运 不会因为失去日向雏田而改变 怎么说呢 漩涡名人其实挺惨的 看似改变了许多 但什么都没改变 当上火影 拯救世界后 该乱的依旧乱 该战争的依旧是战争 所谓嘴盾 不过是基于实力 带来的说服力 自来也等人相信的不是嘴盾 而是漩涡名人 是有实力带来和平的 可惜并没有实现 日向雏田久久没有听到回复 小心翼翼抬起头 结果看到了夏木 露出了一个灿烂又开心的笑容 她瞬间有些惊慌 仿佛受惊的小白兔 再次埋下头 不敢看她 你叫什么名字 夏木看着她这副模样 不由得想捏脸 因为太可爱了呀 唯一可惜的是 小时候是短发 她更喜欢日向雏田的长发 比较好看 日向雏田 日向雏田非常艰难 说完了自己的名字 这样低着头 对背部不太好 夏木蹲下身 拍了拍她的背部 说道 日向雏田身体一颤 脸上的红韵 蔓延到了耳朵 她抬起头 整个人仿佛泡了许久的温泉 晕晕的 喂 夏木连忙接住她倒下的身体 这个体质 是真的毒一份啊 我 还好 日向雏田 努力地站稳身体 你家在哪 我送你回去 夏木生怕她晕过去 然后抱着她去日向一族 不仅要受尽白眼 而且还要被乱拳打死 我 我 日向雏田 显然已经过载 仿佛有争气冒出 夏木没有在逗她 稍微退后了一步 柔声说道 不用着急 慢慢想 过了片刻 日向雏田又低下头 双手攥紧一脚 不安捏着 说道 我 我不记得路 好吧 路痴 夏木想起小时候的日向雏田 确实是有这个人设 蛮厉害的 拥有白眼还能迷路 最离谱的是 日向一族这么多族人 居然没有察觉 日向雏田的失踪 好歹是宗家大小姐 一点也不上心 夏木没去过日向一族的足地 不过大方向是知道的 正准备待日向雏田过去的时候 一道黑影闪到她的面前 大小姐 你没事吧 说着 还一脸警惕 看向夏木 不过注意到她头上的木叶护额后 神情稍微缓和了一点 日向雏田摇了摇头 既然你的护卫已经赶到 那我就不送你回去了 夏木露出个温和的笑容 说道 下次可不要迷路哦 她转身离开 日向雏田陡然心里一慌 下意识上前几步 你的名字 这四个字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夏木已经消失不见 日向雏田小脸浮现失落 大小姐 我们回去吧 日向德坚收回目光 她没见过夏木 但刚刚那两句话 已经表明 她是碰巧遇到迷路的日向雏田而已 所以 没必要深究 日向雏田漫不经心点头回应 心里却十分懊悔 你究竟是谁 这个问题 恐怕会让她烦恼很久 夏木重新回到了群马赌场 没有遇见漩涡名人 她有些遗憾 作为九尾人助力 向来都是由三代火影 原飞日展亲自负责 夏木曾经旁敲侧击问过刚手 看她 能不能收养漩涡名人 波风水门先不说 漩涡九星奈 是从小跟着她祖母 漩涡水户长大的 刚手应该跟她关系匪浅 收养她的儿子 从情感上说 问题不大 但不行 原飞日展 目前不允许任何人插手 就连奇目卡卡西和自来 也一是在确定 漩涡名人的火之意之后 才让他们教导的 至村团葬就更不说 早就想让漩涡名人 加入根部 因此 她和原飞日展 反复上演经典对话 日展 你会后悔的 团葬 我才是火影 夏木想要接触 漩涡名人 又不引起原飞日展的怀疑 需要选个合适的时机 最好是一场意外的相遇 哥哥 湘林立即扔下课本 蹦蹦跳跳跑了过来 今天学得怎么样 我得考考你 夏木抱起她 问道 论语中的力不足者 忠道而废 是什么意思 力量不如我的人 在道上就只能被我打废 湘林握紧她的小拳头 乃凶乃凶地回答 孔老夫子 六 这号貌似废了呀 惠奈 趁着还年轻 我们再弄个新的小号吧 午饭是漩涡惠奈做的 非常精致 刚开始的时候 是夏木点的外卖 但熟悉后 漩涡惠奈就主动提出自己做饭 没想到意外的不错 如果说刚手的厨艺战力 只有一千 那么漩涡惠奈起码是一万以上 其中的差距 比人与狗的差距还大 夏木真不是编排钢手 而是她的亲身体验 某些人 确实不适合厨房 吃过饭 湘林又被夏木赶去学习 能把论语学成论语 也算是个天才 这小家伙才三岁 就已经表现出 原作中的脾气火爆 夏木感觉 湘林应该和钢手 有非常多的共同语言 舒服 她躺在漩涡惠奈排的沙发上 整个人暖洋洋的 所以她直接摆烂 漩涡惠奈盯着夏木 眼神温柔 左手抱着她 右手缓缓在按摩她的额头 偶尔摸摸她的小脑袋 占点便宜 这么可爱的抱枕 揉起来真不错 漩涡惠奈蛮喜欢的 夏木也是 软乎乎的抱枕 谁不喜欢呢 美好的时光 总是过得很快 夏木起身准备回家 她又想起来一件事情 说道 我现在已经是下人 会定期外出做任务 如果我好几天没有过来 你也不用担心 但她这么一说 漩涡惠奈就更加担心 她逆来顺受的性格 难得强硬一次 说道 我跟着你一起去 我可以保护你的 下人的任务不会太危险 而且我带队老师 是三人之一的刚手 夏木嘴角流露出一丝笑容 伸出手捏了捏她的脸 像哄香灵一样 说道 你就乖乖等我回来吧 漩涡惠奈欲言又止 但最终点了点头 牵手住肩故居 夏木刚想打开门 忽然停住 差点露出了机脚 她连忙把漩涡惠奈给的御守收起来 等会儿吃晚饭 刚手在大厅里 没有看电视 而是在看各种资料 夏木凑过去 发现是云影村的相关情报 比如参战的云忍强者是谁 有哪些特殊忍数 又在哪块区域活跃 非常详细 很显然 刚手是为了他们选任务 事先了解战场 夏木扫了眼 拿起一张情报 八尾人助力齐拉比 上面写着 极度危险的忍者 欲知尽量避开 不过她目前在云影村的云雷霞 并没有参战 作为八尾人助力 几乎撑得上最强战力 她参战 那么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将会由局部战争 转变成全面战争 甚至有可能发展为 第四次忍截大战 两虎相斗 必有一伤 其他的忍村 不会放过趁虚而入的机会 云影村虽然全员莽夫 但也有几个有智慧的忍者 比如麻布一 四代雷影秘书 为人冷静 充满才能 不比以高智商闻名的 奈良一族差 令人印象最深刻的 莫过于那深色偏黑皮肤 符合某些人的兴趣 其实 以群马赌场和群马银行赚的钱 夏木做不做任务 都是无所谓的 但从商拯救不了人界 哪天长门扔个神罗天征下来 一切都是白杆 再怎么着 也得把他反弹回去啊 实力 才是立足的根本 夏木放下资料 瞅着聚精会神的刚手 认真的男人很帅 认真的女人也很漂亮 尤其是他俯着身体 山峰微晃 实属绝美的风景 过了片刻 刚手伸了个懒腰 转头轻易地捏了下夏木的小脸 说道 我们去吃饭吧 静英已经把饭菜端了上来 两年过去 他的厨艺是越来越棒 不过 夏木越发觉得 他像是刚手请的女仆 特别忙 夜深 刚手牵着夏木 来到他的房间 自从两个月前 他的孔血症再没有发作后 两个人就不在一起睡 夏木只能感叹 坏女人 用完就扔 我的大型手办没了呀 晚安 刚手帮他盖上被子 又揉了揉他的脑袋 说道 现在是冬天 夜里凉 可不要蹬被子 夏木觉得冤枉 那是因为跟你睡 太热才掀开被子 是什么原因 难道你心里没有数吗 但他没有说什么 点了点头 刚手看着他 眼神有些复杂 他其实很不习惯 但他已经意识到 夏木不再是小孩子 他马上就要十岁 身高都只比自己矮个十几厘米 再过几年 就称得上师大人 人间因为细胞数量 本就更早熟 刚手性格虽然是大大咧咧 但有些事情 他还是明白的 比如男女之间的那点事 他和夏木的关系 是师徒 加个姐弟 最多再加个养母子 情侣怎么算 都算不上 再睡一张床 是有问题的 刚手叹了口气 他就算不在乎年龄 但夏木呢 他现在还不怎么懂事 过几年 等明白过来 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黏着他 而是被年轻的小姑娘所吸引 但好难过 一想到夏木长大后离开 他就觉得不能接受 自己如果再年轻二十岁 就好了呀 刚手回到自己房间 久久不能入睡 夏木一觉睡到大天亮 刚出被窝 就连忙缩了回去 他看向窗外 下雪了呀 又到了白色的季节 吃过早饭不久 要是都赶来 再加上静音 刚手小队正式到齐 不过并不是夏木预料中的发布任务 他打开卷轴 发现是通灵卷轴 我的通灵兽 是三大圣地之一 施古灵的阔鱼 你们作为我的徒弟 自然也有资格进行齐约 刚手看着夏木三人 说道 你们签下自己的名字吧 阔鱼 和龙地洞的蛇 妙木山的蛤蟆不同 它是辅助型通灵兽 配合医疗忍者 是如虎添翼 但普通的忍者 也不差 相当有用 阔鱼并非是一个种族 所有的阔鱼 都只是阔鱼 仙人的分裂体 或者分身 它们之间 是可以传递情报的 刚手 将阔鱼交给夏木等人 自然不用多说 又给它们加了一层保障 至于尸古灵的仙人模式 不是它藏私 而是它们条件不达标 比如第一条 修行仙人模式 必须具有海量的查克拉 因为仙术查克拉 是查克拉和自然能量的混合 如果查克拉少 就会被自然能量吞噬 夏木在卷轴上 签下了自己的大名 美滋滋 刚手 要是兜 静音 再加上阔鱼 四宝一 你怎么瞄我啊 日向雏田回过头 没看到他的护卫日向德坚 只有漫天的大雪 他又一次迷路 自从上次被夏木所救后 他一直念念不忘 想再见他一面 并且问他叫什么名字 得 坚 日向雏田小声地喊道 他先前按照记忆中的路线 寻找和夏木相遇的那片小树林 并没有觉得害怕 但现在孤身一个人 视线索急 竟是白茫茫一片 他难免会有惊慌 喂 白眼怪物 你站住 忽然的声音 勾起了日向雏田不太妙的回忆 他立即将在原地 三个身材高大的小孩 跑到了他的面前 听说 你把克九他们三个打哭了 真是令人反胃的眼睛啊 中间的男孩说着 还推了他一把 雏田顿时跌坐在雪地上 男孩顿时露出张狂的笑容 说道 废物 克九三个人被夏木教训 留下了心里阴影 外加不知道他是谁 故而没有提到他 他的狐朋狗友 也就是这三位男孩 得知他们遇到日向雏田后被打 于是就想着为他们报仇 霸凌 在前世霓虹很常见 就连公主也不能避免 换到火影世界 日向雏田被欺负 便能理解一二 住手 谁 男孩转过身 看到了一个金发戴着围巾的小男孩 看起来跟他年龄相仿 我叫悬涡名人 是未来的火影 啊 未来的火影 你是白痴吗 男孩看着说的十分认真的悬涡名人吃笑 混蛋 悬涡名人被激怒 但下一秒 男孩一拳砸下来 他的小脸顿时红肿 鼻血喷涌出来 什么未来的火影 还戴红色围巾耍帅 三个小孩 扯掉了悬涡名人红色的围巾 荡起了秋千 日向橱田看到这一幕 原本的期待瞬间落空 吓得脸色跟血一样白 有句话怎么说的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他对于悬涡名人的见义勇为 挺感激的 但出手后 瞬间被击倒 搞得极为狼狈 让他想起 实力强大又帅的下目 两相对比 显得他格外的优秀 水遁水流变 破空声响起 几秒后 便被哭嚎取代 日向橱田身体一抖 眼睛亮了起来 是他 又是他 夏目觉得挺离谱的 日向橱田居然能迷路两次 而且还能被欺负两次 这次又加上了个漩涡名人 他真的佩服这三个熊孩子 他们完全是在地狱跳舞啊 不管是日向橱田 还是漩涡名人 以他们的身份 直接杀掉三个熊孩子 都不会有事 幸好命运圣还没有提示 夏目也不用担心 日向橱田被拐跑 他走过去 将漩涡名人扶起 又将已经毁坏的红色围巾递给他 还能走吗 对于夏目而言 无疑是一次绝妙的机会 能接触到九伟人助力 但漩涡名人的反应 却和他意料中的 有些不一样 他看着夏目 眼睛里有着疑惑和不安 他拿起围巾 一言不发 亮亮呛呛离开 漩涡名人 因为妖狐的身份 被人忌惮和疏远 也不会有人帮助他 故而他认为 夏目是没认出他 一旦认出 态度就会大变 既然如此 还不如他懂事离开 初天 你的护卫呢 夏目转身看向围着围巾的小萌物 笑着问道 怎么又迷路了 日向初天待了两秒 小脸立即红透 一副我要晕倒的模样 我先送你回去吧 夏目更想和漩涡名人 谈谈掏心窝子的话 日向初天的好感度已经刷满 暂时可以不管 这次机会难得 不能错过 他看了眼漩涡名人离开的方向 如果速度足够快 还能追上 你叫 日向初天正想问夏目名字 却见他俯身抱起自己 然后飞快奔向日向一族的足地 他立即瞪大了眼睛 感受到他呼出的白色气息 直接情绪过载 晕了过去 只用了三分钟 夏目就赶到了日向宅院的大门前 初天 醒醒 他放下初天 摇了摇 没过太久 就醒了过来 夏目松了口气 说道 已经到你的家门口 现在应该不会迷路了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 顺身术 他立即消失不见 哎 日向初天反应过来 东看看西看看 都没看到人影 最终搭拉着脑袋 进入了宅院 还是不知道名字啊 夏目追上了漩涡名人 他刚到温泉街 当然 他现在没认识自来野 自然不会泡温泉 他是来买东西的 漩涡名人虽然挨了打 但他的体质太强 还没到医院 就已经恢复正常 老板 我要酒桶泡面 又是你 老板面露厌恶之色 呵斥 我跟你说过 不会再卖东西给你 你快走吧 被别人看见 我又要遭殃 他前次见漩涡名人可怜 卖给了他泡面 但他因此 被街坊邻居孤立 当整个木页 都认为漩涡名人 是妖狐的时候 任何人的怜悯 和良知 都会被吞噬 帮助他 就意味着自己不合群 两相利弊 只能迫害 这个三岁的小孩 是否是真正的妖狐 已经不重要 这就是氛围 或者说舆论 漩涡名人的眼睛 变得暗淡 脸上的笑容也凝固 为什么所有人 都要这么对我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妖狐 我是人类 又不是狐狸 我哪点像狐狸 老板 我买一箱泡面 略微有些熟悉的声音 让漩涡名人抬起头 是刚刚救了他的大哥哥 好的 老板瞬间转变了态度 极为热情 夏目付了钱 又让他多拿了一个袋子 然后装满酒桶泡面 成会三百两 啊 漩涡名人怯声声指了指自己 问道 你在跟我说话 对啊 你不是要买泡面吗 我卖给你 夏目挑了挑眉 从他手中抽出三百两 然后把塑料袋塞给他 笑道 一来一去 我还赚了三十两 不亏 漩涡名人愣着没有反应过来 几秒后 咬了咬牙 问道 我就是大家口中的妖狐 你难道不怕我吗 一个小屁孩 有什么好怕的 我跟你说 我专制狐狸精 夏目站起身 说道 我知道有个地方 会卖给你东西 我带你去 嗯 他的目盾 确实克制九尾 专制狐狸精 眉毛病熬 漩涡名人心情复杂 提出装满泡面的塑料袋 夏目在明知自己妖狐身份后 还能正常对待他 着实莫名其妙 或者说 对他而言 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 以至于他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走吧 夏目抱着泡面箱子 说道 哎 漩涡名人回过神 一连忙 他刚刚说了什么 我好像没注意 我带你去一家能卖给你东西的店 夏目又重复了一遍 真的有吗 漩涡名人文言 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 他其实不是买不到东西 但买不到好东西 比如牛奶 老是拿到快要过期的牛奶 前世 夏目的老妈也爱买快要过期的牛奶 因为便宜 只要在过期之前 喝掉就没有任何问题 漩涡名人去买 那就是原价买的 再加上他是个小孩 不够细心 牛奶容易放酒 结果导致 他没喝过正常的牛奶 在原作中 他喝过气牛奶拉肚子 还以为是自己的问题 可想而知 没有人叫过他生活常识 当然有 夏目说的 其实是他的赌场 经过快三年的发展 已经在牧业开设了分部 他作为董事长 让群妈赌场老板 照顾漩涡名人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就算被原飞日展知道 也无关大雅 他可是钢手的徒弟 不是至村团葬 或大蛇丸的徒弟 更不幸于直播 原飞日展想要动他 钢手会跟他拼命 而钢手又代表牵手一族 一旦决裂 他的名声就会一落千丈 身为最强火影 各种宣传拉满 却对建村英雄牵手助肩 和自己老师牵手非肩的后代下手 无疑是一种打脸 会令其他人族寒心 原飞日展再蠢 也不会这么做的 快走啊 夏木走到门口 发现他还站在原地 便又招了招手 玄涡名人看着他 眼圈一红 但眼泪没有流出来 他揉了揉眼睛 大声回应 马上来 两个人到了群麻赌场 玄涡名人有点猛 虽然他不知道赌博是什么 但这种豪华的不像样子的地方 是他配来的吗 我们去后门 夏木瞧了眼大门前 穿着战损版 和服的女服务员们 拉着他 转到了后门 年龄太小 不能瑟瑟 但他又想到 玄涡名人开发色诱数 貌似也不怎么大 这家伙 他不是天生LSP 老板 您怎么来了 一位中年男人看到夏木 连忙迎上来 热情地问道 郑宇 难道我不能来 夏木笑了笑 反问 您说哪里的话 您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郑宇意识到 自己说错话 连忙露出歉意 别怪他如此 自从担任了群麻赌场 牧业分场的负责人后 他们一家 直接从温宝到了富裕 撑得上飞生 对于夏木 自然是尊重有加 玄涡名人露出惊恶的神色 这么大这么豪华的地方 老板居然是眼前这个 看起来只有十岁的大哥哥 他大为震撼 名人 他叫郑宇 夏木转过身 说道 以后你想买什么东西 都可以找他 郑宇微微一正 他已经认出了 玄涡名人是传言中的妖狐 但他还是露出微笑 说道 小弟弟 你放心 你想要什么 我们这里都可以提供 不管是语气 还是态度都十分和善 在他看来 什么妖狐不妖狐 都比不上夏木的一句话 毕竟他才是再生父母啊 玄涡名人待了几秒 想感谢 眼泪却不争气流了出来 对不起 他抹着眼泪 说道 大哥哥是第二个 对我这么好的人 我高兴 但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哭了出来 夏木叹了口气 真的惨啊 换做一个成年人 每天遭受冷言冷语 大部分人也受不了啊 就连不见面的网报 不少人都很难忍受 玄涡名人 才三岁 还是线下当面的欺辱 依旧能保持乐观 已经是非常厉害 或许这就是 原非日展想要的答案 作为容器和武器的稳定性 最离谱的是 这样做的人 不只是他一个 比如隔壁沙影村 一伟人助力我艾罗 跟玄涡名人 称得上难兄难弟 甚至更惨 狗听了都落泪啊 训狗都没这么苦 夏木使了个眼色 郑玉会已离开 第一个是谁 他怎么不买给你东西 过了片刻 他装作不经意问道 是一个老爷爷 我不知道是谁 玄涡名人擦掉眼泪 说道 他对我很好 会定期过来看我 并且给我钱 长什么样 或许我认识他 到时候 你就能随时去找他 夏木的话 让玄涡名人眼前一亮 其实在受到冷遇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 老爷爷对他的好 但可惜的是 他不知道他住在哪 没办法找他 我想想啊 他不是特别高 胡须和头发都是白的 有时候还抽烟斗 玄涡名人的描述 非常粗略 一般人压根听不出来 不过夏木早就知道了答案 这么问 是为了让他不起疑心 嗯 有点熟悉 他装模作样 露出沉思 玄涡名人 一脸期待看着他 片刻后 夏木恍然大悟说道 你跟我来 他带着玄涡名人 来到了街道上 并指着火影岩上的 第三个头像 问道 你看像不像他 咦 好像确实是他 玄涡名人 有点不敢相信 他虽然只有三岁 但火影岩他是知道的 上面刻着四位 火影的头像 这么说 经常来看他的 其实是第三代火影 想到这里 他忽然很感动 自己想当火影的愿望 果然没错 火影爷爷太好了 夏木见他脸色变化 大概能猜到他的想法 不得不说 原非日展手段 确实不错 一个小孩 哪里顶得住这种操作 所谓命运之子 只不过是被人摆布命运而已 名人除了心性 其他的真不太行 比如 他当初嘴顿长门 说会改变鱼影村 结果鱼影村越来越烂 长门如果知道 怕是要弃得接关而起 他确实是三代爷爷 漩涡名人兴奋地说道 唯一对他好的人 竟然是火影 他顿时觉得 其他人的态度 似乎也不那么重要 居然是火影大人吗 夏木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问道 既然是火影 那就怪了 他为什么不制止 其他人对你行为呢 漩涡名人的笑容顿时僵硬 对啊 火影可是牧业的领导者 他的话 所有人都要听的 如果他开口 自己就不会再遭遇眼神厌恶 和口吐芬芳的村民们 他既然对自己这么好 为什么不制止呢 或许是因为三代爷爷太忙 没注意到 漩涡名人 很快想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下次见面 你可以提醒他 夏木没有再说 点到为止 他很清楚 原非日展的制止 是没有用的 会从冷言冷语 变成冷漠对待 某种意义上说 更难受 一场谈话 就想改变漩涡名人的看法 是不可能的 反正 现在他固定到群妈赌场买东西 以后遇到的可能大大增加 夏木前脚刚和漩涡名人告别 后脚他的行踪 就被暗部人者汇报给原非日展 作为九尾人助力 自然是有人贴身保护 如果漩涡名人知道 恐怕又得产生动摇 眼睁睁看见自己被打 也不帮忙 夏木确实是个不错的孩子啊 原非日展沉默地看着情报 上面写了两件事 一是夏木就吓了被熊孩子欺负的漩涡名人 二是 他安排群妈赌场的老板 照顾漩涡名人 在牧业开店 是要经过审核的 不然的话 容易混进间谍 夏木田是刚手 作为赌场负责人 反正他是赌如命 掌握个赌场 也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响 原非日展夸夏木 是因为他没有直接给漩涡名人东西 而是卖给他 考虑到了小孩子的自尊心 同时也体现了他自己优秀的品格 但不得不说 夏木接触漩涡名人 在他的意料之外 按照原非日展的设想 在未上学之前 他要成为九尾人助力唯一的依靠 之后 再让漩涡名人 拥有一些可靠的老师和朋友 这样的话 是对他最好的安排 如果日后不幸发生九尾暴走 漩涡名人 就可以凭借从小培养的羁绊 唤醒他对木叶和朋友的感情 及时阻止暴走 避免最坏的情况 唯一出现的疏漏 是治村团葬强插一脚 散布了漩涡名人 是妖狐化身的消息 原非日展本想制止的 但后来又采取了默认 因为对他的计划有好处 村民的冷漠 能加快漩涡名人对他的感情 而他也能牢牢掌握 这把强大的武器 原非日展自然知道 他现在的日子不好过 但这都是必要的牺牲 只要熬过这几年 漩涡名人就不会再孤单 我老了呀 原非日展站站起来 看着窗外的木叶 随着年龄的增加 他的经历大不如从前 如果漩涡名人是个普通的孩子 他一定会让他 作为英雄之子而成长 但他是九尾人助力 木叶最强的武器 天生就要负担起应付的责任 所以不能过得那么悠闲 至于夏木 接触漩涡名人 倒也没事 按照原非日展的设想 第五代火影 不是自来眼 就是刚手 大蛇丸实力确实不错 但星星有问题 不适合火影 治村团藏更不用说 光是年龄大 便可以将他排除在外 只是自来也又与所谓的欲言之子 整天在外游荡 刚手又有孔血症 连正常的人者都难当 幸好 他现在已经恢复正常 原非日展 更想自来也当火影 但就现实来看 刚手的几率比较大 夏木 作为他的徒弟 迟早是要接触九尾人助力的 再说 他在学校的表现 不失为优秀的火之意志继承者 以防万一 去瞧瞧名人吧 原非日展想着 换了套衣服 离开了火影办公室 禁止前往名人家 名人在家吗 片刻后 漩涡名人打开了门 爷爷 他露出了高兴的笑容 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啊 是不是遇到了有趣的事情 跟爷爷说说 原非日展笑音音说道 脸上的表情 无不在扮演慈祥的老爷爷 是的 漩涡名人拿出了泡面 说道 我今天遇到了一个 很不错的大哥哥 他愿意卖给我东西呢 原非日展文言 笑了笑 基本和情报上的一样 看来夏木并没有 说什么奇怪的话 对了 爷爷 我今天发现 火影岩上的第三个雕像 跟你非常像 你是火影吗 漩涡名人 满怀期待地看着他 到现在为止 他没有因为夏木的话 而对原非日展产生怀疑 相反 他未知道 他是火影身份而兴奋 原非日展 立即微抬下巴 颇有微言 说道 我确实是火影 他经常讲 木叶建村的故事 和火之意志 名人在他的影响下 对于火影异常向往 他之前不自报身份 正是为了现在这一刻 将对火影的憧憬 转到作为现任 火影的他身上 哇 漩涡名人 一下子跑到他的面前 瞧个不停 眼神里写满了崇拜 火影爷爷 你说 我能当火影吗 他想起上午三个熊孩子 对自己的嘲笑 可以的 原非日展笑着说道 只要你拥有 保护木叶的决心和勇气 我相信 你一定会成为火影的 好爷 来自火影的认可 让漩涡名人 激动得不行 但很快 他变得有些失落 我想保护大家 但大家 对我总是恶言相向 说我是妖狐 火影爷爷 我真的是妖狐吗 你不是 原非日展看着他 可怜巴巴有些愧疚 想到也确实该制止 这股谣言 便说道 你放心 从明天开始 再也不会有人说你是妖狐 真的吗 谢谢爷爷 漩涡名人 立即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果然以前是火影爷爷太忙 没注意到 明天 就能正常去村里了呢 只是 第二天 当他兴冲冲去大街上的时候 确实没有人在议论他 但也没有人搭理他 所有人看到他 立即眼神厌恶 仿佛是遇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连忙走开 如果说 之前是世界唾弃我 现在则是世界遗忘我 处境并没有如他所料 变得更好 大家也没有接纳他 而是对他避而不见 那种孤独感 反而愈发强烈 漩涡名人不知所措 他想成为火影 保护大家 但真的值得吗 因为你的行为 漩涡名人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 命运值18点 正在修炼 目盾忍术的夏木 散去了手里的查克拉 18点 比较少 他猜测 应该是上次的谈话 起了作用 漩涡名人 对于原非日展 有了些许的动摇 但不算多 还得加把火才行 再去战场前 把这件事搞定嘛 夏木擦了擦 额头上的汗水 最近刚手 已经挑好了任务 还没出发 是因为他要做些准备 比如制作解毒丸 或者冰凉丸 夏木没有直接 去找漩涡名人 太容易引起怀疑 他让群麻赌场 负责人郑宇 等待他上门买东西 再及时通知 没有等太久 只过了三天 漩涡名人 便来到了群麻赌场 其实他的目的 不是买东西 而是为了建夏木 他这几天过得很难受 所以想起了 这个对他好的大哥哥 等等 你把药喝了 刚手逮住了 想要溜出门的夏木 姐姐 能不能不喝 夏木皱着小脸 痛苦说道 我觉得我的身体 已经足够棒 不需要再喝什么补药 或许是你体质特殊 这要对你的 查克拉增长很有帮助 最好还是继续喝 刚手摇了摇头 表示拒绝 虽然夏木这副模样 令他心软 但作为养母 该硬的时候就得硬 他还是板起了脸 那是漩涡会耐 和木顿药剂的功劳啊 跟这补药 没有半毛钱关系 但可惜的是 夏木不敢解释 只能委屈巴巴喝掉 刚手莫名觉得自己 像是做了什么罪孽深重的事情 不由地产生内疚 他看着夏木可怜的模样 想立即将他搂在怀里 好生安慰 吃糖 刚手的心猛地柔软 他拨开一块糖 塞到他嘴里 完事后 又摸了摸他的脑袋 在近距离下 他非常艰难 忍住了拥抱他的冲动 刚手认为太过亲密 日后夏木长大后 会更加痛苦 他要提前习惯 夏木砸吧砸吧嘴 这糖还带有体温呢 不错 他忽然注意到 刚手的脸色 怎么说呢 特别像他前世 看见某个手办 却因为那惊人的 价格犹豫的表情 夏木不太清楚 刚手遇见了什么事 但安慰人 他非常擅长啊 他点七角 还住他的脖梗 小脸贴贴 说道 姐姐 可不要太操劳哦 我会心疼的 利用自身小孩 优势卖萌 以色于人 顺便他也能享受 享受这柔软的抱枕 这波双赢啊 刚手瞬间破防 李智被击沉 他抿住嘴唇 忍不住抱住了夏木 小冤家 明明不该如此 却又偏偏做了 出格的事情 刚手内心有些复杂 恨自己意志力 不够坚定 但抱着夏木 却浮现出舒适感 以及隐隐约约的 突破年龄的禁忌 行了 快出门吧 刚手很快推开夏木 本想语气强硬一点 但终究没有成功 再见 姐姐 夏木挥了挥手 转身离开了住所 没过几分钟 就到了群麻赌场 老板 名人在里面等你 正欲见到他 就连忙说道 夏木点了点头 打开了门 大哥哥 漩涡名人 明显性质不太高 怎么了 夏木坐在他身旁 问道 为什么火影爷爷发了话 大家依旧讨厌我呢 漩涡名人 问出了这两天 困扰他的疑问 人心的偏见 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 夏木叹了口气 说道 这么多年的偏见 不可能因为 火影大人的一句话 而消除 而且 你依旧有妖狐的嫌疑 你明白吗 他们需要一个发泄口 九尾之乱的真凶 一直未曾公布 村民们的愤怒 得不到发泄 这时候 漩涡名人 是妖狐化身的消息出现 自然而然成为了熏泻口 哪怕他是个小孩 从根源说 还是原非日展的处理有问题 为什么偏偏是我 我又没做错什么 漩涡名人气鼓鼓地 仗起了脸颊 我也不明白 夏木故作疑惑说道 如果能找出 当初是谁散播 你是妖狐的 或许就能消除妖狐的嫌疑 漩涡名人 瞳孔骤然放大 火影的小孩本就早熟 他从小经历又格外不同 所以 远比同龄人更懂事 后面表现出来的顽皮 其实只是 为了吸引注意力而已 现在夏木这么一说 他顿时有一种 阔然开朗的感觉 是啊 到底是谁的造谣 大哥哥 你知道吗 漩涡名人 连忙望向夏木 问道 我虽然不知道是谁 但我们可以进行推理 夏木陈寅说道 任何行为都是有目的的 发布你是妖狐化身的消息 肯定是要收获某种好处 你想想 这件事对谁最有利 或者说 谁是最后的获利者 漩涡名人文言 顿时陷入了思考之中 对谁最有利 他很迷惑 因为在他看来 似乎并没有人得力 他就是个小孩 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呢 妖狐 说起来 妖狐到底是什么 自己到底 有什么特殊呢 漩涡名人 身体猛然僵硬 所有人都对他不好 只有火影爷爷对他好 那么自然而然的 他也认为整个木业 只有他最好 最值得信任 如果妖狐化身的消息 是他传播的呢 作为火影 是能将消息传到全村的 而且他本来是可以阻止的 却拖了三年 漩涡名人 下意识脸色苍白 他的心情乱成了一团 不相信 却又觉得 是最大的可能性 对他最好的原非日展 竟然是造成一切的罪魁祸首 这个世界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我分不清啊 夏目看着漩涡名人这副模样 明白在自己的寻寻诱导下 他大概猜到了原非日展 不过想要彻底相信 也没有那么快 但只要埋下怀疑的种子 总会有生根发芽的那一天 大哥哥 我 漩涡名人回过神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名人 你还年轻 日子很长 夏目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道 你的时间非常多 多到 能验证你所有的猜想 漩涡名人身体一震 眼睛的迷茫逐渐消失 他毕竟是六道仙人 次子阿修罗的查克拉转世 天生乐观 但乐观并不意味着 他就是个大善人 在原作中 该出手的时候 名人依旧会毫不犹豫出手 只是现在嘛 出手的对象就说不准 谢谢大哥哥 漩涡名人深吸一口气 接下来 他要慢慢观察这位火影爷爷 看他是否对自己是真的好 因为你的行为 漩涡名人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46点 夏目挑了挑眉 不错嘛 说明他的话起了作用 加上46点 他现在一共有537点命运值 距离他的目标 也越来越近 名人现在才三岁 感觉还可以好很多次羊毛啊 大哥哥再见 嘴顿结束后 漩涡名人又恢复了原样 抱着一箱牛奶一开 他本就是没心没肺的性格 但并不意味着他啥事都不懂 夏目则是去了短侧街 他得告诉漩涡惠奈和湘灵 后天外出任务 让他们安心 夏目在钢手家 主要是修炼和备玩 但在漩涡惠奈这里 就是纯粹的玩 还是主动的一方 湘灵 好好看说 夏目摸了摸他红色的头发 他感觉自己被钢手传染 也变得爱摸头 可能是因为 木叶村就是摸头村吧 湘灵小脸露出纠结 不情愿看书 但又喜欢夏目摸他的头发 我知道了 他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哥哥就不打扰你看书 等会儿再过来看你 夏目转身离开了书房 并把门关上 接着前往另一个房间 他不久前 专门为漩涡惠奈定做了几套衣服 今天他换上 所以他蛮期待的 夏目推开门 顿时感觉眼前一亮 漩涡惠奈 已经换上了衣服 原本的长发 换成了偏粉的短发 黑白两色的女仆里裙下 露出一双白色过西袜 看见夏目 他双手拎起裙板 微微下蹲 略带羞涩说道 主人 他此时扮演的是Ree 从零开始的 异世界生活中的拉姆 不过性格差得比较远 但夏目已经相当满足 有一个这么听话的真人手办 还能要求什么呢 非常好看 夏目点头 称赞说道 漩涡惠奈 暗自松了口气 没让他失望就行 嗯 就是过于成熟了点 夏目发现了违和感 漩涡惠奈虽然23岁不算大 但拉姆在动漫中 看起来只有十几岁的模样 好在这个世界是火影 有个叫做变身术的人数 在夏目的指点下 漩涡惠奈 终于变得非常还原 既然是COS 那么就不得不拍照 而火影里面 是有照相机的 准备 夏目下令后 漩涡惠奈迟了几秒 顿时面露嫌弃 语气冰冷 夏流 拉姆经典名台词 棒 夏目连忙拍照 之后又让他换个动作 整整拍了半个小时才结束 而漩涡惠奈 已经脸红到了耳根 因为有些pose 实在是难以启齿 累了吧 过来休息会儿 夏目拍了拍沙发 漩涡惠奈走过来 正准备坐在他的身旁 就被他抱起来 因为裙摆比较短 顿时露出了里面 光洁诱人的大腿 夏目轻轻帮他按摩 漩涡惠奈顿时软得像是史莱姆 靠在他的怀里 但他并没有反抗 而是默默感受着 夏目大手的揉捏 十分钟后 漩涡惠奈从他身上爬起来 又去换了一套衣服 这次是游戏FGO里面的 伊士塔尔 黑色双马尾 金白黑三色内衬 以及左腿的黑色彩脚袜 和右腿的赤足 一套非常能增加攻速的打扮 漩涡惠奈和前面一样 在夏目身前展示一番后 才结束了拍摄 两套搞下来 已经到了中午 漩涡惠奈自觉往夏目身上一躺 说道 狱主 我有点累 麻烦你帮我按摩 第二天 木叶村大门 夏目此时还在想昨天的事情 漩涡惠奈只换了两套衣服 剩下的给他回来再进行拍摄 他算是体验了一把 某陈性摄影师的快乐 顺便圆了前世的梦想 老师 我们还要等谁吗 要是都见刚手 没有丝毫出发的意思 便开口问道 那个老头子 非要塞给我一些护卫 钢手轻哼一声 明显不满 说是护卫 实则增援 原非日展是想让钢手带队 给云影村压力 能尽早结束战争 作为三人之一 只带三个徒弟过去 实在是过于浪费 莫过太久 就见一支队伍赶来 领头的是一位年龄稍大的青年 一双白眼格外瞩目 抱歉 让你久等了 钢手大人 没想到是你啊 日族 钢手面路诧异 日向一族 分为宗家和分家 但宗家很少外出 但仔细一想 他又明白了 日向日族为何出现 一 他是人界有名的强者 出现在战争 非常有威慑力 二 战争收尾 危险性没那么大 适合捞功劳 也能提升日向一族的威望 外加语之波 一族此时正在前线奋战 齐鸣的日向一族 不能表现得太差 钢手扫了眼 不远处的两个人 问道 林花 你是来送别的吗 夏木瞅着比较熟悉 很快想起了在上次的太太茶花会上见过她 日向领花 日向日族的老婆 是的 钢手大人 日向领花连忙回应 并且介绍 这是我女儿 日向雏田 但日向雏田此时 却惊喜盯着夏木 如果不是场合不对 她都想跑过去 雏田 日向领花 喊了两次 有些不满 说道 快跟钢手大人打招呼 钢 钢手大人 日向雏田回过神 怯声声喊道 你认识夏木 钢手自然注意到了她的眼神 问道 原来 是叫夏木吗 名字真好听呢 日向雏田心中的大石头 终于落下 我上次见她迷路 就送她回家 夏木见日向雏田 吞吞吐吐的模样 便主动出来 解释说道 原来是你啊 日向领花顿感意外 雏田跟我说 有个少年帮助了她 她想报答 却不知道是谁 居然这要巧 日向日族 也知道这件事 为此她还惩罚了 日向得奸 除此之外 她还瞧出了日向雏田 对她有些念念不忘 本想着 如果是普通的忍者 就让她断了非分之想 没想到 是刚手的徒弟 嗯 维持友好关系 倒还行 大家都是活影一脉嘛 至于男女之情 日向日族没想过 毕竟两个人都太小 小事一桩 不要在意 夏木摆了摆手 又蹲在日向雏田的面前 问道 后面还会迷路吗 硬 日向雏田红透 整个人晕乎乎的 夏木稍微拉远了距离 如果此时她昏倒 那可就出了大事 雏田的性格比较内向 让两位见笑了 日向零花一边说着 一边抱起雏田 说道 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 快出发吧 日向日族点了点头 她看了眼自己的女儿 不太满意 和日向宁次比起来 日向雏田显得过于差劲 如何能支撑起宗家 以及镇住分家 只希望后面 经过她严厉的教导 性格能变得坚强起来 刚手也在看日向雏田 刚刚的表现可不是内向的问题 更像是被夏木刷满了好感 不出意外 长大后 绝对是逃不了的 本来作为异母或姐姐 她都是乐于 见到这一幕的 但不知道为何 她有点酸 出发 刚手回过神 大声喊道 争取在两天之内赶到前线 三人之一的 雷厉风行 显现得淋漓尽致 夏木安道帅啊 她忽然想到了一句话 你征服世界 我征服你 可以的 火影的男人 我当定了 木叶村和云影村的 主战场在田之国 原作中大折完叛逃后 在这个国家建立起了阴影村 名气还不错 但现在 就比较惨 彻底沦为 两大忍村的战场 事实上 火之国四周的小国 之所以没有被吞并 是因为 木叶村留着他们 当作缓冲地带 一旦有了战事 他们便是战场 如果打到了木叶村附近 说明形势非常不乐观 比如 在第三次忍戒大战中的 杰耿山之战 已经到了村门口 而此战的胜利 也代表了 整个战争的落幕 如果打输了 现在的木叶 估计会很惨 甚至不复存在 日向日族带来的队伍 日向一族的人者 是最多的 但指挥权 依旧交给了刚手 日向一族的族长 日向日族 和宇智波一族的族长 宇智波复月 是同辈 刚手却高他们一辈 又是三人之一 于情于理 都该他是指挥 不过 他挺烦的 明明他参加战争的目的是 锻炼自己的三个徒弟 现在莫名其妙 担任了指挥 夏木老老实实 跟着赶路 说起来 他是第一次出远门 看着四周 陌生的风景 其实也蛮有趣的 但看久了 就剩下无聊 大家都在赶路 连个谈话的人都找不到 到了夜晚 队伍停了下来 进行安营扎寨 夏木和药师都分 到了一个帐篷 为了便于行军 他们都是用的睡袋 都 我给你的助肩细胞 一直技术 你学的怎么样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 大蛇丸的技术 不断进步 按照当初交易的条件 他转交了一份给夏木 助肩细胞 还是挺有用的 就算以后 夏木用不上 给自己组织里的 手下使用 也是极好的 有些东西 以我现在的水平 接触起来 非常困难 要是都摇了摇头 皱眉 说道 不过我收益匪浅 再给我几年的时间 我会全部消化的 夏木觉得还不错 一般人别说理解 连看都看不懂 也就要诗都天赋惊人 外加有钢手的指导 毕竟许多医学知识 是共通的 我去看他老师 夏木原本想睡觉 但忽然想起他 和钢手 每日例行的晚安 还没说 他爬出睡袋 来到旁边的帐篷 因为是指挥 钢手拥有单独帐篷 他此时没有入睡 心里念着夏木 该不该去看他一眼呢 近三年来 他睡觉之前 都会先和他打招呼 但又联想到 上午的日向出田 他顿时觉得 有些郁节 钢手愣了几秒 叹了口气 你呀 真的是越回越回去 连一个小姑娘 都这么在意 他其实明白在意的 不是日向出田 而是夏木 姐姐 你睡了吗 钢手 立即睁开眼睛 起身看向门外 有个熟悉的身影 他犹豫了下 说道 没有 你进来吧 夏木进入帐篷 很自然跑到 钢手的被窝里 反正已经持续了两年 两个人都习惯彼此 钢手在之后 才反应过来 他欲言又止 怎么忽然破戒了呢 我是过来 跟你说晚安的 夏木开心地 用小脸蹭了蹭钢手 说道 不说的话 我睡不着 你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 钢手回过神 看着怀里的夏木 问道 我本来就是小孩子啊 夏木抬起头 脑袋放在山峰之间 理直气壮说道 我还没满十岁呢 你该去睡觉了 钢手有些无奈 拎起他命运的后颈部 说道 他倒是不介意他占便宜 但又本能觉得 再这样下去 终究是不对的 现在又不是在家 如果被人察觉 会出大问题的 传出某些风言风语 他不在意 但夏木怎么能承受得了 好吧 夏木不舍得离开了温暖的被窝 说道 姐姐 晚安 晚安 钢手看着他 有点委屈的模样 强忍着心软 与其平静回应 夏木回到自己的帐篷 意识到了 他的别扭 他大概能猜到原因 无外乎是因为自己长大了不少 外加钢手现在 对他主要是姐弟之情 而非男女之情 夏木暗道德 慢慢让这情感变质啊 不然的话 钢手可能就很难得到手 好歹他喜欢了两辈子 不能错过 前世家今生 谁能比他更吃久呢 第二天 吃过早饭 又开始动身 夏木难得 没有吃钢手的饭团 还怪想念的 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他连忙摇头 不可取啊 临近中午的时候 就赶到了 田之国牧业大本营 现在的总指挥 是宇智波复月 原非日展派他上战场 理由有不少 一是宇智波一族 战力惊人 二喜托九尾之乱中的嫌疑 顺便释放族人们 因千一族地带来的不满 原非日展已经老了 不想再看到牧业内乱 所以希望宇智波一族 安分手矣 在原作中 他即使收到了宇智波佑上报叛乱之事 他仍希望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 怎么说呢 终究是原非日展能力不足 没有他老师牵手飞尖的能力和手段 无法处理宇智波一族 再加上之村团藏 撑得上木叶村的卧龙凤厨 越搞越糟糕 说不定他们啥事不干还更好 当然 宇智波一族本身也有问题 骄傲 自大 偏激 目空一切 这种性格能存活这么久 纯粹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强大 但现在 最强大的两个族人 加入了木叶阵营 头顶的死罩星在闪耀啊 钢手见到宇智波复月 就把指挥权交给了他 林振焕将本事大计 外加他要带徒弟呢 中午吃过饭 钢手小队集合 我刚接了个A级任务 就作为你们小队的第一个任务吧 夏木嘴角抽了一下 骑手A级 是不是有点过分啊 静音和药师都 都是听话的性格 文言直管点头 钢手 立即看向夏木 嘴角勾起笑容 问道 怎么 你害怕了 语气中充满调侃 哪有 夏木瞪了他一眼 女人 你怎么回事 竟然质疑我 钢手更加开心 伸出手捏了 捏他的小脸 说道 害怕也没关系 我会保护你的哦 静音和药师都对视眼 眼神里面都一个意思 我们是不是有点多于杯 夏木才是亲徒弟 而他们两个是捡来的 钢手选择A级任务 并非是乱选的 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从表面上说 静音是中人 钥匙兜和夏木是下人 但实际上呢 钥匙兜和夏木也都是中人 尤其是夏木 在暴露目盾后直逼上人 再加上 他这个带队老师 一般的任务难度 起不到锻炼的意义 A级任务倒是刚刚好 四个人化作四道黑影 几个起落 消失在远方 速度没有太快 作为中人 体力远不如上人 钢手自然明白 这个道理 太快太急 夏木等人吃不消 路上再遭遇敌人 就有可能陷入困境 经过两年多的长线战争 木叶村和云影村 都比较疲惫 现在的前线 以小规模的偷袭为主 钢手一边赶路 一边说道 我们的任务是 拔除云影村的暗哨 顺便救援秋道思东小队 秋道思东 夏木隐约觉得耳熟 貌似是前世的一个小配角 嗯 他们小队的任务 和我们一样 但现在失去了联系 钢手看了他一眼 回答说道 秋道思东是上人 能让他们陷入危机的 肯定也是上人 所以我们这个任务 随时随地 可能升为S级 夏木倒是不慌 能不能遇到 都是个问题 就算遇到 一般来说 上人的数量 也不会太多 钢手完全可以解决 除非遇到四代雷影 这种超级上人 医疗忍者 不到最后不会参加战斗 钢手又继续开口 说道 但静音和都不同 是有战斗能力的 遇到敌人 由夏木主攻 剩下的两个人 看情况进行辅助 好的 夏木三个人 一口同声回答 还有一件事情 钢手再次看着夏木 眼睛里有些担忧 你们三个 尤其是夏木 第一次上战场 也可能是第一次杀人 如果感到不适 不要强撑 杀人 许多时候 会造成一定的心理障碍 有些人 会恶心反胃想吐 有些人 没有什么反应 也有些人会因此 留下创伤 静音和药师都 作为医疗忍者 在医院 见惯了血腥 但夏木就没有 钢手最愁的就是他 如果出现不良反应 在战场上是很危险的 我明白 夏木回给他一个 放心的眼神 钢手点了点头 到时候 自己出手就行 其实 换做其他人 他里都难得理会 作为忍者 连这点心理障碍 都无法克服 回家养猪吧 还当什么忍者 对夏木 钢手的反应 则是担心 只能说双标 人人都有 但夏木喜欢 恨不得现在 就扑到他的怀里 好好感谢一番 十几分钟后 四个人进入一片小树林 钢手停下脚步 说道 火之国运输补给的车队 到我们牧业大本营 经常会经过这里 故而在四周 有不少云影村暗哨 我们一直向北走 最终到达秋道 司东失踪的位置 所谓暗哨 就是固定的小据点 通常会有三到十个 不等的人者 在此驻扎 位置相当隐秘 平日里 一旦有战斗 能及时支援 木叶拔 云影种 这已经是两年多的常态 当然 在不少区域 就变成了云影拔 木叶种 因为木叶更有钱 加了各种封印术 和结界术 暗哨修得比较坚固 往往在时间 上回略占上风 都 你进行侦查 钢手吩咐说道 夏木和静音 负责保护 三人中 其实都没有专门的侦查人者 但药师都学过 不少侦查人数 这还是在夏木的建议下 钢手教的 原作中药师都 可是非常优秀的间谍 前行和侦查这两位的忍术 自然擅长 虽然比不过日向一族的白眼 但已经足够使用 钢手不会 只让他一个人侦查 这是为了锻炼药师斗 为了避免漏网之余 他也会进行侦查 前方三点钟方向 有四个人的查克拉 没有在移动 片刻后 药师都睁开眼睛说道 他使用的感知忍术 需要闭上双眼 才能进行侦查 虽然危险 但能比较详细掌握敌人的情况 夏木点了点头 一马当先 走在前面 很快 他见到了一个哨所 从外观说 挺像的堡垒的 一般忍者 想要拔除 需要费点劲 都 帮我演示下查克拉波动 夏木说完之后 开始结印 要是兜主学医疗忍术 但复学就比较杂 啥都有 堪称全能辅助 他连忙布置了个 临时的结界数 虽然只有三秒的效果 但已经足够 水盾大瀑布之术 A级水盾 别说下忍 就连重忍都很难试展 但夏木的查克拉 在各种增幅下 已经达到了上忍水平 大概是一卡 巨大的查克拉 汇集于喉咙 转眼间 化作瀑布 席卷哨所 正在直搬的云忍 陡然精神一阵 什么壁动静 他一转头 就立即汗毛竖立 敌 话没说完 就被水淹没 他只是个中忍 没有太多的挣扎 陷入了安眠 瀑布接着覆盖了哨所 绍所修得还算坚固 但他并非神秘不透风 水盾时 灌了进去 里面睡觉的三个云忍 已经被惊醒 看到大水 惊慌向外逃窜 夏木正等着他们 当三个人现身的同时 两旁的树立 即伸出诸多荆棘 树怎么活了 还会打人 你怎么不会说话 云忍 压根没有预料到这样的攻击 纷纷被串在了一起 夏木悬 急又让树木恢复原样 干得不错 刚手出现在他的旁边 双眼扫过他的脸色 确定他没有异常反应后 才松了口气 都 收拾战利品 如果是有用的情报 就交给我 他转头看向死去的云忍们 又吩咐说道 药师都立即进入哨所 开始了搜查 我也去 夏木总觉得刚手 对他过于偏爱 不太好 至少在静音和药师都面前 有点不恰当 刚手微微一正 玄机笑了起来 夏木对他 终究是不同的 不知不觉偏爱 也理所当然 但这孩子真的是懂事啊 搜查完毕 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四个人重新上路 与此同时 云影村大本营 刚手和日向日足 参加战争的事情 自然没有瞒过 他们本来 也没有要瞒的意思 四代雷影看着面前的情报 一脸感慨 木叶真的是得天独厚啊 即使经历了九尾之乱 死了一位火影 实力依旧 未曾衰减太多 甚是离谱 云影村 一直在继续实力 三代雷影 甚至甘愿一人敌外 立即而亡 就是为了保住有生力啊 而木叶村 各种骚操作 居然还能和云影村 保持军事 四代雷影 由此感慨 也理所当然 再打下去 恐怕要让人助力参战 才能有圣机 一旁的独眼上人 土代说道 他是绝牛雷厘热刀的审核者 深受雷影信任 莫必要 打了这么久 也是时候停止 四代雷影沉闷的声音响起 给我们的天才们 留点成长的时间吧 西 二位游牧人 达鲁伊 麻布伊等 都才十几岁 再过几年 他们便是 我们云影村的支柱 但怎么停 是个问题 主动求和 太没面子 而且容易 让木叶村 得寸进尺 四代雷影眼中 闪过沉思 三天的时间里 四个人把 除了五个哨所 任务完成得相当不错 共计歼灭 云忍27个人 大多数是夏 忍和中忍 上忍只有两个 但对于一个第一次 做任务的小队而言 已经是奇迹般的战果 入夜 没有任何光亮 四个人裹着睡袋 但都没有睡觉 他们在进行勾引 大概在黄昏的时候 钢手发现有人在追踪他们 但追踪手段不错 未曾找到位置 夏木等人 已经在此地活跃了三天 云影村再怎么蠢 也会有所察觉 故而 大家都不意外被人发现 相反 钢手一高人胆大 决定给他们偷袭的机会 夏木瞅了眼 不远处的钥匙都和静音 四个人在一个大帐篷内 但分散四周 他挪到钢手的身旁 怎么了 钢手睁开眼睛 问道 没事 夏木小声说道 我就想和姐姐挨在一起 他说着靠在他的肩膀上 脸贴着脸 钢手微微一惊 目光下意识 看向钥匙都和静音 说道 会被发现的 不会的 他们两个闭着眼睛装睡 只要我们不弄出大的动静就行 夏木反而靠得更近 钢手暗叹一声 有些无奈 但也没有再说话 静静享受着这一刻的安宁 同时 还有那股随时可能被人发现的 紧张核刺激感 因此 他几乎是全程保持着警惕 不仅 警惕敌人的袭击 也警惕要师兜 和静音的察觉 钢手觉得自己当年面对 鱼影村半神半藏 都没有过这么认真 不对 他明明是想和夏木保持距离的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钢手啊 钢手 你怎么能这么堕落呢 他是小孩 不懂事 但你也跟着胡闹 钢手看着夏木夜色下精致的小脸 一时没舍得推开 算了 最后一次 真的是最后一次 下次 一定不能那么亲密 不然的话 日后怎么办呢 夏木终究是要长大 娶妻生子的 而他只是养母和姐姐的身份 钢手想着鬼使神拆身出手 抚摸着夏木的脸颊 最后一次 是不是可以放肆点呢 就在这时 天空亮起了雷光 钢手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夏木则是立即起身 双手结印 水顿水震壁 查克拉灌入地面 片刻升起一道水墙 雷光落下 照亮了四周 也将水墙击穿 小心 夏木往后撤 水墙虽然没坚持到一秒 但足以他们反应过来 钥匙都立即扔下一颗烟雾弹 将四个人的身形引去 只是下一刻 钢手弹射起步 冲了出去 在月光下 夏木看到了 他脸上的表情 似乎非常生气 他愣了愣 有点不明白原因 有八个人 其中两个人的查克拉不太一般 应该是上人 钥匙都侦查结束后 立即说道 看来云影村 依旧不知道 钢手大人的身份 静音一边露出右臂上的暗器 一边分析说道 如果知道 人会更多 他刚说完 外面就传来了 巨大的轰鸣声 熟悉钢手的他们 都明白是怪力 老师已经和他们交上手 钥匙都双手 亮起查克拉形成的刀刃 说道 感觉今天老师有点暴躁啊 夏木挑了挑眉 没说话 已经冲了出去 不远处 钢手一打二 占据了上风 其余的六个人 则是形成包围圈 因为烟雾弹 他们暂时看不清目标 但并不妨碍他们的行动 在夏木现身的瞬间 他们的忍数再次成形 雷光闪烁 快速蔓延 水盾水龙弹 夏木结印后 一条水龙凭空出现 飞入雷光中 顿时四散开来 静音抬起右臂 夜色中 树根毒针飞向敌人 因为夏木的正面吸引 他的动作 几乎无人察觉 几秒后 一声惨叫响起 毒针命中 一位云忍 几乎是没有反应时间 毒素见血封喉 有句话怎么说的 解毒大师 往往是用毒大师 刚手亦是如此 他配的毒 能解得人寥寥无几 小心 这不是普通的下人 剩下的云忍 顿时警惕起来 作为忍者 身上都被有解毒完 但刚刚死去的中忍 连吃药的时间都没有 就倒下 说明这毒非常不一般 烟雾开始慢慢散去 钥匙都再次扔出一颗黑色的弹丸 和之前的烟雾弹一模一样 云忍们自然也不是吃素的 风盾大突破 一位中忍开口吐出一道旋风 想要把烟雾吹散 但弹丸爆开 不是烟雾 而是起爆符 轰的一声 火焰在夜色中闪烁 卑鄙的混蛋 云忍愤怒的叫声 淹没在爆炸声中 钥匙都毫无在意 身体消失 因起爆符 云忍的对形已乱 他很快出现在一位忍者的背后 查克拉手术刀 救人的医疗忍术 在他手里变成了杀人的戾气 而且远比一般的忍术更加精准 瞬间夺取生命 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夏目也没有闲着 水盾水连弹 他的双手 发出宛如子弹的水流 一道又一道压制着云人 而在间隙中 静音也抛射出毒针配合 如果全部躲过 要是都就会出手 这就是三个人培养出来的默契 或者说他们小队的配合作战之法 几分钟不到 六位云忍就 尽数被消灭 当然主要原因 还是他们太菜 没有一个上人 而另一边 云影村的两位上人打得非常憋屈 五大村各有各的特色忍术 云影村的是人体术 尤其是雷影一脉的雷顿查克拉模式 冠绝忍剑 四代雷影 甚至凭此能媲美波峰水门的神速 闪避雨之波佐助的天照 堪称忍剑第二快男 他们两个上人 虽然比不上四代雷影 但也不会太差 不管是速度 还是力量 在人体术的加持下 一般的上人反应不过来 是会被秒杀的 但他们遇到了刚手 速度不比他们差 力量又远超他们一减 攻击一环又一环 他们只有躲闪的份 没有还手之力 刚手现在心情很不妙 就是这几个家伙 坏了他的好事 他握紧拳头 海量的查克拉汇集 在各种呼啸而来的拳头中穿梭 准确击中左边忍者的腹部 强大的力量使得他直接裂开 鲜血喷洒 什么 活下来的云忍大惊失色 居然还能更快更强 但刚手没有任何犹豫 第二拳砸出 再强的体质 都无法承受 他这愤怒的一拳 夏木赶出来 看到非常惨烈的场面 不由得一正 不愧是刚手啊 除了医疗忍术外 体术也是强悍无比 刚手怒气消散 注意到四周搞得有点过火 接着 他又看到夏木 不由得心里一慌 他该不会以为 自己是个残暴的人吧 刚手下意识擦手 不过刚刚四散的鲜血太多 他衣服上沾了太多的血 擦是没有意义的 姐姐 战斗已经结束 夏木走上前 看到他的举动 说道 现在有时间 你去找个地方 洗个澡 换身衣服吧 语气比较平静 刚手松了口气 点头说道 我们先离开 前世玩游戏的时候 夏木最喜欢的是除大地 到处捡垃圾 按理说 收拾战利品 也是同样如此 但他现在有钱了呀 看不上这些贫穷的云人们 而且 这两位上人 被刚手杀包大的拳头 打得妈都不认识 鲜血淋漓的 看起来怪恶心的 倒是要诗都丝毫不在意 将有用的东西 全都收集起来 夏木叹了口气 再这么下去 你可真成了 全能辅助外加托管 刚手等了片刻 眉头紧皱 全身极为不舒服 更隐约有血臭味 这已经不是 爱不爱干净的问题 是个人都无法忍受 他看了眼 正在打扫战场的药师兜和静音 最终看向摸鱼的夏木 过来 嗯 夏木本就不想去捡死人的东西 听到呼唤 立即跑了过来 我记得 我们下午的时候 经过了一条河 你随我去 抱我望风 刚手说到这里 捏住他的下巴 笑着问道 姐姐能相信你吗 当然 夏木立即拍了拍胸口 说道 我保证不会让任何人接近 刚手微微一正 他其实说的 是他偷看的事情 不过看着夏木 清澈真诚的眼神 他有些愧疚 自己实在是不该这么想的 他是个乖孩子 怎么会跟男人一样 管不住自己的眼睛呢 和并不大 但挺长的 刚手找到了一节高低落差 形成瀑布的位置 夏木则是坐在 机米开外的大石头上 今天月光不错 刚手远远地看了眼 感觉他像是传说中的某种精灵 充满了梦幻感 以他的实力 被偷看是能察觉到的 而且 他确实蛮相信夏木 刚手伸出手 不知道为何 竟然觉得有些害羞 脸上浮现出一抹微红 心脏砰砰的跳动 一时之间 不清楚 自己是愿意夏木偷看 还是不愿意 清冷的月光下 刚手小巧玲珑的赤足踏水而行 缓步走到河中心 最终光洁如玉的修长身躯 沉入水底 他的美眸之中 流光转动 看着夏木的背部 心里默然浮现出一丝失望 我真的是一点魅力 也没有吗 刚手抬起素白洁净的玉手 捧起河水 再让他缓慢顺着身体流下 这幅美景不比天上的月色差 但能欣赏的人并没有 夏木看着远处 默念涅风的冰心绝 心若冰青 天塌不惊 这种考验 哪个老干部顶得住啊 他的脑袋里 仿佛有两个小人在打架 看 还是不看 这是一个问题 但夏木最终没有偷看 一是刚手会察觉 二是可能适得其反 刚手让自己望风 明显是因为 他认为自己 是个很单纯的男孩 不能破坏人设啊 没等太久 刚手换了身衣服 赤足上了岸 干得不错 姐姐可以奖赏你哦 想要什么 他目光柔和看着夏木 顿了顿 说道 什么都可以 什么情况 又考验我 我是那种人吗 夏木偏了偏头 乖巧说道 这是我该做的 不用什么奖励 以退为进 刚手果然更加觉得他懂事 他俯身 在他的额头上轻了一口 温软的触感 夏木下意识抬起头 看见了比月光更白的风景 水珠划过山峰 配合刚手此时的动作和神态 是如此的撩拨着他的心弦 爱了爱了 夏木再一次坚定了自己的梦想 好了 我们回去吧 刚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在他刚刚坐过的大石头上坐下 抬起修长的大腿 露出他的赤足 他准备穿鞋 夏木灵机一动 说道 姐姐 我来吧 也可以 刚手没有怀疑什么 夏木刚刚没有偷看 已经彻底收获了他的信任 再说 他坐着确实不方便穿鞋 作为养母 享受下服务 问题不大 夏木蹲下 看着他可爱的脚趾 和光洁的足备 忍下心里的悸动 拿起鞋给他换上 好了 刚手起身 在他面前蹦跌了两下 夸赞说道 蛮不错的哦 夏木也觉得很棒 挺Q弹的 两个人回到了临时营地 不是云影村的哨所 而是他们找的一个偏僻的位置 药师都和静音 已经收拾完毕 正等着他们回来 老师 这有个情报 哦 刚手松开夏木的手 拿起资料 快速扫了一遍 上面提到了云影村最近的动向 有些不正常 他们在大局检除木叶村的哨所 称得上清朝出洞 是要大决战 不像 刚手陷入了沉思 光靠四代雷影一个人 是很难进行大决战的 除非调来八位人助力 现在这情况 更像是打个胜仗 再和谈 明天我们就到了秋 到斯东小队失踪的位置 如果没有人 我们立即返回 刚手很快做了决定 先把目前的任务完成 木叶那边有雨之波复月 和日向日足 短时间问题不大 休息吧 刚手收起资料 说道 今晚大家也都累了 明天还可能会有恶战 所以都去睡觉 我来守夜 是 药师都和静音 转身回到各自的帐篷 你也去 刚手看着夏木没有走 与其温和说道 你年龄小 正是需要充足睡眠的时候 不去 夏木摇头 说道 姐姐一个人守夜 比较无聊 我陪你 不行 刚手语气变得严肃起来 说道 听姐姐的话 现在去睡觉 不然 我可要生气了 会打你屁股的 那我们个退一步 夏木集中生智 想到了办法 从帐篷里拿出睡袋 说道 你守夜 我在你旁边睡觉 刚手顿时被他逗笑 他煞有介事地说道 行吧 被你聪明的小脑瓜所打败 他之所以同意 是因为确实觉得还不错 夏木今天战斗到了半夜 过而不到片刻 就沉沉睡去 刚手扭头看着他的侧脸 在夜色下若隐若现 他的内心 忽然浮现出一种心动的感觉 就像是被柔软的猫肘 挠了下心窝 于是 他仿佛偷食的猫 低头吃了一口 第二天 四个人重新出发 一个小时后 到达目的地 不是小树林 而是山谷 钥匙都闭上双眼 施展感知忍术 没有人 等等 在山谷的北侧 貌似有个人 但感觉奄奄一息 还有其他人吗 夏木看着远处的山谷 说道 有点违和 太像是陷阱 没有 钥匙都摇头 说道 可能是我忍术范围不足 我来看看 刚手施展了感知忍术 但依旧没有发现别人 小心围上 准备战斗 他知道 有不少东西可以屏蔽感知 所以没有放松警惕 是 夏木等人 异口同声说道 刚手一马当先 朝着山谷北侧走去 他浑身上下都是武器库 不需要做什么准备 倒是静音 偷偷启动了 他右臂上的毒针机关 钥匙都则是摸向胯包 捏着几枚苦 夏木主打的是水盾 基本相当于远程魔法师 有手就行 有战斗过的痕迹 钥匙都目光一宁 提醒说道 其实不用他说 都能看出来 因为痕迹特别大 这是秋道一族的背话之术 钥匙看着眼前 吉米深的大脚印 说道 既然发生过战斗 留下活口就比较可疑 但我们是来救援的 不能因为可疑 就掉头离开 他抬起头 不远处出现了尸体 多是云忍的打扮 也有木叶的人者 最深处的大坑 躺着钥匙都先前侦查到的人者 正是秋道思东 他此时伤痕累累 看到钥匙 眼里露出惊恐 疯狂摇头 四周不满了陷阱 钥匙都瞅了眼 就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正因为如此 秋道思东 才实眼色让他们离开 恐怕不只是陷阱 静音看向四周 说道 应该还有人埋伏 一个非常直白的诱敌阳谋 转身离开 自然不会有危险 但夏木也知道 钥匙不会见死不救 更重要的是 他是有实力救的 因为危险而放弃 不是他的性格 我去救他 你们注意敌人 钥匙缓步上前 布置陷阱和拆除陷阱 是忍者必修科目 他虽然是医疗忍者 但并不代表 他只会救人 夏木三个人加起来的经验 都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 在山谷南侧的坡上 十二名忍者 正在当伏地魔 隐约还有个 结界在他们的四周 掩盖了他们的踪迹 一个女人和三个小屁孩 木叶村怎么会让 这样的人者小队 进行救援 一位身穿上 忍马甲的人者 与其可惜说道 特洛伊大人 看来我们的策略 没有起到效果 梁剑 我们这次是逮到了大鱼啊 特洛伊面露喜悦 问道 你年龄小 没见过他也正常 你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吗 谁 梁剑立即精神一震 问道 难道说是木叶村的 某位大人物 其余的人者 也做出期待的眼神 秋道斯东 实力强悍 重伤他 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在认出他是秋道一组 数一数二的高手后 特洛伊就决定 玩一出 引蛇出洞 木叶村一定会派人救援的 刚手 特洛伊吐出这两个字后 梁剑等人 顿时露出震惊的表情 传说中的三人之一 他们自然听说过 我们能打得过他 欣喜之余 梁剑也担心 问题不大 特洛伊自信满满说道 纵观刚手的战绩 皆是以医疗忍术出名的 自身的实力 确实比一般的上人强 但我们这里有四位上人 更有我这位磁盾忍者 你觉得 他一个人能逃出生天 大人高见 梁剑拍马屁说道 以大人的磁盾血迹 能相当于好几个上人 而刚手并没有听说 有什么血迹陷阱 不愧是三人之一 陷阱没起到任何作用 特洛伊爬起身 拿起两个巨大的方块手里剑 说道 既然如此 就轮到我们 别人都可以放走 但刚手一定要生情 如果抓回去 雷尹大人 必然会重重奖赏我们 梁剑等人 露出兴奋的表情 那可是刚手哎 除了奖赏外 他们还会因此在忍剑扬名 指不定能混个什么称号 比如三人终结者 想想 就有点小激动 巨大的风声响起 夏木抬起头 就看到了一个 跟他体型差不多的方块手里剑 这么大 会死的吧 他毫无犹豫 左右手开弓 六枚苦无扔出 在接触方块手里剑后 仿佛失去了控制 顿时反弹 小心 有古怪 钥匙都在喊完这句话后 抛出早已准备的手里剑 密密麻麻宛如麻雀般 将反弹回来的苦无击落 之后于是不减 冲向方块手里剑 但撞击的瞬间 他们意识一颤 然后反向飞回 这是磁盾 钢手正在给秋道斯东治疗 他的伤势太过严重 再拖一会儿 必然会留下不可挽回的后遗症 一位上人因此陨落 就太过可惜 他注意到奇怪的方块手里剑 顿时想起先前看过的资料 说道 是云影村的磁盾忍者特洛伊 水顿水震壁 一道油水构建成的墙壁 挡在了夏木的面前 反射回来的手里剑 纷纷挡下 只是巨大的方块手里剑 却轻易切开 夏木早有准备 水墙后 是土墙 土盾土流壁 夏木虽然主修木盾和水盾 但土盾也学了几个 毕竟相生相克嘛 方块手里剑 顿时卡在了后土之中 三人的徒弟倒也不差 伴随着话音落下 十二道人影 将他们四个人团团围住 特洛伊随手一招 方块手里剑 就重回他的手中 正是磁盾的作用 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 束手就擒 能免去过多的痛苦 特洛伊抬起下巴 一脸傲然说道 纵然你是三人之一 也插尺难逃 夏木看到他这副模样 忽然想到了一句话 那年我双手插兜 不知道什么是对手 但都在我们这边呢 夏木看了眼 还没有结束治疗的刚手 一咬大拇指 在地上一按 通灵 阔鱼 刹那间 大地寸寸崩裂 在灰尘和烟雾中 庞然大雾登场 云忍们纷纷露出 骇然的表情 除了特洛伊 他自然清楚 刚手的通灵兽 但阔鱼比不上蛤蟆和蛇 他的攻击手段非常有限 而特洛伊的磁盾 却是比较少见 能对付大型生物的 血迹献剑 他交给我 你们抓紧时间对付刚手 特洛伊咬住一个圈轴 紧接着无数的手里剑 仿佛蝗虫一般涌向阔鱼 他要做的是 短时间限制住他的行动 梁界等人 毫无犹豫 冲向刚手 三人的名气很大 尤其是三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绝大部分的人者 都会望风而逃 但分开来讲 刚手名气是最弱的 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 医疗忍者 忍界的刻板印象 医疗忍者是被保护的对象 战斗力不强 二 不活怨 刚手在第二次忍界大战中 患上孔血症后 就远离了木叶和忍者生活 到现在 差不多过了十几年 新一代的人者 对他的记忆几乎是没有 维尔值得称到的战绩 是三人迎击半神半葬 以及刚手单独对战千代婆婆 但这两个战绩 更加体现的是 刚手作为医疗忍者的能力 特罗伊看见他 不禁反喜 就是因为这些理由 如果是大蛇丸或自来眼 他有很大概率退走 因为这两者的战绩 远比刚手更加辉煌 火盾火龙蛋 梁界张开嘴巴 吐出一条火龙 云影村以人体术和雷盾为主 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盾术 人与人的体质不能一概而论 有些人天生清和火属性的查克拉 没必要放弃捷径 去修炼雷盾忍术 在梁界动手后 其余的十个人也没有闲着 各种忍惧乱飞 水顿水震壁 夏目双手结印 火龙与水浪相互抵消 蒸发反应下 各种雾气陡然爆开 药师都眼睛一转 身体消失 右手浮现绿色的光芒 化作手术刀 一声惨叫 在边缘处的一位云忍中 忍下意识低头 看到自己的胸前 冒出了一只血手 混蛋 最近的云忍看得清楚 是药师都趁着雾气 从背后给他来了一手 寒光闪过 云忍抽出大刀 向药师都砍去 危险降临 药师都完全没有反应 去死 云忍见到他仿佛吓傻的模样 露出凝笑 下一秒 他的背后 飞出树莓手里剑 在空中相互交缠 然后以各种刁钻的角度 命中他的要害 云忍笑容凝固 直接扑接 药师都左手断掉查克拉斯线 再度扑向其他忍者 与此同时 静音在他的不远处进行支援 水顿水喇叭之术 夏目面对的压力 远超药师都 因为有三位上人 他站在刚手身前 双手合十 一朵巨大的喇叭花盛放 静止穿过了 先前残留的烟雾 然后 他快速结印 表情严肃 接下来的忍数 比较危险 他最多来一发 但是极有可能造成 对面检员的 这家伙是个上人 梁界心神凛然 上人并不特殊 但这不到十岁的上人 就实属是离谱 我最喜欢杀的就是天才 空有实力 却无法发挥 梁界的上人同僚 冷笑一声 他见过太多的天才 上了战场后 表现得一塌糊涂 而且不到十岁 强得有限 土盾土流鼻 他眼神冰冷 双手汇集大量查克拉 一道土墙升起 挡住了这朵 有水做的喇叭花 各种水珠因此破裂 梁界见状 点了点头 一个上人而已 不足微距 夏目双手一停 从口中吐出一道 直径不足五厘米的水珠 水盾水断波 由二代水影 哦不 是二代火影 千手飞尖开发的水盾 将查克拉高度压缩 变成一把锋利的刀 在原作中 千手飞尖用这个忍术 切断了神术的树根 夏目比不上他 但梁界等人 也不是神术啊 而且 这招从表面看颇为平常 非常容易迷惑敌人 这么小啊 我们的天 才是查克拉用光了吗 土盾上人见状 不由得吃笑 嘲讽归嘲讽 但他的速度不慢 土盾土龙蛋 一颗泥色龙头 从地面冒出 并且喷出一口泥蛋 夏目喘了口气 不再看这句会说话的尸体 顺身术 他架住了第三位 上人的的手里剑 巨大的力量传了过来 是人体术 夏目的身体向后滑去 不知死 这位中年男子 原本是要偷袭刚手的 结果被夏目拦下 他刚说了三个字 就被他队友的惨叫 吓了一跳 并不大的水柱 陡然加速 把土龙和他的施术者 一起切断 丝滑如得福 连鲜血都愣了两秒 才飙飞出来 三个上人只剩下了两位 夏目瞅了眼特洛伊 这位才是重点 此时 他依靠各种忍惧和磁盾 已经占据了上风 扩于是辅助性的通灵兽 攻击手段 是吐出巨腐蚀性的液体 除此之外 就相当于一个医疗忍者的外挂 可以将单体治疗 变成群体治疗 你该死 中年男子身上冒出了雷光 瞬间到了夏目身前 没有花里胡哨的忍术 直接一拳轰出 梁介趁此机会 从口中吐出连续的火球 仿佛流星 欲要将刚手淹没 夏目见状 拳头握紧 迎上了中年男子的拳头 怪力 中年男子露出圣券在握的表情 然而灌入手臂中的磅礴力量 让他勃然变色 他的整条手臂轰然炸开 夏目趁此机会 拿出苦无 在他脖子上一抹 鲜血涌出的刹那 他以顺身术朝着刚手冲去 除了少数人者外 大不仁忍者都是功高低防 就在这时 刚手站起 身体化作黑影 避开了梁介的人数 治疗已经结束 夏目 他交给你 我去对付那位磁盾忍者 刚手分出一个分身 将秋道斯东拖到安全的地方 自己则纵身一跃 跳到阔鱼的头顶 特洛伊暗道不妙 本来他的计划 是自己在最短的时间压制阔鱼 然后和梁介等人围攻刚手 把他生情或杀死 不管是哪种结局 都是大功一见 至于夏目三个人 完全没有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三个小屁孩 没穿马甲 基本是下人 最多也不过中人 梁介等人解决他们 超过十秒钟 都是对上人的不尊重 但没想到的是 情形跟他想的完全不同 八位中人 拿不下钥匙兜和静音 三位上人 三打一 被反杀两个 会不会玩啊 特洛伊都怀疑 他们凭上上忍试走的后门 不然的话 没办法解释 失去了目标的梁介 立即看向了夏目 他的脸色颇为凝重 连死两个队友 他自然不敢看清夏目 但幸运的是 使用了这么多人数 眼前的这个天才 已经是脸色苍白 这是查克拉 消耗过度的表现 火炖火炎炫风 以梁介为中心 无数的查克拉染上了红色 并快速向着四面八方扩展 最终形成了火龙卷 我也算是为你们报了仇 他看着夏目 仿佛已经看到了 他在烈火中惨叫的模样 斯拉 血肉破裂之声 夏目身体化作了藤蔓 在火焰中被烧成了灰烬 分身 梁介一时没反应过来 他见过水分身 雷分身 土分身等各种分身 但从来没有见过木分身 风声从他背后传来 梁介汗毛炸起 连忙转身 映入眼帘 是夏目长满风力树枝 或者说是木质长刺的右臂 这便是他最后的画面 长刺伸入他的身体 然后分叉生长 将他变成了血型刺猬 夏目既然暴露木盾 就有把握将他们全部留下 他看了眼剩下的中人 在静音和药师兜的相互合作下 还有三位在顽强抵抗 几乎是必死 夏目最终看向了特洛伊 这位在原作中 是有点戏分的 换句话说 可以奉献命运值 而死在刚手手里 和死在他手里 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 他要抢人头 当个人头狗 夏目握住初代项链 源源不断地查克拉涌出 让他的身体 有一种要胀胀的感觉 老师 他喊了一声 特洛伊和刚手 皆是一愣 前者是因为梁界的死亡 发生了什么事 一分钟不到 便只剩下他独撑大局 特洛伊在刚手压制下 没有精力注意梁界和夏目的战斗 故而现在是猛的 刚手倒是明白原因 肯定是目盾 不然的话 不会这么快 至于忽然喊自己 显然是想加入战斗 这么多年 刚手早就对夏目熟悉 不管是哪个方面 他一个眼神 他就知道了他要做什么 刚手往后退去 夏目立即代替了他的位置 特洛伊反应过来 立即大怒 你们师徒是什么意思 老虎不发威 你当我是 Hello Kitty 太瞧不起了人啊 特洛伊甩出方块手里剑 不要用身体接触 观战的刚手提醒说道 接触久了会被磁化 磁盾 一个相当不错的血迹献剑 代表忍者是三代封印和四代封印 特洛伊的磁盾 相较而言 开发得极为一般 只会磁化这招 而不会控制铁砂或金砂 目盾目定币 夏目的四周升起木板 隔空挡住了方块手里剑 目盾 特洛伊瞪大了眼睛 语气无比的震惊 他没见过目盾 但也听说过目盾 在这瞬间 他浮现出了一个想法 逃 逃出去 将这个消息告诉四代雷影大人 不比生情刚手的功劳差太多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打不过两个人的联手 目盾爆枪术 夏目自然不会放过他失神的机会 或者说 他本来就在等这个时刻 因为牵手逐渐打下的威名 大部分忍者初次看到目盾 基本上都会有这种反应 夏目的身体 伸出多个木质藤腕之条 转瞬间组合在一起 超进化成一棵参天大树 特洛伊想逃 却逃不了 树枝仿佛活了过来 以极快的速度 包裹了他 他引以为傲的磁盾 此时失去了效果 无法磁化 因为你的行为 特洛伊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49点 因为你的行为 碑流湖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8点 因为你的行为 秋道斯东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9点 特洛伊是小配角 能贡献49点命运值 几乎是极限 秋道斯东 虽然是被夏目等人所救 但没有他们 木叶村也会派出 其他的救援队伍 碑流湖倒是挺意外的 夏目回想起他的事迹 他是大蛇丸 自来也和刚手同辈的忍者 算得上是朋友 但因为天赋不行 看着三忍成名 颇为不甘 在各种因素下 他开发了 禁术鬼牙罗之术 一种合体忍术 能够将忍者或通灵兽 与自己身体融合 拥有其能力 甚至能融合血迹献减 特洛伊正是 碑流湖融合的忍者 换句话说 特洛伊是死在了他的手中 现在被夏目杀死 碑流湖便会寻找新的替代品 故而贡献的命运值比较少 夏目 刚手剑战斗结束 连忙上前 上下打量了一番 确定没有受伤后 才放下心来 夏目身上不少血污 他也不嫌弃 捏了捏脸 夸赞说道 你这次真令我意外 夏目拥有上人水平 他是知道的 但他没有想到 他战斗会如此利索 还以为会看到他惊慌失措的表现 结果没有 想一想 有点可惜呢 毕竟这张脸 配上那种表情 令人联系 刚手 也能趁机好好安慰安慰 发挥自己身为姐姐的作用 没什么好意外的 因为我的老师 是传说中的三人之一 夏目扬起小脸 眼含崇拜 说道 刚手心头一颤 默念保持理智 保持距离 不要堕落 说话真甜 刚手转头 插开话题 说道 静音和斗也结束了战斗 我们打扫战场后 马上返回吧 好的 夏目加入了静音和斗 先清扫有价值的东西 再毁尸灭迹 倒不是他们有什么恶趣味 而是忍接的尸体会说话 武大村有不少手段 能侵入大脑 获取记忆 但化成灰烬 夏目的目盾暴露不了 尸体也没办法辨认 更不用说开口 除非是大蛇丸或药师兜 使用绘图转身 才能让他们复活 没太过久 四个人踏上了龟城 哦 还有夏目和药师 都抬着的秋道思东 他受伤较重 外加刚手中断了下治疗 现在还处在昏迷之中 天色渐晚 已经没办法及时返回大本营 四个人经过了战斗 都需要清理下 故而找了处 离河边不远的地方扎寨 这次刚手不再叫夏目 而是和静音一起 他们两个人都要洗澡 不要偷看哦 刚手忽然转过身 看向夏目 眼波流转 提醒说道 老师 你放心 我会看住兜的 夏目拍了拍胸口 承诺说道 当然 别人也不会接近的 正在一旁整理战利品的药师 都一脸猛抬起头 几秒后 冷声说道 我对女人不感兴趣 夏目吓得连忙后退 露出警惕的表情 我对男人也不感兴趣 药师都有些无语 又补了一句 说道 我现在的兴趣是医疗人数 我开玩笑的呀 兄弟 夏目重新笑着说道 你这家伙 还真想一个人过一辈子 貌似原作中药师都 确实到最后都没有结婚 而是和药师爷乃宇一样 成为了孤儿院院长 夏目也无法想象 药师都究竟会喜欢哪位女孩 所以说啊 男人 就得肤浅一点 一个月换的老婆 都是常有的事情 当然 夏目说的是纸片人老婆 现在他穿越到火影 纸片人变成了真人 刺脚 因为处在危险的区域 刚手和静音 没有浪费太多的时间 很快返回 夏目也跑到河边 清洗了一下血污 等药师都整理完战利品 刚手把三个人叫来 总结了一下今天的战斗 你们三个人的表现都非常棒 尤其是夏目 能够充分发挥出自己的实力 已经称得上是一位合格的忍者 后面再接再厉 在最后 他也不吝啬夸奖 不过三个人反应都挺平淡的 让刚手体验不到当老师的快乐 今天我手上半夜 你们谁手下半夜 我 夏目举起手 静音和药师都也同时举起手 但看了眼他 又重新放下 他们已经长大 能看得出 刚手对夏目更加偏爱 好在他们皆不是那种心胸狭窄之辈 相对于情感 他们现在更在意自身的实力 白天的战斗 让他们意识到 遇到危险的时候 他们两个就是拖后腿的 事实上 医疗忍者的定位就在此 没人要求他们 在战斗中有多么厉害 但因为 刚手的影响 静音和药师都都忘记了 他原本的定位 改成了能乃能打 结束啊 刚手看着 又搬来睡袋 在自己身边睡着的夏目 一阵叹息 他伸出手 抚摸着他的小脸 内心很快变得沉静 到了下半夜 他叫醒了夏目 姐姐 你进去睡觉吧 夏目打了个哈欠 说道 我也陪你 刚手钻进了他的睡袋 笑道 多谢你帮我暖了被窝 夏目愣了愣 可恶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该手上半夜 睡下半夜的 晚安 刚手闭上了眼睛 白天经过战斗和治疗 又守了半夜 他早就疲惫不堪 很快陷入了睡眠之中 今晚没什么月光 为了防止被人发现 也没升起火队 好在忍者的势力不错 夏目因此 能欣赏刚手 漂亮的睡眼 看了会儿 他就投入警戒之中 他又不像刚手 能一心二用 万一遇到嫡妻 就麻烦了呀 清晨 夏目看了眼天色 正准备叫醒刚手 但没想到 他已经先睁开了眼 只是迷迷糊糊的 眼中没有焦距 睡得比较短 骤然起来 确实顶不住 刚手忽然抱住了他 温润的脸蛋 贴在他的脸上 闭着眼睛 说话有些神志不清的感觉 天 天亮了吗 还是说 我是在做梦吗 一边说 还一边把嘴巴凑到 夏目耳边吹气 喂 你做的是什么梦啊 已经是第二天了 夏目回答 刚手 立即清醒过来 注意到自己的举动 连忙松开手 怎么不知不觉 又抱上了呢 刚手啊刚手 说好的最后一次呢 吃过早饭 再经过一天的赶路 他们终于返回了大本营 因为涉及到的上人比较多 他们的任务 从A级升到了S级 在下任中 几乎是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如果传出去 夏目 静音和药师都三个人 铁定能火一把 不过考虑到 带队老师是刚手 这份战绩 倒也没有那么震撼 田之国某处森林 河边不远处 便是牧业村的营地 刚手交了任务 便带着夏目 药师都和静音 来到了中心的大帐篷 里面已经有不少人在等待 刚手大人 最先开口的 不是宇之波复月 而是顶着波罗头的奈良路久 他牧业十二小强之一奈 梁路丸的父亲 这一带的朱路蝶中的路 奈良一族 以智商高闻名 所以通常会担任参谋或军师 此次战争也不例外 关于斯东 我代表朱路蝶 向您表示感谢 如果不是您救援及时 他说不定就在难当忍者 奈良路久露出感激的表情 朱路蝶 向来同生同死 感情深厚 由他代替昏迷的斯东致谢 并不突兀 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刚手摆了摆手 转到正题 问道 现在情况如何 不太好 与之波复月沉声说道 短短的一周之内 我们就有三十个哨所 和据点被销毁 清朝出动了吗 刚手先前就得知了情报 但听到这么多的数量 依旧不免有些意外 嗯 与之波复月点头 说道 我们被打来的措手不及 只能暂避锋芒 但路久察觉到 有一丝不对劲 哨所和据点 在战争中 是非常有用的 能形成固定的阵地 以抵御敌人的进攻 因为普通的帐篷 或阻碍物 是没有办法挡住人数的 在外休息 没有哨所和据点 只能是处处受惊 各位请看地图 奈良路久接过话题 摊开了一张田之国的地图 说道 虽然这三十个哨所和据点 在分布上没什么规律 但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 撤到了田之国南侧 也就是这条河下游的区域 他说完 在图上画了个大圈 会不会只是巧合 刚手扫了眼 问道 这块区域这么大 就算是埋伏 也很难奏效 刚手当然说的 也是我们奇怪的地方 奈良路久点了点头 说道 但四代雷影的目标 应该远不止这些哨所和据点 嗯 刚手说出自己的猜想 云影村多半是想 携一场大圣进行谈判 以获得更多的赔偿 我们经过讨论 也是这么认为的 宇智波夫月撇了眼日 向日族 说道 日向一族的人者 已经探查过 云影村的两位人助力 并没有动静 仍在云影村 短时间内 拔出这么多哨所和据点 云影村付出的代价 估计也不小 日向日族 注意到他的眼神 开口说道 此事必有蹊跷 可以拍日向的人者 深入敌后进行调查 危险虽然危险 但如果真的查出什么 便是大公意见 白眼固然是探查的戾气 只是一旦被发现 没有足够的实力 反而会坏事 如果日向族长 愿意亲往 我倒是没有意见 宇智波夫月自然明白 他在想什么 在外人看来 日向一族 和宇智波一族齐名 并称牧业 两大同数人族 但在宇智波一族内部 向来都不是这么认为的 宇智波夫月 更是如此 他是知晓万花筒 血轮眼的 区区白眼 又如何宇智匹敌 日向日族 脸色骤然变化 他确实不敢深入敌后 作为宗家 他没有龙中鸟 如果失手 白眼就会流落在外 在第三次忍戒大战中 就有宗家长老参战 结果白眼 落在了乌影村上 忍轻个手中 还白送了他一个 白眼杀手的称号 这样的前车之剑 让宗家越发小心 凡事有危险的 全交给分家去做 反正龙中鸟在手 他们不得不听 那我倒是要听听 女之波族长的刀剑 日向日族面色微沉 说道 我建议钢手大人 带队前往 再由宇智波指水小队 进行协助 宇智波赴月 似乎早有复稿 没有任何犹豫 便说出了他的方案 钢手不用说 这座帐篷内 身份最高 实力也排得近前五的存在 而宇智波指水 在第三次忍戒大战中 就闯下了顺身指水的称号 这次就更加战绩辉煌 单论个人功劳 他堪称是第一 即使不用万花筒 写轮演 他的实力也远比三年前高得太多 我没什么问题 钢手犹豫了片刻 便答应下来 他参加这次战争 是为了磨练夏木等人 先前面对特洛伊 他们的表现 令他十分满意 深入敌后固然危险 但也是一种极佳的锻炼 钢手觉得他们现在的实力 可以试一试 是 宇智波指水上前一步 也接受了任务 他先前一直在上任群中 因为年龄问题 就他最矮 夏木此时才注意到他 池水 现在是带队上人了吗 钢手看了他一眼 问道 你的队员是哪些 两个小队 他自认为夏木等人 不会拖后腿 但另一个小队 就比较难说 毕竟天才 终究是少数 是火影大人 特许我以上人身份带队 宇智波指水面色温和 回答 我的队员 是大蛇丸大人的三个徒弟 宇智波幼 玉手洗红豆 和卯月吸眼 原来是大蛇丸的徒弟 钢手挑了挑眉 说道 这家伙整天窝在木叶部出来 倒是肯放他的徒弟出来 宇智波指水 沉默已对 大佬打架 与他无关 事实上 并非是他 因为宇智波幼的关系 而选的他们小队 而是大蛇丸 指定他带队 其中有何用意 他到现在都没想明白 既然如此 这件事 就拜托刚手大人 宇智波复月剑 两个人聊完后 及时开口 他看了眼宇智波指水 和宇智波幼 没有说话 但意思传达到位 好好表现 此时的他 因为宇智波一族内部剧烈的变化 已经明白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所以他一边安抚 过于极端的族人 一边打算通过 宇智波指水 和宇智波幼 了解木叶高层的动向 双管齐下 试图找个平衡 宇智波复月 宇智波复月是不愿意反叛的 原作中 也是逼得无奈 才被迫带头 结果遇到宇智波幼 甘愿束手就勤 直接不抵抗 不反抗 让他屠戮全族 其中的思维 难以理解 也过于离谱 至于现在 宇智波复月 不是合格的族长 也不是合格的父亲 所以根本不知道 宇智波指水 和宇智波幼的真正想法 他的不作为 在宇智波一族 灭亡的这件事情上 蒙踩了一脚油门 夜色下 钢手小队 和宇智波指水小队 八个人聚在一起 他们已经离开了 木叶营地 赶了一下午的路 现在是休息时间 顺便了解一下队友 我是宇智波指水 上人 三沟玉血轮眼 擅长火盾 刀术和幻术 宇智波指水 率先做出表范 进行自我介绍 执行任务 清楚队友实力 是一件 比较重要的事情 以免遇到危险的时候 不知道救援 或者说 浪费时间救援 比如 宇智波指水碰见敌人 压根不用担心 但静音就不行 钢手 医疗忍者 钢手随口说道 反正 他们都清楚他的战绩 用不着太详细 宇智波又 钟人 二沟玉血轮眼 和指水歌 擅长的一样 现在的宇智波又 显然比原作中的他 更强一点 原因在于大蛇丸 除了各种教导外 时不时还灌点不明液体 当然 在这两年多的战争中 他也获得了十足的成长 更不用说 还有宇智波指水的指点 我教育手洗红豆 现在是中人 相较于宇智波又的冷淡 宇智洗红豆 就颇为热情 我会火炖 不过最擅长的是 老师教给我的蛇系人数 女孩子 年纪轻轻 就玩蛇 误入歧途啊 夏目看着她 就想起她的红薯形态 劲儿又想起 那个表情包 我看见了 适量虎视坦克点JPG 甜食害人啊 卯月吸言 子发长发的少女气质清冷 说道 我擅长老师的蛇系人数和体数 夏目不太记得 他原作中是什么性格 但现在 给他的感受是 神似大蛇丸 又一个 被大蛇丸嘴顿成功的孩子 不过 确实漂亮 可惜他的病鬼男朋友 无福消瘦 目前是下人 但有老师 传授给我的特殊人数 短时间内能 拥有接近上人的实力 卯月吸言顿了顿 说出了自己的秘密 其实也不算秘密 在这两年多 他已经多次使用 不少人都知晓 夏目眼睛一眯 这种描述 太像是咒印 大蛇丸得到重物后 便着手进行研究 具体的进度 夏目不知道 但过了这么久 有点成果很正常 不说天之咒印 但更差一等的 地之咒印 是可以的 而且 从三个人的自我介绍来看 只有卯月吸言才有 显然 是被当做了实验品 他比不上 与之波幼的血轮眼重要 也不及御手洗红豆的感情深厚 只是个赠品 大蛇丸用他做实验 就算是死了也不心疼 危险确实危险 但对于一介平民 资质平平的卯月吸言而言 同样是可以接受的 这是难得的变强途径 其他人连当实验品的机会都没有 夏目现在想的是 另一件事情 大蛇丸有没有 在他的咒印上 做了手脚 以他的性格 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概率 再加上 他指定与之波止水带队 司马昭之星啊 战场风云变幻 即使是与之波止水 也有可能翻车 比如遇上四代雷影 在双方激斗时 冒出一只大蛇丸 偷袭羽之波止水 是有可能获得 他的万花筒血轮炎 我是夏目 擅长的是水盾和土盾 查克拉比较多 接近上人水平 药师兜 下人 医疗忍者 静音 中人 医疗忍者 羽之波止水愣了愣 两个医疗忍者 这么奢侈的吗 他们小队 一个医疗忍者都没有 但好在实力强大 也不需要 大家去休息吧 刚手剑介绍完毕 便说道 保持充沛的体力 接下来我们的任务 会相当凶险 是 其他人异口同声说道 夏目和羽之波又 没有去睡觉 他们要手上半夜 老同学 多年不见 我听说了你不少事迹 现在你 可是年轻一代的佼佼者 夏目跳上附近的一棵树 背靠树干 开始闲聊 谢谢 羽之波又警惕地看着四周 非常认真 你也不差 也 夏目微微一正 什么意思 难道有人 走落落的丰盛 火影大人 经常在我面前夸你 还得我看过你写的 火之意志文章 很不错 羽之波又的态度 显然有所缓和 不像是以前那么冷漠 只要认可火之意志 就能让他高看一眼 而且夏目 不仅是认可 还能提出 许多新的思路 格外的难得 火影大人过奖了 我还差得远呢 夏目笑着说道 论火之意志 火影大人 才是我等的榜样 哦 这种话真难顶 不过获取下 羽之波又的信任 以后有点用处 他没兴趣拯救 羽之波一族 以他们的性格 救了他们 也很难让他们 忠心耿耿 甘愿为他办事 除非你拥有 镇压他们的实力 但有这实力 还要他们干嘛 不过对于血轮眼 夏目是有兴趣的 极插极用的挂件 让给至村团藏 多浪费啊 连刚开万花筒 血轮眼的 羽之波佐助都打不过 最后想极限一换一 结果一条命 封印了半座桥 你退群吧 丢人 但为了获取名运职 羽之波一族中的 那几个有名有姓的 配角的稍微操作下 两个人聊了半个小时 在夏目的嘴顿下 羽之波又 对他的观感大为改变 到了下半夜 羽之波止水 和药师都换班 夏目钻进睡袋 度过了剩下的时间 第二天 八个人再次出发 一路上 有羽之波止水 和羽之波又 负责侦查 血轮眼虽然 不如白眼看得远 但胜在全面 因为是潜入 所以遇到的敌人 都纷纷避开 而不是开无双 最终 他们到达了目的地 云影村的大本营 在河的上游 你说他们会不会用水攻 夏目看到这个地势 顿时浮现起 三国里面的水淹七菌 想法不错 但不可能 羽之波止水解释说道 大部分忍者 都可以采水 可能会有短时间的混乱 但反应过来 水攻就没有了意义 也是 夏目点了点头 相反 这种环境 更加适合水盾忍者 而木叶的水盾忍者 显然比云影村的多 等天黑以后 我们兵分两路 进行探查 我们小队调查附近 有没有特殊之处 钢手下令说道 纸水 你在保证 不惊动敌人的前提下 俘虏两个人 用血轮眼 进行催眠拷问 是 羽之波止水点头 事实上 这个命令 他相当喜欢 普通的血轮眼催眠上 人比较困难 但他有万花筒血轮眼 能更快地知道 云影村到底想干什么 夏木四个人 小心翼翼 围绕着云影村的大本营 转了一圈 没有发现异常的地方 无功而返 实属正常 真有这么容易发现 那就显得太假 如果只有钢手 他此时 多半会尝试着冒险潜入 但现在有羽之波止 水小队协助 倒不用 他亲自动手 只需要等待就行 这么快 静音看到 羽之波止水 四个人返回 有些惊讶 毕竟他们是要进去抓人的 稍有不慎 就会被发现 他只能归咎于运气后 但夏木知道 这不是运气 而是实力 万花童血轮眼的正常开启 没啥动静 不只是眼睛 估计都发现不了区别 蛮过御手洗红豆 和卯月吸盐 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看来情况 有些不妙 钢手注意到 羽之波止水凝重的表情 等到走近 问到 得到了什么消息 是水工 羽之波止水 止了止远处的河堤 说道 他们准备放水 淹没下游 啊 钢手下意识看向夏木 这只是第一步 羽之波止水深吸一口气 说道 第二步是雷 他们似乎搞了一种装置 放在河底 用于扩大雷顿查克拉 可以在瞬间使得 所有的河水带电 忍者可以踩水 但防不了雷 如果战术成功 可以使得不少忍者 陷入麻痹状态 从而赢得圣机 至于装置 也不稀奇 在原作中 云影村还搞出了 时空 查克拉炮这种高科技 据说能轰掉月球 搞个扩雷装置 问题不大 怎么说呢 不知晓得前提下 是有可能中招的 忍者不怕水 就算加入雷顿忍树 但想在瞬间覆盖 这么大的范围 很难 孤儿房背心不强 但现在知道计划后 想要阻止比较简单 一 是摧毁扩雷装置 二 是通知雨之波复月等人转移 但光是阻止 就太便宜了云影村 静音 都喝红豆 你们三个人立即返回营地 将情况告知复远 钢手当机立断说道 他点的三个人 实力都是较为一般 而留下来的夏目 雨之波复和卯月西炎 都能发挥出上人的水平 钢手大人 那你们呢 御手洗红豆 有些不甘忘了卯月西炎一眼 雨之波复 是靠自身天赋和血轮眼 但卯月西炎不是 靠的是大蛇丸给的咒印 他气的是大蛇丸 没有给自己 明明他先来的 为什么卯月西炎能获得优待 我们试着破坏扩雷装置 如果可能的话 再送给云影村 一份礼物 钢手摆了摆手说道 你们的任务 同样重要 不能因此松懈 是 话说到这份上 御手洗红豆等人 也不敢再停留 纷纷转身离开 扩雷装置具体如何 钢手目送他们远去后 收回视线 问道 总控装置 在云影村的大本营 需要九位雷顿上人操作 将雷顿查克拉 通过铺设的缆线 传递到远处河底的装置中 然后瞬间爆发出来 与之拨纸水知道这么多 是因为 他用万花筒 血轮掩口 问了一位上人 麻烦 钢手陷入了沉思 他们这里开五个人 是无论如何 也凑不起九位雷顿上人的 想将计就计 几乎是不可能 除非从木叶大本营调人过来 但一来二去 云影村肯定会有所察觉 毕竟他们的转移驻地 外加云影村 也有不少的斥候 和间谍 光是突兀掉走九个雷顿上人 就已经是非常明显 与之拨纸水 犹豫了几秒 选择不暴露万花筒血轮掩 大蛇丸袭击他的前车之剑 在前 他不能贸然相信刚手 其实 以万花筒血轮掩的能力 控制几个上人 问题不大 甚至 他可以直接用别天神 修改四代雷影的潜意识 从而送给木叶一场 前所未有的大胜利 我有个问题 听了半天的下幕 开口问道 这个装置 是要九个雷顿上人 还是说要九个上人的查克拉 自然是九个上人的查克拉 再加上雷属性即可 与之拨纸水 立即回答 刚手陡然眼睛一亮 他已经明白了下幕的意思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凭借阴风印 一个人 就能抵得上九个上人的查克拉 再不计 用初代项链也成 纸水 带路吧 刚手拥有火 雷 土 水 养五个属性 虽然不怎么擅长 但将查克拉转化为雷属性 是做得到的 阴风印知道的人比较少 与之拨纸水 也未曾听说 不过刚手这么说 肯定是有把握的 他立即带着他们 来到了扩雷装置的所在地 不出意外 一大堆人在巡逻 想要翘无声息潜入 几乎是不可能的 下幕有水盾和土盾 可以打开河堤 使得河水改道到云影村大本营 然后再断掉缆线 刚手知道他有木盾 关键时刻 还更有用 实在不行 用初代项链 搞个数戒降弹 彻底疯狂 我启动扩雷装置 但你们三个人的任务 就比较重 要扛住四代雷银等人的进攻 刚手说到这 已经觉得不太可能 这个大本营数百位忍者 其中上人就有不少 他们才三个人 守一段时间都难 等等 你们学了通灵术吗 刚手忽然想起面前 有两个大蛇丸的徒弟啊 过于加两条蛇 三个庞然大物 守下来绝对没问题 学了 与之拨佑和卯月西岩 同时点头 大蛇丸其实不会藏色 原作中 他也尽心尽力 教导与之拨佐助 因为他们越强 对于大蛇丸 就越有好处 看来这次我们要立下个大功劳 如果成功 老头子必然会给我们额外的奖励 刚手笑了笑 他其实不在意 但其他人就不一样 与之拨指水和与之拨佑信凤火之意志 能让原非日展高兴 那自然不能错过 卯月西岩就很直接 他想要变强 除了奖励外 便是名气 名气作为无形资产 也是挺有用的 比如刚手这么一搞 距离他的五代火影 就更进一步 说不定比原作早 夏目的小目标 成为火影的男人 自然也快要实现 很好 古有关于水烟气菌 竟有我夏目水烟云忍 想一想 我们还是有共通点吗 比如都爱读春秋 通灵朔 刚手 卯月西岩和宇之拨佑三个人 同时咬了一口大拇指 龙烟陡然升起 来自尸骨灵和龙地洞的 三个庞然大物登场 巨大的身躯 使得地面层层断裂 阔余鱼 是阔余仙人的分裂体 但这两条蛇不是 签约龙地洞后 理论上是能召唤所有蛇的 不过 有的蛇脾气很大 比如万蛇 每次都要活人祭品 宇之拨佑 和卯月西岩都没有选它 前者的蛇是白色的 后者的蛇是紫色的 先不说战力如何 至少体型非常巨大 夏目估计得有五十米 这种动静 瞎子也能注意到 云人们纷纷被震醒 不少人目瞪口呆 看着这三只通灵兽 差点以为自己还在梦里 阔余和蛇 土带面路惊差 难道是大蛇丸和钢手 同时袭击 那个方向是阔雷装置的位置 四代雷影浑身上下 冒出雷光 在夜色中无比耀眼 土带 立即组织人员 我先走 你们跟上 哄 伴随着雷雨电 四代雷影拦在了 钢手等人的身前 地面因为它的践踏 而出现了凹陷 并导致烟雾围绕 这个登场 称得上是特效拉满 颇有视觉冲击力 四代雷影扫了眼 很好 只有钢手 没有大蛇丸 唯一麻烦的是 这三只通灵兽 他现在有点后悔 早知道 把齐拉比或二位 由牧人带过来 但他们参战 瞒不过牧夜村 九尾人助力 估计也会出现 这样一来二去 就会演变成全面战争 其他忍村 可是虎视眈眈 没有多余的废话 四代雷影 悍然出手 目标是钢手 至于宇智波止水 宇智波幼 和卯月西炎 因为太过年轻 而被他忽视 钢手站在原地 没有任何动作 四代雷影 微微一正 但拳头没有停止 直接击穿了他的身体 没有鲜血 也没有惨叫 他猛然环顾四周 顿时意识到了问题 是幻术 什么时候的事情 而且我竟然没有察觉 这无疑是一个 忍戒顶尖的幻术大师 幻术界 四代雷影 通体爆发出蓝色雷光 眼前的幻境 立即消失 钢手也不见了踪迹 只有宇智波止水 在他面前 宇智波的小鬼 四代雷影 眼睛一眯 注视着他 双眼中的三沟玉 想起了他是谁 这两年多 大放一彩的宇智波止水 在两个人对峙的时候 土代带着数百名云人感到 等待他们的是 宇智波幼 和卯月西炎操控的 庞然大物 两条蛇 头尾相连 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环 将阔雷装置所在区域 全部围了起来 土代等人想进去 要么像四代雷影 那样突进去 要么打死 这两只通灵兽 但整个云影村 又有几个人 能有雷影的实力 给他们的选项 只剩下一个 干掉这两只通灵兽 厮杀顿起 而里面的战斗 也同步开始 四代雷影发现 自己小瞧了 宇智波止水 本以为只是个 崛起的星宿 但交手后才发现 这特么的 比钢手还难缠 各种层出不穷的幻术 稍有不慎 就会中招 而除了幻术 火盾和刀术 皆是一绝 再加上血轮眼的 惊人动态势力 四代雷影 引以为傲的速度 骤然下降了一大半 距离营地千米之外的河堤 夏木亦是在战斗 但难度吗 轻松加愉快 可能是没想到 会有人注意到河堤 也可能是想着 大本营能在几秒内支援 所以留在这里的 只有一个人者小队 水盾大瀑布之术 夏木到达之后 立即结印 查克拉汇集于喉咙 喷出一道庞大的水流 与此同时 不远处的河水藤的起飞 纷纷加入 汇聚成了超级水球 这就是环境 对于忍者的加成 因为这条河 夏木的水盾威力 至少增强了时 水球飞出 轰然裂开 瀑布从天而降 小心 唯一的一位上人反应最快 但已经来不及 因为瀑布范围太大 最终只有他逃过一劫 混蛋 云忍发出一声低吼 从背后抽出一把长刀 身体飞跃而起 刀上泛起雷光 以惊人的速度斩出 轻易撕裂了夏木的身体 他愣了愣 被撕裂的身体 陡然化作藤蔓 缠住了他 水盾水牙刃 夏木出现在他身后 查克拉在他的右手 凝结出一把水刀 将云人捅了个通透 他收回藤蔓 观察着河堤 放开河堤 水就会往下游而去 而云影村的营地 刚好在河堤的左侧 能安然避开 夏木现在得疏通航道 土盾土流成壁 庞大的查克拉 涌入地面 无数的泥土涌起 转眼间 隆起一道超过 二十米高的巨大土壁 夏木脸色顿时惨白 他握住初代项链 回复查克拉 又连续施展了七次 终于弄出了一个 超级大航道 搞定后 他把附近的缆线断掉 这样的话 总控装置的雷属性查克拉 就不能扩散到远方 而是集中于大本营 现在就等着他 跟在钢手身边的 过了几十秒 夏木精神一震 转身看向河堤 水顿水断波 高压水流 仿佛最锋利的刀 将河堤切成两半 积蓄的河水奔涌而出 在夏木的航道指引下 快速冲向云影村大本营 怎么回事啊 巨大的水声 让正在战斗的云人们 露出了惊疑不定的表情 所有人避开 四代雷影一跃而起 疯狂吼道 不要碰水 但下一刻 钢手所在的位置 冒出无数的雷光 失去了缆线 便是无差别攻击 许多云忍躲闪不及 陷入了麻痹状态 然后河水灌溉 彻底无法动弹 只有上忍和部分中 忍才及时躲开 混蛋 四代雷影出离愤怒 雷加水 这一波至少损失了上百人 不要放走他们 剑钢手等人要撤退 四代雷影立即下令 剩下的上忍和中忍 顿时眼睛充血 疯狂起来 苦战 就算钢手是三忍之一 雨之波止水和雨之波幼 皆是天才 但双拳难敌四首 就在这时 卯月西炎露出痛苦的表情 颈部的骤印陡然蔓延 无数的黑点布满全身 不要抵抗 大蛇丸的声音响起 卯月西炎心头一震 却不敢说什么 下一秒 他就感觉自己 失去了身体控制权 带打上线 但他攻击的目标不是云忍 而是雨之波止水 因骤印化 他的速度堪比上人 外加雨之波止水陷入苦战 又没想到自己的队友会被刺 故而 他是没有任何防备 听到风声 下意识转头 就建议双手挖向他的眼睛 不 雨之波幼 见到这一幕 眼睛红光大作 二勾玉变成了三勾玉 水遁水负 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水流 陡然绑住了卯月西炎的右臂 雨之波止水 趁此机会 立即后撤 远离了被挖眼的危机 夏目跟着水流过来的 看到卯月西炎皱硬化 就立即注意着他的举动 果不其然 意外出现 他并不想万花筒 血轮眼 落在大蛇丸的手中 那样的话 可能会造就一个怪物出来 自己出手救下雨之波止水 无疑是收获了他的信任 日后被刺 或其他操作 也更简单 如果有机会 获得别天神 那就最好 卯月西炎 你在干什么 雨之波又一个顺身术出现 手中的刀下意识砍向他 等等 他状态不对 想对止水下手的另有其人 你杀了他 就不可能知道 夏目连忙喊道 雨之波又顿时停下 注意到卯月西炎往后倒去 陷入了昏迷 而大蛇丸的意识 已经及时离开他的身体 我们赶紧走 刚手连忙喊道 他也看到了 这诡异的场面 但现在不是深究的时候 火炖嚎咙火之术 雨之波止水反应最快 没有人注意到 他的眼睛正在旋转 形成了四个 黑色相连的刀片 因为火光充斥着一切 在接触到河水 立即冒出了无数的烟雾 而冲过来的云人们 感受到一股阴冷的气息 脸上皆是出现了 片刻的恍惚 刚手等人因此逃脱 因为你的行为 雨之波又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49点 因为你的行为 雨之波止水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68点 因为你的行为 雨之波佐助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49点 因为你的行为 大蛇丸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89点 因为你的行为 四代雷影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19点 因为你的行为 土代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8点 因为你的行为 卯月西岩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7点 夏木被突如其来的提示 因弄得一愣一愣的 这么多 抛开卯月西岩 四代雷影和土代不谈 剩下的四个人 贡献的命运值都相当不错 说明改变的幅度不小 而且夏木不知道 具体的原因 换句话说 已经偏离了部分原作剧情 四代雷影虽然气到凶诈 但他没有深追 一是担忧有埋伏 二是上百位忍者 正在接受电疗 还能抢救一下 夏木等人跑了一个小时后 才停下来 刚守大人 雨之波指水面色并不好看 他差一点就失去了 他的万花筒血轮眼 他的别天神 落在心术不正的人手中 绝对是一场灾难 我的小队出现了点问题 麻烦刚守大人 给我们时间进行处理 行 刚守其实也有点好奇 但雨之波指水 已经说得很明白 希望他不要插手 他们小队内部的事情 夏木想凑热闹 只是没人邀请他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雨之波指水 和雨之波又抬着昏迷的卯月西岩 进入了帐篷内 羡慕啊 呗 说错了 是同情 两双血轮眼 催眠加拷问 谁都顶不住 不过 以大蛇丸的性格 多半会消除痕迹 他现在暂时不想惹麻烦 只想专心实验 把他弄醒吧 雨之波指水 本来对卯月西岩 还有对友之情 但现在已经冷淡了不熟 雨之波又蹲下身 操作几分钟 他苏醒了过来 怎么了 卯月西岩露出迷茫的眼神 你还记得先前发生的事情吗 雨之波指水 皱起眉头 问道 我记得我和你们一起对战云忍 当我使用了老师给我的咒印忍术后 我就失去了意识 卯月西岩按住脑袋 使劲摇了摇头 但没有任何记忆 大蛇丸 雨之波指水和雨之波又 同时冒出这三个字 咒印是大蛇丸肿下的 他失控 自然也跟他脱不了关系 只是我 雨之波又双眼 浮现三个欲 卯月西岩下意识抬头 顿时露出呆呆的表情 眼神也没有了光彩 是谁 雨之波又再次问道 催眠能使得他陷入潜意识状态 也能使得某些忍术失效 我不知道 卯月西岩摇头 显然大蛇丸的手段很高明 池水哥 怎么办 雨之波又满脸凝重说道 我们没有证据 不可能指责大蛇丸 他之前是称呼老师的 但现在失去了最后的一丝好感 本来 大蛇丸待他不薄 他也愿意表现尊敬 就算有证据 只凭卯月西岩 也很难让他受到什么惩罚 雨之波止水 陷入了沉思 大蛇丸 在牧业的身份 实在是太高 除非是原非日展下令 否则无人敢动他 难道要将这件事情 告诉火影大人吗 雨之波止水游异起来 原非日展如果知晓 肯定会追究原因 到时候万花铜血轮眼就会暴露 再等等吧 雨之波一族 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刻 雨之波止水暗自想到 假如雨之波一族 走到了叛乱的这一步 他会将别天神告知原非日展 然后控制雨之波赴月 避免毫无意义的战斗 此事 暂且割下 雨之波止水脸上浮现担忧 我有戒备后 他很难得手 倒是你 现在很危险 雨之波又沉默片刻 现在看来 大蛇丸收他为徒 必然不怀好意 如果自己再跟着他 很有可能会被他背刺 止水哥 我现在已经开启了三沟玉血轮眼 能告诉我 如何晋升到万花筒血轮眼吗 雨之波又抬起头 问道 不管是大蛇丸 还是雨之波一族 想要处理 都必须拥有强大的实力 他现在的想法是 只要我拥有足够的力量 我就能拯救一切 原作中 雨之波又 为什么会采取灭族这种行为 就是因为这种想法 他认为自己的办法 是正确的 为了实现目标 他可以忍辱负重 可以成为了罪人 背负了其整个木叶村 和佐助的仇恨与黑暗 夏目只能说 远离雨之波 真爱生命 最好再多读书 万花筒血轮眼吗 雨之波指水 沉没下来 雨之波又 无疑是有天赋的 开启万花筒 血轮眼的几率很大 但那种痛苦 不是谁都能承受的 得到爱 失去爱 能让雨之波又开眼的 可能是他的父母 弟弟 以及挚友 也就是他 你刚开三沟玉血轮眼 年龄又小 短时间内 是很难晋升的 雨之波指水 露出个温和的笑容 而且方法说出来 就不灵了 以后你会知道的 在外面等待的夏目 在盘算自己的命运值 经过刚刚的一波丰收后 他目前总的命运值是900点 不算少 但也不算多 在命运商店中 兑换仙人体 要3900点命运值 比直接获得木盾 都要贵 但也合理 兑换的仙人体 不是牵手驻间的仙人体 而六道仙人的仙人体 届时加上木盾 夏目算得上是天下无敌 嗯 大桶木一族是外星人 是天上来敌 仙人模式就便宜很多 只需要1500点 如果夏目在尸骨灵 没学会仙人模式 他会考虑进行兑换 至于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 就太多 除了上述的商品外 他最喜欢的 其实是飞雷神之术 价格是1000点 令他非常心动 兑换后 直接熟练度拉满 飞雷神之术 确实方便 但也不用急 可以先试着学一学 莫过太久 在纠结中的 夏目就看到了 他们三个人走出 卯月吸引脸上 还有恍惚 钢手大人 事情已经解决 宇智波纸水上前说道 我们回去吧 钢手也没问 每个人都有秘密 他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去深究 如果是夏目的 他倒是可以瞅一瞅 当钢手等人返回的时候 受到了英雄登场般的热烈欢呼 木叶村的间谍 早一步将情报传递回来 战争已经持续了近三年 但这一次的胜果 是最大的 一口气消灭了几十位云人 即使下人居多 也足以让云影村肉疼无比 接下来 他们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增兵 扩大战争规模 要么吞下败果 提出求和 后者可能性明显更高 毕竟及时止损嘛 宇智波复月也很高兴 因为其中的大功臣 有两个宇智波一族的天才 宇智波佑 还是他儿子 儿子的功劳 就是老子的功劳吗 这证明了他教子有方 日向日族则是狠气 跑一趟就捞到了一些小功劳 白来了呀 如果宇智波一族 跟他一样倒也没事 但偏偏宇智波止水 和宇智波佑表现优秀 日向一族年轻一代 谁都比不过他们 包括日向宁次 看着宇智波一族 如此繁荣 比杀了他还难受 傅院 你派人通知在阎影村的间谍 搞点动静出来 刚守觉得 此次战争的目的已经达到 打算下下云影村 让四代雷影提出求和 莫问题 宇智波复月也不想再打 在外两年多 他的小儿子宇智波佐助怕 是要不认识他了呀 宇智波又成长得如此棒 现在该轮到了宇智波佐助 三天后 四代雷影正式求和 云忍使者将在不久后 清零木叶 商谈条件 战争结束 刚守等人终于可以返回 有一说一 离开差不多半个月吧 夏母还是怪想念的 可能这就是回家的诱惑吧 消息传回木叶 在高层中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但怎么说呢 反应各不相同 袁飞日展是高兴的 刚守是自己的徒弟 他自然乐于见到这一幕 而且参加此事的另外七个 除了宇智波止水 都是他的徒孙 换而言之 全是火影一脉的人者 但亲疏有别 宇智波止水和宇智波又 干得再好 都不如刚守 这才是嫡系 夏母的表现 也令他十分欣慰 年轻一代 终于出了一个 不幸宇智波的天才了呀 有高兴的 也有不高兴的 比如大蛇丸和至村团藏 前者是距离自己的目标 只差一步 气到吐血 后者是认为 刚守的名望 升得太快 非常危险 指不定哪天 就成了新的火焰 回去的途中 宇智波复月 收到了暗部的传讯 原飞日展 将会搞一个欢迎仪式 让他们在木叶村走一圈 不得不说 他太懂舆论了 毕竟曾经有个 叫做木叶白牙的 无敌人者 就死于舆论 原飞日展 是想通过欢迎仪式 提高刚守的威望 再顺便 消除宇智波一族的怀疑 两天后的上午 木叶村大门口 热闹至极 但热闹是他们的 夏母不想参与 你们先回去吧 刚守游街结束后 还要去交任务 这次 你们干得不错 老头子会给你们额外的奖励 不要客气 想要什么尽管说 好的 三个人转身 溜出了队伍 我去趟短侧街 钥匙都和静音 是知道群马公司的 故而也不意外 夏母挥了挥手 与他们分道而行 很快 他就到了群马赌场 我回来了 夏母打开门 屋内的湘灵 和漩涡会奈 立即愣住 旋即露出笑容 朝着他跑来 哥哥 湘灵抢先一步 或者说 漩涡会奈退了一步 将机会让给了女儿 最近有没有认真学习啊 夏母抱起他 问道 他边说 边给了漩涡会奈 一个宽心的眼神 什么吗 湘灵噘嘴 插腰气鼓鼓说道 见面就问学习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这副模样 着实是可爱 夏母顿时笑了起来 漩涡会奈意识如此 他走上前 摸了摸湘灵的小脑袋 笑道 哪里的话 你哥哥 是最喜欢你的 是的 哥哥给你买了礼物 夏母拿出了一把 小巧的手里剑 按理说 湘灵这个年龄的女孩 更喜欢玩具或娃娃之类的 但他不同 从小就脾气暴躁 爱舞枪弄棒 湘灵反复打亮着手里剑 注意到 上面雕刻着精美的图案 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好吧 我原谅你了 他歪着脑袋 眼神纯粹说道 哥哥 你放我下来 去抱妈妈 漩涡会奈抬起头 有些诧异看着他 刚刚妈妈 你也想抱哥哥 只是被我抢了位置 现在让给你 湘灵一副 我很聪明 也很乖的模样 说道 夏母有些哭笑不得 真的是人小鬼大 但他没有拒绝 他放下湘灵 张开怀抱 漩涡会奈第一时间 还有点不适应 他看了眼湘灵 有些羞涩 但还是上前几步 抱住了夏母 这段时间 他称得上 是担惊受怕 生怕自己 收到不好的消息 现在 嗅着熟悉的气味 他感觉到 所有的空虚 都被填充 一时之间 无比开心和满足 因为身高问题 本来是他抱下目的 但现在变成了 夏母抱他 不过 也挺好的 夏母的脸颊 在那柔滑的肌肤上磨蹭 蹭到漩涡 会奈脑袋晕乎乎的 但他并没有推开 直到湘灵看不下去 气呼呼说道 已经比我久了 漩涡会奈回过神 有些不好意思 松开夏母 看着女儿的眼神 总觉得 自己抢了他 最珍贵的东西一样 吃饭没有 漩涡会奈看了眼时间 问道 没有 夏母笑着说道 在外面净吃猪食 急需你帮我改善伙食 等会儿就好 漩涡会奈闻言 立即露出田径的笑容 以温润的语气 柔声道 他转身走入厨房 夏母抱起香铃 让他坐在自己的大腿上 随手拿起论语 我来检查你 这半个月的学习情况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是什么意思 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从远方来 不也愉快吗 不错嘛 夏母松了口气 可算没有 再丢孔老夫子的脸 下一句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怎么饭言 我喜欢钱 所以拿走你的钱 这是很有道理的 香铃理直气壮地说道 脚都点了个赞 夏母也觉得很有道理 无法反驳 只有孔老夫子 受伤的世界诞生了 过来吃饭 漩涡会奈端着饭菜 喊道 香铃立即扔下夏母 跑到了饭桌前 干饭不积极 思想有问题 当然 更重要的是 终于可以不用学习了 吃完饭 夏母就回到了家 不是他不想多待 而是下午 还有事情 他们小队 要去见原飞日展 只是夏母不知道 要什么奖赏 因为刚手 他啥都不缺 就算是封印之书 也能看 而他缺的 原飞日展 又给不了 火影办公室 刚手直接推门入 大大咧咧坐在沙发上 看不出半点尊重 但夏母等人 就不行 老老实实对着原飞日展 微微鞠了一躬 原飞日展点头回应 接着看向刚手 露出开心的笑容 这次做得不错 如果不是你 战争可能不会 这么早结束 相较于大蛇丸 和自来眼 还是你更让老实省心啊 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刚手摆了摆手 客套话 就不必再说 来点实际的吧 他不在意奖励 但都为自己的徒弟争取 老头子 好东西挺多的 是时候 爆点金币出来 行 原飞日展敲了敲烟斗 你们深入敌后 水烟云忍 劳苦功高 就以四个S级任务 作为报酬吧 还有呢 刚手点了点头 问道 四个S级任务还不错 分摊下来 每个人 至少百万两以上 不过 钱 是最次要的东西 你们想要什么奖励 忍术或忍拒 你们都可以说说 原飞日展自然不会吝啬 不只是刚手 正常情况下 有过大功劳的忍者 都有丰厚的奖赏 但大多数都是忍术 活影大人 要是都早就想好 开口说道 我希望您能增加 对木叶孤儿院的投入 原飞日展愣了愣 这个要求 着实是没有想到 但不得不说 要是都在此刻 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念旧 心软 在忍者中比较少见 原飞日展喜欢这样的忍者 因为心软 意味着他 很容易在乎别人 而这正是 火之意志的好苗子 莫问天 原飞日展露出歉意 说道 木叶孤儿院 早该进行重修打理 但因为 前不久 木叶的混乱 和云影村的战争 一直拖延至今 我要谢谢你 提醒了我 瞧瞧 什么叫做说话的艺术 夏目都忍不住 要竖起大拇指 说起来 漩涡名人这么久没动静 多半是被他又说服了回去 火影大人 我想要一套 特制的医疗忍拒 静音其实是可以 用夏目的钱去买的 但他不是那种人 可以 原飞日展点头 又转移视线 问道 夏目 你呢 这次你的表现 可是相当令我满意 有什么要求 大胆提 他无疑是在 暗示他的奖励 可以比静音和药师都更好 事实上 论功劳 夏目也确实值得 毕竟他是去炸了河堤 而静音和药师都 只是客串了一回性格 夏目面露犹豫 不知道该要什么 雷神之剑 钢手忽然说道 夏目 你缺把衬手的武器 而雷神之剑 是木叶村最好的剑 雷神之剑 听着有点耳熟啊 夏目下意识 看向了钢手 他的第一个反应 是那个拥有无响的 一刀的雷神 嗯 这招挺适合钢手的 雷神之剑 是我叔祖父牵手飞奸 用过的一把忍拒 钢手以为夏目 是在疑惑 便为他解释 说道 他有两个特性 一是自带雷属性 二是输入的查克拉越多 他就越坚固 夏目露出恍然 怪不得似曾相识 关于雷神之剑 有个剧情 绿青葵叫缩森乃伊 剑将他偷走 然后他逃到鱼忍村 做了判人 直到遇到了我们的主角团 被第七班击败 化作惊艳宝宝 雷神之剑 连续遭遇 与之波佐助的千鸟 和漩涡名人的螺旋丸 直接裂开 村好剑 啪 断了 其实不是雷神之剑不行 而是绿青葵不行 查克拉输入不足 硬度不够 故而没顶住 与之波佐助 和漩涡名人的双重火力 这把剑是老师的遗物 一直由牧业村保管 给你倒也无妨 但以你现在的功劳 是不够的 原非日斩戒过话 说道 夏目 你知道的 身为火影 最讲究的两个字 是公平 我不能因为你是我的徒孙 就超额奖赏你 你翻译翻译什么叫做公平 夏目真佩服 他能面不改色 说出这句话 怪不得能当这么多年的火影 并且获得最强火影的称号 老头子 把我的那份报酬 也给他 钢手开口说道 反正我不需要什么奖练 他现在的实力 已经到了瓶颈 或者说 到了医疗忍者的顶点 忍述或忍拒什么的 对他完全没有异议 你还真是喜欢你的徒弟啊 原非日斩无奈看了他一眼 说道 既然你这么要求 就把剑拿走吧 其实 按理说 千手一足的遗产 都该由钢手接收 比如这把雷神之剑 理论上也是属于他 但他因为孔穴症出走 没心思管 所有遗产 都由木叶代管 现在这么多年过去 已经是剪不断 理还乱 抛开这点不谈 以钢手的功劳 要什么奖励 都是足够的 现在 他转移到夏木的身上 原非日斩觉得更好 毕竟再奖励下去 只能让他当火影 谢谢火影爷爷 夏木连忙道谢 又给了钢手一个眼神 意思是 回去再好好谢你 池水 你去把雷神之剑取来 原非日斩吩咐说道 是 指纹其声 未见其人 纸水 已经加入了暗部吗 钢手见状 问道 是的 原非日 展露出满意的笑容 纸水继承了劲的意志 实力和名气皆是不缺 现在已经是暗部的小队长 纸水确实不错 钢手想起他和四代雷影的战斗 短时间内难分高下 一般的上人是很难做到的 几分钟后 鱼之波纸水 闪身进入了火影办公室 并将一个剑柄递给夏木 同时 轻声说道 明天我过来找你 夏木疑惑地看向他 但他没有解释 很快消失不见 他将视线 放在雷神之剑上 输入查克拉 剑身显现 亲眼所见 夏木就更觉得 像是光剑 很好 从今天开始 他就是绝地武士 因为你的行为 绿青葵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39点 因为你的行为 森乃一剑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28点 还行 毕竟是两个戏份 少得可怜的配角 刚手 不久后 云影村将派使者 进行和谈 不如你代表木叶 去和他们谈 不去 刚手毫不犹豫 拒绝了原飞日展的提议 走了 他起身 摆了摆手 带走夏木等人 没有留下一片云彩 原飞日展叹了口气 他已经一属刚手 担任第五代火影 但他显然没这个心思 除了他的徒弟外 其他事情管都懒得管 这样的性格 怎能治理好木叶呢 看来 我这个老头子 还得再干一段时间 才能放权 原飞日展感慨说道 至于自来也 不提也罢 被一只老蛤蟆忽悠 满世界找什么预言之子 原飞日展早 就察觉到自己的话 自来也虽然野听 但他会以妙木山为先 这让他心生不满 你究竟是木叶的忍者 还是妙木山的忍者 要是都 在半路的时候 转到木叶孤儿院 他要去见药师爷乃宇 钢手 静音和夏木三个人 回到了牵手住间的故居 我去修炼 等到了晚饭时间 再做饭 静音外出一趟 深感自己的实力不够 孤儿要加倍努力 谢谢姐姐 只剩下两个人 夏木换回了称呼 不客气 钢手揉了揉他的头 好听的声音响起 以后你一直乖下去 姐姐会给你更多的奖励 戏说 什么奖励 有没有那种大人的奖励 夏木抱住他的右臂 脑袋靠向侧风 说道 我会努力的 钢手 立即露出满意的笑容 看着他小孩的举动 伸手掐了下他的脸颊 手感很棒 他又不受控制捏了捏 姐姐 我有个礼物送给你 夏木松开他的手臂 在他好奇的目光 拿出一串项链 初戴项链与之相比 顿时显得比较朴素 钢手也是女人 看到这串漂亮的项链 顿时眼睛一亮 姐姐是大美人 怎能少了项链的陪衬呢 夏木笑着说道 也算是和姐姐互换了项链 其他男人这么说 钢手肯定认为他不怀好意 但九岁的男孩 以真诚的目光 看着他 他觉得自己 有点顶不住 钢手在凝视片刻后 开心地摸了摸他的头 绽放出如春暖花开般的笑容 你帮我戴上吗 他自觉转身 在他的面前蹲下 夏木抬起他的双马尾 项链还上他细腻的脖梗 最终扣上 怎么样 钢手打量着项链 问道 真大 哦不对 真大 嗨嗨 夏木点头说道 真好看 你呀 就是嘴甜 钢手时只戳了下他的额头 但脸上的笑容出卖了他 你怎么知道甜不甜 是过了才能说这话 夏木心里批判着他的不严谨 嘴上却说道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相信你 钢手打了个哈欠 说道 之前解开阴风印用了不少查克拉 导致这两天都有点疲惫 我给你按摩 夏木坐在沙发上 拍了拍腿 说道 姐姐 你躺下 钢手迟疑了几秒 虽然不想堕落 但这种情况 根本无法拒绝 没事 只是按摩而已 打了这么久仗 难道不能享受享受 钢手将脑袋枕在夏木的大腿上 然后闭上了眼睛 我开始啦 夏木告知一声后 伸出手将钢手的刘海拨向两边 然后开始按摩 他其实不懂什么按摩 但无外乎是捏合柔 按照固定的节奏 他缓慢按着钢手的额头 几分钟后钢手的身体放松下来 他本来就有点累 在家有人温柔的按摩 心思一静就陷入了睡眠 夏木很快转移到了他的脸上 很有肉感 但又不胖 体型恰到好处 这种女人就不会个手 忽然钢手侧身 脸部面对着他 夏木顿时不太好操作 他沉思片刻 看着他玲珑剔透的耳廓 俯下身 吹了一口气 在前世叫做ASMR 夏木有时候会听 但完全不能致失眠 只会更加兴奋 不过还是挺舒服的 就是差点工具进行辅助 比如棉棒什么的 不要 钢手身体一颤 醒了过来 睁开眼 看到了一脸猛的夏木 耳朵不需要按摩 他脸色微红 小声说道 夏木微微一震 这么小声 还想开 等等 这不是钢手的性格 哦 原来如此 敏感点 如果是游戏 比如只狼 此刻应该有个红点出现 夏木暗自记下 点了点头 说道 我知道了 钢手又重新闭上眼睛 没过太久 便传出颇有节奏的呼吸声 夏木享受着 细腻光滑的触感 直到双手实在是太累 就停下了按摩 我 静音刚想说话 就看到了 在睡觉的钢手 师徒就要有师徒的样子 眼前的一幕 完全看不出两个人的关系 是师徒 但想到钢手 和夏木平日里的表现 似乎非常合理 静音悄无声息溜进了厨房 夏木 则是继续轻轻地 抚摸着钢手的头发 这是报复 他自己已经被摸头了 不知道多少次 终于有机会 进行反攻 到了吃饭时间 钢手醒了过来 他睡得蛮好的 事实上 孔穴症治疗结束后 他回归一个人的睡觉生活 时不时会因为不习惯而失眠 夏木站起身 因为保持一个动作 静音下午 故而双腿酸麻 朝后倒去 钢手 连忙伸出右臂 扶住他 但下一秒 尴尬的事情发生 夏木 在倒下的同时 下意识 想抓住什么东西 结果攀岩到了封顶 钢手 顿时红透了脸 松开了手臂 任由夏木摔在沙发上 过来吃饭 他留下四个字 就消失不见 夏木看了眼左手 我发誓 真的是意外啊 接下来就是吃饭 修炼和睡觉 夏木很顺利进入了梦乡 但钢手没有 他的精神非常好 完全睡不着 许久之后 他起身 偷摸到了夏木的门前 门关了 但没锁 钢手以他精湛的前行之术 在不惊动夏木的前提下 来到了床边 夏木睡得很香 小脸颇为平静 再配合他的长相 在钢手看来 仿佛是一碎的瓷器 他的心中 涌出了一股莫名的感情 钢手有些迷茫 他知道保持距离是正确的 但却无法控制 自身的想法 压抑到了极点 反而会在某一刻炸开 钢手轻叹一声 呆力片刻 什么也没有做 转身离开 心情平静下来后 也很快度过了漫漫长夜 第二天 敲门声响起 钢手大人 夏木在家吗 与之拨指水箭 开门的是钢手 便开口问道 指水啊 你找他有什么事 钢手挑了挑眉 他对宇之拨一族 没什么偏见 但夏木最好不要跟他们走得太近 嗯 全世界家长的共性 我想请他吃饭 表示感谢 宇之拨指水 察觉到了钢手隐约的戒备 不过他很难理解 我问问他 钢手想了想 终究没有拒绝 他转身进入书房 指水说 请你吃饭 表示感谢 你要去吗 感谢 夏木现在明白了 宇之拨指水 昨天在火影办公室说那句话 是因为他阻止了大蛇丸 去吧 夏木答应下来 转眼和宇之拨指水 来到了一家烤肉店 宇之拨又也在 已经点好了菜 这顿饭 主要是感谢你的元首 不然的话 我可能会失去我的双眼 宇之拨指水端起酒杯 说道 因为没有成年 所以就喝果汁吧 三个人碰了一杯 我看过你写的火汁 意志文章 宇之拨指水 一饮而尽后 继续说道 难得遇到一个如此 志同道合之人 我觉得 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好家伙 恩将仇报啊 谁不知道 宇之拨一族的朋友 是最危险的 指不定哪天 变成了开眼的祭品 夏木微笑着拿起筷子 说道 可以探讨 一顿饭 三个人都吃得很满意 虽然获取了宇之拨指水 和宇之拨又暂时的信任 但夏木的生活 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又过了一周 云影村的使者到来 未表诚意 袁非日展亲自带领各大人族接见 火影大楼会客大厅 日族怎么没有来 袁非日展扫了一眼 发现少了日向一族 便开口问道 日向族长说 因准备日向雏天三岁生日 暂时无法脱身 身后的火影互为回答 袁非日展皱起眉头 这是在表达不满啊 先前的舆论宣传 刚手和宇之拨复乐 是最大的赢家 日向一族则没有被提到 他吸了口烟斗 说道 不来也没事 日向一族一直以来 都是坚定的火影支持者 谁赢 他们帮谁 这也是他们屹立不倒的原因 不满归不满 忠诚还是有的 袁非日展对于日向日族的小举动 倒不觉得有什么 下次补偿就是 没过太久 云影村的使节团进入大厅 一共十二个人 领头的上任叫做萨摩叶 在双方因为条件 而展开唇枪舌战的时候 夏目收到了一封邀请函 来自日向一族 而且是日向日族亲自书写 诚意满满 邀请他们参加日向橱田的生日宴 夏目自然不会错过 云影村的使者也已经到来 马上就是那件事情的发生 日向橱田绑架案 命运值在招手啊 不仅仅是他的命运节点 也是日向日差 和日向宁次的命运节点 就下他们 说不定还能触发宗家和分家的矛盾 获取更多的命运值 不过龙中鸟的存在 始终是一把枷锁 再怎么闹腾 分家都逃不开被操控的命运 有点痒 夏目打了个冷战 漩涡会那按摩的动作 停了几秒 喝了口水 然后又继续 耳朵处不断传来湿热的触感 夏目感慨 这才是享受的正确方式啊 真人 ASMR真不错 他上次帮刚手按摩后 就惦记上了这事 让漩涡会那一事 果然令人十分舒畅 虽然不够灵巧 但足够认真 按照这个态度下去 熟练度提高 是迟早的事情 日后就可以换个部位 计划通 夏目侧躺在漩涡会那的西部 眼睛欣赏着他的衣服 今天穿的是他定制的衣服 不是先前的拉姆或伊什塔尔 而是精灵叫做塞里斯汀 只能说 懂得都懂 不懂得也不要去探究 保持纯真就好 这套衣服是白色的礼裙 但用料比较少 在夏目侧躺的视线中 只有垂下来的一根黑色吊带 挡住底部的风景 续击手报告 没有变 漩涡会那脸色红透 像只猫在不断地按摩他的耳部 柔弱 无奈 但又顺从 令人颇为联系 半个小时后 夏目一脸愉悦 结束了快乐的时光 漩涡会那擦了擦鹅脚的汗水 觉得有些口干舌燥 便又喝了一杯水 谢谢 夏目捏了下他脸上的红韵 感觉热热的 你喜欢就好 漩涡会那虽然羞耻 但语气依旧是温柔 就像是一位不介意孩子胡闹的母亲 夏目没有再待下去 因为今晚是日向初天的生日宴 距离云影村使者到达 已经过去了四天 但谈判依旧没有结束 因为条件没有达到双方的预期 云影村想获得最大的利益 袁飞日展则觉得 这场战争我才是胜利者 也提出了条件 一时之间就有点僵持 不过谈判嘛 本来便是一场拔河比赛 很难瞬间分出胜负的 刚手 夏目 静英和药师都四个人 来到了日向宅院门口 此时已经是黄昏 但热闹十足 来来往往的客人 以及忙碌的日向族人 刚手 作为三人之一 待遇自然不同 刚手大人 日向日足连忙走出来 说道 今晚专门为你准备了好酒 一定不要客气 好酒 那我可要好好尝尝 如果不好的话 我得找你麻烦 刚手听到好酒二字 就跟猫见了鱼一样 眼睛一亮 放心 绝对是 日向日足 一边引着四个人进入了庭院 一边保证说道 他之所以优待刚手 不单单是三人的名号 更重要的是他医疗忍者的身份 作为忍者 说不准哪天就身受重伤 讨好刚手 就多了几分活命的机会啊 刚手大人 还有你这三位高徒 随便找地方做 我还得继续招呼客人 说我适配 日向日足致歉后 转身离开 人还挺多的 刚手扫了一圈 基本上是熟人 主要是各大忍族的忍者 和平民上人 少说也有几百号人 非常热闹 但合理 日向一族 不仅是木叶村的元老家族 还是从战国时期传承至今 拥有身后底蕴的人族 实力强大不说 又不像羽之波一族 那么难相处 故而和各大忍族关系 还不错 如今是日向厨田的生日宴 大家当然会给面子前来 就连羽之波一族 也来了人 是羽之波美情 他是因为日向领花才来的 男人们打得不可开交 但夫人们却是闺蜜 刚手大人 还有兜河夏母 四个人刚坐下 就走过来一位熟人 药师爷乃宇 院长 夏母和药师都 立即起身 喊道 你们坐下 不用客奸 药师爷乃宇一脸欣慰 夏母现在已经被原非日展 宣传成新一代的天才 而药师都不忘初心 让木业村加大了头路 以后孤儿院就不用那么拮据 名气和金钱都已经获得 药师爷乃宇 为他的这两个养子感到骄傲 院长 现在孤儿院有木业管理 您不如去木业医院任职 闲聊中 夏母忽然建议说道 你怎么会这么想 药师爷乃宇微微一正 问道 因为你是医疗忍者 我觉得待在孤儿院有点浪费 夏母转头看向刚手 问道 老师 你的想法呢 确实 刚手察觉到了他的意图 问道 你的水平 我是了解的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让老头子把你调到木业医院 当副院长 你看如何 夏母顿时点了个赞 给力哦 老姐 待在孤儿院 终究有被团藏威胁的时候 毕竟这里不太受重视 但木业医院就不同 是医疗体系的重中之重 如果是副院长 袁飞日展按理说是 不会让他在外出 更不用说去别村当间谍 这不是浪费资源吗 而且有了刚手的举荐 至村团葬也会有所顾虑 先前 夏母没说 一是没想到这一出 而且那时候 他们年龄太小 也没这个能力 二是 要是爷乃宇 是不会放弃孤儿院的 但现在木业接管 他的压力骤减 至少不用为了维持生计 而到处奔波 可是孤儿院这边 要是爷乃宇 有心前往牧业医院 毕竟他是一个医疗忍者 但他依旧放心不下孤儿院 交给我吧 要是都文言说道 我会看着孤儿院的 如果有问题 再请老师联系 火影大人解决 搬出了刚手 要是爷乃宇 顿时放心下来 因为你的行为 要是爷乃宇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49点 随着这条提示音响起 夏母的命运值 正式突破了1000点 可喜可贺 但他也没换什么 囤着换先人体 遇到危险的时候 换点应急的商品 他们怎么来了 挺有胆子的呀 两村交战 不展来时 我们不爽 也不能随便动手 忽然的议论声 让夏母抬起头 在门口 只见12个 带着云影村护额的人者出现 最前面的那位 正是云人使团首领萨摩叶 夏母挑了挑眉 他想到了一种可能 前世 他就很疑惑 萨摩叶是怎么在全市白眼 戒备森严的日向宅院 接近日向橱田的 俗话说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日向橱田的生日宴会 聚集了大部分 牧业村的上人 正常人 都不可能想到 有人敢闹事 但反其道而行之 正是这种思维 才导致了日向一族的松懈 在宴会的后半期 大家吃喝尽兴之时 完全可以溜进内院 带走日向橱田 不管猜测对不对 夏母都打算盯着萨摩叶 萨摩叶等人 知道自己不受待见 找了个偏僻的位置坐下 其他人看了几眼 也不再关注 这里是牧业村 又不是云影村 区区几个云人 他们敢搞事吗 就算敢 瞧一瞧四周的人者们 敢伸手 就会被剁手 半个小时后 客人全部到齐 生日宴正式开始 在吃饭前 还有日向日足的致辞 就是感谢大家抽空前来 吃好喝好这种话 之后 便是这场宴会的主角登场 日向橱田 他今天穿着一身和服 看起来颇为可爱 尤其是配上他害羞的表情 但日向日足却皱起了眉头 这副唯唯诺诺的模样 真让他火冒三丈 瞧瞧日向宁次 他在三岁的时候 那种表现 就连他也有点极度日向日差 如果生在宗家 该多好啊 不行 就再生一个吧 日向日足脑海里 忽然冒出了这句话 先前他其实是不愿意的 因为日向一族的规矩 宗家一代只有一个 比如 他和日向日差是亲兄弟 但他是宗家 日向日差 就必须打上龙中鸟 如果日向日足放弃日向厨田 意味着他也会变成分家 额头留下皱印 从此命运交给别人 他厌恶龙中鸟 但他是既得利益者 也无法违背规矩 更不可能废除 日向厨田支支吾说了两句 日向日足就连忙接过话 宣布可以开始吃饭 刚手立即拿起酒壶 倒了杯酒 浅尝一口后 顿时眼睛亮起 果然是没酒啊 因为欠债问题 他以往喝的酒都是平价酒 后来 夏目赚钱后 倒是买了好酒 但日向一族储存的酒明显更加珍贵 不知道放了多少年 味道颇为醇和 夏目拿起筷子 夹起一块肉 扔进嘴中 蛮不错的 日向一族是牧业村最为传统的忍族 形式风格保持了贵族的规矩 连饭菜皆是如此 夏目转头 看见刚手已经喝了好几杯 便说道 别光喝酒 多吃点菜 他是担心他喝醉后说什么胡话 到时候 可就是社会性死亡 刚手看了他一眼 听话地拿起筷子 但饶是如此 他也逐渐上了头 越喝越多 提到喝酒 夏目也没办法阻止他 时间过半 夜已经颇深 日向除田早就随着母亲日向领花离开 但客人们依旧在享受着热闹的宴会 夏目忽然眼睛一眯 云影村那两桌少了一个人 撒摩夜 静音 你照顾老师 我去下厕所 他连忙起身 又顿了顿 把桌上的一盘烧鸡带走 静音和药师都对视一眼 全是疑惑 去厕所 你带吃的带什么 你不对劲 夏目出了大厅 便双手结印 化作一个白眼忍者 他小心地朝着内院前去 果不其然 因为宴会 戒备要比往日更加松懈 毕竟大部分日向族人 都在大厅里喝酒呢 夏目扫了眼 没注意到萨摩夜 应该是使用了某种潜伏手段 既然如此 就先找日向除田 他来之前 做过功课 知道大概的位置 到了区域后 发现有些草率 有一排的建筑 狗大户啊 夏目吐槽着接近房间的窗户 准备一一排查 好在他运气不错 在第三间 瞅见了日向除田 他犹豫几秒 翻窗而入 这是救人 不是犯罪 他觉得自己 还是没问题的 用法外狂徒张三的话说 叫做紧急避险 因为担心 日向除田下意识地叫喊 夏目进入后 顺身竖到他面前 捂住他的嘴巴 说道 别怕 是我 日向除田提起来的心 终于落下 眼睛露出了惊喜 先前在生日宴 因为害羞 他低着头 没敢看有哪些客人 也没注意到夏目 夏目见状 松开手 退了一步 他拿出一根鸡腿 笑问道 姑娘 你要吃鸡腿吗 日向除田 眼睛不受控制 落在了鸡腿上面 他确实没吃饱 或者说 从来没有吃饱过 在日向一族 规矩森严 吃饭也是点到为止 夏目觉得有趣 晃了晃鸡腿 日向除田的小脑袋 也随之上下摆动 可爱 真可爱 令他想到了 前世斗狗的场景 嘿嘿 比喻 这只是一个比喻 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 要吃吗 夏目重复一遍 问道 日向除田下意识点头 然后又连忙摇头 表示拒绝 他自小学习的 教养告诉他 此事不能吃 不要就是要 夏目表示 没有人比我更懂女人 他把鸡腿塞给他 说道 吃吧 日向除田下意识 咽了咽口水 嗅着香味 看着充满食欲的鸡腿 终究是没忍住 咬了下去 即使到了这种地步 他依旧没有狼土虎咽 而是十分优雅 小口小口吃着 不过被夏目看着 他显然有点难为情 脸色逐渐变红 一根鸡腿 很快吃完 谢 谢 日向除田 把骨头放在一边 小声说道 吃饱了吗 夏目问道 日向除田摇头后 旋即重重点头 在这之前 他从未有过偷吃鸡腿的行为 对他而言 已经足够刺激 再吃下去 总觉得和日向一族的规矩不符合 显得过于失礼 只是他一抬头 发现夏目端出来了一盘烧鸡 日向除田缓了片刻 脸上露出些许的惊慌 连忙摆手 我真的 吃饱了 嘘 夏目手指按在他的嘴唇上 示意他小声点 说谎可不是乖孩子哦 你是乖孩子吗 我 我 日向除田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没事 夏目揉了揉他的脑袋 说道 在我面前 不用讲究什么繁文入节 自由自在最好 日向除田抬眼 注意到他眼神中的温柔 警告 警告 机体过热 他的脸上仿佛是冒出了热气 红彤彤的 夏目连忙松开手 看着这个蒸汽机 说道 别想太多 吃吧 日向除田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没有晕过去 他犹豫了片刻 没有辜负夏目的好心 撕开一块鸡肉 吃了起来 本来 按照他的性格和教养 这辈子都不可能吃手抓鸡 但冲破规矩的感觉 似乎蛮不错的 日向除田 莫名的开心起来 日向除田 忍戒的大卫王 比隔壁的秋道一族还能吃 在排除日向日族 或日向领花 玩的太花的可能性后 真相只有一个 血脉比较纯 说不定是凡族 日向一族的祖先 正是大统木一族 实力强大 血脉也可怕至极 按照能量守恒的定律 血脉越纯 想要开发就越难 呃 无疑是身体传递出来的信号 它需要能量 有句话怎么说的 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日向除田的情况 没人了解 外加他性格内向 故而一直没吃饱过饭 食不饱 力不足也 他的潜力 无法发挥出来 在日向日族看来 就很烂 天赋远远比不上 日向宁次 身为宗家的继承人 这无疑是 不被允许的 挺可怜的 夏木扫了眼 他满嘴的油 抽出纸巾 递给他 说道 擦一下吧 日向除田 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他是第一次失态 尤其是在外人面前 显得这么粗鲁 竟然用手吃鸡 而不是筷子 日向除田擦嘴后 又擦了擦手 把油去掉 吃饱了吗 夏木又一次问道 日向除田迟疑了两秒 想起他先前说的话 在他面前可以自由一点 不用说谎 没有 他点了点头 虽然比较诚实 但这种承认 自己饭量的回答 让他非常难为情 果然啊 夏木有些抱歉 说道 我现在手里没吃的 等会儿我再给你 他走的时候 只拿了一盘烧鸡 但他不敢离开 怕萨摩叶找上门 把这个小姑娘打包带走 万一因为他的蝴蝶效应 日向日足没拦住 那就离谱了呀 日向除田 乖巧地点了点头 但片刻后 他忽然意识到了问题 夏木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而且看情况 是偷摸进来的 你 你是专门 给我送吃的吗 日向除田低着头 不敢看他 两根手指不安地戳来戳去 你这反射弧 可真够长的 得亏你遇到的是我 夏木想了想 说道 我看见云影村的人者 鬼鬼祟祟的 可能对你不利 所以我就过来见你 哎 日向除田睁大眼睛 是他没有想到的理由 但在震惊过后 就是感激 这已经是第三次相救 他压根没考虑过 说谎的可能性 被这么纯洁的眼神盯着 夏木感觉到了压力 他忽然理解了刚手 怪不得顶不住 谢 谢 日向除田看了他一眼 又连忙一开视线 不客气 夏木摸了摸他柔顺的头发 忽然灵机一动 召唤出一个拳头大小的阔鱼 这是 日向除田 看着这团白色软软的东西 不由地问道 我的通灵兽 先放你这里 夏木也没有解释 说道 你记得躲起来 他转身来到大门处 提前布置的预警 已经被触发 萨摩叶就在不远的位置 用不了几秒 便会找到日向除田 夏木再次从窗户翻出了房间 日向除田下意识想跑过来 但想到他的话便躲进了衣柜里 本来 他挺害怕的 但现在有阔鱼 那种紧张的情绪 缓和了不少 真是温柔 日向除田意识到 夏木给阔鱼的用意 他抬起手放在心脏上 感觉他跳动得很快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情感 但他知道自己很高兴 作为日向一族的大小姐 他今晚收了 诸多珍贵和罕见的礼物 只是在他心中 都比不上那根不值什么钱的鸡腿 谁 萨摩叶忽然转头 看见了一个有点面熟的少年 夏木一脸遗憾 自己的前行 还是没有修炼到家 本来是想绕到他的背后 给他来一次圣机的 是你 萨摩叶脸色变得难看 刚手的徒弟 夏木 我现在这么有名 夏木被叫破名字 还有点猛 萨摩叶懒得解释 他认出夏木 不是他很有名气 而是他参加了那场 水淹云忍的战斗 不幸的是 他是被淹的那个 但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 而且又见到了这个小鬼 下一刻 他的身影融于夜色 以极快的速度 拉起刀光 砍向夏木 萨摩叶没有使用忍术 他还想着 能快速解决夏木 再去找日向出田 但事实证明 他想得太美 夏木在瞬间 抽出了雷神之剑 查克拉输入 露出偏金色的剑身 萨摩叶瞪大了眼睛 雷神之剑 如切豆腐一般 切掉了他的长刀 并且于是不减 又要把他拦腰切断 但他的反应 速度很快 身体往后滑倒 在一个空翻 避开了攻击 夏木栖身上前 手起刀落 萨摩叶察觉到了危险 咬了咬牙 身体冒出雷光 避开雷神之剑的同时 向外跑去 短时间拿不下夏木 已经意味着失败 任向一族再怎么松懈 也会有所察觉 有入侵者 夏木直接大喊 小小帮助了他一把 同时 以高速 截出了水炖水牙弹 旋转的水流化作子弹飞出 减缓了萨摩叶的速度 下一刻 树道黑影忽然出现 将他团团包围 在中间的 赫然是日向日足 他看了眼萨摩叶 又看了眼夏木 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贵村的忍者 为何无缘无故攻击我 难道是想再次挑起战争吗 萨摩叶剑已经跑不掉 恶人先告状 问道 他赶过来绑架日向橱田 是吃定了木叶 不愿意再打仗 事实上正是如此 只是原作中 原飞日展和日向日足的操作 令人脑穴栓 居然让日向日差 以性命相抵 离谱 原飞日展 就没有想过 这会令其他忍者寒心吗 现在因为夏木的插手 萨摩叶没有死 云影村里亏在先 没有借口 接下来只需要证明 确实是他的错就行 日向日足 自然不信萨摩叶的话 他看向夏木 等他的解释 我外出上厕所 看见他跑进了内院 我心生疑惑 跟踪他 但没想到 他想对楚田小姐下手 于是我便阻止了他 夏木说完 日向日足等人 直接怒气拉满 满脸杀气 围住了萨摩叶 一个云忍 和一个三忍的徒弟 该相信谁 不用多说 他诽谤我啊 萨摩叶大喊 那请你解释下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内院 夏木轻而易举 送上了绝杀 萨摩叶顿时支舞起来 内院是女眷所在的位置 正常客人 怎么会没事跑 这里溜达呢 又不是姓曹 日向大人 还请将此事 交由火影大人处理 以免影响两村的和谈 夏木生怕 日向日足遗弃之下 把他打死 你打死的不是云忍 而是你亲弟的 正在气头上的日向日足 顿时冷静下来 萨摩叶可不是普通的云忍 他现在代表的是云忍村 他感激看了夏木一眼 叫人将参加宴会的 十二个云忍抓起来 押送火影大楼 因为你的行为 日向日差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八十点 因为你的行为 日向宁次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二十九点 因为你的行为 日向雏田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六十九点 因为你的行为 日向日足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十七点 大风烧啊 夏木心情顿时愉悦 今夜还剩下最后一件事 给日向雏田送外卖 一场危机 在夏木的努力下消灭 可惜没有人知道 深藏功与名啊 因为萨摩叶的举动 日向雏田的生日宴 也到此结束 客人们纷纷离开 这种情况下 接着奏乐 接着舞就属实是不知好歹 只有醉醺醺的刚手 不明所以 酒来了 你们怎么都不喝啊 金姐 你和我一起 送老师回家吧 夏木叹了口气 一个人搀扶一边 离开了日向宅院 要是都 则是返回孤儿院休息 回到家 夏木将刚手放在床上 说道 金英姐 你帮老师换下衣服 他倒是想换 但为了避免金英怀疑人生 还是交给他照顾吧 夏木返回自己房间 沟通 阔瑜进行视觉共享 他要给日向雏田送吃的 但不能被别人瞧见 不然的话 他可解释不清楚 几秒后 他链接上了阔瑜的视觉 有点黑 他扫了眼四周 发现阔瑜在衣柜里 日向雏田 并没有暴露 他今晚来过 夏木透过衣柜缝隙 向外看去 映入眼帘的是 日向零花 抱着日向雏田的场面 这位夫人脸上全是后怕 差一点 就差一点 他就可能见不到自己女儿 一时半会儿 恐怕不会结束 夏木想着 断开了视觉共享 直接出门 跑到烤肉店 老板 开门 谁啊 大晚上的 老板一脸不爽打开门 说道 不卖了 快走 十万两 夏木竖起食指说道 给我十人份的烤肉 哎呦 客人 请进 快请进 老板当场上演 穿剧变脸 热情地仿佛看见了亲兄弟 您稍等 我马上开火给您做 夏木笑了笑 果然超能力最好用 一个小时后 他双手提着十个塑料袋 离开了烤肉店 下次再来啊 老板笑眯眯地喊道 夏木回到家 先召唤出第二个阔鱼 在链接上第一个阔鱼的视觉 日向零花已经离开 只剩下日向雏田 一个人在房间里 你通灵之术 他消失在房间里 通灵术是忍者召唤通灵兽 逆通灵之术 则是通灵兽召唤忍者 但这个忍术 限制极大 一般的通灵兽 根本无法学会 就连三大圣地 也是寥寥无几 不过尸骨灵 扩于皆是一个整体 即扩于仙人 他自然是会的 一阵烟雾闪过 夏木出现在日向雏田的房间里 他此时正坐在床边 小脑袋一点一点地在打瞌睡 本来他已经该睡觉 但因为夏木的话 所以他一直在等待 真乖啊 夏木打开塑料袋 拿出一串烤肉 放在雏田的鼻子前 本以为会被惊醒 但没想到根本没有 在睡梦中的雏田舔了舔嘴角 香气过于浓烈 仿佛是真的 叶线分泌出唾叶 随之流下 形成了拉丝 夏木不由地一笑 这是什么人间萌物 雏田 夏木喊了几声后 日向雏田醒了过来 他看着眼前的烤肉 才明白刚刚的不是梦 而是真实的 过来吃吧 夏木伸出手 帮他擦了嘴角的口水 日向雏田反应过来 立即冒烟 变成了蒸汽机 既有害羞 又有丢人 对于秉承优雅的大小姐而言 被人看到睡觉流口水这种事 实在是太过于难为情 夏木倒是不在意 他很喜欢养个蒸汽机 在他玩卫石小游戏的时候 正在睡觉的原飞日展 被暗部叫醒 你说什么 原本有点迷糊的原飞日展 顿时清醒过来 日向组长 押着萨摩叶等十二位云人 正在火影大楼等名 暗部人者重复说道 原飞日展不可置信 瞪大了眼睛 日向日足 你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 也背叛了木叶 抓云影村使者团 你是想直接开战不成 难道说是因为上次战争 没捞到功劳 再想来一次 短短的几秒钟 原飞日展聪明的大脑 快速运转 但很快 他就否定了猜测 玩归玩 闹归闹 日向日足 是不敢拿战争开玩笑的 原飞日展换上衣服 飞快赶到了火影办公室 他看了眼萨摩叶等人 问道 日足 发生了什么事 日向日足 立即把事情说了一遍 原飞日展皱起眉头 在和谈的关键时刻 怎么又生出这种波折 麻烦啊 在这一刻 他想的不是日向雏田的安危 而是木叶村的和平 打了这么久的仗 不能再打下去 需要休养生息 只是日向一族这边 也不能不管不问 萨摩叶 这就是你们云影村的诚意吗 原飞日展面带不满 质问 此事是我一时鬼迷心窍 与云影村无关 萨摩叶自知理亏 选择扛下了一切 但你是云影村的忍者 岂能拖得了干系 原飞日展不信他的鬼话 猛地一拍桌子 怒道 鬼村必须给我们木叶村一个交代 此次和谈 我们云影村愿意让步 答应木叶村的条件 火影大人 以为如何 萨摩叶来之前 就已经和四代雷影商量过 如果被抓 该怎么应对 原飞日展顿时心动 木叶村提出的条件 相当不错 足以狠狠回波血 而且 何谈获得的胜果越多 对他的名声和地位 就是再次的稳固 他本以为云影村不会答应的 毕竟已经砍了好几天的假 果然是天佑木叶啊 原飞日展倾咳一声 说道 日族啊 雏天没有受伤 现在云影村又给出了补偿 便到此为止吧 日向日族 心里全是问号 什么叫做 雏天没有受伤 就可以到此为止 难道非要死个人 才叫做严重 在这一刻 日向日族有些心灰意冷 他自认为 日向一族追随原飞日展后 兢兢业业 忠心耿耿 但没有想到 居然会受到这样的对待 就依火影大人所言吧 日向日族异性阑珊 转身离开 请起 原飞日展警告说道 萨摩叶 同样的事情 我不希望看见第二次 火影大人 我不会再反 萨摩叶态度摆得很低 明天签完约 我们就立即离开 原飞日展 满意地点了点头 虽然让日向日族 心生下戏 但能换这么优厚的 和谈条件 一切都是值得的 大不了 以后多照顾下 日向一族吗 相信以日向日族的智慧 也应该明白 火影必须拥有大局观 不能因为某个人族 影响到整个木叶的安危 木叶村和云影村的和谈 在原飞日展的 亲自督办下 顺利结束 并且获得了 极大的战争赔偿 这则喜讯 在极短的时间内 人尽皆知 原飞日展 又坐实了他 最强火影的称号 夏木忽然想起了 原作中的木叶崩溃计划 他和大蛇丸大战 没有一个人上前帮忙 连麦特凯 都被齐木卡卡西拦下 或许原因就是 在他们的心目中 我家火影 天下无敌 绝不可能输 大哥哥 夏木停下脚步 不远处的漩涡名人 在向他招手 脸上笑得颇为开心 但因为他的出现 附近的村民立即避开 本来有些热闹的街道 竟然瞬间冷清 夏木暗到以后拥挤的时候 可以带上漩涡名人 这可比开水来了 更有威慑力 漩涡名人的笑容顿时凝固 道歉说道 对不起 大哥哥 何必去在乎他人的看法呢 夏木毫不在意地笑了笑 如果你在意 你就失去了自我 大哥哥每次说的话 都挺有道理的 就是有些时候我听不懂 漩涡名人眼睛流露出些许的沉思 但片刻憨憨地挠了挠头 说道 没事 以后你上学后 多读书就能明白 夏木前世就认为 漩涡名人吃亏再没好好读书 只是嘴顿 却拿不出具体的办法 一切都白搭 抛开实力不谈 漩涡名人当火影的水平蛮一般的 勤奋倒是勤奋 但没智慧 瞎忙 火影爷爷也是这么说的 漩涡名人眼睛一亮 道 他让我下个月去学校呢 上学 你才三岁 上什么学 夏木问完后 想起了原作中提到过 漩涡名人毕业考试 考了三次都没过 换句话说 他提前了三年上学 仔细分析下 确实是可能的 现在的他是个孤儿 每天待在家无所事事 还不如去上学 接受火的教育 火影爷爷说 早点上学 能早点变强 漩涡名人两句话 都不离原非日展 夏木并不意外 他这只小狐狸 能察觉到老狐狸的破绽 才是有问题的 也好 这样的话 更容易获取命运值 上学确实能变强 夏木眼珠转了转 漩涡名人之所以留级 不是因为他天赋不行 而是因为体内九尾在捣乱 使得他无法自如 控制自己的查克拉 抛开九尾不谈 他的天赋极为可怕 整个人界 都找不出几个 能比他更高的人者 比如螺旋丸系列忍数 虽然不少人吐槽一个螺旋丸 用到了大结局 但一般人真的开发不了 这么多的版本 九尾捣乱 可以用封印术解决 虽然会让漩涡名人 暂时无法和九尾沟通 但能释放他本身的查克拉 漩涡一族的查克拉 天生就多 没有九尾 问题不大 再说 只是暂时的 他终究会被自来野教导 使用九尾 夏木在想 如果自己帮助了漩涡名人 他在学校化身超级天才 其命运又如何呢 他会不会和原作中一样 与宇智波佐助 春夜阴等人相遇 并产生羁绊 有趣 夏木开口问道 名人 你是要去买东西吗 嗯 买泡面 大哥哥要一起去吗 漩涡名人抬起头 颇为期待问道 我还有事情要办 但你可以在店里等我 夏木和他告别后 转到短侧阶的群麻赌场 他不会封印术 漩涡会耐会 而且是漩涡一族的封印术 和封印九尾的术是一样的 加固起来 颇为简单 被人发现的概率也不大 只是名人附近有暗部忍者监视 好在不是贴身保护 而是在远处 夏木可以利用 视野盲区进行操作 哥哥 同样的称呼 他更喜欢湘灵 好听又可爱 或许印证了前世的那句话 女家微信 男子强 夏木捏了捏他的小脸 问道 你妈妈呢 湘灵指向不远处的房间 说道 他在里面 大白天在房间里干什么 夏木走近 推开门 颇为好奇扫了眼 顿时愣住 不着片旅的身体曲线 映入眼帘 红 白 这个场景 怎么似曾相识啊 夏木凝望片刻 明白了漩涡会奈 应该在修炼阴风印 在他的身上 有不少黑色符文 他记得 原作中阴风印解开后 脸上确实会出现这种纹路 只是没想到 其他地方也有 夏木没有贸然打扰 免得漩涡会奈出问题 只是这样修炼不行啊 万一被其他人看见了怎么办 他岂不是血亏 夏木想着关上门 一边陪香灵丸 一边等 过了几分钟后 房间的大门打开 漩涡会奈看到夏木 顿时一愣 接着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等久了吧 还好 夏木看着他的笑容 蛮开心的 因为每次他过来 漩涡会奈 就会像是最眷念的雏鸟般 向他展示了 什么叫做温柔和喜欢 下次修炼阴风印 叫上我 夏木正气凛然说道 你这样的状态 太危险 需要有个人看着 漩涡会奈 听着听着就低下了头 面颊微红 已经明白 他的弦外之音 但他没有拒绝 说道 嗯 我知道了 你能在不被人察觉的情况下 使用四项风印吗 夏木回归到了正题 再等下去 漩涡会奈那边 会被人察觉到异常的 漩涡会奈陷入了沉思 半想后 说道 很难 如果原本就有四项风印 只是加固 那可以吗 夏木想了想 又问道 可以 漩涡会奈点头 问道 是有什么事要我做吗 他还蛮期待的 受夏木照顾了近三年 又学了风印术 终于能派上用场 再不用 他感觉自己 要被养成了废人 不错 夏木看向湘灵 摸了摸他的红发 说道 你乖乖在家 我和妈妈出去一趟 很快回来 嗯 湘灵乖巧点头 他在哥哥面前 向来都是好妹妹 漩涡会奈使用了变身术 遮掩了自己过于惹眼的红发 在化身群麻赌场的员工 在夏木的指使下 将打包的一份烤肉 送给漩涡名人 作为今天的见面礼 趁着接触的时候 漩涡会奈加过了封印 因为你的行为 漩涡名人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58点 因为你的行为 春野鹰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99点 因为你的行为 奇目卡凯西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99点 因为你的行为 九喇嘛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7点 夏木顿时收到了四条提示音 超乎了他的意料 漩涡名人和九喇嘛 也就是九尾的命运出现了变化 夏木能理解 但春野鹰和奇目卡卡西 是因为什么 既然他们两个都在 那与之波佐助呢 夏木沉思片刻 有了个猜测 漩涡名人成为了超级天才 他自然不会留级 而是顺利毕业 这样的话 他的队友和老师 都有可能出现变化 也就是说 春野鹰和奇目卡卡西 会与他失之交臂 但与之波佐助没有 不愧是纠缠了千年的虐恋啊 这都分不开你们 阿修罗和鹰陀罗 怕不是男童 嗨嗨 夏木想起前世看过的一句话 如果与之波佐助是个女的 也就没有了春野鹰和日向雏田的事情 漩涡名人拿着烤肉 高兴地离开 夏木和漩涡会奈 则是返回了短侧间 吃过午饭 他便去修炼 木盾 水盾 再加土盾 夏木学的东西蛮多的 不努力点 怎么升职加薪 迎娶白富美 当木叶未来CEO的男人 走上人生巅峰呢 到了深夜 他又利用逆通灵之术 去偷情 啊 呸 说错了 是偷偷给日向雏田送饭 猜猜我是谁 夏木伸手捂住了日向雏田的眼睛 用搞怪的语气 问道 是 是 日向雏田吞吞吐吐 说不出完整的名字 而夏木已经感受到手掌的急速升温 下一刻 仿佛会冒出争气 夏木也不再逗他 拿出今天的夜宵 一乐拉面 他记得 原作中日向雏田一口气吃了四十几碗 让秋到丁次怀疑起人生 但现在他还没长大 胃口应该没有那么恐怖 所以 这次带了十碗过来 日向雏田看见拉面 不受控制的 眼睛亮了起来 仿佛是松鼠看到松果后的反应 给 筷子 夏木坐在他的对面 笑着说道 快吃吧 冷了就不好吃了 谢 谢 日向雏田低着头吃了起来 最近有外出吗 夏木担忧他 又被熊孩子欺负 日向雏田吸溜了一口 把嘴中的拉面吞下后 摇了摇头 说道 父亲大人一直在叫我打拳 没有时间 说到这 他还打了个冷战 日向日族生气又失望的表情 让他十分害怕 但他没有办法改变自身的性格 同时 他也感到了日向日族加大的训练量 仿佛显得颇为急切 夏木皱了皱眉 日向日族和宇智波复月一样 都是鹰霸的代表性人物 为了让自己的儿女变强 过于严格 但一味的严格 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日向雏田养成这种性格 其实也和畏惧日向日族有关 夏木短时间内 没啥办法 只能看看 喂饱日向雏田 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毕竟作为日向一族 这么大的胃口过于反常 而且和秋道一族各个大胖子不同 他吃不胖 夏木思来想去 只能想到是血脉的缘由 过两天 我带你出去玩 真的吗 日向雏田立即开心起来 每天都被日向日族反复训斥 他觉得 再这样下去 自己怕是要疯 能出去忘疯 自然是好的 而且还是和夏木一起 那就更好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夏木笑了笑 说道 继续吃面吧 日向雏田点头 过了半个小时 十碗拉面全部消失 夏木下意识瞅了下他的小腹 没有任何变化 仿佛他的胃势刺元带 吃饱了吗 嗯 日向雏田迟疑着点头 不乖哦 夏木用食指在他的额头上敲了下 说实话 或者说 你还能再吃多少碗 日向雏田脸色又是通红 竖起了一根手指 一碗 夏木挑了挑眉 问道 十 十碗 日向雏田小声说道 夏木脑海中 只剩下两个字 佩服 得亏他有群马赌场 和群马银行 不然的话 他养不起啊 行 明晚我给你 带二十碗拉面 夏木与重心肠说道 一定要吃饱 不吃饱 就没有身体能量 日向雏田乖巧地点头 好了 我不打扰你睡觉 夏木起身 顺便把垃圾带走 再给他留了一只阔鱼 逆通灵兽之术施展 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进入梦乡 但他不知道的是 门外 有个在犯罪的坏女人 刚手 他是睡不着 想来瞧瞧夏木 却发现他不在 沉思片刻 他唤出阔鱼 明白了前因后果 顿时心里犯酸 果然啊 夏木是有了新的小姑娘 刚手明明该高兴的 但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他回到房间 久久无眠 最终考虑到各种因素 他认为是时候 断绝和夏木 过于亲密的关系 保持母子或师徒就行 第二天 夏木 领花说 为了感谢你的元首 打算请你吃饭 到时候 雏田也会去 刚手不动声色说道 哦 夏木按道 还真是巧了呀 他其实本来就打算 通过日向领花 邀请日向雏田出来玩 没想到 主动便被动 可以 夏木点了点头 刚手注意到 他的情绪变化 有点难过 有了媳妇 忘了娘啊 他默念我不难过 我应该开心 因为我是不可能 陪着他到老的 还有一件事情 刚手及时转换了话题 说道 以你和都的实力 已经足够参加中人考试 所以我给你们报了名 夏木愣了愣 倒是有点没想到 但这是好事 成为中人后 地位提高的同时 报酬也相应增多 原作中的中人考试 是联合中人考试 最经典的那次 由牧业村举办 邀请了沙影村 鱼影村 草影村等诸多人村参加 当然 中人考试 也可以本村单独举办 只要活影认可 因为有时候 一年可能就几个申请中人的 搞个联合中人考试 未免太过奢侈 但让他们等个一年办在 也没必要 所以 内部搞一搞就行 因为静音已经是中人 所以你们得再找一位队友 刚手看了眼静音 又将视线落在他的身上 问道 你有人选吗 没有的话 我给你找一位 全种花有队友吗 他是我的同班同学 比较熟悉 夏木想了圈 只能想到 全种花这一个配角 是有可能获得命运值的 我问问 刚手点头 夏木是战斗忍者 要是都是医疗忍者 确实却一位感知忍者 与此同时 妙木山 自来也环顾着四周 脸上露出些许的怀念 三忍之中 他的忍术天赋 其实是最差的 刚手先不谈 和大蛇丸的比试 向来都是以他失败告终 这种情况 在他意外进入妙木山后 得以改变 他修炼了仙术和仙人模式 战力一跃飞升 就连大蛇丸 都不一定打得过他 因为这份恩情 自来也对于妙木山 尤其是蛤蟆仙人 非常敬重 他的话 更是言听计从 好久没回来了呀 自来也一脸感慨 从蛤蟆仙人口中 得知了预言之子的存在后 他就一直在忍戒流浪和采风 目前为止 他锁定了两个人选 波峰水门和长门 前者已经牺牲 自然不是 后者拥有六道仙人的眼睛 天赋又极佳 是有可能的 唯一可惜的是 他不是木叶的人者 妙木山 龙地洞和尸骨灵 并称为通灵兽的三大圣地 在大桶木灰叶降临忍戒之前 就已经存在 是传承特殊体系 也就是仙术的发源地 在原作中 以妙木山的戏份最多 尤其是大蛤蟆仙人 堪称是搞事鼻祖 是他教会了大桶木与一 也就是六道仙人仙术 同时赠与妙木山 治保仙人之福 救活了他弟弟大桶木与村 最终两兄弟大战 大桶木灰叶 将其封印 虽然大蛤蟆仙人 未曾出过手 但他的实力 称得上深不可测 除此之外 还拥有极为精准的预言能力 自来也寻找所谓的预言之子 正是出自他的授意 总之 是个幕后黑手般的存在 自来也走过 到处是蛤蟆石像的道路 这些石像 是修炼仙人模式失败的人者 他也差点成为其中的一员 好在他的运气不错 小自来也 来了呀 一只披着灰色长袍的 绿色蛤蟆出现 身做老大 自来也连忙打招呼 跟我去见大老爷吧 身做仙人没有多说 转身走入大殿 自来也立即跟上 没过太久 他就见到了大蛤蟆仙人 头顶脖是帽 全身是橙色 脖子上带有一串佛珠 中间猫眼石上刻着油渍 体型很大 至少一锅顿不下 当然自来也不会有这种冒犯的想法 他站在下面 公斤喊道 大蛤蟆仙人 大蛤蟆仙人 似乎已经睡着 没有反应 身做仙人叹了口气 早有所料 他深吸一口气 猛然大吼 大老爷 自来也下意识捂住耳朵 你吼那么大声干嘛 大蛤蟆仙人悠悠醒来 问道 来者是谁 每次都玩这套 有意思吗 身做仙人 毫不犹豫吐槽说道 自来也 自来也不敢吐槽 老老实实回答 自来什么 自来也 什么来也啊 自来也啊 在自来也以为 大蛤蟆仙人消遣他的时候 他终于点了点头 如梦初醒 小自来也啊 不好意思 太久没见 我差点认不出来了 没事 自来也还能说啥呢 骂不敢骂 打又打不过 大蛤蟆仙人 您叫我来 是有什么事情吗 是有新的预言吗 他对大蛤蟆仙人敬重 一是因为被传授了 仙术和仙人模式 二是因为他的预言 实在是太准确 这种看透未来的能力 不是仙人 又是什么呢 我曾经跟你说过 预言之子 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可能会给忍戒带来和平 也可能给忍戒带来毁灭 所以需要你作为老师 加以引导 大蛤蟆仙人语气 没有太大的变化 说道 但现在毁灭的可能性 压过了和平 怎么会 自来也被吓了一跳 问道 大蛤蟆仙人 知道原因吗 不知道 大蛤蟆仙人摇头 说道 但你寻找预言之子的脚步 得加快 自来也闻言苦笑 啥都不知道怎么加快 人界这么大 想找所谓的预言之子 无异于大海捞针 还有一个预言 大蛤蟆仙人 眯着的眼睛睁开 难得出现了一丝凝重 我梦到了妙木山的毁灭 自来也和身座仙人 同时露出震惊的表情 妙木山的历史过于久远 远到他们也不知道 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 而且 它的位置十分特殊 并不在人界 想进入妙木山 只能靠逆通灵之术 正因为如此 不管人界如何的乱 都未曾影响到过妙木山 更不用说毁灭 大蛤蟆仙人 您说的毁灭 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吗 自来也罪罪不安问道 所有蛤蟆都会死 包括我 大蛤蟆仙人 吸了一口烟斗 烟圈飘散 萦绕在大殿之中 大老爷 这怎么可能 身座仙人悚然一惊 连忙问道 整个人界 就连六道仙人 都未必能毁灭妙木山 究竟是谁 有这么大的本事 不知道 大蛤蟆仙人摇了摇头 身座仙人和自来 也顿时无言 你这么会算 算不到你会死在谁的手里 但我有一条线索 大蛤蟆仙人 似是想起了什么 说到 他拥有特殊的眼睛 眼睛 自来也第一时间 想到了泄机献剑 比如血轮眼和白眼 又或者是他临时收的徒弟 掌门的眼睛 但可能性不大 那可是六道仙人的眼睛 小自来也 此人必然是邪恶之辈 你一定要找到他 提前将其扼杀 否则的话 妙木山将不复存在 涉及到自身安危 大蛤蟆仙人 也不再这么淡定 我明白了 大蛤蟆仙人 自来也面色沉重点头 毁灭妙木山 此人该是拥有何等的实力 就算找到 真的能杀死他吗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的是 即使付出死亡的代价 他也一定会完成 大蛤蟆仙人 交给他的任务 离开了大殿 自来也一时之间有些迷茫 该从何查起呢 他摸了摸下巴 打算回牧业瞅瞅 倒不是说 他不相信 羽之波一族和日向一族 但论特殊的眼睛 就他们最为出名 两族的族人 加起来得上千 指不定会出个败类 除此之外 自来也想聚见 自来也想到这里 叹了口气 可怜的孩子 刚出生 就没有了父母 身座老大 在木叶附近 有能使用逆通灵之树的蛤蟆吗 自来也转头问道 有 身座仙人点头 说道 我去联系他 没过太久 伴随着烟雾 自来也回到了木叶 还是老大懂我呀 自来也环顾四周 发现自己所处 木叶温泉的位置 顿时露出笑容 兴奋搓了搓手 先泡个温泉 再去找小名人吧 嘿嘿 美人们 我来了 厨田 快谢谢你下木哥哥 日向领花摸了摸 日向厨田的小脑袋 把他往前推了几步 说道 你生日那晚 如果不是他 你可能就会遭遇不测 谢 谢 日向厨田看了夏木一眼 又飞快低下头 艰难吐出两个字 夏木 你不要在意 厨田就是这种性格 比较害羞 日向领花露出歉意的笑容 说道 刚好你今天尝尝阿姨的手艺 她拿出了各种石盒 打开 全是颇为精致的饭菜 夏木因为想 带日向厨田出来玩 就提议野外聚餐 日向领花虽然有些疑惑 但她是恩人 她的要求自然答应 不仅答应 她还亲自下厨 要知道 成为日向一族的族长夫人后 她从未给日向日族以外的男性做过饭 谢谢阿姨 夏木露出了一个真诚的笑容 说道 阿姨的厨艺 想必是极好 常常在说 日向领花文言 嘴角翘起 显然心情不错 好的 夏木拿起筷子 夹起一块肥肉 扔进嘴里 怎么样 合你的胃口吗 日向领花看着她 有些期待问道 非常棒 夏木竖起大拇指 阿姨的厨艺 在我认识的人中 称得上第一 小嘴真甜 日向领花露出温柔的笑容 说道 随便吃 不要客气 就当是自己家 她是典型的 大和福子式的女性 日向厨田 显然是遗传她的性格 但她是宗家大小贱 这种性格 反而是害了她 夏木吃得蛮开心的 唯一可惜的是 没有和日向厨田的独处时间 但看得出来 她的心情不错 脸上时不时露出笑容 夏木经常逮到 她偷看的视线 只是她回望过去 她又立即害羞低下头 阐述了 有贼心没贼胆这句话 但挺好玩的 日向领花 注意到两个人的举动 笑了笑 没说话 她先前一直担心 以日向厨田的性格 很难交到朋友 但现在看来 还是有朋友的嘛 她并没有联想到男女关系 作为日向一族的宗家 基本上是族内通婚 以保持血脉 外人想要入坠 非常难 夏木亦是如此 除非她成为火影 才有可能 真到了那个时候 日向领花不会阻拦 也不敢阻拦 夏木哥哥 再见 日向厨田不舍地挥着手 下次再见 夏木眨了眨眼睛 意味深长地说道 日向厨田顿时明白了暗示 脸色红透 小手攥紧衣角 不敢看她 以她的饭量 肯定没吃饱 夏木打算 晚上再去投喂 和母女两人告别后 她回到了家 打开门 没有看见刚手 夏木疑惑间 听到了庭院 传来喷喷的声音 她打开窗户 刚手站在木桩前 不断用拳头进行攻击 每次挥拳 都能看到阵战的风光 只是她平日里 温柔的表情 变得有些凶悍 夏木眼睛微眯 有问题 被刚手领养了近三年 从未见过她 有过锻炼的时候 即是懒 也是没效果 她的实力 暂时达到了瓶颈 想要提升 这种一般的锻炼 是没有用的 夏木走近 刚手依旧不停 仿佛没有注意到她 她锻炼没有使用 忍术和查克拉 而是纯粹的肉体力量 或许是时间比较久 她出了不少汗水 隐约间都能看出 她妙慢的身体轮廓 但夏木被更漂亮的 美景所吸引 因为锻炼 刚手的肌肤微红 脸颊 脖梗和锁骨 散发着淡淡的水光 看起来像是 刚洗的蜜桃 让人想咬一口 夏木没有打扰她 等待了大概十分钟 刚手停下拳头 姐姐 累了吧 夏木迫不及待凑上钱 也不嫌弃 用衣袖给她擦拭汗水 刚手下意识嘴角勾起 双眉缓缓舒展开 心中的那点怨气 也随之烟消云散 今天开心吗 一般吧 夏木随意回答 又问道 姐姐为什么不一起去 我不可能永远陪在你的身边 有些事情 该你一个人去做 刚手暗自叹了口气 摸了摸她的脑袋 说道 为什么不能 我又不会离开姐姐 夏木右手下移 扶过她的锁骨 将汗珠擦尽 刚手欲言又止 你现在年纪小 倒是无所谓 但长大后就难以预料 她脸色纠结片刻 终究什么都没说 难道姐姐会不要我吗 夏木见她不回答 抬起头 可怜巴巴问道 你瞎说什么 刚手瞪了她一眼 说道 没可能的事情 哦 夏木抱紧她 陷入温暖之中 眷念地说道 那我们永远不会分开 刚手闻言 身体一震 脸上露出了复杂的表情 永远在一起是可以 但她的身份 是养母 姐姐或老师 刚手固然不拘小节 只是有些限制 她是不敢突破的 她不像是夏木 在前世见得比较多 她的思维 更接近古代人 好了 刚手拍了拍 她的小脑袋 说道 姐姐身上全是汉味 你松开我 我去洗个澡 嗯 夏木点头 她其实蛮喜欢 刚手这种 因衣服威师 带来的半影半路的感觉 回到大厅 夏木发现自己无事可做 她怀念起她的挚爱 手机 哗啦啦的水声 持续了半响 随着开门声响起 夏木下意识转头 头发湿漉漉的刚手 拿着块干毛巾 走出了卫生间 她日常的造型是双马尾 现在是金长植 又是另一番风情 姐姐 我帮你吧 夏木连忙起身 抢过干毛巾 刚手没有说什么 任由她擦头发 中人考试是三个月后 好的 夏木搓着她的金发 隐约间能嗅到一股清香 可能是洗发水 也有可能是她的身体 全种花会加入你合兜 你们三个人是新搭档 这三个月 可以一同训练 提高默契度 刚手美眸 倒映着电视上的画面 说道 以你们的实力 通过考试并不难 倒不用太过于担心 夏木就算不暴露目盾 都有上人的水平 要是都和全种花 实力也不差 至少不会拖后腿 如果这都过不了 刚手要怀疑 原非日展 是不是老眼昏花 到时候 她可要找他瓶瓶里 我会努力的 夏木拍了拍胸口 说道 保证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调教出一个天才徒弟 刚手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 说道 姐姐不缺名气 你们三个保证安全就行 在两个人 享受姐弟时光的同时 自来也却非常不开心 她回到木夜 享受温泉后 又在沟兰吃了饭 之后就一直在偷窥漩涡名人 结果她越看越不是滋味 本以为的英雄般的待遇 结果是比狗还惨 住得差 没人照顾 出门还饱受冷眼 自来也觉得 没脸去见漩涡名人 因为她对不起波风水门 和漩涡酒心奈 她转身 又找人询问了一番 彻底知道了 漩涡名人这三年 过的是什么生活 火影办公室 大门被粗暴推开 正在搓着水晶球的 原非日展下了一跳 又是哪个家伙这么大胆 自来眼 原非日展有些惊喜 问道 你怎么忽然回来了 老头子 名人是怎么回事 自来也懒得客套 质问 为什么所有人都说 她是妖狐 是团藏岛的鬼 原非日展笑容凝固 渐渐变成了懊悔 她解释说道 我知道后 已经下令让所有人 不准议论 名人是妖狐这件事 你难道不能公开 她是四代火影之子的身份吗 自来也皱起眉头 问道 我不想看到村民们 对她这般误解 她知道 九尾人助力要讲究隐秘 所以没提 水门 战功赫赫 但树敌太多 原非日展摇头说道 名人作为她的儿子 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如果造成九尾暴动 得不偿失 自来也沉默片刻 说道 让我来照顾名人 不行 原非日展直接回绝 态度极为强硬 还没到那个时候 我需要一个理由 自来也毫不畏惧和她对视 她才三岁 你难道想带着她 去忍戒到处流浪 原非日展反问 你确定 你真的能照顾好她 自来也顿时无话可说 寻找预言之子 和毁灭妙木山之人 显然更加重要 她确实没时间 照顾漩涡名人 你放心 名人的处境 很快就会得到改变 原非日展语气缓和说道 我已经让她入学 等她毕业后 你再教她吧 有点恶臭的叫声 夏目猛然惊醒 抬眼望去 一个黑点正在急速飞行 老婆 快出来看商店 哦不对 我没有老婆 但我有老师 夏目换好衣服起身 离开房间 到达客厅 没有人 她打开门 庭院里站着钢手和静音 前者脸色有些不悦 后者神情极度惊恐 刚刚那个叫声是谁 夏目颇为好奇地问道 自来也 钢手甩了甩拳头 说道 你不必理她 一个不着调的家伙 少跟她接触 自来也的性格 她了解 对木叶村的忠诚 无庸置疑 但就女性而言 性格颇为恶劣 光是爱偷窥这点 就足以让女性 敬而远之 钢手又想到了 原非日展 真的是上梁 不正下梁外 夏目这么好的孩子 绝对不能沾染上 这些恶习 好的 夏目点了点头 却在想 自来也回木叶做什么 反正不是漩涡名人 她现在才三岁 原非日展不放手 自来也什么也做不到 除非她想欺师灭祖 想不到目的 她也懒得想 反正与她无挂 至于自来也横刀夺爱 抢走钢手 更不可能 她因为所谓的预言 早就封心葬爱 自来也是个好人者 但她不是好男人 原作中那么多机会 都被她放弃 现在有夏目 那真的是一点机会 也没有了呀 吃过早饭 钢手带着夏目和钥匙都 来到了附近的四号演戏场 全种花早已经在等待 在她脚边 还有一只灰色的大狗 有点像是哈士奇 钢手大人 全种花连忙上前打招呼 嗯 钢手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这三个月我会特训你们 方式很简单 模拟各种情景 向我进攻 连寒暄的时间都跳过 显得雷厉风行 哎 全种花显然不习惯她的风格 有点没反应过来 今天模拟正面战斗 钢手拍了拍手 说道 以夏目为主 都和花发挥最大的本事 进行辅助 水顿水流边 夏目毫不客气 一条由水流编织而成的白色皮鞭抽了过去 下一秒 要是都扔出一颗烟雾弹 战斗正式打响 全种花愣了愣 你们都这么快吗 四脚之朔 她俯身在地 双手化作双脚 整个人仿佛一条狗 冲进了烟雾 同时 鼻子微秀 全种一族 拥有堪鼻狗 灵敏的嗅觉 这种遮掩视线的战斗 完全无法影响她 反而是如鱼得水 她的人犬也和她保持同步 你倒是狠心啊 钢手轻哼一声 抓住夏目的水边 然后一扯 巨大的力量 让她一个踉枪 她上前一步 一脚踹了出去 你更狠心 好不好 夏目的身体化作一滩水 雌奶水分身 背后传来风声 全种花和她的人犬 咬向了钢手的要害处 时机抓得不错 钢手反身两脚 将他们两个踢飞 留下了人犬嗷嗷嗷的悲鸣 但她夸的不是犬种花 而是要湿兜 天空落下了无数的毒针 如果刚刚犬种花 和她的人犬攻击奏效 或者能稍微控制住钢手 那么 要湿兜的毒针 就很难避开 钢手超出树莓苦 在她的头顶 交织成一张网 毒针纷纷被弹开 水盾水龙弹 一条水龙 突兀从钢手的右侧飞来 原来在这边啊 钢手眼神带笑 双脚一踏 身体撞开水龙 直接出现在夏目的面前 被我抓住了 她显然是游戏心态 在玩捉迷藏 夏目没有回答 双开双臂 仿佛是想要拥抱她 钢手微微一震 搞心理战术 但下一秒 一股水流从天而降 将她淋了个遍 夏目没时间欣赏这副美景 而是快速后退 因为钢手完全有能力避开的 不避开 多半是分身 果然下一刻 夏目脚下的土地裂开 伴随而来的 还有钢手的拳头 速度快到她反应不过来 但拳头撞上了一瓶试管 是要诗都丢的 试管破裂 一股有毒的气体 笼罩了钢手 只是她丝毫不慌 还特意嗅了嗅 价儿还不错 钢手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接着又开始追着夏目打 要诗都按道 果然没用啊 半个小时过后 两人一狗 直接躺在了地上 只有钢手和夏目还站着 但前者几乎没怎么喘气 后者满头大汗 谁输谁赢 不用多说 休息片刻 钢手扫了眼 说道 一旁观战的静音立即上前 帮忙检查拳种花 和药师兜的身体状况 这场战斗中 最惨的不是夏目 而是他们两个 拳种花中等之姿 再加条狗 也很难跟上战斗节奏 药师兜勉强可以 但他是个医疗忍者 光是给夏目辅助就足够麻烦 还得抽出时间 就拳种花和他的狗 钢手又不喜欢用远程忍术 和夏目多是贴身肉搏 药师兜就不能用杀伤力 比较大的气包符 不然的话 钢手没事 夏目反倒是手忙脚乱 这不是无伤友军吗 拳种花的感觉又不一样 好嘞 但队友好强 夏目正面对抗钢手 竟然能勉强支撑 药师兜本以为是个 只会在后方加油助威的氛围组 没想到的 是和普通的医疗忍者完全不同 不仅能打 还能救济 拳种花和他的人群 每次被钢手 打得起不了身的时候 药师兜就会跑出来 给他扎几针 然后又生龙活虎 摸鱼都没办法摸鱼 但这种医疗忍者 真的是令人安心啊 时间飞逝 很快到了夏目十岁的生日 说起来 他其实是不怎么在意的 但钢手不同 他充分发挥了一家之主的身份 请了药师爷乃宇 日向领花 日向橱田等人做客 药员比前两个生日更加热闹 夏目也收到了不少礼物 比如钢手送了把剑碎 用来装饰他的雷神之剑 还是金色的 不知道是什么毛 可能是羊毛吧 夜晚 夏目按照惯例 又来到了日向橱田的房间 他带来了不少吃的 那个 夏目哥哥 我 日向橱田扭扭妮妮 半天没说出完整的一句话 怎么了 夏目一边摆着饭菜 一边低头看向他 今天 是你生日 日向橱田脸色涂红 道歉说道 对不起 我没有准备礼物 道歉要露出 嗨嗨 夏目摆了摆手 说道 没什么大不了的 吃饭吧 日向橱田 不好意思点了点头 吃过饭 他看着收拾东西的夏目 忽然犹豫起来 片刻后 他鼓起勇气 用一种软糯又可怜巴巴的语气 问道 夏目哥哥 我 我能不能问你一件事情 夏目下意识转过头 正好望间日向橱田漂亮的白色眼睛 他的小手 紧紧攥住自己的衣角 脸上有红韵 但更多的是期待 被这样的萌物所要求 别说是一件 十件都是可以的 夏目伸出手捏了捏他的小脸 笑道 你说吧 日向橱田顿时冒出争气 但这次 他没有晕过去 或许是因为已经有所习惯 他断断续续讲起了他的疑惑 日向橱田 从小就是由日向宁次担任陪练 刚开始 两个人关系还不错 但从去年开始 日向宁次肿下龙中鸟后 变得格外疏远 而今天上午 发生了一件 让日向橱田害怕和不解的事情 在对练中 日向宁次不小心用力过猛将他击伤 一旁的宗家护卫 立即发动龙中鸟 并说 宁次 记住你的身份 日向宁次在地上痛苦大叫 之后 他对于日向橱田的态度更加冷漠 三岁的他 自然无法明白所见的一切 问父母原因 得到的回答是 这就是日向分家的命运 你无需深究 有受伤吗 夏目关切问道 日向橱田微微一正 脸色又红起来 他摇了摇头 你是怎么看待龙中鸟的 夏目摸了摸他的脑袋 问道 父亲大人说 龙中鸟是为了保护白眼 不被外人所夺 日向橱田本就是没有太多 主见的女孩 只能搬出日向日足的话 这话放在很久以前 或许是正确的 但现在嘛 附加意义超过了原本的用意 平心而论 作为宗家 是不可能放弃龙中鸟的 因为好处太多 一 保持宗家高高在上的地位 当惯了主子 怎么可能去当奴隶 二 这么多年 压迫分家的事情太多 没有了龙中鸟 下场可想而知 三 为了安全 所有危险的事情 都可以交给分家 有好处 自然也有坏处 因为束缚 因为命运无法掌握 导致了日向分家 永远不可能出现强者 而宗家就这么几个人 概率也低 除非运气特别好 否则的话 日向一族 只会越来越弱 沦为一般的忍族 而非忍界顶级的忍族 比如隔壁的宇智波一族 有不少天才开启了万花筒血轮演 强者是一个接一个 但与之齐名的日向一族 却在原地踏步 除了转生眼晋升困难外 还有个原因 是龙中鸟的束缚 强者 向来是自由的 如果再怎么努力 性命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 那为什么要努力 白烂吧 你觉得这句话是对的吗 夏目的问题 让日向雏天的小脸露出了迷茫 按理说 父亲大人的话 肯定是正确的 但今天上午日向宁次的惨 叫在他的脑海中 挥之不去 如果真的只是 保护白眼不外流 为什么会在其他时刻 使用龙中鸟呢 日向雏天 又想起了一件更远的事情 在某次训练中 他忽然听见了 日向日差痛苦的声音 还有父亲大人的斥责 那时候他没想那么多 现在看来 是因为龙中鸟 我 我不知道 日向雏天下意识看向夏目 想要寻求他的帮助 他能将这件事说出来 就代表了 他在他的心目中 地位已经格外的不一般 某个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 从来如此 便对吗 夏目摸了摸他的脑袋 说道 你是宗家大小剑 未来的日向一族组长 龙中鸟 是你必须考虑的事情 它该不该存在 是由你决定的 日向雏天沉默了片刻 又害羞低下头 说道 我不行的 我当不好组长 从出生到现在 日向日族从未夸过他 他再傻都明白 自己非常糟糕 你现在还小 行语不行 得长大后才能知道 夏目伸出手 抬起他的下巴 两个人视线交接 他说道 再说 我可以帮你啊 日向雏天直接呆住 眼睛出现了晕眩的星星 脸上过在的温度 让他无法思考 于是他放弃了思考 华丽地晕了过去 夏目将他抱起 放在床上 说道 晚安 因为你的行为 日向雏天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99点 逆通灵之术 夏目再次回到了房间 但他没有睡觉 因为他还有两个人得见 这次没用逆通灵之术 而是偷偷出去 夏目出现在了短侧街 群马赌场 哥哥 生日快乐 湘灵从背后拿出论语 说道 我已经全部掌握了 这是给哥哥的生日礼物 夏目嘴角翘起 笑着抱起他 是的 湘灵一脸期待问道 我是不是很乖呢 很乖 夏目摸了摸他的红发 说道 以后的作业翻倍吧 啊 湘灵直接僵住 不可置信看着他 你是魔鬼吗 哥哥 不要啊 湘灵立即抓住夏目的大手 露出萌萌的大眼睛 可怜巴巴问道 这么多 我会死的 能不能少点作业 哈哈 夏目被逗笑 说道 以后你的作业 就是跟着你 妈妈学忍者相关的知识 好耶 湘灵立即兴奋起来 他其实早就想成为忍者 但夏目一直不同意 哥哥 妈妈在厨房 你去找他吧 湘灵颇为懂事 跑去了看电视 你来了 漩涡惠奈 转头看了他一眼 继续手中的动作 他在切菜 我吃了晚饭 夏目上前 抓住他的手 说道 不用这么麻烦 我知道 漩涡惠奈点了点头 说道 你上次聊天跟我说 生日要吃面 所以我准备给你下一碗面 分量不多 应该不碍事 哦 你下面给我吃啊 夏目松开他的手 笑道 既然是长寿面 那我得好好尝尝 马上就好 漩涡惠奈 将面条下锅 几分钟后 一碗面摆在了夏目的面前 他拿起筷子 吸溜了一口 说道 你做的永远都这么好吃 漩涡惠奈文言露出了甜静的笑容 用温柔的眼光看着他 有没有礼物呢 夏目很快吃完 放下筷子 笑问道 有礼物 漩涡惠奈犹豫了几秒 说道 但要等一段时间 等鹰蜂蜴修炼成功后 我再给你 鹰蜂蜴 夏目愣了愣 刚开始还没懂 好在前世他学服舞车 很快就明白了 漩涡惠奈的弦外之音 鹰蜂蜴的作用很多 其中有一点是能修补身体 包括任何部位 我才十岁啊 夏目伸出手 捏着他的脸颊 说道 你真是个坏女人 但我喜欢 漩涡惠奈顿时低下头 有些难为情 其实他的想法很简单 为了让自己 能够有点用 什么用法他都不在意 春暖花开的季节 夏目时隔多年 再次回到了木叶忍者学校 名人 刚进门 他就看到了一个落寞的身影 正在荡秋千 大哥哥 漩涡名人转头 语气中透露着惊喜 问道 你怎么在这 我还想问你 你怎么不去上课 夏目走了过去 有些疑惑 因为是木叶内部的中人考试 人数一般 没有像原作中的那样停学 只是占用了一栋教学楼 课后时间 漩涡名人解释说道 我出来透透气 你在学校过得怎么样 夏目看出了 他脸上的不自然 恐怕不是透气 而是避开同学们异样的眼神 漩涡名人 不洗脱妖狐的身份 他越强大 就越令人害怕 原作中 他是经过多次拯救木叶村 才得到的认可 大哥哥 我跟你说 我非常厉害的哦 听到夏目这个问题 漩涡名人兴奋起来 他跳下秋千 意气风发说道 我现在实力 是年级第一 火影爷爷都说 未来火影非我莫属 年级第一吗 没有久尾的捣乱 果然不一样 至于原非日展 倒是没有说假话 有波峰水门 和漩涡九星奈牺牲在前 漩涡名人 又表现出超人的天赋 再加上给他安排的 自来野老师 当火影 不就是一件 轻轻松松的事情吗 至村团葬 表示很干 漩涡名人没有意识到 他的人生 已经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其实不只是 原非日展 还有六道仙人 和阿修罗查克拉 注定让他走上 忍戒救世主的道路 前世许多人猜测 漩涡名人没有黑化 是因为阿修罗查克拉的影响 但那终究是查克拉 而非阿修罗本人 他最多像是一段 设定好的程序 极大概率 让漩涡名人 变成正义的伙伴 而正义的裁定 是非常主观的 保护木叶村 就是正义吗 原非日展的火之意志 就是正义吗 都说不准 这其中的操作空间很大 让漩涡名人黑化成 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 那自然很难 但他让杀几个人 就比较简单 比如原非日展 恭喜你 夏木拍了拍他的肩膀 又问道 有交到朋友吗 还 还没有 漩涡名人迟疑了几秒 接着露出了笑容 说道 时间太短 大家都还不熟悉呢 可怜的娃 都已经有两个月了 按照小孩子的心性 早就打成一片 怎么会没有朋友呢 今天有中人考试 你知道吗 夏木换了个话题 问道 我知道 前不久 学校发了通知 让我们不要去原非教学楼 免得打扰他们 漩涡名人后知后觉问道 大哥哥 是来参加中人考试的 嗯 夏木对他发起了邀请 有没有兴趣去瞧一瞧 有 漩涡名人顿时激动起来 但很快失落下来 我还要上课 你用分身术糊弄下 以后学引分身之术 让他帮你上课 夏木毫不客气 传授着逃课经验 哎 漩涡名人愣了两秒 然后眼睛亮了起来 还能这么用的吗 新世界的大门打开 分身术是基础的三身术之一 以漩涡名人现在的天赋 和查克拉 施展起来 极为简单 说起来 夏木真的羡慕 才三岁 查克拉就比他多 所以说 血统论的世界 太令人绝望了呀 当两个人出现在考场的时候 顿时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在木夜 夏木不是名人 但名人绝对是名人 上到火影 下到村民 都知道妖狐之说 只是忍者又不一样 不明真相的夏人露出和村民相似的眼神 厌恶和仇恨 让漩涡名人低下头 同时后悔不该来的 因为他可能会让夏木受到波及 但他没有注意到 某些人格外不同的眼神 怜悯 可惜 愧疚等等 这些人全是上人 甚至有的 曾经是波风水门的部下 他们皆是知道 漩涡名人的真实身份 毕竟一头金发 漩涡的姓氏 外加妖狐之说 稍微有点脑子 都该知道他是谁 夏木扫了眼 他的两位队友 犬种花和钥匙都还没有到 刚守则是一大早 被原飞日展叫去 貌似是让他当主考官 也有熟人 宇智波幼 御守喜红豆和卯月西岩 前两者没什么变化 但后者身上的气质更加阴冷 几乎和大蛇丸一模一样 宇智波幼 没有和他的队友一起 而是在不远处 和一个小朋友聊天 看着有说有笑 仿佛正常人的宇智波幼 夏木不由地嘖嘖称奇 这颗万年悬兵居然融化了呀 果然在冷漠的男人 也有一处温暖的地方 夏木瞅了眼悬窝名人 说道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阿修罗和鹰陀罗的宿命纠缠 是躲不开的 既然如此 提前刺激下宇智波佐助吧 面对着化身超级天才的悬窝名人 他究竟会怎么做呢 哟 这位可爱的小朋友 是你弟弟吗 夏木上前打着招呼说道 不得不说 现在的二柱子 还是挺萌的 基因就是好啊 夏木 宇智波又起身 介绍说道 他叫做宇智波佐助 是我的弟弟 因为夏木救过宇智波止水 外加探讨过火之意志 他的态度还不错 这是漩涡名人 夏木低头 却看见他的眼睛 直勾勾盯着宇智波佐助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看到了什么绝世大美人 而宇智波佐助一世 果然替身使者是相互吸引的 宇智波又听到漩涡名人的名字 顿时皱起眉头 谁都可以接触他 但宇智波一族不行 他正准备开口 让佐助回去的时候 夏木抢先一步问道 佐助 你上学了吗 漩涡名人 现在可是忍者学校一年级的第一哦 我他妈直接煽风点火 宇智波佐助 顿时露出了意外的表情 他确实没上学 但他意外的是 同样年龄的漩涡名人 居然已经上学 而且是第一名 不知道怎么的 他心里忽然燃起了一股火 想和他争一争 第一名 只能是宇智波一族 夏木 佐助该回去了 他妈妈在等他 宇智波又 连忙阻止了话题 夏木看了眼不远处的宇智波美琴 点了点头 再说 就显得过于刻意 佐助 宇智波又 眼神一宁 他注意到了宇智波佐助的表情 有一种不服气 仿佛下一秒 就会拉上漩涡名人 来一场一对一的真男人大战 哦 宇智波佐助回过神 恋恋不舍 转身离开 他走到宇智波美琴面前 问道 妈妈 我能去上学吗 火影办公室 日展 漩涡名人 已经在忍者学校 浪费了两个月的时间 至村团葬痛心疾首地说道 为什么你要做这么无意义的事情 其实刚开始听到漩涡名人入学 他没有太大的反应 毕竟 他了解原非日展 是断然不可能 让他接手九伟人助力的 但漩涡名人表现出来的天赋 实在是过于可怕 一般孩子六年才学会的三身术 他不到几天就 全部掌握 再加上他那可怕的查克拉 毫无疑问 又是一个波风水门 如果能掌握他的手里 何愁根部不腥 火影之位 也尽在眼前 这并非无意义的事情 他在忍者学校 能够更好地领悟火之意志 原非日展抽了口烟 有些无奈 因为就这事 他已经来了不止四五回 吵来吵去 每次气氛都十分焦灼 至村团葬文言 真想直接说一句话 火之意志 有个屁用啊 但他知道 这会彻底开罪原非日展 没必要 他在学校 你怎么保证 他不会遇到坏人 至村团葬换了个策略 说道 如果交到了 宇治波一族的朋友 他会走路歧路的 不如交给我 我一定会把他培养成 独属于木叶的兵器 你对宇治波一族的偏见太深了 原非日展皱起眉头 说道 他们也是木叶的忍族 而不是敌人 你这话 你信吗 至村团葬轻哼一声 反问道 那晚 九尾失控 究竟是谁所为 你难道没有怀疑吗 你放心 让名人接触他们 在他们老师二代火影 千手飞奸 留给他们的研究中 有提到过 万花筒血轮演 而且 控制九尾 并非是没有先例 宇治波班 就曾控制九尾 和千手驻奸 在终结谷展开大战 原非日展文言沉默下来 他确实是不能完全相信 宇治波一族 将名人交给我们根部 才是最好的选择 至村团葬见他不说话 顿时打折上棍 再次强调 火之意志 我也可以教他 但你给不了名人朋友 原非日展摇了摇头 说道 感情和羁绊 才是拴住一个人的根本保证 至村团葬 自己就是个孤家寡人 名人在他的手中 最终会变成毫无感情的兵器 太危险 九尾一旦失控 连挽回的余地都没有 日展 至村团葬面红耳赤的怒道 这些才是 没有用处的东西 够了 团葬 原非日展猛地一拍桌子 说道 我才是火影 你会后悔的 至村团葬夺门而出 哎 老头子 你这办公室遭贼了 片刻后 自来也忽然出现 看着空荡荡的门框 满是疑惑 原非日展摆了摆手 问道 你找我什么事 我听说 你让刚手去当中人考试的主考官 再加我一个呗 自来也坐在沙发上 随意地说道 主考官 原非日展吸了口烟 看着他 问道 你回来之后 就在调查宇之波一族 和日向一族 现在又想当主考官 告诉我 是什么原因 老头子 你不信任我 自来也有些不满 因为涉及到宇之波一族 和日向一族 他形势相当小心 不能被任何人发现 但如果原非日展 有心想要调查 是能知道他在干什么的 哼 我看你才是不信任我 这个老头子 原非日展敲了敲烟斗 问道 怎么 在你的眼里 妙木山要比木叶地位更高 不用想 他有如此反常的行为 是因为妙木山的受益 多半又是什么 大蛤蟆仙人的预言 毕竟自来也实在是太好懂了 但他也好奇 究竟是什么预言 会和宇之波一族 日向一族有关 当然不是 自来也立即否认 妙木山和木叶村 都是他生命中 最重要的地方 没有高低之分 他犹豫了片刻 还是将预言告知 反正大蛤蟆仙人 没说要保密 特殊的眼睛吗 原飞日展顿时有一种 过于巧合的感觉 他刚刚才跟至村团葬 谈论九尾之乱的事情 但如果是万花筒血轮眼 再控制几头尾兽 是不是能摧毁妙木山呢 毕竟 尾兽就是忍戒最强的兵器 至于白眼 这么多年 真没发现 有什么太过于特殊的地方 那你当主考官 是因为宇之波又 原飞日展回过神来 不错 自来也河畔托出 我调查两族后 发现了宇之波止水 和宇之波又 小小年龄 就开启了三沟玉血轮眼 假以时日 实力又该 何等的可怕呢 所以 我想摸清楚 他们两个的脾性 宇之波复月 和日向日族等人 实力也不错 但他们的年龄 摆在这里 几乎是到了自身的巅峰期 没有奇遇 是很难再进步的 可以 原飞日展点了点头 他也想知道 宇之波止水 和宇之波又的脾性如何 虽然他们目前的表现 还算可以 但他们 终究是姓宇之波 自来也领命离开 时间倒退 当治村团葬夺门而出后 一位女性忍者拦住了他 团藏大人 大蛇丸大人请您一见 什么事 治村团葬正在气头上 并不想见大蛇丸 不知 但大蛇丸大人 说您一定会感兴趣的 你带路吧 治村团葬逐渐冷静下来 随手扔掉手中的大门 前往大蛇丸的宅院 两个人目前 其实是处在合作期 当初治村团葬交出大和 得到的条件是 大蛇丸支持他当活影 但三年过去 活影依旧遥遥无期 不是大蛇丸不努力 奈何袁非日展不退啊 他不愿退 谁来都没用 红莲 你退下吧 大蛇丸看着治村团葬 说道 是 红莲转身离开 大蛇丸 你找老夫什么事 治村团葬态度冷淡 问道 有个合作 不知道 有没有兴趣 大蛇丸舔了舔嘴唇 说道 我帮你灭了宇智波一族 作为回报 我要宇智波止水和宇智波幼的眼睛 他在铤而走险 原因很简单 他失去了宇智波幼的信任 两个人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在云影村和木叶村的战争中 他操控卯月西岩 意图夺取宇智波止水的眼睛 但可惜被夏目所阻止 如果不是因为他是钢手的徒弟 大蛇丸早就将他大卸扒款 钢手这个女人很有用 大蛇丸暂时不想得罪他 万一哪天受了他无法医治的伤 还得找他帮忙 而且 他身份特殊 下手颇为麻烦 在诸多思虑下 大蛇丸打算合作 谋取宇智波止水的眼睛 他之前 并没有信心 能反制治村团葬 但经过三年的研究 他的实力 已经不同寻常 就算治村团葬事后 知道了万花筒血轮眼 也无能为力 你认真的 治村团葬有些不敢相信 你窥探血轮眼 我也窥探血轮眼 大蛇丸语气冰冷 说道 而血轮眼最多的地方 是宇智波一族 但你应该知道 这很麻烦 治村团葬已经心动 他此时并不清楚 宇智波止水 拥有万花筒血轮眼 以为和宇智波又一样 是三沟玉血轮眼 既然如此 让给大蛇丸也无妨 毕竟宇智波一族的上人有很多 而且他自信实力 能比肩大蛇丸 再加上根部 也不怕被欺骗 不麻烦的话 我何必找你 大蛇丸访问说道 治村团葬沉默半想 露出难看的微笑 说道 为了牧业的未来 为了火之易志的传承 铲除宇智波一族 再麻烦 老夫也不会畏惧 一番话 正气凛然 而且他并不认为 这是虚伪的话 因为在他看来 宇智波一族 是不稳定因素 牺牲他们换来牧业的和平 是值得的 至于他获得血轮眼 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满地无主的血轮眼 不能浪费 而且落在他的手中 才更能为牧业所用 大蛇丸无语 火之易志 已经变成了牧业 高层谋取利益的手段了 真是腐朽 就像是风车 牧业村已经无法再转起来 就让他吹点猛烈的风吧 顺便帮老头子加把火 你想怎么做 治村团藏 压制住内心的兴奋 问道 之前 他其实跟大蛇丸提过这事 但皆被拒绝 因为他不感兴趣 觉得浪费时间 现在体会到万花童血轮眼的威力后 大蛇丸自然有了兴趣 对宇智波一族下手 需要个合理的解释 大蛇丸眼睛闪烁着危险的光芒 你设法让宇智波佐 住在明天失踪一段时间 他跟宇智波又相处三年 虽然没忽悠到他 但对他可谓是知根知底 这位宇智波天才 只在乎两件事 一 火之易志 二 宇智波佐助和宇智波止水 宇智波复月和宇智波美琴等人 都得往后烧烧 明天 我会以中人考试为由 约见宇智波又 大蛇丸顿了顿 说道 多半宇智波止水也会来 到时候冲不一起 你再出现 至村团葬 眼睛亮了起来 攻击三人之一的大蛇丸 几乎等同于叛村 原非日展就算知道 也无可奈何 当然 其中不少细节值得商榷 忍者学校 宇智波美琴和宇智波佐助离开后 宇智波又暗自松了口气 和九尾人助力打交道 注定会被木叶村所猜忌 他也不愿多停留 和夏木说了一声后 就走向了他的队友 大哥哥 我该回去上课了 宇智波又的行为 让漩涡名人 察觉到了微妙 他自己受冷遇 倒没什么 但连累了夏木 他心里难安 去吧 夏木拍了拍他的脑袋 因为你的行为 宇智波佐助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十九点 因为你的行为 漩涡名人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八点 在漩涡名人离开不久后 刚手到了考场 他环顾四周 发现了在角落里 坐着的夏木 连忙走过去 姐姐 夏木注意到他 主动喊道 他选个偏僻的位置 就是为了避免别人打扰 刚手压着外套 坐在他的旁边 问道 紧张吗 有那么一点 夏木眨了眨眼睛 说道 但看到姐姐后 又不觉得紧张 刚手顿时笑了起来 伸出手捏着他的脸颊 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真是令人 爱不是手 就很软 夏木暗道 你果然缠我身子 坏女人 可惜你要是坏到底 那我就 随便你处置 就在这时 教学楼的广播 传出了自来也的声音 请所有考生返回教室 考试即将开始 夏木微微一正 欢乐的时光结束了呀 虽然他是被占便宜的那个 夏木 刚手松开手 站起身 在他的额头上 印了一口 姐姐给你的幸运之吻 等等 你这真的是幸运之吻 我怎么不信呢 夏木感觉 又被加了个buff 而且是简易效果 怎么 还不满足吗 刚手注意到他的表情 顿时勾起嘴角 食指点在他的额头上 说道 等你成为中人后 姐姐再奖励你 奖励 夏木精神位置一震 眼神变得犀利起来 他拍了拍胸口 说道 姐姐你放心 区区一个中人考试 手到青睐 刚手脸上的笑容 不受控制的浓郁了几分 老娘还是挺有魅力的嘛 等夏木离开 他忽然反应过来 捂住脸 我刚刚在干什么 勾引小朋友吗 怎么又堕落了 笔试分为了三个考场 也就是三个教室 刚好把仁者小队分开 夏木坐在第一考场 听着自来也在讲解规则 忽然意识到了问题 明明刚手是主考官 怎么换成了他 而且自来也这么久了 居然还没有离开木炎 不对劲 夏木思来想去 只有一个原因 主人的任务罢了 哦不对 妙木山的任务 能让自来也停止 外出寻找预言之子 也只有大蛤蟆线人能办到 看来又出了什么预言 和我有关吗 夏木陷入了沉思 至今为止 他搞了不少事 皆是有可能产生蝴蝶效应的 具体是哪一个 他就很难知道 但防范于未来 夏木是能做的 目前为止 他一共获得命运值 1611点 能让他瞬间无敌的 仙人体是3900点 很遥远 但他可以兑换 暂时性的仙人体 一分钟要30点命运值 换句话说 他的命运值 连一个小时都冲不到 比较贵 不过值 因为他完全不需要一个小时 一分钟就能解决战斗 突出一个块 中人考试分为三关 第一关是笔试 考的内容 是忍者相关的知识 夏木 药师兜 和全种花 都不是偏科的忍者 笔试完全没有问题 不用像原作中 与之波佐助他们那样 各显神通 进行作弊 考试时间结束 请各位考生交卷 广播中 传出自来也的声音 夏木本以为 还有个和原作一样的 最后一道题 但并没有 试卷被收上去 考生们纷纷离开 第二关在死亡森林 卷轴争夺战 时间是明天上午8点 因为要给月卷老师时间 夏木 刚守在不远处的树下招手 阳光散落在他的身上 使得他的笑容更加明媚 姐姐 你一直在等我 夏木有些意外 也有些感动 并不是 刚守转了转眼睛 道 我在等我的三个徒弟 说完 他又向药师兜 和全种花招手 切 嘴硬的女人 夏木没有拆穿她 药师兜和全种花 回家的路 都跟他们不一样 刚守为什么要等他们 在校门口 几个人分道行 夏木主动牵起 刚守的手 温暖柔嫩地触感传回 他暗自感慨 迎风印就是厉害 能让一个人永保青春 不仅是相貌 连身体也一样 刚守本想甩开他的手 但一看到他可爱帅气的模样 又舍不得 便任由他牵着 让开 宇智波警务队办事 两个人正闲听信步 走在大街上 就见一对宇智波的忍者 神色焦急经过 两边的村民纷纷避开 跟躲漩涡名人 有异曲同工之妙 宇智波一族风评这么差 有不少因素 是源自木叶警务队 因为他们做事太过粗暴 完全不懂 火影不是打打杀杀 而是人情世故 这就导致了村民们 对他们都没有好感 二代火影牵手飞奸 将牧业警务队交给他们 本身就是一种阳谋 如果宇智波一族 可以融入牧业 那么没问题 但不能 牧业警务队就是导火线 是出什么事了吗 夏目不由地问道 刚刚那行为 称得上横冲直撞 没有个火影爹 敢这么干的 也就宇智波一族 仗着实力 丝毫不怕得罪人 不知道 刚手皱起眉头 他一直在牧业 清除宇智波一族 这几年的情况 越来越不安分 连宇智波赴月 都无法束缚 而牧业高层采取的策略 也不算高明 只是将宇智波止水 和宇智波幼 化到火影一脉 试图以它们为纽带 缓解双方的矛盾 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治标不治本 我们去火影大楼 刚手想了想 打算看一下情况 如果宇智波一族出事 必然影响到牧业 也会破坏他和夏木平静的生活 夏木点了点头 他此时已经在想 是不是大蛇丸 或治村团藏在搞鬼 到了火影大楼 气氛更加紧张 刚手随便摆住一个工作人员 询问情况 宇智波阻住失踪 夏木直呼好家伙 多半是大蛇丸 想以他来要挟宇智波幼 最终威胁宇智波止水 他们两个人 堪称试管暴之交 一方出事 另一方必然会出手 只是动手的时间和地点呢 会不会还有别的人 大蛇丸现在实力 肯定比三年前更强 但宇智波止水也在进步 一切都是未知数 火影办公室 牧业警务队是牧业的机构 不是宇智波一族的私人武装 为了一个小屁孩 搞得人心惶惶 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我觉得团藏说得对 火影顾问水护门炎立即附和 宇智波一族做得确实过分 至少应该先知会我们一生 此事倒是情有可原 原飞日展的声音响起 我更担忧的是宇智波阻住 是怎么失踪的 能在宇智波一族带走族长之子 其实力必然可怕 说不定是他们自导自演 就是为了表达他们的不满 至村团藏图穷笔线 开口说道 宇智波赴月 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 原飞日展摇了摇头 说道 而且是用自己的儿子 日展这话 也确实有道理 水护门炎再次获悉迷 让暗部和根部都去找人吧 原飞日展吸了口烟 缓缓说道 不管是真是假 找到左柱 自然就能知道 至村团藏狂喜 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他要的就是这个权利 许多事情都能因此开展 日展啊日展 这次是我赢了呀 刚手和夏木并没有去见原飞日展 而是回了家 找人这种事情交给专业人士 但刚手也没有闲着 他将宇智波美琴邀请过来 帮忙缓解他的担忧 这位夫人 全无往日的温柔和平静 显得极为憔悴 静音不断传回消息 但都不太妙 宇智波一族为了找人 反倒是激化了平日的矛盾 甚至想进入日向族地进行检查 得亏原飞日展及时赶到 但很快他也绷不住 因为他们想搜原飞一族 夏木看了都得感慨 你不死谁死 他估计 宇智波复月 已经控制不住宇智波一族 不然的话 以他的性格 不至于这么莽撞 就算要查 也会和原飞日展好好商量 让他帮忙 按照这种情况 多半是激进派在搞事 因为宇智波复月的不作为 激进派已经是壮大到不可忽视的地步 再过两年 就会上演 裹挟族长叛乱的名场面 一个族长 想当两面派 简直是离谱 夏木则是在想 这件事 会不会导致灭族提前 有可能 但也不一定 得看原飞日展的想法 木叶刚休息几个月 又起叛乱 他是百分之百不愿意的 而且 原作中的灭族之夜 是宇智波复 和宇智波代土联合洞的手 但现在宇智波复 没有万花铜血轮眼 宇智波止水也还活着 走到灭族 几率比较小 夏木想到此处 就知道他该做什么 宇智波复 宇智波止水 大蛇丸 或至村团藏 只要知道 这四个人 任意一个人的行踪即可 夏木没有亲自进行追踪 而是花了十点命运值 这个时候 不能省 所谓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夏木也想趁着这机会 图谋宇智波止水 有命运值在 大蛇丸和至村团藏 只能为他做嫁衣 香菱 你不要乱动 夏木伸出手 按住他的腹部 查克拉涌入 片刻后 他点了点头 不愧是漩涡一族 查克拉远比同龄人多 从原作中看 香菱天赋不错 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 就能使用神乐心眼 和金刚封锁 不得不说 跟着宇智波佐助 实属是倒了大霉 夏木记得 香菱还会长仙术 换句话说 他是个复合型忍者 侦查 医疗 封印接会 有人好好教导的情况下 成为上忍中的精英 问题不大 夏木讲解完毕后 香菱便坐下来 开始查克拉提炼 他点了点头 转身打开 漩涡会内的房间 望了一眼 他在修炼英封印 各种风景 尽收眼睛 令他赏心悦目 古人鱼 秀色可参 成不起我 今天原本是 中人考试的第二关 但因为宇智波佐助的失踪 被迫推迟 大蛇丸和至村团藏 至今没有大动静 倒是宇智波右 和宇智波止水 一直没有休息 到处寻人 夏木进入房间 他低下头 能看到漩涡会内 泛着淡粉色光泽的嘴唇 和白皙的皮肤 或许是因为冷的缘故 他的身体紧绷着 肩膀微微颤抖 夏木眼睛转了转 伸出手 搂住他纤细柔软的腰肢 彼此抱在一起 顿时他感受到了 惊人的热量 漩涡会内睁开眼睛 脸色羞红 却没有推开 看着他 眼神颇为温柔 片刻 夏木摸了摸他的脑袋 说道 天气冷 换上衣服吧 他退后几步 也没有离开 漩涡会内顶着他的眼神 换好了衣服 可以不穿袜子吗 夏木摸着下巴 开口 漩涡会内立即脱下了袜子 露出他那毫无瑕疵的小腿 和完美宫型的赤足 每根脚趾 圆润粉嫩 宛如月牙杏仁 嘿嘿 小小的 香香的 香剑而言 刚手的就显得微胖 但都非常完美 哥哥 我成功了 香菱的声音 惊醒了房间里的两个人 夏木没什么反应 但漩涡会内 却是忽然红得像是蒸汽机 他挑了挑眉 似乎是 发现了一个不错的玩法 夏木打开房间 香菱一脸兴奋 说道 我已经能提炼出查克拉了 不错 夏木摸了摸他的红发 说道 看来你 确实有当忍者的天赋 好好努力哦 我会的 香菱握紧拳头 以后谁敢欺负哥哥 我就一拳 把他打死 喂 我让你学的论语 你是半点没记住啊 夏木捏了下他的小脸蛋 转头 说道 慧奈 你看着他 我有事出去一趟 命运圣还告诉他 大蛇丸已经开始了行动 邀请羽智波又到死亡森林见面 他转身离开 速度飞快 出了木叶村后 就使用变身术 化作之前和大蛇丸交易的那张脸 这次用的是真身 原因很简单 实力 他现在能兑换零食的仙人体 直接获得牵手助肩体验卡 不拒大蛇丸 自然也不怕他窥探身份 识别三日 当刮目相待啊 夏木知道 先前的大蛇丸 一直对他有怀疑 毕竟他一直用的木分身 见面和交易 都各自故作迷阵 以掩盖行踪 很难令人 相信这是一位强大的忍者 但现在嘛 事事便知 死亡森林 大蛇丸没有等太久 就见到了羽智波又 老师 虽然私下里已经撕破脸 但明面上羽智波又 依旧保持礼貌 毕竟大蛇丸的身份太高 如果他想搞事 羽智波一族和牧夜村之间的裂缝 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你应该见过 西岩骤印化的状态 现在 你参加中人考试 老师也准备送你一个 可以大幅度 提高你的实力 大蛇丸舔了舔嘴唇 眼睛盯着他的脖梗 似乎下一秒 就要咬上前 给他种下骤印 抱歉 我拒绝 羽智波又想也没想 说到 中人考试对我而言 没有什么难度 不需要骤印 中人考试不需要 但你以后总会需要的 大蛇丸并不意外他的回答 给西岩的是地之骤印 但给你的是天之骤印 即使你是天才中的天才 对你的效果 仍然是非常大 抱歉 我拒绝 羽智波又再次回答 他既然已经看过 大蛇丸通过骤印 控制卯月西岩 就不可能将自己送上门 实力提升再大 却失去了身体控制权 有什么意义呢 卯月西岩无权无视 面对大蛇丸 自然没有拒绝的权利 但他是羽智波一族组长之子 真是可惜啊 大蛇丸看着他 脸上露出阴险的笑容 那我只能将这没天之骤印 送给佐助了呀 你说什么 佐助在哪儿 羽智波又平静的表情 立即被打破 双眼红光乍起 三沟玉血轮眼 已经下意识开启 木叶警务队 暗部 根部 三大机构 找了一夜 都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先前被冲昏了头脑 现在想起来 这分明是有内鬼 大蛇丸丝毫没有在意他的杀气 问道 既然你这么疼爱佐助 那么愿不愿意为他 种上天之骤印呢 天之骤印 固然能增加实力 但也会使人 成为他复活的容器 羽智波又 顿时神色犹豫 别听他的 伴随着声音的响起 羽智波止水 挡在了羽智波又的面前 大蛇丸丝毫不意外 他其实在先前就有所察觉 哦 难道你们不想再见到佐助吗 大蛇丸恶劣地笑了笑 他可是你们的弟弟啊 羽智波又 再次露出杀气凛然的表情 大蛇丸已经成功触及到他的底线 哟 交给我吧 羽智波止水拍了拍他的肩膀 上前几步 质问 大蛇丸大人 你已经严重违背了木叶的规矩 你难道不怕火影大人的惩罚吗 愚蠢 大蛇丸脸上露出了一丝嘲讽 明明信羽智波 却相信火之意志那一套 你只会将羽智波一族 托入深渊 不可能 火影大人 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羽智波止水脸上露出怒容 既然谈不拢 事到如今 只有一个办法 别天神 羽智波止水的双眼都是别天神 但有细微的区别 一只是永久性的 冷却时间长达几十年 一只是持续性的 冷却时间短 不过失去控制 就会自动解开 羽智波止水 打算把永久性的别天神 留给羽智波复月 所以 给大蛇玩的 就是持续性的别天神 只要把左蛇救出来就行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不知道中人考试 已经推迟了吗 至村团藏闪亮登场 在他的背后还有八个根部上人 团藏 这件事与你无关 大蛇玩面色冷漠 说道 让你的根部离开 这里是中人考试的场地 老夫作为负责人 自然不允许你们乱来 至村团藏缓步走到他们的中间 转头问道 止水 发生了什么事情 羽智波止水脸色露出了犹豫 他对至村团藏了解不多 按照原作 他会信任他 但有了大蛇玩的前车之鉴 他目前只相信原非日展 就在他思考的瞬间 至村团藏解开了绑满绷带的右臂 别人都以为他的右臂是残疾 无法再动弹 但只有他和大蛇玩知道 右臂通过柱间细胞 已经恢复了正常 并且能使用目盾 目盾爆枪术 至村团藏的右臂 制造出一棵巨树 无数的树枝化作长枪 席向羽智波止水 情报及生命 有心算无心的情况下 羽智波止水并没有完全避开 但至村团藏犯了个致命的错误 原作中羽智波止水自爆别天神 故而他下手就是往眼睛而去 现在他不知道万花筒血轮眼 所以是想将他置于死地 止水个 羽智波又露出痛苦和绝望的表情 眼睛中的红光闪烁不停 但并没有开启万花筒血轮眼 因为他现在的年龄太小 没有足够的身体基础 就跟羽智波佐助死全家 才开一勾玉血轮眼一样 正当至村团藏大喜过望之时 一个庞大无比 骷髅状的绿色巨人冲天起 如同鬼神般强大的力量 振战着在场的所有人 许左能护 我将以高达形态出击 而在不远处 自来也豁然起身 好大的邪恶 这种距离下 他依旧能感受到 那阴冷又令人恐惧的气息 绝对不是什么正常的东西 而羽智波止水那双眼睛 不再是勾玉 而是四个刀刃的手里剑形状 自来也想到了 大蛤蟆仙人的预言 像 实在是太像了 他基本可以肯定 预言中的特殊眼睛 指的是万花筒血轮眼 主要是这股力量过于吓人 当然 他也注意到了 置村团藏的木盾 想起木叶村早年 做过的木盾实验 他便是皱眉不已 但当务之急 还是羽智波止水 不管他是不是预言中 毁灭妙牧山的人 都不能让他离开木叶村 另一边 夏木有些感慨 真是热闹 他没有想到 自来也会出现在这里 大蛤蟆仙人的预言 这么精准的吗 连这种大事 都能提前知道 他一时之间 还有些好奇 究竟是什么预言 不过多了自来也 问题不大 我无敌 你随意 大蛇丸 置村团藏暴怒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如果早知道 刚刚的偷袭 绝对是奔着眼睛去的 大蛇丸当然不会愿意 他得到万花筒血轮眼 他要的 只是把置村团藏拉下水 和他共同欺骗 原非日展而已 实在不行 他就提同跑路 当然前提是 获取羽智波止水的 万花筒血轮眼 接下来 就是他发挥的时间 八旗之术 伴随着烟雾 一个丝毫不逊色 虚左能呼的怪物出现 通体血白 有八个脑袋 置村团藏 顿时瞪大了眼睛 大蛇丸居然将这个禁术学会了 虚左能呼 只有开启万花筒血轮眼 才能解锁的第三种力量 被称为神之力 有好几个形态 但每个形态的威力 各不相同 与之波止水 使用的是第一形态 只有上半身 呈骷髅状 没有专属的武器 可以使用普通的刀剑或拳头 但防御力不错 除非是过于猛烈的攻击 不然的话 无法破防 与之波止水年龄小 又受了伤 此时能开启第一形态 已经是极限 他本来以为是够用的 但看到这头 不比虚左能呼小的八旗大蛇 冷静的表情 变成了凝重 三年前 他和大蛇丸 第一次的交锋 他侥幸获胜 那时候 大蛇丸没有使用八旗之术 或者是不想打 又或者是没学会 这才让宇之波止水 用虚左能呼和幻术 勉强占据了上风 但现在 麻烦的事情出现 这么大的身躯 已经不用畏惧 第一形态的虚左能呼 而他的八颗脑袋 八双眼睛 他要控制哪个 如果他们的系统是分开的 意味着他要使用八次别天神 根本不可能 这么短的时间内 连续使用 只有一个下场 眼下 在他迟疑的瞬间 大蛇丸已经发起了进攻 八条尾巴 缠住虚左能呼 八颗舌头 咬向宇之波止水 他的想法颇为简单 将他吞下肚 在对外宣传 宇之波止水 已经被他消化 至村团藏 或原非日展 总不能让他剖开自己的肚子 看到底有没有消化吧 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宇之波 只随处在虚左能呼的保护下 八颗舌头的攻击 没有走效 但强大的力量 使他感受到了强烈的振战 再来几次 他也撑不住 宇之波止水 控制着虚左能呼的双手 各抓住四条尾巴 向外扳开 但大舌丸趁机用八条尾巴 绑住了虚左能呼的双臂 反而又陷入了僵持 八颗脑袋 再次全力撞了过去 宇之波止水咬了咬牙 庞大的同力输出 虚左能呼的右手 出现了一把四十米长的大刀 因为是第一形态 刀是普通的刀 但在普通 它有这么大 一般的人是抗不住的 大刀横着砍下 将四个脑袋笼罩 大舌丸心中一惊 速度太快 刀又出现得突然 他避不开 但却传来难以忍受的疼痛 大舌丸的八颗脑袋 同时怒吼 攻击更加疯狂 与此同时 至村团葬也没有闲着 他在对阵宇之波又 带来的八位根部上人 则是去了四周布置结界 他要防备原非日展等人的 突然到来 打断了他们的计划 至村团葬本以为一个小屁孩 是手到擒来 但他却发现 宇之波又相当的难缠 尤其是他现在 并没有一手的血轮眼 只有两只 他是不愿意 在宇之波又身上浪费的 故而 他干脆使用木盾 宇之交锋 远处的自来 也有些木盾口呆 今天所见之事 渐渐都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宇之波止水的万花筒 血轮眼 大舌丸的八旗之术 至村团葬的木盾 让他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自来也沉思片刻 最终打算 先制止战斗 就下宇之波止水 再观察 他是否为预言中的人 他清楚地知道 再打下去 就不再是他们 四个人的战斗 而会演变成木叶村 和宇之波一族的战争 自来也一咬大拇指 按在地上 通灵之术施展 身座仙人 和智麻仙人出现 这种可怕的战局 自来也只能以仙人模式入场 但他自己施展的仙人模式 不够持久 所以照出两位仙人帮忙 小子 身座仙人刚准备开口 就立即被远处的战斗所吸引 更为准确地说是 宇之波止水 那双散发着邪恶气息的万花筒 血轮眼 这难道就是大老爷说的特殊的眼睛 身座仙人不由地问道 可能是 但我不确定 自来也双手结印 脸上出现了仙人模式 特有的眼影和花纹 我要阻止他们 如果宇之波止水死亡 我也就无从查起 所以要两位帮我 没问题 身座仙人和智麻仙人 立即跳到自来也的双肩上 何其 自来也深吸一口气 片刻后 切入战场 大喝 住手 但大舌丸并没有给他面子 倒是智村团藏和宇之波又的战斗未知一顿 前者是因为自来也的意外出现而感到了麻烦 后者却是看到了希望 宇之波又深知继续下来 宇之波止水只能使用别天神 但对八颗脑袋的大舌丸是否有用 仍然是个未知数 而且 除了大舌丸 还有智村团藏和八个跟不上人 怎么算 他们都处在了下风 自来也的登场 那就不一样 相较于大舌丸和智村团藏 他的风评可谓是绝好 称得上火之意志的完美执行者 话而言之 他代表了原非日展的火影一脉 宇之波又连忙河畔托出 自来也大人 大舌丸和智村团藏绑架了我弟弟 因此 我们两个人才会动手 自来也心中一跳 万万没有想到 居然还有这一处 他之所以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他最近一直在追踪调查宇之波止水 和宇之波又 宇之波阻住失踪 他也有所耳闻 本以为是哪个外村的人者搞的事 大舌丸 你还不停手 自来也猛的大吼 听到他的话 宇之波止水 暂缓了使用别天神的想法 他尝试过普通的幻术 控制其中的一颗舌头 但没有用处 显然八颗脑袋是分开的 或许有一颗是主头 但宇之波止水 到现在为止 没有察觉出来 同时 他和宇之波又一样 比较相信自来也 这位的口碑 是有目共睹的 再说 不相信也没办法呀 宇之波又 没开启万花筒血轮眼 他自己也没法 再提升虚左能乎的形态 更重要的是 宇之波止水 是不可能和牧业村决裂的 大蛇丸仍是不管不问 自来也眼睛一眯 立即结印 仙法五右未门 自来也用油 身座仙人用风盾 芝麻仙人用火盾 三种混合 顿时产生了焚烧一切的大火 大蛇丸感受到了危机 连忙分开虚左能乎 往后退去 他的大蛇本体防御力虽然惊人 但想安然抗住自来也的仙法 那是不可能的 火焰过后 自来也挡在了宇之波止水的面前 八旗大蛇中间的舌头 缓缓张开嘴 大蛇丸的上半身出现 脸色阴沉 冷声说道 自来也 你在干什么 宇之波止水 向我发起攻击 已经是叛村之举 我没有 我绝不会被叛木烟 宇之波止水 已经散去了虚左能乎 大鹤说道 明明是你先以左助威胁右 虚左能乎消耗太大 他又没有助肩细胞 已经年龄小 同力和查克拉不够 维持那么久 已经到了极致 不过他还得留下了 使用别天神的同力 以防万一 经过大蛇丸和至村团葬的偷袭 他对自来也只信了一半 此事应该交由老头子处置 自来也短时间内 无法分辨谁真谁假 最好的办法 就是找原非日展 日展已经将调查 宇之波 佐助失踪的事情 交给根部 至村团葬 搬出了原非日展先前的命令 说道 自来也你应该协助我 将涉案人员拿下 这算盘 打得太想 自来也和大蛇丸 直接忽略了他的话 但此时此刻 却也陷入了僵局 真是精彩的一幕啊 略带笑意的声音传来 自来也等人下意识寻声看去 一个戴着虎纹面具的陌生青年 正服着满是鲜血昏迷的 宇之波止水 正是夏目 宇之波止水刚刚的注意力 全在大蛇丸 至村团葬 和自来也的身上 对于背后的他 失去了防备 而夏目兑换先人体后 其迅速撑得上害人 所以 一闷棍将宇之波止水敲晕 好听就是好头啊 夏目本想以神秘组织首领的身份出现 但仔细一想 可以多加个身份 假扮宇之波带徒 既能甩锅 又能获取命运值 宇之波又再次接触宇之波带徒的时候 还会想合作灭族吗 大蛇丸亦是如此 恐怕不可能再加入小组织 你是谁 快放开止水个 两道不同的声音响起 前者是自来也 后者是宇之波又 大蛇丸已经听出了夏目的声音 不过他们两个的交易是秘密 他也不会当着众人的面 和他相认寒暄 他没有想到 夏目会忽然出现 并且插手 但大蛇丸丸丝毫不慌 反而很兴奋 这里是牧业村 他这边有自来也和至村团葬 三个人加起来 还打不过你吗 届时 他就能知道 他的真实身份 至村团葬 此时却注意到 是一个机会 他以极快的速度 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 下一刻 就出现在夏目的身后 手中的苦 凝聚着浓郁的风盾 化作最锋利的刀 刺进了他的身体里 至村团葬剑攻击奏效 脸上不由地露出笑容 他除了目盾外 最擅长的就是风盾 速度是他的强项 再说 事事无妨 成功了自然最后 不成功 难道这个面具男 能留下自己 他是不幸的 得到柱间细胞和目盾后 整个人界 没有几个能比他更强 分身 至村团葬 看见没有鲜血溅出 顿时放弃苦 右手抓向雨之波止水 万花筒血轮眼 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瞬间夏木的目分身 化作腾腕缠住了他 目盾 至村团葬心中咯噔一声 本能地想到了大蛇丸 我的手 下一刻 他惨叫起来 地面开裂 夏木猛然出现 手中查克拉凝聚的刀 将至村团葬伸出的右臂砍断 他在之前就看到了 右臂上的两只血轮眼 对于能使用 伊邪纳奇的至村团葬来说 这就是两次复活的机会 所以 夏木要优先封了外挂 而且他怀疑 这两只眼睛是宇智波静的 至村团葬跟他施出同门 但以他的性格 宇智波静死后 眼睛必然不可能安然无恙 夏木忽然有了个有趣的想法 他拿走宇智波止水的别天神后 再把铜血脉的宇智波静血轮眼 移植给他 让他亲眼目睹 宇智波幼的灭族之夜 和木叶高层的龌龊 他会不会再觉醒一双万花筒血轮眼 而两双至亲的万花筒血轮眼 能融合成永恒万花筒血轮眼 在漫画或镇纸书上 都没有明确说 必须是亲兄弟的双眼才行 故而 夏木觉得可以一试 就算不成 多一双万花筒血轮眼 也是极好 快还给老夫 至村团藏五柱断壁处 目自欲裂 疯狂大叫 如果是普通的手臂 他自然不在意 可那是 由柱间细胞培养成的手臂 装上血轮眼 就能使用一邪纳旗 面具男在砍下他的右臂后 立即装入储物卷轴 显然是知道他的秘密 是大蛇丸 至村团藏 面容扭曲 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解释 他的秘密 只有大蛇丸知道 而面具男又会目盾 至村团藏下意识扭头 却发现 大蛇丸已经不见了踪迹 难道说是真的 抱歉 大蛇丸 他不能交给你 夏木转头 看到了一颗巨大的舌头 欲要吞下雨之波止水 对于他的话 大蛇丸网若未闻 在八旗大蛇的状态下 就算是目盾 他也丝毫不拒 夏木象征性的双手一拍 仙人体 溜到仙人的生命力 与身体能量 用更简单的话说 羊盾 牵手铸的目盾 为什么这么离谱 因为它是克命打法 加了羊盾 夏木兑换零食的仙人体后 许多无法使用的目盾忍术 皆可以使用 目盾数戒降弹 庞大到极致的查克拉 和生命力喷涌而出 大地轰然裂开 缝隙之中 涌出无数的树木 原本的森林 被搅得一团乱麻 大蛇丸所化的八旗大蛇 瞬间被又粗又大的 芝蔓缠绕 不能动弹 夏木此时忽然想起 牵手逐间的那句话 九尾 你太强了 需要封印 挺搞的 果然越憨厚 越是腹黑 在外的节节径散 八位根部上人 和大蛇丸一般 被完全束缚 至村团藏 和羽之波又一事 只有自来也勉强逃开 他此时的脸上 全是惊骇 这是初代火影 牵手逐间的标志性忍术 也是他横推忍接的 仪仗之一 现在却被一个 神秘面巨男使出 简直是魔幻 大蛇丸在呆至片刻后 立即挣扎起来 但没有用 这家伙 怎么会这么强 大蛇丸心有余悸 幸亏先前交易的时候 没撕破脸 同时 他也知道 是不可为 自来也和神秘面巨男的 接连插手 使得他捕捉 羽之波止水的计划 彻底失败 本来他还有个底牌 绘图转生 但普通的绘图转生 是远远达不到 正主的强度 当他意识到这一点后 很干脆地放弃 毕竟使用绘图转生 太犯机会 叛逃是百分之百的事情 夏目抬起头 远处不少黑影正在赶来 他瞬间创造出 一片森林的动静 实在是太大 自来也一时注意到这一幕 他咽了咽口水 双手立即结印 这么强大的敌人 必须留下 先罚五右卫门 焚烧一切的火焰在线 附近的森林 顿时燃烧起来 自来也松了口气 有希望 但燃烧后的森林 又重新生长出来 以至于火焰的速度 减缓到了极致 夏目象征性结印 目盾皆布袋之术 一只巨大的木质手掌 陡然出现在自来眼面前 然后给了他一个大笔兜 原飞日展等人现身 看到了这惊人的一幕 开启仙人模式的自来 也被一巴掌扇飞 这是目盾 初代火影大人的目盾 怎么可能 连自来也大人 和大手丸大人 都被打败了吗 这家伙是谁 一群人不由地睁大了眼睛 纷纷震惊出声 原飞日展 更是心脏骤停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会再看到这个人数 难道是牵手铸监大人附生 如果被他知道 自己最强火影的称号 会不会笑出声 夏目扫了眼 顿时挑了挑眉 他看见了刚手 则 大人来了 熊孩子得跑路了 而且 目的已经达到 不用再浪费命运值 至于杀人 就更没必要 都是他的韭菜啊 夏目轻轻一推 但见无数的树木疯狂生长 将大蛇丸等人全部推走 并形成了一面滔天墓壁 攻击 原飞日展被吓了一跳 连忙大喊 与他一起来的忍者们 忍住恐惧 纷纷结印 火炖嚎龙火之术 水炖水龙潭之术 风炖真空大月 瞬间 无数的忍树 砸向了墓壁 能察觉到动静 并且及时感到的 皆是上人或中人 如此多的 查克拉混合在一起 迸发出来的威力 绝对不是人力所挡 但令他们绝望的是 目必安然无恙 火影大人 他已经离开了 日向日族瞪着白眼 与其中 依旧有无法掩饰的震撼 原飞日展 深吸一口气 扫过大蛇丸 自来也以及 断壁的至村团葬 问道 谁能告诉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得亏这个神秘强者 没有与木叶为敌的意思 不然的话 今天注定血流成河 短侧接不远处的小树林 漩涡会奈 平日里修炼的地方 夏目将昏迷的 羽质波止水放下 他打算让药师兜 取出他的万花筒血轮眼 再移植疑似羽质波径的 三沟浴血轮眼 忍戒的换眼手术 草率的像是普通的一场感冒 故而没有难度 但为了保险 药师兜会在 羽质波止水身上加点料 以防止日后的被刺 因为你的行为 羽质波止水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99点 因为你的行为 至村团葬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99点 因为你的行为 原非日展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28点 因为你的行为 大蛇丸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37点 因为你的行为 羽质带土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27点 因为你的行为 羽质佑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16点 抛开一分钟兑换新人体所花的30点命运值 他赚回了276点 夏木这波写传 但他并不会置换与之波止水的眼睛 一般人真抗不住 参考奇木卡卡西就知道 夏木有命运圣还 可以直接把万花筒血轮眼所有的能力转移到自己的双眼上 免去了排斥以及换眼的痛苦和时间 这副美瞳还行 夏木看了眼镜子 关掉了万花筒血轮眼 如果是移植的双眼 只能一直开着 就像奇木卡卡西一样 每天维持着大量的查克拉消耗 最终搞得很虚 当然也不排除 他是看清热天堂奖励自己太多次造成的 消耗50点命运值 转移万花筒血轮眼能力后 夏木得到了一种特殊的力量 即同力 在一定范围内 可以自动增长 也可以进行锻炼 消耗过度就会造成势力下降 甚至瞎眼 不过一般情况下 只需要用查克拉 除非要使用铜数和虚左能乎 都 剩下的事情就拜托你 夏木转头看向 正在摆弄医疗设备的药师兜 嗯 药师兜头也不抬 双眼透出兴奋的表情 终于可以上手进行实践了 不仅能使用助肩细胞 而且还要运用它制造的毒药 这种机会并不少见 宇智波止水伤势比较重 故而夏木让药师都在它身上 是下助肩细胞 反正它手上的分量 还有不少 即使没有了 也可以跟大蛇丸交易 经过刚刚那顿毒打 想来它不敢生出什么异心 要是宇智波止水没看过去 对它来说 反而是一种解脱 用某正义使者的一句话 抱着理想溺死吧 这个木业不适合宇智波止水 它的理想也过于虚幻 当然 夏木更希望他活下来 做自己的工具人 要师兜的水平 他还是相信的 虽然没跟着大蛇玩 但跟着刚手学了这么久 也不差 没有耽误太多的时间 夏木回到了家 老师呢 他扫了一圈 没有看到刚手 老师去了活影大楼 静音脸上露出惊叹 说道 听说今天上午死亡森林 出现了一位神秘强者 非常厉害 欲对木业不利 幸好火影大人 及时带领着众人赶到 并将他击退 不愧是最强火影啊 夏木竖起大拇指 称赞说道 有火影大人在 木业肯定会长生不衰的 静音挠了挠头 虽然夏木说得很真诚 但怎么觉得有些阴阳怪气 错觉 一定是错觉 既然刚手不在 夏木也只能自己修炼 他直接上了楼 在顶层 有牵手铸肩和牵手飞肩 留下来的一些东西 当然 禁数什么的就没有 已经全部被木业收走 剩下的 多是无关紧要的东西 不过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牵手飞肩 作为比宇之波 更了解宇之波的存在 有不少和血轮眼相关的研究资料 如果没有 夏木只能想点别的办法 但幸运的是 他确实发现了 他想要的东西 提高同力的方法 比如最简单的 是用血轮眼观察快速飞行物体的轨迹 为什么宇之波一族 那么擅长忍惧投掷 这也是原因之一 练出来的 夏木看完之后 总结出来了一句话 无他 为首 熟二 反正就是重复训练血轮眼 达到经验积累的目的 感觉和修炼精神能量 有一曲同工之妙 夏木收起资料 又想到了日向一族 同样是同力使用者 应该也有不少资料 他觉得可以对比下 普通的宇之波人者 自然不可能得到白眼修炼的方法 但他有个可爱的内鬼 夏木结印 链接上阔余的视觉 顿时皱起眉头 经过了这么久的接触 他已经摸清楚 日向厨田日常的规律 除了吃饭 就是训练 非常枯燥 此时接近黄昏 刚好是训练结束 等待晚饭的空闲时间 日向厨田也在房间里 但他受了伤 按理说 日向一族 应该有医疗忍者给他治疗 只是以日向厨田的性格 是有可能忍着不说的 夏木叹了口气 逆通灵之术施展 日向厨田 被忽然的烟雾吓了一跳 但很快意识到是谁 连忙将双手背在后面 夏 夏木哥哥 他的性格依旧没有什么变化 微低着头 小声地打招呼 虽然双手是痛的 但不知道为何 他忽然觉得心里甜滋滋的 把手拿出来 夏木视线落在他娇小的身体上 实在不明白 这么可爱的蒸汽机 是怎么忍心下得了手的 哎 日向厨田下意识抬头 他此时还有点迷迷糊糊 露出宛如右兽般天真的眼睛 手 夏木蹲下身 抓住他放在背后的右手 拖到眼前 上面全是轻狠 日向厨田 感受到手掌传来的温暖厚实感 白皙的脸颊 刹那间变得红扑扑的 当注意到夏木的眼神后 他立即慌慌忙忙想缩回手 但无法挣脱 怎么不找医疗忍者 夏木微微皱眉 问道 我 我怕 父亲大人失望 日向厨田 本来是要晕倒的模样 但提到日向日足 又清醒了几分 果然是这样啊 夏木又看了眼他的左手 同样是不满轻衡 日向日足过于的望女成凤 使得日向厨田的训练量 大大增加 也就他这个性格能坚持 换个人 不说罢工不干 但肯定会抱怨几句 我带你去见一位 优秀的医疗忍者吧 夏木说的不是刚手 而是要视野乃宇 出 出去 日向厨田睁大眼睛 小脸浮出纠结 父亲大人 不允许我外出 如果被知道 他又会生气 那就不要让他知道 夏木毫不在意地笑了笑 可 可是 日向厨田本质上是个乖宝宝 外加日向日足 平日里的鸡威深重 让他不敢越规 怎么 不相信我 夏木偏了偏头 说道 不不不 日向厨田忽然说话流畅起来 我相信你 说完后才意识到 自己说了什么 心脏砰砰乱跳 脸色宛如清晨红玫瑰 有着淡淡的晶莹水雾 夏木双手结印 隐分身加变身术 另一个日向厨田出现 让他应付下 你觉得怎么样 夏木指了指他的隐分身 笑问道 忍术是很神奇的 日向厨田颇为新奇 看着和他一模一样的隐分身 几秒后 小声说道 麻烦夏木哥哥了 这句话 如果被日向日足听见 夏木铁定要被打死 轻而易举 就把日向一族的 未来继承者带走 逆通灵之术 只能通灵契约者 日向厨田想要出去 其实是一件挺麻烦的事情 但夏木现在有了万花筒血轮眼 麻烦 就不复存在 只是得到万花筒血轮眼后的 第一次使用 居然是带日向大小姐 离家出走 如果与之波异族的忍者知道 大概不少人会气得 血轮眼进化吧 上来吧 夏木转过身 在他的面前蹲下 啊 日向厨田 完全没有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等一下出去 要避开你家的守卫 所以 最好我背着你 夏木顿了顿 笑道 如果你想让我抱你 也没什么问题 不 不用 日向厨田深吸一口气 点起脚尖 双手还住他的脖子 夏木双手拖着他的身体 朝外走去 上次云人绑架事件后 日向一族就加强了防御 不管是进来 还是出去 都很难 因为到处都是巡逻 夏木要做的事 利用万花筒血轮眼 趁着守卫移动产生的 视觉盲区冲出去 日向厨田身体紧绷 非常不安 他担心会被发现 自己没事 夏木可能会陷入麻烦之中 但同时 趴在他的背上 感受着他温暖的气息 让他不由的脸色通红 大脑昏沉 直到听到夏木的声音后 才清醒过来 日向厨田落地站稳 下意识环顾四周 顿时露出明亮的眼神 他在家待得太久 即使是普通的街道 也让他觉得 别有一番滋味 走吧 夏木在前方带路 日向厨田立即跟上 他没有牵手 生怕他晕倒 到时候众目睽睽之下 他可真的是说不清 没过太久 就到了目的地 孤儿院 日向厨田 看到牌匾上的几个字 不由得一愣 我说的医疗忍者 就是要是言乃语 他今天刚好休息 没去牧业医院 夏木笑着介绍说道 以前我在这里长大 你和我一样 叫他院长吧 长大 也就是说 他是孤儿 日向厨田抬起头 看向夏木轮廓分明的侧脸 上面有温柔的笑 但日向厨田 不知道该说什么 有些心度 明明拥有这么凄惨的身世 在他的面前 却是那么乐观 夏木哥哥 大哥哥 糖 我要吃糖 甜食有什么好吃的 我要薯片 夏木一进入孤儿院 又被小朋友包围 因为他每次回来 都会给他们零食 都有啊 不要抢 夏木打开储物卷轴 日向厨田眨了眨眼睛 如果先前说 是因为被救而产生的感激 现在却有一种 不同的情绪在生成 嗯 夏木哥哥 果然是个大好人 夏 要是言乃语 听到动静出门 却看到了门口的日向厨田 他参加过他的生日宴 所以一眼就认了出来 什么情况 连个护卫都没有 夏木居然能单独 把他带出来 要是言乃语 瞬间挠补了不少东西 莫非是日向一族 想让他做坠绪 别怪他这么想 而是因为 日向一族向来传统 家规及言 院长 你帮忙治疗下厨田的双手 夏木注意到他 连忙说道 要是言乃语立即点头 回了他一个满意的眼神 可以啊 小伙子 他和刚手不同 纯粹是长辈的心态 看到夏木有了小姑娘 那是相当欣慰 尤其还是日向家的大小姐 厨田 把手伸出来 要是言乃语蹲下身 与其温和说道 面前的小女孩过于可爱 让她声音和动作 都不由地放轻 嗯 日向厨田挽起袖口 伸出了两段白皙柔嫩的手臂 谁干的 要是言乃语立即皱起眉头 是因为和父亲大人练拳 日向厨田在其他人的面前 说话就比较正常 练拳也得有个限度 要是言乃语叹了口气 手掌浮现出绿色的光芒 在他的双臂上转了一圈 所有的倾痕消失 谢谢院长 日向厨田感受着双臂 不断传出的温暖 连忙说道 多乖的孩子啊 要是言乃语摸着他的小脑袋 有些爱不释手 日向厨田 则是不太好意思 低下了头 夏木把小朋友打发后 走了过去 问道 院长 没事了吧 你还不相信院长吗 这点小伤 不算什么 要是言乃语起身 说道 好了 你们聊 我还有事 他颇为自觉离开 留给两个人足够的空间 我带你转转吧 难得出来一次 不能浪费 夏木的话 让日向厨田愣了一下 但很快点头 他确实不想现在回去 其实孤儿院附近 没什么转的 但人多的地方 夏木又不敢带日向厨田去 万一碰到个日向一族的忍者 他就凉凉 拐走日向大小节的罪名 不知道他能不能扛住 你等会儿 夏木顺身术消失 日向厨田反应过来 顿时有些心慌 好在一分钟后 夏木就再次出现 双手拿满了三色丸子 他刚刚把一家店 全部扫当完毕 可惜也没几串 不够日向厨田吃的 原作中 三色丸子 就是导致玉手洗红豆 变成玉手洗红薯的罪魁祸首 但日向厨田不同 他的长胖 长在了应该长的位置 吃 随便吃 夏木还想早点见到这一幕呢 嗨嗨 没别的意思 他就是想知道 日向厨田吃饱后 天赋会不会增加 在两个人闲逛的时候 火影办公室 气氛格外的焦灼 断臂的至村团葬 已经被刚手制好 但手臂长不出来 只能空着 除了他之外 还有自来眼 大蛇丸 水护门延 转请小春 以及后面赶来的羽质复月 整个牧业高层齐聚一堂 当自来眼讲述完经过后 羽质复复月的脸色 变得最难看 既羽质复佐助失踪后 羽质复止水 也同样失踪 而且还得到了 大蛇丸和至村团葬 袭击羽质复又的消息 简直是在挑战 羽质复一族的底线 在这一刻 他难得硬气了一回 火影大人 我需要一个交代 不然的话 我很难消除 羽质复一族的怒火 他的意思很明白 您老不给出行动 羽质复一族 真的可能揭杆而起 你什么意思 至村团葬 因为丢失手臂 本就在气头上 听到这句话 顿时炸开 怒道 你在威胁木叶吗 闭嘴 袁飞日展猛地一拍桌 你做的事情还少吗 现在轮得到你插嘴吗 我 至村团葬注意到 他充满威压的眼神 顿时缩了回去 以他对他的了解 这是真生气了呀 大蛇丸 佐助在哪 袁飞日展 转头看向 一直沉默的大蛇丸 问道 我又没绑架他 我怎么知道 大蛇丸笑了笑 说道 你应该问团葬 毕竟是他负责的 至村团葬一头问号 这时候你甩锅 但他忽然发现 这锅好像真得他背 因为确实是他干的 团葬 袁飞日展眼神锐利起来 宛如一把剑插向他 鉴于之前团葬的表现 他毫不犹豫 就相信了大蛇丸的说辞 但他也脱不了关系 只是没直接动手 这件事与老夫无关 至村团葬立即反咬一口 说道 老夫一直认为 是宇智波一族自导自演 就是为了表达 长久以来的不满 你血口喷人 宇智波夫月顿时气笑了 我怎么会拿自己儿子开玩笑 就在这时 一个暗部忍者闪身进入 火影大人 宇智波左柱已经找到 就在宇智波一族的足地 南河之川的一处瀑布 他身上没有任何伤势 只是查克拉号尽 猜测应该是修炼人数过度 火影办公室 一下子就安静下来 这是栽赃 宇智波夫月急到 至村团藏的这口 自导自演的大锅扣下来 他可顶不住 而且他也不想成为第二代锅影 够了 原非日展瞪了眼至村团藏 让他又重新闭上了嘴 他深吸一口咽斗 显得非常为难 此事没有那么简单 原非日展缓缓开口 左柱的失踪太过于巧合 更像是那位神秘强者一力促成 为的就是让他们四个人起冲突 他捡了个大便宜 听上去很有道理 但实际上却是漏洞百出 经不起推敲 大蛇丸和至村团藏文言 没有任何意义 对他们非常有利 亲眼目睹真相的自来也皱着眉头 却没有开口 大蛇丸是他的队友和好基友 如果坐实罪名 要么逐出木叶 要么重罚或处死 他不可能看着大蛇丸走向这一步 转情小春和水护门言 作为霍悉尼的存在 自然也不会说话 满朝文武 竟无一人敢言 与至波夫月咬了咬牙 说道 火影大人 大蛇丸和团藏 可并非是一句冲突就能接过的 他知道 与至波佐助失踪 多半是至村团藏所为 但他没有证据 现在的证据 反而指向他们 但不给交代 与至波一族叛乱 几乎是必然的 以族人的骄傲 可不会受这种窝囊气 原非日展 自然也清楚 他沉思片刻 做出了处罚 止水的失踪 大蛇丸和团藏 占据很大的原因 作为木叶高层 这是他们的不作为 从今天起 他们闭门思过 不准再插手木叶事宜 根部也将进行整顿 等找到止水后 再令他们两个人登门道歉 如果止水出了问题 将进行追伐 绝不姑息 我不同意 至村团藏立即跳出来 表达不满 前面的他还能忍受 其实就是原非日展的说辞 明面上不插手 暗地里随便搞 但让他登门道歉 还不如杀了他 我才是火影 原非日展饱含杀鸡的眼神 瞪了他一眼 至村团藏身体一僵 罕见的有了一丝慌乱 再也不敢说话 他拥有目盾的事情 已经被知道 原非日展对他没有处置 无非是想先处理 与之波一族和神秘强者 至村团藏知道自己 再挑衅下去 会出问题的 戏已经唱到了这种地步 与之波赋月也无话可说 因为他知道 原非日展的处理 已经到了极限 毕竟他不可能杀了 大蛇丸和至村团藏 全凭火影大人做主 与之波赋月 与气低沉说道 原非日展暗自松了口气 得窥视与之波赋月当组长啊 性格好拿捏 止水不仅是与之波一族的天才 更是我们牧业村的支柱 无论如何 都必须将它找回 从今天起 城里由暗部和牧业警务队 组成的救援队 由赋月负责此事 打一棒 给磕糖 原非日展 还是懂得这个道理的 我也参加 自来也开口说道 之前 他以为与之波止水 是预言中的人 但现在看来 分明是这位神秘强者 他由目盾 再得到万花筒血轮眼 其实力是何等的可怕 一想到这样的人物 是因为自己失误促成的 自来也就深感愧对大蛤蟆先人 事情非但没办妥 反而更加严重 可以 原非日展点头 又说到 接下来说说神秘强者的事情 但没有人知晓具体的情况 讨论不出结果 只能作罢 会议落下帷幕 原非日展见 众人离开 立即吩咐暗部忍者 将与之波又叫来 就连智村团葬拥有目盾的事情 他都延后 因为宇智波止水失踪后 宇智波又 便成为了唯一的纽带 哟 你可不要令我失望啊 原非日展 眼睛微微眯起 其实 消除今天的事情不难 他确实不知情 火之意志 也没有因此受到污染 把锅甩给团藏就行 以宇智波又 对于火之意志的信仰 想必他心里有数 宇智波一族驻地 闭着眼睛的宇智波复月 正在等待宇智波又从火影大楼归来 此时 他的心中压抑着愤慕 有对木叶高层的 也有对宇智波止水的 万花筒写轮眼 这么重要的事情 居然瞒着他 简直是没有把他这个组长放在眼里 如果早点告诉他 何至于此啊 门被拉开 父亲大人 宇智波又拖鞋进入 在他的面前坐下 三代跟你说了什么 宇智波复月睁开眼睛 开口问道 没说什么 宇智波又沉声回答 他说此事他不知情 保证一定会带回止水哥 并严惩大蛇丸和至村团葬 虽然是老一套的说法 但宇智波又却相信了他 如果真的是原非日展主导 他的方法完全可以更加简单 以止水哥对他的信任 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按份偷袭 得到万花筒写轮眼 所以 一切都是至村团葬和大蛇丸的错 在原作中 宇智波止水的遭遇 其实和现在几乎一致 只是多了个大蛇丸 但就算至村团葬偷袭了宇智波止水 夺走了他一只眼睛 并导致他自杀 宇智波又 依旧没有对他做什么 因为他知道 并继承了宇智波止水的遗愿 火之意志 木叶至上 家族是次要的 父亲大人 我加入暗部 宇智波又顿了顿 又继续说道 暗部 宇智波赴月 下意识皱眉 但仔细想一想 宇智波止水失踪后 宇智波一族 确实需要新的间谍 及时了解木叶高层的情况 宇智波又是他的儿子 段无背叛的可能 让他当间谍 是十分可靠的 不过 你要记住 无论什么时候 你都是宇智波一族的族人 宇智波赴月告诫说道 宇智波又点了点头 心里却有一丝失望 父亲大人 你永远只在乎宇智波一族 哪里看得到木叶 止水双眼的能力是什么 宇智波赴月想起了正事 万花铜血轮眼最强的地方 莫过于神奇的铜树 宇智波又顿时沉默 又 现在止水失踪 神秘强者得到了他的眼睛 大概率会对我们宇智波一族不利 宇智波赴月皱起眉头 说道 你告诉我 我好做准备 别天神 宇智波又迟疑了几秒 说道 能在不知不觉中操控别人 并改变人的思想 宇智波赴月瞪大了眼睛 玄机猛地拍桌 这个蠢货 这么可怕的童树 为什么失去了才说 如果拿去控制原非日展 宇智波一族 怎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止水 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但现在为时已晚 宇智波赴月眼中 闪过浓浓的忌惮之色 不找到这位神秘强者 和宇智波止水 许多事情 恐怕都得延后 宇智波一族 只会寝食难安 宇智波又面无表情看着他 因为早有预料 所以他并不意外 你去看看左柱吧 他平日里最喜欢你 现在受了惊吓 情绪不太稳定 两久后 宇智波赴月语气缓和 说道 是 宇智波又起身 关上门离开 日向宅院 夏目又背着日向雏田 潜入进来 幸运的是 这段时间 没有人来找过他 下次见哦 夏目摸了摸他的头发 顿时消失不见 逆通灵之术 重新回到自己的房间 他打开门 当手正在看电视 注意到响动 他抬起头 悠悠问道 又去见雏田了吗 说完后 才发现自己的语气不对 有些过于明显 主要是他看到了 夏目这张脸上浮现的笑容 一想到这笑容不是为了他 他就下意识有点难过 刚手连忙不就说道 夏目 你去厨房帮金英端菜吧 但下一秒 金英已经端菜走了出来 没察觉到两个人的氛围 便招呼说道 快过来吃饭 刚手顿时尴尬 他目光触及到夏目 不知道怎么 有些慌乱 但他毕竟是刚手 很快就恢复正常 夏目 不要傻站着 吃饭吧 哦 夏目挑了挑眉 刚刚刚手莫名 有那么几秒小女儿姿态 蛮有意思的 虽然他在一瞬间 想到了某句不太妙的话 什么惺惺作态 紫色老太婆之类的 嗨嗨 再说下去 有危险 夏目跑过去 在刚手旁边坐下 三个人拿起筷子 晚饭正式开始 中人考试 什么时候恢复 夏目还惦记着刚手的奖励呢 不知道是哪种 嘿嘿 最好是他想的那种 后天 刚手以为他只是关心 能否成为中人 没多想 说到 夏目本想问下 与之波止水的事情 但中人考试这么快恢复 估计原非日展 已经处理得差不多 具体如何 他也懒得关心 该获得的命运值 已经到手 现在原非日展 他们最想找到的 应该是自己吧 但压根联系不起来 包括刚手 凡是看过神秘强者的目盾 就不会怀疑到他的身上 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啊 第三天 钥匙都和犬种花 很早就到了门口 哟 小灰还是这么有精神啊 夏目伸出手 入二了下 犬种花脚下的哈士奇 毛皮非常蓬松柔软 走吧 刚手看了眼夏目 他也想摸 但不是摸小灰 而是摸他的小脑袋 一行人走到了死亡森林 经过第一关的淘汰后 第二关留下的人 已经不多 只剩下一半 还有十只忍者小队 夏目没有看到 与之波佑 是走了原非日展的后门吗 毕竟他加入了暗部 而主考官不再是自来也 换成了夕阳红 阿呸 是西日红 在原作中 是精通幻术的上人 而且还是日向雏田的带队老师 现在挺年轻的 十九岁左右 他男朋友 正是原非日展的儿子 原非阿斯玛 火影世界的金钱伎俩单位 和奇目卡卡西的 查卡拉伎俩单位齐名 此时原非阿斯玛 应该是火之国大名的 守护人十二师之一 规则如下 每支小队随机领取一个卷轴 如果是天卷轴 就要抢夺地卷轴 反之亦然 只有集齐天 地卷轴的队伍 才允许进入死亡森林的高塔 参加第三关 中途 有支撑不住的小队 及时释放信号弹 会有人救援 昔日红高声喊道 第二关正式开始 水之国 雾影村 一个通体白色的青年 从地底冒出 班 木叶发生了一件事情 你应该会感兴趣 哦 是什么 戴着面具的宇之波 带土随口问道 宇之波止水失踪 宇之波又 已经是三沟玉血轮眼 而且加入了暗部 有意思 我记得他才八岁 或许他能成为一颗不错的棋子 你派个人去监视他 宇之波带土语气 骤然变冷 至于我 不把雾影村杀得血流成河 怎能对得起死去的灵 昔日红一声令下 所有的人者小队 如脱缰野马 杀进有黑的森林之中 很快不见了踪迹 夏末 钥匙兜和犬种花 跑得最快 因为他们的实力最强 在没有了宇之波又后 夏末打算创造了一个 罪俗通关传说 昔日红收回目光 顿时眼睛一跳 连忙挡在了某人的面前 钢手大人 按照规定 您不能进去 我不进去 我就在边上看看 钢手一边说 一边向着里面移动 钢手大人 昔日红有些无奈 您倒是停下来啊 您这么做 让我们很为难的 这样吧 你跟我一起 钢手眼睛也不转 盯着夏末消失的方向 问道 有你在 难道还不放心吗 显然他是不肯轻易放弃的 昔日红最终点了点头 说道 但您不能干扰考试 也不能出手帮助您的学生 自然不会 钢手笑了起来 红 你太小看我的学生了吧 昔日红想起了夏末在之前 木叶村和云影村战争期间 离谱的实战记录 说实话 他是有点不幸的 那时候 夏末才九岁 又没有血迹陷剑 就能干掉好几位上人 其中 还有磁盾忍者特洛伊 他更倾向于是钢手 先把他们打残 再由他的学生们收尾 钢手大人 您慢点 昔日红出神不过三秒 就看到钢手如离弦之剑 远去 他连忙追了上去 不到片刻 他们就看到了 夏末三人一狗 因为刚开始 还没有遭遇过敌人 此时正依靠着 小灰这条哈士奇的嗅觉 进行寻找 一分钟后 有了结果 昔日红站在钢手身旁 愣了愣 问道 就这么直接上 是不是太过于莽撞 夏末三人 发现其他的人者小队 完全不搞什么陷阱或偷袭 肆无忌惮冲向他们的位置 没必要浪费时间 钢手是了解夏末的 看到他急匆匆的模样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玄机他面露沉思 这不符合夏末的性格啊 他平日里挺懒散的 怎么众人考试这么积极 他忽然一愣 想起了自己的承诺 要给他奖励 钢手顿时沉默 他其实就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夏末当了真 这下坏了 不给奖励 怕是说不过去 A急水盾 昔日红长大嘴巴 仿佛能塞下一颗鹅蛋 脸上全是震惊 没想到传言竟然是真的 夏末如此轻松 就能使用A急水盾忍数 证明他的实力 确实有上人的水平 这么说 自己都不一定打得过他 只是太大才小用了吧 对手可是下人 不应当 不应当 钢手回过神 看到他的表情 骄傲得挺了挺胸说道 我的学生自然不差 昔日红下意识扫了眼 一下子就沉默了 这对比 是个女人都得流泪 羡慕吧 钢手注意到他的眼神 笑道 等过几年 你也可以当带队老师 不过能不能选到好徒弟 就得看你的运气 看来他们运气不错 昔日红连忙转了话题 夏目三人已经朝着中心的高塔而去 说明他们拿到了需要的卷轴 我等下去 高塔看他们 不算是违规吧 钢手的笑容 就没有下去过 虽然知道夏目等人通过考试毫无悬念 但能在外人面前显摆 那又是一回事 前世为什么走亲房友 都爱问学习成绩或工作工资 就是这个原因 他们进入了高塔 就代表第二关结束 而第三关要等其他人到齐才开始 遭受到双重暴击的昔日红 依旧很有礼貌 说道 这段等待时间 不属于中人考试 自然不算违规 死亡森林中心的高塔 当夏目三人进入后 一个青年顺身 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他脸上颇为意外 问道 这才二十分钟 你们拿到了天 地圈轴吗 按照下人的角力 光是从出发地赶到高塔 就得半个多小时 你们这么快 合理吗 在这里 夏目把天 地圈轴递给他 青年检查后 顿时无言 木叶下人 恐怖如斯 他庆幸自己 中人考试的时候 没遇到这种离谱的家伙 第三关是个人战 你们去休息室准备吧 青年指了指方向 说道 谢谢 夏目三人按照他的指示 进入了家徒四壁的休息室 没过太久 刚手推门进入 昔日红则是返回 继续担任他的主考官 老师 夏目三人 异口同声喊道 包括全种花 在这段特训时间里 他成长了非常多 以至于让他觉得 自己先前的带队老师 就是个垃圾 嗨嗨 他真没有对老师不敬的意思 只是人就怕对比啊 干得不错 我刚问了下 你们是中人考试有史以来 速度最快的 可不止速度快 夏目听到刚手的夸奖 连忙说道 太快了 是大计啊 实力也是能排上号的 刚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像是红小孩 补上了一句话 要是都和全种花表示 已经习惯了这一幕 夏目仿佛是轻生的娃 而他们是隔壁抱来的孩子 原作中的联合中人考试 第二关和第三关 其实是有一个月的休息时间 因为性质不一样 联合中人考试 要邀请各个国家的大名 或贵族参加 表现好的忍村 来年接受的订单也多 话而言之 是一个展示武力的场合 但普通的中人考试 就没有那么多讲究 一个过场而已 刚手没有待太久 便转到了观战席 他在这里 考生们压力太大 而且容易造成夏目等人 是关系户的错觉 下午 第三关正式开始 到这里 人数又淘汰了一半 只剩下五支小队 个人战 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夏目最大的威胁 是宇智波佑 但他已经提前毕业 御守喜红豆 和卯月西岩 亦是如此 最终 夏目以第一名的成绩胜出 要是都是第二名 全种花是第五名 名次倒是次要的 三个人都顺利晋升了中人 刚手一直在观战 他忽然发现 夏目的查克拉 又增长了不少 说不定可以试着 修行仙人模式 姐姐 夏目找到了 单独相处的机会 便直接问道 我已经是中人了 奖励是什么 他刚刚结束战斗 脸色发红 本来就帅气的相貌 多了一分可爱 再配合喜悦 又期待的眼神 实在是 令任何女人 都难以拒绝 刚手捧着脸 反复念着最后一次 我绝不会动摇 但心已经被击沉 谁来救救我啊 刚手此时 不敢接触夏目的眼神 他围台下巴 看着天空 假装露出沉思 嗯 我想想 该给你什么奖励呢 一定是要大奖励 夏目在大字上 加重了音量 难得逮到机会 可不能放过 你这家伙 还学会了讨价还价 刚手闻言 忍不住笑了笑 习惯性捏了捏他的小脸 哪有 夏目抓住 他占便宜的手 反过来 挠着他的掌心 说道 我这是正当请求 有点痒 刚手身体一颤 夏意识抽了回来 说道 奖励我已经想好 让你去尸骨灵 修行仙人模式 夏目瞪大了眼睛 这算是奖励吗 坏女 你说话不算数 刚手注意到他的表情 夏意识浮起愧疚 欺骗小孩 确实比较过分 在修炼仙人模式期间 就跟你帮姐姐解决 孔穴症的时候 一样吧 看着看着 他忽然鬼使神 拆开口说道 之前 是夏目助他修行 现在 反了过来 也就是说 继续当暴枕 刚手说完 顿时有些懊悔 但不知道怎么 期待却冒了出来 或许这本来 就是他内心深处的想法 好了 我们回去吧 刚手压抑住内心的慌张 朝外走去 夏目连忙跟上 回到家 刚手恢复了平静 他说道 明天我带你去见 阔余仙人 在原作中 妙木山和龙地洞的仙人模式 讲得比较详细 但施古灵的仙人模式 就没有 不管是修炼方法 还是仙术 都没有提到 牵手逐间的仙人模式 和他使用的仙术 也没有明确说 是否来源于尸古灵 因为他从来没有通灵过阔余 现在夏目 倒是可以自己一探究竟 今天的晚饭颇为丰盛 静音为了庆祝夏目成为中人 特意加了两个菜 这么多年过去 他的厨艺越来越棒 夏目吃得相当满意 夜晚降临 洗过澡的刚手 躺在踏踏米上 睡不着觉 陷入了失眠状态 他在想白天的事情 怎么就一不小心 说出那种话了呢 不知道 还以为自己是 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了响动 像是门被拉开的声音 有贼 哪个小贼这么猖狂 敢跑老娘的房间 刚手正有一肚子火呢 只是当他恶狠狠起身 却看见了夏目 他脸上的表情 转化为疑惑 语气温柔问道 睡不着觉 姐姐 你下午刚说过的话 总不能忘了吧 夏目心安理得 钻进被窝 顿时被一股 伴随着清香的温暖环绕 刚手反应过来 为时已晚 他亮棕色的眼眸 看着猫着的夏目 心底骤然生出柔软 刚手拉了拉背单 确定不会冷到他后 才闭上眼睛 不知道为什么 刚刚的失眠 似乎不翼而飞 他听着不远处 平稳的呼吸 很快身体放松 进入了睡眠 果然还是这样更习惯 半夜 夏目忽然醒了过来 刚手睡觉不太老实 金色的头发 在他的脸上扫来扫去 带来丝丝的凉意 但惊扰他的 不是这个 夏目睁开眼 看见他正轻咬着他的指尖 或许是做了什么美梦 娇柔的脸上 有淡淡的笑容 你把我的手指 当做了什么呀 千万可别是 什么吃的东西 等会儿 你一口咬下去 我可顶不住 直接呈九指神盖 只是触感不错 暖暖的 夏目浮现出 吸油际玉地的 那个表情包 不必管他 他重新闭上眼睛 但没太久 他又醒了过来 他和刚手的距离 近在咫尺 鼻尖几乎相抵 呼吸时 他能清楚感受到 刚手的吐息扑在脸上 有些痒 夏目像是陷入了 温暖的被窝之中 又仿佛是被八爪于缠住 全身都清楚 传达出两个字 肉感 他已经被包围 外面全是刚手 但他没办法收手 因为疼不出手 夏目看着眼前沉睡的面容 不由地出神 在微弱的月光下 仿佛是午夜的昙花 在绽放着独特的美丽 这个时候 该做什么呢 刚手不是老师认为自己 已经是大人了吗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夏目微微凑上前 品尝着那份清甜的花蜜 几秒后 他舔了舔嘴唇 似乎还有香味 晚安 夏目钻进他的怀里 在令人舒适的气息中 缓缓睡去 只是他没有注意到 夜色中那张飞红又动人的脸蛋 刚手缓缓睁开眼睛 他的眼神中有着羞涩 以及迷茫 明明可以推开的 为什么没有拒绝呢 刚手轻咬着阴唇 片刻后悠悠一叹 如果自己再年轻二十岁 该多好啊 一夜无话 夏目艰难地爬出被窝 刚手因为他的一通乱窜 也被惊醒 他伸了个懒腰 迷迷糊糊地发出了像猫一样的叫声 并露出了光滑 毫无坠肉的小腹 姐姐 早啊 夏目笑着打招呼 刚手立即瞪大了眼睛 忽然意识到昨晚的事情 顿时清醒过来 早 他很快恢复了平静 这么多年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难道还会栽在一个小屁孩的手里吗 我去洗溯了 夏目打开门 离开了房间 刚手待了几秒 回过神 换上外套 扎好双马尾 走了几步 又回头拿起床头柜上的项链戴好 这是夏目送给他的礼物 除了睡觉外 从不离身 静音已经在厨房 刚手打了个招呼 进入卫生间 他看着面前挤好牙膏的牙刷 和装满温水的水杯 忍不住嘴角勾起笑容 你这家伙为什么这么熟练啊 以后不知道有多少小姑娘被你祸害 刚手拿起牙刷和水杯 早饭结束 静音 我带夏目去尸骨灵 如果有紧急的事情 就让阔余通知我 刚手其实想让静音和药师都一起跟着去 但他们年龄比较小 单论查克拉是远远不及夏目的 修炼仙人模式 如果没有足够多的查克拉 是会死亡的 夏目 他也是准备让他试一试 出现危险 他会及时叫停 当然 前提是 夏目得有修炼仙人模式的天赋 不然 一切白大 刚手没有仙人模式 不是不想学 而是没法学 不然的话 以阴风印和百豪之术 再加仙人模式 他的战斗力直接飙升 除了没有木盾外 撑得上弱化版的千手铸肩 再弱化 那也是千手铸肩 一般人是打不过的 你通灵之术 刚手和夏目 同时消失不见 片刻后 已经到了尸骨林 妙木山是风景优美的山谷 龙地洞是阴冷复杂的山洞 尸骨林则是山林 夏目睁开眼 就看到了密密麻麻的树林 和常见的品种不同 这种树透着惨白的色泽 仿佛是骨头一般 与此同时 夏目感受到了一股 令人心旷神医的气息 不出意外 是自然能量 夏目轻轻吸了口气 顿觉的全身上下极为舒适 自然能量 在他看来 就像是仙侠小说里面的灵气 是世界本身就存在的力量 而查克拉 是外来的体系 但前者因为门槛太高 未曾推广开来 夏目猜测仙人模式 是三大圣地座的尝试 将自然能量和查克拉混合 成功降低了难度 不然的话 为什么本土的体系 不是运用纯自然能量呢 我们走吧 刚手赎亲赎路 在前面带路 夏目则是左顾右盼 仿佛刘姥姥进大观园 一切显得颇为新奇 刚手大人 一只半人高的阔鱼 用着与自身不符合的温柔声线 打着招呼 夏目早就想说 他的声音是真好听啊 记得原作中 是能灯麻梅子的配音 这位是夏目大人吧 阔鱼转了转他的处须 问道 叫我夏目就行 夏目连忙行礼 说道 见过阔鱼仙人 整个尸骨灵 看似无数只阔鱼 但一时只有一个 那就是活了上千年的 阔鱼仙人 大蛤蟆仙人和白蛇仙人实力非凡 与之齐名的 阔鱼仙人绝对不会弱 是站在人界顶端的生物 不过相对于前两位仙人 阔鱼仙人的性格颇为平顺 你不用在意 每位契约者 我都是称呼的大人 阔鱼与其略微上扬 说道 尸骨灵已经很久 没有人类进来了 看到你们 我很高兴 夏目倒是能理解 假如他一个人 在一个地方 生活上千年 绝对会疯的 而且还没有网络 大蛤蟆仙人和白蛇仙人 还有一堆徒子徒孙 但阔鱼仙人没有 夏目想试试修炼仙人模式 钢手说出了来意 你们去见我的本体吧 阔鱼指了指 转身离开 钢手和夏目继续往深处走去 一路上见到了不少的阔鱼 大小不一 明明是一个意识 却有这么多分裂体 看来 阔鱼仙人确实很无聊 只能玩左右手护钵 当穿过苍白森林后 夏目看到了 阔鱼仙人的本体 太太 太大了呀 大到无边无际 夏目的视野 全部被白色所填充 阔鱼仙人庞大的头部 微微抬起 看着如沙利般的两人 用如沐春风的女生说道 好久不见 小刚手 以及新的契约者 小夏目 你很有趣 有趣 指的是 他用阔鱼施展 逆通灵之术去约会 在他漫长的生命中 遇过的所有契约者 就只是夏目会干这事 但他认为很有意思 为他打发时间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夏目微微一震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为什么说他有趣 莫非 阔鱼仙人 有看透人心的本事 也不对啊 真是这样 就不可能是有趣 而是那啥 想要修炼仙人模式 第一个条件是 拥有大量的查克拉 你现在勉强合格 阔鱼仙人打量着他 说道 第二个 也是比较难的条件 拥有感知和吸收 自然能量的天赋 许多的忍者 就是这样被挡在了门外 无缘仙人模式 我要怎么知道 我有没有天赋呢 夏目适时地问道 把衣服脱了吧 阔鱼仙人 没有直接回答 夏目愣了愣 貌似名人 也是这么修炼的 行吧 反正又不是人 吃点亏无所谓 等等 这里还有个刚手吗 夏目下意识看向他 刚手嘴角微翘 昨晚那么大胆 你现在又害羞什么 夏目再次使了实眼色 刚手故作疑惑 问道 你是想说什么吗 幻月 你果然缠我身体 我要脱衣服 夏目直接说道 感知自然能量 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有我看着 能及时帮你 刚手编出一个合理解释 小刚手 既然如此 你给他涂上吧 没等夏目回答 阔鱼仙人已经做了决定 不知道从哪儿 冒出一个大大的木桶 里面装满了透明的液体 妙木山用的是 蛤蟆油增加感知 这显然就是 尸骨灵特有的产品 是什么 夏目觉得不知道为妙 刚手顿时下不来台 将硬立在原地 他其实只是想逗一下夏目的 真没想过要看他 现在更要帮他涂抹 岂不是要擦遍全身 夏目脱掉衣服 盘腿坐下 事已至此 再矫情 就往为男人了呀 刚手心跳陡然加快 一股难以言喻的紧张感 涌上心头 这是他从未体验过的 他咽了咽口水 伸出手 轻轻地在他背上涂抹 很凉 夏目身体微颤 但刚手的手却很柔 很暖 闭上眼睛 用耳去听 用心感悟 阔鱼仙人的声音响起 夏目顿时照做 在背部涂抹不明液体后 他感觉到了 自然能量在缓慢地渗入 前面 你自己擦吧 刚手犹豫了几秒 开口说道 夏目挑了挑眉 你刚刚那么大胆 现在怎么有灵阵退缩 不要乱动 阔鱼仙人送上了助攻 进入感知状态后 切不可乱动 小刚手 还是你帮他吧 刚手脸上 泛起了微微的红色 过了片刻 这才摇起液体 在他的身上缓缓抹开 夏目无法集中注意力 这特么老干部 也经不起这种考验啊 保持空灵的状态 扩于仙人注意到他的表情 说道 与自然融为一体 以你的不动 来感知自然能量的动 太难了呀 夏目只能尽量 不去管刚手游走的手 好在这样的折磨 结束得很快 半分钟后 刚手拉来的距离 一颗心也落了下来 只是并不平静 为什么是会这样呢 他以前也帮过 年幼的弟弟洗过澡 但却不觉得有什么 是心态的问题吗 刚手看着打坐的夏目 陷入了沉思 不错 扩于仙人 颇为满意地说道 终于又等到了一位 能修行仙人模式的契约者 通灵兽三大圣地并列 但相互之间是有竞争的 尤其是因为契约者 时常兵戎相向 可惜的是 近年来 妙木山的契约者 更胜一筹 刚手文言也不由地露出了笑容 仙人模式 对于实力的增强 不用多说 比如自来一眼 就是因为 仙人模式 从普通的上忍一月 成为了上忍中的顶级存在 夏目已经有了目盾 再有仙人模式 牵手一足复兴再望了 醒来吧 夏目 扩于仙人开口说道 你是第一次 进行感知 不可操之过急 以免出现问题 入定的夏目 立即睁开了眼睛 他确实是 感到了些许的身体不适 在感知下去 说不定会出现石化 或者其他的自然现象 到时候 他就成了望七十 这个阶段 你需要借用外物进行感知 可于仙人温柔的声音再次响起 当你脱离了外物 并掌握了诀窍 就能进入下一阶段 大概需要多久 夏目记得 以漩涡名人的天赋 都用了一周的时间 才不需要蛤蟆油进行辅助 但他修炼仙人模式的总时间并不长 貌似只有半个月多 非常恐怖 相对而言 自来也就慢得吓人 快的话 几天 慢的话 说不准 我见过的最长的契约者是一年 阔虞仙人回忆着说道 这跨度真够远的 夏目起身 把衣服套上 准备回去洗个澡 黏乎乎的 有点不爽 今天修炼到此为止 你们明天再来吧 阔虞仙人顿了顿 又说道 如果你们愿意在尸骨灵柱一段时间 我也是非常欢迎的 说到最后 还有点小雀跃 都是寂寞惹的祸呀 可惜 刚手和夏目在牧业村 都有事要忙 不能留下来 逆通灵之术施展 两个人回到了家 夏目立即跑到卫生间洗澡 刚手躺在沙发上 打开电视 却在出神 小孩子终究是长大了呀 未来究竟会如何 刚手想得有点烦 但不管怎么样 先看着夏目 把仙人模式修炼成功 然后再拉开距离吧 毕竟答应过的事情 一定要完成 下午 夏目抽空来到了 短侧街的群麻赌场 因为宇智波止水 他专门修了个小型的 地下实验室 以供药师兜使用 情况怎么样 夏目拉开门 一股浓郁的药味 顿时散开 宇智波止水 已经脱离了危险 药师兜头也不抬 回答 但想要醒来 得需要一段时间 不错 夏目点头 又提醒说道 你得看住他 不能让他自杀 你放心 他没有自杀的机会 药师兜宇气平静说道 不愧是你啊 夏目已经能看到 未来大反派的雏形 那你继续忙 我不打扰你 他啥都不懂 留下来只能当个熊孩子 接着 他又到漩涡会 那处玩了会儿 然后回家 半个月后 夏目正式进入 仙人模式 下一阶段的修行 也就是最难的一部分 将自然能量引入体内 并和身体能量 精神能量 达到1比1 冒号1的三分比平衡 最终凝聚出 仙树查克拉 非常消耗时间的一个阶段 但夏目却丝毫不慌 甚至是相当高兴 原因很简单 嘿嘿 抱枕生涯得延长啊 不能错过刚手给的机会 反正这段时间 人界比较和平 最大的反派 小组织 在努力赚钱 木叶村和宇志波一族 忙着找失踪的宇志波止水 和神秘木盾强者 沙隐村 盐隐村 和云隐村 没什么大事 倒是雾隐村 水深火热 因为宇志波带土正在为他的野猿灵 报仇雪恨 夏目打算仙人模式修炼成功后 去那里转一转 赚点命运值 又是查克拉耗尽的一天 他感觉自己双脚都是软的 强撑着跟阔鱼仙人打了个招呼 离开了尸骨灵 刚手没事的时候 都会过来看着他修炼 抽不开身 就由阔鱼仙人照看 短侧阶 夏目倒在漩涡会奈的怀里 闭上眼睛 一副瘫痪的模样 帮我按摩按摩 在夏目的手臂放在他的嘴边 他知道他最近在修炼仙人模式 经常查克拉耗尽 说什么傻话 夏目自然不会干这种杀鸡取卵的事情 漩涡会奈有些无奈 片刻后 咬了咬牙 脸上泛起些许的红色 夏目仍然在闭着眼 过了两秒 没见他的动静 正疑惑间 嘴巴被塞入了一颗葡萄 下一秒 甘甜的葡萄汁在牙齿中爆开 是因封印的效果 虽然我还没有完成修炼成功 漩涡会奈低声解释了句 便伸出手 在夏目的额头上进行按摩 夏目愣了愣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千言万语 汇聚成一句话 音封印 永远的神 夏目身体放松下来 靠着漩涡会奈的温软胶区 右手很熟练顺着伸入 帮他进行按摩 漩涡会奈顿时眼眸湿润 露出楚楚可怜的模样 同时又有点担心受怕 万一香菱不小心闯入 那可就非常麻烦 只是过了十分钟 夏目的体内 便又充满了查克拉 他不得不感慨 漩涡一族 真的是得天独厚 不知道过了多久 夏目醒了过来 他刚刚在按摩中 陷入了睡眠 因为比较舒适 外加上午修炼仙人模式 带来疲惫 夏目擦了擦手指 因为先前的无意识举动 他一直体验着 在雨水和泥泥中前行的艰辛 我明天再来 嗯 漩涡会奈低着头 小声地回答 在他走后 他仿佛失去所有力气一般 躺在沙发上 专注于一件事 很累的 而他得专注于三件事 夏目途经忍者学校的时候 停了下来 他抬眼看去 在不远处的操场上 有人在切磋 而且是熟人 雨之波佐助 和漩涡名人 夏目来了兴趣 便凑过去 你是 负责一年级A班的老师 平月辉注意到他 便开口问道 夏目 我认识名人和佐助 所以过来瞧瞧 夏目看着面前的战斗回答 两个人才刚开始不久 在比拼体数和忍拒 战况比较均衡 暂时看不出来 谁占据了上风 哦 是你啊 平月辉笑着说道 我听过你的名字 很厉害 夏目的战绩 被原非日展竹重宣传过 他现在和昔日的 奇目卡卡西一样 是木叶村有名的天才 场内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雨之波佐助酒拿不下 立即拉开了距离 咬了咬牙 开始结印 火炖好火球之术 但并非是原作中的超大火球 而是一颗如篮球般的小火球 显然他还没有练到架 不过以他现在的年龄 实属难得 可惜的是他遇到了漩涡名人 雨之波佐助 已经算是开了不少挂 但漩涡名人 纯粹是不做人 开局就搞了查克拉满级号 风盾裂风掌 漩涡名人双手一拍 查克拉化作狂暴的裂风 从掌尖喷涌而出 吹灭了火球 再把雨之波佐助弹飞 漩涡名人胜 平月辉立即宣布 此次考核 依旧是漩涡名人第一 漩涡名人没有管他 连忙跑到雨之波佐助的面前 伸出手 笑得极为灿烂 佐助 没事吧 这次是我侥幸赢了 下次就不好说 我们一起努力吧 雨之波佐助冷哼一声 拍开他的手 气鼓鼓的 极为不服气 大哥哥 漩涡名人发现了夏目 拖着满脸不情愿的雨之波佐助 跑了过来 这是我认识的新朋友 叫做雨之波佐助 非常厉害的一个天才 我不是你朋友 雨之波佐助 雨气不爽插嘴说道 你只是我忍者路上的绊脚石 总有一天会被我踢开的 你们感情挺好的 夏目忍不住笑了起来 再没有经历过灭族之夜的雨之波佐助 还算是正常人 因为和漩涡名人生生世世的孽缘 他提前入学 但每次切磋 都输得干净利落 一来二去 他自然心有不甘 佐助 我给你介绍 漩涡名人了解他的性格 对于他的话 直接就忽略掉 没有理会 不用 雨之波佐助 双手插兜 微台下巴说道 他是我哥的朋友 说不定我比你更早认识他 男孩啊 即使是芝麻绿豆大的小事 也会进行攀比 你哥呢 怎么没见他来接你 夏目扫了眼 已经到了放学时间 但他并未发现雨之波又 他现在很忙 都是我妈妈接我 雨之波佐助的表情黯淡下来 相较于妈妈 他更喜欢哥哥 就在这时 一个满脸落腮糊的人者 出现在三个人的面前 夏目正疑惑 就听见漩涡名人喊道 袁非叔叔 我是袁非成之助 袁非成之助笑着说道 你是夏目吧 在家老头子经常提起你 老头子 又姓袁非 难道说是袁非日展的大儿子 袁非木夜晚 神秘未知的老爸 夏目微微一正 玄涡名人此时补充说道 他是火影爷爷的儿子 是我目前的风顿老师 合理 安排自己的儿子 交九伟人助力 实在是再合理不过 因为夏目的操作 玄涡名人提前入学 展现出风顿的天赋 如今的木夜村 风顿最强者 莫过于至村团葬 但袁非日展 肯定不干啊 奇木卡卡西 擅长的是血轮眼和雷顿 也不太符合 思来想去 就交给了袁非城支柱 大哥哥 再见 玄涡名人 跟着袁非城支柱离开 现在就剩下了 羽之波佐助 夏目没有走 他已经看到了 羽之波美琴 准备打个招呼 美琴阿姨 夏目 好久不见 羽之波美琴有些意外 问道 钢手大人 过得怎么样 他挺好的 吃穿不愁 夏目的回答 让羽之波美琴笑了起来 蛮有趣的说法 他摸了摸 羽之波佐助的小脑袋 说道 我要回去做饭了 下次有空再聊 夏目目送两人离开 重新回到了家 新的一天 上午修炼仙人模式 下午来到群麻赌场 补充查克拉后 夏目跑到不远处的小树林 他要锻炼铜力 助他修行的 自然是漩涡会耐 他现在的实力不弱 毕竟有庞大的查克拉打底 在学了封印术后 足以称得上特别上人 来吧 向我进攻 夏目开启了血轮眼 三沟欲浮现 如果单单只是锻炼铜力 自然不需要万花筒血轮眼 小心 漩涡会耐 立即甩出六枚手里剑 速度极快 而且诡计各不相同 令人眼花缭乱 但在夏目的眼中 就显得慢吞吞的 他轻而易举躲过 立即抬起手 说道 你用多重影分身之术 一个漩涡会耐 显然是没有锻炼的意义 但一口气出现九个 夏目就有点顶不住 一下午过去 身上多了不少男人的荣耀 好在有漩涡会耐 不是医疗忍者 但却自带治疗能力 一点小伤不在话下 夜晚 烤肉店 夏目在给月象厨田打包夜宵 但没想到 碰到了一位熟人 秋到思东 当初他们小队 在木叶村和云影村战争中 救下来的上人 夏目 秋到思东胖呼呼的脸上 出现了憨憨的笑容 说道 我来付钱 思东大叔 夏目连忙摇头 说道 不用你破费 说哪里的话 如果不是你们救了我 我现在连吃烤肉的机会都没有 秋到思东转头 豪气万千说道 老板 寄我账上 好嘞 秋到一族是烤肉店的常客 老板自然认识 他笑呵呵说道 成会十二万两 秋到思东 差点没站稳 我来吧 夏目注意到他的表情 抢先付了钱 上人说起来挺有钱的 但实际上也比较穷 毕竟一个S级任务的报酬 才是百万两起步 但哪有这么多S级任务去做呀 至于为什么是十二万两 是因为日向除田的胃口又大了一些 不行 秋到思东连忙摆手 说道 我来付 虽然肉疼 但这是救命之恩 思东大叔 你要真想感谢我 不如叫我个忍述吧 夏目忽然灵光一闪 说道 没问题 秋到思东拍了拍胸口 问道 你想学什么忍述 不分备化之术 夏目想说的是备化之术 但这是秋到一族的家传秘术 他退而求其次 学个简化版的 秋到思东游越了片刻 按理说 即使是简化版的 也不该教的 但夏目就过他 而他是刚手的学生 肯定不会背叛木叶 外加秋到一族的核心 其实是秘制药丸 也就是家族禁药 光学各部分备化之术 意义不大 可以 秋到思东点了点头 问道 你什么时候有空 明天下午一点 在四号演习场 怎么样 夏目松了口气 部分备化之术 作用是将身体的一部分 进行备化变大 至于有多大 取决于查克拉 夏目兑换这个 是想着配合仙人体使用 绝对是威力非凡 因为你的行为 刚手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六点 因为你的行为 日向锄田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六点 夏目顿时瞪大了眼睛 你有问题 这也能改变命运吗 还三个六 对此 夏目只能说干得漂亮 和秋到思东道别后 他回到房间 在使用逆通灵之术 出现在日向锄田的面前 因为每晚都来 日向锄田已经习惯 不会在像之前 被忽然吓到 夏目哥哥 日向锄田露出一个可爱 又有点羞涩的笑容 心里满是喜悦 他现在每天最期待的 就是见到夏目 因为白天太辛苦 除了训练就是训练 尤其是还要面对 日向日族失望的表情 和日向宁次冷漠的态度 今晚吃烤肉 夏目摸了摸他的头发 说道 明天再给你买鸡腿 不知道为什么 日向锄田最喜欢的东西 竟然是鸡腿 换到前世 怕不是天天疯狂星期四 哦 好吃 日向锄田边吃边说道 我以后一定会还钱的 他说的是夜宵钱 夏目微微一正 想起眼前的日向锄田 才是真富婆 而刚手的富婆 是假的 欠的债 夏目到现在都没有全部清账 就离谱 而且 刚手不喜欢在群马赌场赌博 因为他觉得不刺激 非要跑到其他赌场 完美阐释了 什么叫做 家花不如野花香 夏目虽然想吃软饭 但作为男人 总得有过人的长处才行 养个锄田 小意思啦 不分背话之术 不算太难 夏目学了几天 就完全掌握 之后 便是完全枯燥 且朴实无华的生活 上午 修炼仙人模式 下午 吃葡萄补充茶克拉 再锻炼同力 晚上 当刚手的抱枕 深夜 偷摸出去一趟 给月向锄田喂食 偶尔 夏目会去看看 漩涡名人 和雨之波佐助 刷下存在感 时间飞逝 用一个计量单位来表示 接近一坤半 三年 你知道我这三年 是怎么过的吗 天天玩摊 不是 玩摄影 老开心了呀 夏目透过照相机 看着漩涡会耐的动作 他坐在沙发上 穿着黑色过膝外的双腿 自然叠加 露出褶皱水手裙下的红色风景 上衣也是红色的 头发用黑色发带 绑成了双马尾 在右手上 还提着一双圆头小皮靴 漩涡会耐今天扮演的角色 是原版里 出自于行乐的各个作品 在他身上有个鸣梗 腿完年 漩涡会耐也不差 大腿风雨有致 小腿纤细匀衬 曲线十分完美 拍完照后 夏目伸了个懒腰 但时间还长 不能浪费 漩涡会耐裹着黑色过膝外的狱卒 轻轻踩在夏目的背上 帮他按摩 他脸色唇红 极为不习惯 这个世界 因为有贵族的存在 更接近霓虹的古代 礼教亦是如此 女子讲究的是贤妻良母 像这种事情 在漩涡会耐看来 完全是荒唐 难以理解的 尤其是他的性格 本就柔弱 夏目可算知道 为什么男人喜欢在闲者世间 劝人从凉 他暗自感慨 有个自动机 就是香啊 凉酒后 漩涡会耐有些腿软 额脚上出现了不少汗水 你也累了 现在换我给你按摩 夏目让他坐下 自己蹲在他的面前 他伸出右手 握住柔软的脚踝 左手轻轻划过 发出速速的摩擦声 漩涡会耐下意识 将双腿伸直 夏目笑了笑 把黑色过膝外脱掉 如玉般的赤足 漩涡会耐轻咬着嘴唇 柔情似水的眼神深处 荡起层层涟漣 脚趾不安的紧缩 夏目拍了拍他的弓形脚背 缓缓抹扎他玲珑的脚趾 渐渐地让他放松下来 他逐步往上 不知道过了多久 漩涡会耐 居然已经沉沉睡去 是太累了吗 夏目没有打扰 他起身看了眼时间 已经到了中午 干脆做个菜吧 至于夏目 为什么会厨艺 自然全靠深蓝加点 只需要十点命运值 就能成为一流的大厨 写传 这也是他某天 给日向厨田送夜宵的时候 忽然想起来的 自己做菜 省钱啊 更重要的是 能让吃的人感动 觉得得到重视 对于刷好感 有着双倍的效果 这不 日向厨田 已经从想还他钱 变成日后给他做饭 夏目打开冰箱 因为日向厨田 喜欢鸡腿的缘故 里面多是鸡肉 他摸着下巴 最终打算做口水鸡 这是一道颇有名气的川菜 鸡麻辣鲜香嫩爽于一身 非常美味 在夏目做菜的时候 悬涡会奈进入了厨房 醒了呀 你等会儿 我正在做口水鸡 他听到响动 头也不会说到 口水鸡 悬涡会奈微微一正 这些年他跟着香菱 一起学了夏目不少外语 就算他是执意的 他也能听得懂 好像 想早点吃到这道菜 悬涡会奈嗅了嗅 便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早点吃也可以 夏目忽然凑到他耳边 说了几句话 漩涡会奈顿时目光充满羞涩 就当夏目以为他不愿意的时候 扶手而下 单膝跪地 行代官之礼 不是不分背话之术 但剩次不分背话之术啊 许久之后 他身体顿颤 轻轻吐出一口粗气 锅里的鸡肉已经炖烂 各种白色的鸡油 在水面上漂浮 夏目暗道 可惜了呀 漩涡会奈喉咙咽了咽 说道 我去洗个手 等会儿吃饭 他转身 快速跑进了卫生间 口水机真不错呀 夏目和他兄弟都很满意 下次试试手撕机 午饭结束后 夏目回到家 钢手正坐在沙发上 双眼无神 似乎在发呆 姐姐 你什么时候来的 钢手被吓了一跳 回过神问道 刚刚回来的 姐姐在想什么 夏目自然地坐在他的旁边 挽起了他的手 钢手暗道 就是这样 越来越危险 前几年 他还能以小男孩的理由安慰自己 但现在已经是大男孩 是时候划清界限 进行合乎身份的切割 夏目 我明天要去一趟火之国执行任务 钢手陈生说道 夏目愣了愣 这么多年 他是相当了解钢手的 是说谎的味道 他微微思索 就明白了原因 是想拉开距离 好好冷静一下吗 但有些感情 越远反而越发浓烈 也好 夏目可以趁此机会 亲自去一趟乌影村 搞点命运值 再不去 说不定赵美鸣等人 已经发现了 四代水银狗局史仓 被控制的真相 至于仙人模式 他早就学会 一直在装而已 扩鱼仙人也非常配合 作为一只活了上千年的生物 年龄在他的面前没有意义 他是看着钢手长大到现在的 自然希望他 有个不错的归宿 火之国大名的守护人 十二世 出了点问题 钢手以为他是不幸 于是解释说道 老头子的儿子 原非阿司马 现在就是守护人之一 故而他希望 我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下目点了点头 原作中 守护人十二世 因为理念不同而决裂 以河马为首的一派认为 火之国只能有一个老大 那就是大名 而不是火影原非日展 原非阿司马当然不干 那是我爹 我当然要支持 于是变成了火影一派 两派打了起来 最终原非阿司马获胜 河马亡命天涯 现在加入了钢手 那结果更不用说 因为你的行为 河马等守护人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89点 不错嘛 还能混点命运值 而这句提示 也表明了 钢手去火之国 就是因为下目 任务什么的 只是借口罢了 好的 姐姐 注意安全 早去早回 下目顿时乖巧地说道 仙人模式那边 有阔余仙人在 你不用担心 钢手微微一正 有些愧疚 但很快就硬起了心 钢手说明天走 结果真的一大早就离开 连招呼都不打 下目醒过来 才发现枕边人消失不见 无情的女人啊 不仅是心硬 嘴也硬 以后有机会尝尝 到底是有多硬 下目秀了秀 还能闻到淡淡的香味 他起身换上衣服 既然钢手已经离开 他也得想办法去乌影村 作为忍者 离开木叶村 只有两个理由 一是火影批准 去做任务 二是判人跑路 过了三年多 精英已经是特别上人 但下目和要事都 依旧是中人 因为他们懒 任务数量没达标 正常情况下 想晋升上人 光是实力是不行的 硬性要求是任务数量 软性要求 是对火影 或者木叶的忠诚 不过下目想出去 比较简单 让曲码公司 发布任务即可 木叶村 只要是拿了钱 就不会管你在外面干什么 除非你叛村 忍者学校 下目跑来 跟悬涡名人道个别 现在的他 即将年满七岁 但实力 比原作中的他 提高太多 据说 都有特别上人的水平 就是控制能力有待提高 不然的话 以他的查克拉 足以躋身上人 只是他的处境 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好 因为村民的恐惧 反而加深 以前是小屁孩 现在是忍者 威胁程度急剧上升 许多人也怕他翻旧账 但在学校 倒是还行 漩涡名人 认识不少朋友 比如宇治波佐助 李洛克 日向宁次 奈良路丸 秋道丁次等人 同时 春夜英也在追宇治波佐助 但漩涡名人 对他没有兴趣 因为宇治波佐助的注意力 完全在他的身上 两个人相互竞争非常火热 女人只会影响 他们之间的战斗 除了宇治波佐助外 日向宁次和李洛克 也是纯粹跟漩涡名人 打成了一片 是不是朋友 很难说 说到宇治波佐助 就不得不说宇治波一族 这几年来 颇为安静 原作中 因为宇治波止水的死亡 叛乱被迫推迟了两年 现在多了一位神秘忍者 而且宇治波赴月 知道了别天神 这种在外的威胁 使得他们暂时放弃了 与木叶的矛盾 大家一起寻找宇治波止水 和神秘强者 原非日展倒是搞了一件事情 因为至村团葬暴露了木盾 所以连带着大蛇丸 也受到了波及 但大蛇丸颇为干脆 交出了铸间细胞移植技术 让原非日展原谅了他 过程不重要 重要的是 木叶多出了好几位木盾忍者 夏木知道此事 还是刚手告诉他的 涉及到铸间细胞 原非日展又打算让他做接班人 所以没瞒着他 刚手也没有说什么 因为木叶村早年就做过木盾实验 这件事彻底为夏木清洗了嫌疑 木叶高层一致认为 是神秘强者 偷走了大蛇丸 和至村团葬的实验成果 不然的话 没法解释 事实上 这个猜测明人 打过招呼后 就转到日向宅院 总觉得有点怪 这何尝不是一种 嗨嗨 前世不少人觉得 漩涡明人不是真的喜欢日向厨田 正如雨之波佐助 不是真的喜欢春夜音一样 前者是因为被感动 后者是传宗接代的任务 夏木的出现 让日向厨田诧异 因为他很少白天过来 都是晚上进行投味 夏 夏木哥哥 日向厨田的性格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在看到他后 有些手足无措喊道 早啊 夏木笑着问道 现在肚子饿吗 日向厨田红着脸 点了点头 刚好路过的时候 打包了不少拉面 夏木打开了十个饭盒 说道 吃吧 吃完了 我有事跟你说 嗯 日向厨田 有些不好意思 拿起了筷子 夏木坐在他的对面 瞅着瞅着 便看起了他的白眼 和血轮眼不同 即使不开启 也会保持白色 而非普通的眼睛 那个 地方不好看的 日向厨田 感受到夏木的视线 连忙说道 有句话怎么说 独特就会引人反感 尤其是在霓虹 这种畸形的世界 日向厨田 为什么会被熊孩子欺负 就是因为白眼的独特 让许多村民认为不祥 就像是漩涡名人的 妖狐之说一样 挺可爱的 夏木笑着摸了摸他的头发 说道 你也是 硬 日向厨田 顿时化身为蒸汽机 脑袋晕乎乎的 快吃吧 夏木没有在逗他 因为继续下去 这早饭 都要变成了晚饭 而且不久之后 日向厨田 就得去训练 但强度已经大为减弱 因为他的小姨子 嗨嗨 说错了 是日向厨田的妹妹 日向花火 带着宗家的希望诞生 不出意外 将有一个人 刻上龙中鸟 除非夏木和漩涡名人一样 成为火影 我吃完了 日向厨田 保持着应有的优雅 放下了筷子 问道 我要去执行任务 这次比较久 要几个月 夏木说起了正事 所以我可能没办法 每天都给你带吃的 日向厨田 顿时瞪大了眼睛 想说什么 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舍不得却不能阻止 因为忍者做任务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最终日向厨田 有些失落说道 一定要小心 我会的 夏木忍不住 捏了下他的脸 说道 别沮丧 有空我会回来的 他说的是 扩于仙人 逆通灵之术 是无视距离的 多远都行 他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晚上有可能 因为其他的事情 无法及时赶到 提前说一下 比较好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 夏木正准备起身 就见日向厨田 先一步跑到他的面前 抱住他 脸蛋变得 像是熟透的苹果 表情更是不知道 天南地北 仿佛下一秒 就要晕过去 日向大小见 想要挽留他 夏木倒是有些没想到 因为以他的性格 这事情可谓是胆大包天 千年难得一遇 片刻后 日向厨田 似乎是反应过来 他转身就跑 扑到被窝里 将自己盖住 只留一双 鞋在外不安的乱动 夏木笑了笑 真是可爱啊 他说道 我走了哈 逆通灵之树施展 一阵烟雾闪过 他出现在了牧业孤儿院 但不是为了建要施兜 而是宇之波止水 宇之波止水苏醒后 尝试过自杀 不是因为他认为 火之意志出了问题 而是他不想 被威胁 做出不利于牧业的事情 对付这种被洗脑的家伙 夏木还是有经验的 偷换概念 他当即就问了两个问题 你信奉的是 原非日展的火之意志 还是牧业村的火之意志 如果你信的是原非日展 那么他的火之意志 真的正确吗 你难道不想亲眼看一下答 宇之波止水 当场当机 大蛇丸和治村团葬 作为牧业高层 为什么偷袭他 问题出在哪里 他是不相信 火之意志有错的 但夏木给了他另外一个思路 错的不是火之意志 而是原非日展 接下来的事情 比较简单 原非日展干过的事情太多 让宇之波止水 自己去找 直接把他看得抑郁起来 缓了好久 说实话 原非日展并没有背叛牧业 但他的操作太过于脑淤血 更是利用火之意志 巩固地位 宇之波止水 先前是太过信任他 现在看过各种黑料 对于原非日展的崇敬 就削减了不少 当然 这并不代表 他会信任夏木 宇之波止水现在活着 就想知道他准备做什么 以及牧业如何处置宇之波一族 你的眼睛习惯了吗 夏木救下他的本来目的 是为了试验出新的万花筒血轮演 如果宇之波止水比较实相 倒是可以将他收入麾下 当个工具人 执迷不悟 那就没办法 夏木不是好人 他对现在自己的定义是 遵从自身想法的百烂人 他已经是活出第二世 扎一点 问题不大 当然并非是无底线的 说不定 他以后真的会给忍戒带来和平 至少按照自己熟悉的前世 进行改造 是可以的 现在的忍戒 普通人确实水深火热 已经习惯了 宇之波止水面无表情说道 或许正如你说 这是我祖先的眼睛 他移植的血轮演 是从治村团藏处得到的 如果真的是宇之波静的眼睛 可想而知 当年的事情并不简单 二代火影 牵手飞尖的七位护卫尖学生 只有宇之波静意外死亡 牵手飞尖不会下手 但并不意味着其他人不会 这样的木叶 已经烂透了 他们背叛了火之意志 宇之波一族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宇之波止水 最关心的 依旧是宇之波一族 和木叶村之间的冲突 蛮糟糕 估计很快 激进派的宇之波族人 就会进行叛乱 能压三年多 已经是极限 外加下木 也许久未曾出现 到时候 我希望你能允许我外出 宇之波止水 目光炯炯说道 宇之波一族再强 也强不过整个木叶 大概率会失败 我想保留一些有生力量 他现在对木叶高层 已经失望 宇之波一族叛乱 他失去了万花铜血轮眼 也无法阻止 现在想的就是 不能让宇之波绝种 事实上 这正是夏木的想法 那些激进派 留着真没啥用 只会添乱 原作中的宇之波又 可是将所有人 包括平民和妇孺 也杀得干干净净 但现在可以救下一批人 夏木已经为他们 想好了去处 届时可以为他所用 毕竟发展势力 是需要人手的 没问题 夏木笑了笑 回答 只是这场叛乱 跟你想象中的截然不同 你会看到 被你寄予厚望的宇之波又 打开杀箭 谢谢 宇之波止水 有些没想到 他会答应得如此爽快 夏木转身离开 这三年 宇之波止水 习惯了新的眼睛 他也习惯了新的能力 只是别天神 一直没使用过 因为被控制的剧情人物 之后不会再产出命运值 实属是浪费 而且 木叶村没有合适的目标 去控制原非日展 和至村团葬这种糟老头 呸 晦气 那肯定得控制大美人啊 比如 小组织大号白虎的小男 这等邪恶的大反派 作为正义使者的他 必将让他绳之以法 不过有难度 得趁着长门不在家 才能在小男身上刻下标记 白眼都能看出别天神的痕迹 轮回眼自然也可以 夏木去了任务大厅 他们的带队老师刚手不在 但小队的综合实力 已经足够单独外出去做任务 群马公司发布的是护送任务 护送雇主 到达火之国东南边的一座港口 而这个港口 也恰好能去水之国 现在雾影村是血雾之力时期 和羽之国一样 不允许外人接近 夏木只能悄悄地进村 顺利离开木业后 他来到了短侧街 倒不是说真有什么雇主 而是和漩涡会奈道别 对于他的离开 他的心态十分稳定 只说了一句话 等你回来 我的阴风印应该能彻底完成 夏木反倒是有些不冷静 学坏了呀 他上前狠狠咀嚼着滑流的果冻 直到他眼睛往上翻 才放过他 夏木的第一站不是水之国 而是波之国 在原作中 是漩涡名人 羽之波佐柱和春夜英小队的 第一次C级任务所在地 由造乔大师达兹纳发起的委托 他隐藏了真正的任务内容 一个简单的护送任务 却遇到了逃递再不斩和白 逃递再不斩是 雾影村圆忍刀七人众之一 因不满四代水影狗局史仓的血腥统治而叛逃 白是他无意间救下的冰盾忍者 两个人受到负伤卡多的指使 前来刺杀达兹纳 结果可想而知 主角光环太强 两个人双双毙命 虽然逃递再不斩战绩辉煌 拳打阿修罗转世 脚踢樱陀罗转世 还把六代火影打得下不了床 夏木的目标是卡多 这位是诸多穿越者必搞的人物 谁叫他实力不行 偏偏有那么有钱呢 在原作中介绍 是这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富豪 漩涡名人等人拼死拼活 最终就混了个S级任务 殊不知 木叶才是赚妈了呀 卡多死后 财富落在谁的手中 不用多说 夏木不相信 涉及到九伟人助力 原飞日长会如此草率 交给他一个C级任务吗 事先绝对会调查的一清二楚 现在波之国的遭遇还未传开 夏木可以提前进行控制 除此之外 这也是他为与之波一族幸存者准备的归宿 救命之恩 怎么着 得为他打个几十年的攻吧 波之国四面环海 但又距离火之国 汤之国和水之国不远 故而海运十分发达 是一个靠海吃海的国家 原本平静的生活 被卡多所打破 他经营着海运公司 以财力和暴力 掌握了所有的海上交通生命线 便向控制了波之国 造桥大师达兹纳 准备往向外建桥 打破他的垄断 卡多因此顾请桃的再部长 和白岸沙塔 以保证自己的统治 夏木并不知道 现在波之国的情况 所以提前派了群马公司的员工 进行打探 卡多果然已经出现 时间虽然不长 但已经惹起了众怒 他的做法 怎么说呢 过于粗暴 压榨再压榨 事实上 波之国本来就挺穷的 夏木就打算 更加良性地赚钱 下了船 他直奔波之国的大都会 群马公司的员工 已经在等他 一共有20个人 领头的是叫做三桥姓 还是一个忍者 虽然实力一般 只是个下人 但已经足够 夏木大人 我们已经摸清楚 卡多的位置所在 护卫呢 有我说的 拿着巨大斩手刀的人者吗 夏木问的是 逃地再不斩 因为时间提前 他大概率不在波之国 但还是确认一下 没有 三桥姓摇头 说到 他的护卫 以武士居多 忍者比较少 可能是因为 波之国本就没有忍者 故而他比较自信 原作中 卡多如果不是顾请了逃的 再不长和白 估计刚出茅庐的第七班 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解决 根源是 这个世界的人者 比较有节操 只做任务 不管任务之外的事情 也不存在 忍者跑去攻打贵族和富商 就连小组织都是如此 筹钱 是兢兢业业做任务 和黑市悬赏 换作夏木 说不定已经洗劫了 各国的大明和贵族 走吧 夏木笑了笑 说道 不用浪费时间 是 三桥姓转身带路 领着他 来到了一处大宅院 你们再次等我 夏木戴起了猫面具 什么人 他刚接近 就引起了守门护卫注视 武士刀纷纷出窍 因为忍者的普及 武士已经彻底没落 只有铁之国 还有不少强大的武士 但这种强大 是基于刀术和查克拉带来的 已经不是纯粹的武士 夏木随手两枚手里剑 就洞穿了他们的喉咙 能跟着卡多 说是作恶多端也不为过 他自然无需客气 夏木打开门 里面的护卫更多 而且还有几位忍者 树到水流扑面来 左右两边 两位武士杀出 长刀向着他砍下 夏木扔出两枚手里剑 接着顺身术消失 出现在人群之中 水盾水连弹 查克拉汇集双手 化作无数的水弹 向着两边散射 鲜血喷洒 护卫们纷纷倒下 不到一会儿 就夏木一个人站着 他转身 看到了屋内 听到动静而来的卡多 除了他之外 还有两位忍者 带着雾影村的护博 拿下他 卡多见到诸多的尸体 顿时惊慌大叫 人法雾影术 左边的忍者单手指天 以他为中心 散开了浓雾 水盾水牙刃 右边的忍者 则是双手结印 右手被查克拉覆盖 化作一把锋利的水刃 身体宛如流光直奔夏木 显然是要趁着雾气 将它解决 乌影村的忍者 最擅长的 就是无声杀人术 简单来说 创造浓雾的环境 无声猎杀敌人 一般的忍者 遇到这种情况 都会出现不习惯 导致死亡 而乌影村的忍者 长期习惯了这种环境 可谓是如虎添翼 夏木随意抽出雷神之剑 往后刺去 锋利的剑身 削断了水刃 并顺着砍掉了他的头颅 从正面而来的忍者 以雾气为遮掩 绕到他的身后 本以为会一击必中的 此时 他的脸上充满了不可思议 直到他看到夏木旋转的 三沟玉血轮眼 这么大 我何得何能啊 居然是雨之波一作 忍者势然倒下 夏木身体猛然消失在原地 下一秒出现在 另一位忍者的身后 一剑将他捅穿 随着他的死亡 雾气逐渐消失 怎 怎么 卡多瞪大了眼睛 牙齿因为害怕而打战 夏木则是连忙避开了 喷剑的鲜血 万一把刚手送给他的剑碎稿脏 他会气死的 他收起雷神之剑 转头目光落在卡多的身上 一个身材矮小的中年男人 地中海在阳光下反射着光芒 饶 饶命 您想要多少钱 我都可以给你 面临着生命危险 卡多说话也流畅了起来 夏木没有直接杀他 因为他还需要交代他的产业链 他的办法很简单 直接用血轮眼催眠控制 三乔信 你会变身术吗 会 近来的三乔信点了点头 从今天起 你暂时变身为卡多 夏木吩咐说道 我已经催眠了卡多 他会跟你交代他公司的具体细节 你全部掌握后 就将他杀掉 是 三乔信兴奋地回答 打扫战场吧 尽量不要让外界知道这里的变故 夏木摆了摆手 三乔信等人立即开始清理宅院 因为你的行为 逃递再不准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79点 因为你的行为 白的命运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60点 因为你的行为 卡多的命运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27点 颇为轻松的一次收获 夏木挺满意的 他又让卡多清理了他的财产 不得不说 这家伙是可以挂路灯的 抛去各种不动产 现金流都有十几亿两 着实恐怖 不过想想还算正常 卡多不只是控制了波之国 还控制不少小的岛国 除此之外 海运也非常赚钱 而且十几亿两 只是他目前可以调配的现金 如果将所有的房屋 古董 珠宝等贩卖 翻个几倍 甚至几十倍 都是可能的 夏木现在有个问题 掌门得扛多少米跑多少楼 才能挣这么多钱呢 大厅 三桥姓等人站立在四周 夏木则是在写波之国发展计划书 这东西说难也难 说简单也简单 凡上过学的都能写个几条建议 但细节上的东西就比较不好把握 半个小时后 夏木收笔 随手将卷轴交给三桥姓 说道 你照做就行 三桥姓下意识打开 上面分为了四个篇章 第一 拿下波之国大名 当众处行卡多 获得平民的好感度 并且发展余业 第二 赞助达兹纳修桥 但要掌握大桥控制权 第三 和附近的火之国 水之国和汤之国 加深贸易关系 第四 成立海运公司 负责航道和大桥 加收运输费和过路费 三桥姓看得一知半解 但大为震撼 因为你的行为 达兹纳的命运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四点 你还不如不给呢 我 站着挣钱 夏木老爷 又高又硬 懂吧 波之国大都会的刑场 此时里三层 外三层都挤满了人 夏木将发展计划书 交给三桥姓后 没有立即离开 毕竟他们没有上过学 许多细节很难把握 需要他指导 他虽然也没有真正实践过 但见得比较多 不至于睁眼下 半个月过去 三桥姓等人 已经彻底离猫换太子 将卡多的公司完全控制 第一步完成 进入了下一步 接管波之国 并且获得人们的支持 并不复杂的一步 在不久前 凯莎 也就是达兹娜的义子 带领全岛的人进行反抗 结果被卡多处死 仇恨值已经拉满 除此之外 夏木还会给他们 安排合适的工作 让他们为波之国 添砖加瓦 大家好 我是达兹娜 一个老头正兴奋地 站在卡多面前进行演讲 夏木不怎么喜欢他 但他在波之国的声望最好 策反他 能省下不少事情 为什么要杀了卡多 因为他们抢海运 毁大桥 杀了卡多 就是为了让大家明白 旧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 达兹娜激动地挥着手 高声喊道 贵制大人来了 波之国太平了 贵制是夏木曲的假名 我现在是万里阳光海运公司的首席造桥师 待遇非常好 每月能领取好几万两 如果大桥建成 更有五十万两的奖金 达兹娜抛出了一个大饼后 进入招聘环节 我们急需造桥 海运 渔业等各方面的属手 欢迎大家加入 待遇从幽 人群顿时沸腾 卡多死亡 生存危机解决 如此多的岗位 生活也将富裕起来 瞬间 万里阳光海运公司 在他们心目中 变成了为之向往的圣地 夏木满意地点了点头 让达兹娜出面 果然是个正确的决定 波之国 已经近在他手 行行 达兹娜转身看向卡多 喊道 刀光一闪 卡多的脑袋落地 人群爆发出 前所未有的欢呼声 陷入了极端的兴奋中 三桥姓 剩下的就交给你 夏木收回目光 说道 当然这是暂时的 等他回来 再把三桥姓 换个有实力的 更忠诚的人负责 是 三桥姓目光崇拜看着他 这半个月内 他可谓是大开眼界 知道了各种 前所未有奇妙的知识 对于夏木 也是佩服到五体投地 耽误了半个月 夏木再次启航 前往水之国 这次 他是跟着万里阳光公司的商船 一起去的 卡多 之前业务来往最多的 就是水之国 水之国为什么叫做水之国 就是因为水多 海运发达 卡多自然不会放过 每年都花费了巨额的金钱 贿赂水之国的大明和贵族们 甚至到了 可以借用他们名头的地步 他能安全混这么多年 和水之国是分不开关系 现在倒是便宜了夏木 他打算以刑商的名义 进入雾影村 至于谁是卡多 水之国的大明和贵族们 并不在意 只要继续给钱就行 与之波带土控制 四代水银狗局使仓后 除了迫害血迹 县界忍族和忍者外 其余的都没动 比如和水之国的联系 换句话说 夏木现在勉强算他们的上司 或者说大金主 只要不太过分 是不会受到攻击的 三天后 夏木抵达雾影村 迎接他的是赵美明 这并非是偶然 而是他通过水之国下达的命令 说需要个青年忍者代表人物 进行投资洽谈 经过与之波带土的乱杀 雾影村衰弱到了极致 第一代和第二代忍到七人重 死的死 逃的逃 第三代 鬼灯水月和长石狼 还是不满十岁的小屁孩 老一辈 只剩下白眼杀手青 以及德高望重的长老原师 两个人助力 狗局使仓被控 宇高叛逃 能出个赵美明 属实是祖坟里冒青烟 但他一个人 无法改变雾影村 亲皇不接的现状 第六代水影长石狼 堪称是醉水的影 战绩实在是不堪入目 赵美明身着蓝色连衣裙 给死气沉沉的雾影村 带来了一丝亮色 他棕色偏红的长发 披在后背 直达修长的大腿处 右眼被刘海遮住 碧绿色的眼睛 透着与年龄不符合的 冷静和沉稳 宝儿红的嘴唇轻抿着 微微露出一点笑意 显得不失礼节 你好 我是赵美明 请问你是贵之大人吗 称呼大人 是因为水之国的命令 也是因为钱的魅力 赵美明打量着他 夏目没有使用变身术 因为会被察觉 所以他很干脆戴了个猫面具 只露出眼睛 虽然看不到脸 但整体而言 呈现的观感不错 一丝不苟 颇为干净整洁的衣服 以及炯炯有神 而非猥琐的眼睛 他此次愿意亲自迎接 是为了钱 赵美明实力和天赋 据是同代最强 外加狗局史仓的血腥统治 将他衬托得极为正常 在诸多忍者的心目中 他已经是下一代水影 赵美明本身就是个事业型忍者 热爱雾影村 也想振兴村子 我是 夏目点了点头 说道 麻烦你带落 没问题 赵美明收回目光 转身走在前面 雾影村 被大雾笼罩的忍村 外加狗局史仓血腥的统治 总给夏目一种压抑的感觉 远不如牧业村 令人舒适 一路上见到的人者 也都比较麻木 失去了活力 或者说希望 贵之大人 我有个问题 想要请教 赵美明转头 语气有些探究 问道 为什么你要投资雾影村 为什么会这么问 夏目没有回答 反问 难道你们不欢迎吗 雾影村这些年 环境比较糟糕 过来投资的商人们纷纷离开 你腻道而行 未免太过奇怪 能在勾举史仓死亡后 力挽狂澜的赵美明 自然不是简单的人物 说出这句话 在情理之中 夏目倒是有点佩服他 五大村 雾影村开局 无疑是地狱难度 赵美明 已经算是做得不错 其他的商人们撤离 我们公司就会成为 雾影村的唯一贸易伙伴 届时 我们能得到丰厚的回报 夏目指了指自己的眼睛 说道 这是一种长远的投资 因为我相信 雾影村不会永远这么糟糕 赵美明直直盯着他 那双眼睛充满了真诚 竟然比大多数 雾影村忍者更加坚定 他身体微微一正 倒是有了一种知己的感觉 因为他也相信 雾影村很快会迎来转机 现在的一切 只是暂时的 只是没想到 一个商人能有如此的想法 着实是让人意外 贵之大人的胆量 令我印象深刻 赵美明转头看向前方 语气颇为肯定 说道 你愿意投资 雾影村也不会让你失望 夏目受到了贵宾级的待遇 住的是最好的房间 吃的也是颇为珍贵的食物 只是 就那样吧 房间远远比不上 他修建的群麻赌场 食物 多以鱼为主 连吃几次 他就有点顶不住 赵美明挺忙的 送他到房间后 便告辞离开 直到第四天才重新出现 贵之大人 这几天感觉雾影村如何 缺乏活力 夏目趁着有时间 到处逛了逛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怪不得都想打木叶村 实在是他位置和环境都太好 当然也有个原因 不懂得开发 沙影村和雾影村 便是典型 作用各种自然资源 却混得极差 只能说是时代的局限性 夏目原本是想过来 捞点命运值的 但照美明送上门来 让他觉得可以做点文章 以经济手段 控制雾影村 河水之国 夏目是第一次 做这种事情 没经验 但失败了也不要紧 没啥损失 如果成功的话 就能拥有大批的财富 怎么想 都是不亏的 赵美明文言 有些无奈 说到 雾影村一向的传统 狗局使仓 实行血腥统治 为何依旧能坐稳 水影之位 除了实力外 就是因为传统 在三代水影时期 雾影村 就已经处在高压之下 有了血污之村的名声 被控制的狗局使仓 只不过在此基础上 加大了迫害血迹 献界忍者的力度 你有改变传统的想法吗 夏目注意到 他的眼睛有些怀疑 便解释说道 现在的雾影村 不适合投资做生意 我当初指定见 青年忍者中的佼佼者 就是认为 他或许能改变 所谓的传统 换句话说 我投资的不是四代水影 而是你 赵美名的眼神 顿时起了变化 第一句 他之所以怀疑 是因为夏目 在插手雾影村的内部 但后面的话 又打消了他的怀疑 一个非常聪明 有远见的商人 赵美名脑海中 闪过这句话 接着便是有些欣喜 或许他的到来 真的能为雾影村 带来不错的变化 改变并非是 一朝一夕的事情 赵美名缓缓地摇了摇头 他现在并没有 反叛的念头 就算是当水影 也得等狗局 使仓退下来才行 或许是好几年 你还年轻 未来是属于你的 夏目看着这张 二十岁的脸蛋 笑着说道 我们来谈谈如何投资吧 赵美名脸色一正 露出倾听的模样 我们是海运公司 所以第一件投资 是航道 夏目竖起一根食指 航道 赵美名皱了皱眉 问道 如果是海运 你应该找水之国 而不是我们雾影村 忍者和普通的世界 其实是割裂的 他们大多时候 都是处在刀口填血的状态 而不是去从事生产和经营 在夏目看来 就很浪费 这么高效的生产力 居然只用来杀人 我想开辟新的航道 夏目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计划故请雾影村的人者 帮我进行探测 开山 填海等工作 赵美名还是第一次 接到这样的任务 以往有贵族或富商的委托 但皆是护送或杀人 只是仔细想想 开山和填海 确实由人者做比较合适 有意思 赵美名思存片刻后 看着他的面具问道 那么报酬呢 上人设定为A级任务 中人设定为B级任务 下人设定为C级任务 夏目回答说道 以人数计算 加起来的报酬 几为支付的总报酬 赵美名呼吸有些急促 乌影村糟糕的环境 导致人者数量流失严重 进而使得街道的委托 越发稀少 夏目堪称是雪中送炭 而且出手极为大方 正常情况下 这么多的任务 被掀起不小的腥风血雨 死伤不少 但现在轻轻松松 具体需要多少人手 赵美名内心比较波动 但语气依旧平静 可能比较多 夏目拿出了一幅水之国地图 他买的不过非常粗糙 只有大带的轮廓 这玩意儿 在前世都不能成为地图 只能叫做涂鸦 我的想法是构建五条航道 一条连接水之国的各个岛 和各大城市 其余四条 在水之国东南西北 每个方向有一条 连通附近的国家 你的野心很大 赵美名目光在地图转了一圈 最终落在他的身上 说道 五条航道真如你所言 全部开通 你将掌握所有海域的交通 他很聪明 虽然暂时不明白真正的深意 但也清楚表面的含义 难度很高 夏目接着说道 原有的海运 是被好几个公司掌握 我插手的话 必然受到他们的打击 所以需要你们物影村保驾护航 赵美名再次心动 这又是一大堆委托 已经可以完美解决 物影村忍者的就业问题 而村子也可以通过抽成 获得足量的财富 以投入发展之中 不少海运公司 背后都有国家作为靠山 依靠我们物影村和水之国 压力是很大的 赵美名开始了讨价还价 夏目如果掌握了 全部海域的交通 必然获得巨量的收入 他觉得 得为物影村多赚点钱 有压力 自然也有好处 夏目笑了笑 说道 物影村环境优渥 四面领海 别的忍村很难进攻 但你们想要出去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忍者确实能踏水而行 但这么远的距离 一般的忍者 是没有那么多查克拉 作为支撑的 第三次忍截大战 物影村的两次战斗 都有同一个特点 实力强大的人者 组成了小部队 比如忍刀七人重 或者三尾自爆 事实上 物影村的传统 也正是为了滋生精英忍者 赵美名忽然瞪大了眼睛 这次的震撼 远比前两次 他忽然意识到了 这句话的弦外之音 航道开通后 物影村可以修建自己的战船 前往各个国家 同时 我们公司也可以提供后勤保障 夏木缓缓说道 先前为什么没有人想到 一是因为商人不会参战 二是没有如同像夏木一样 整合航道的大富豪 现在使用的航道 基本上是纯天然形成的 开辟的棘手 赵美名豁然起身 这里面的意义太过重大 日后忍接大战再起 物影村不说奠定胜局 但完全可以凭此获得不错的优势 他看着夏木 忽然很庆幸 得亏是自己遇到了他 不然的话 此人必定是大敌 因为反过来 也是可以的 五条航道 如果被其他国家利用 就能大规模登陆物影村 贵之大人 当真是有备而来啊 赵美名缓缓吐出一口气 他虽然才二十岁 但自小被按照水影培养 其能力和眼界 远超同龄人 只是没想到 今天的谈话 却被夏木牵着走 他不仅没有占据上风 而且还颇为认可 对方提出的条件 或者说诱惑 如果真如夏木所言 这五条航道 他就算不管 物影村也得管 因为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 而这有可能是 改变物影村传统的契机 当航道开通 不仅需要精英忍者 也需要普通的人者 这种情况下 血腥统治 显得极为不恰当 夏木看着他 眼睛如星星般闪烁 不由地笑了一声 其实 航道也就现在 看起来挺像那么回事 到后期 作用不大 战船就算用查克拉当护盾 顶不住开高达的 物影村如何 夏木不管 他现在只是把他绑上船 方便自己做生意而已 顺便 逐步控制他 航运只是个开始 虽然只是个开始 但也令赵美鸣眼界大开 完全没有想到 当海运和忍村结合 竟有如此作用 此事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 赵美鸣平复了心情 说道 我需要上报水影大人 夏木闻言 眉头微皱 勾举驶舱舱没受控制 肯定会同意 但与之波带土可不会 他是来破坏物影村的 没理由发展物影村 只是夏木没有阻止的理由 他想了想 这件事其实不差 赵美鸣吃扁后 肯定会对狗局使仓产生怀疑 如果说之前是传统 但现在呢 身为水影 竟然不为物影村做事 显然是有些问题的 到时候 夏木在稍微引导下 就能发现真相 贵致大人 今日授意良多 颇为感谢 赵美鸣起身 微微鞠躬 说道 等水影大人同意后 我再来商量细节 好的 夏木目送他离开 说实话 赵美鸣长得很漂亮 但他那个发型 他不太喜欢 像一棵松树 有机会 得让他 换成黑长植才行 夜晚 赵美鸣再次到来 他没有掩饰 脸色很难看 结果可想而知 抱歉 贵致大人 赵美鸣勉强一笑 说道 水影大人并没有同意你的计划 请来说吧 夏木指了指桌上的美食 说道 我刚才吃晚饭 你没吃的话 可以一起 赵美鸣没有心情吃饭 但也没有拒绝 坐了下来 理由是什么 夏木递给他一双筷子 问道 没有理由 赵美鸣精致的脸上露出迷茫 这也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 他将计划 上报狗局室仓后 就遭到了严厉的拒绝 什么都没解释 就被赶了出来 其实他以前就怀疑过狗局屎仓 因为刚开始 他还是比较正常的 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越来越严厉 或者说血腥 更是一手主导了 乌影村最强大的 血迹县界 忍足灰烟异足的负面 总之 他上任后 村子一直在衰弱 从未负强过 现在这么好的机会 他也拒绝 赵美鸣顿时陷入了 不知所措的状态 我倒是有所预料 夏木看着少女 近在咫尺的漂亮脸蛋 说道 所以你不用在意 我怎么能不在意 赵美鸣下意识握紧筷子 说道 水影大人 本该是最为乌影村考虑的人者 但他却一再不闻不问 终究是年轻气盛 外加今天所受打击 使得他稍微有些失态 不然的话 也不会对一个外人说这种话 还有个原因 他比较认可夏木 我的意思 是你不用在意水影大人 乌影村依旧是能发展的 夏木往后挪了挪 拿出一张许可证 说道 水之国大明已经准许我开辟新航道 赵美鸣视线扫过 眉头缓缓促起 他已经明白夏木的意思 勾举使舱拒绝 最多只能管到乌影村附近的水域 但更外面的水域是由水之国统侠的 夏木完全可以来个围绕乌影村一圈 开辟航道 他由水之国撑腰 无所谓 但他自己呢 如果帮助他 无疑是违背了勾举使舱的指令 赵美鸣因纠结而下意识咬唇 夏木看着他 忽然生出用手指去抹平的冲动 他拿起筷子 夹了块鱼肉 缓缓咀嚼 我发布委托 你们揭取任务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水影大人也无法阻止 赵美鸣睁着眼睛看着他 沉默片刻后 说道 我会争取长老元师的支持 乌影村中最德高望重的人者 当属元师 在原作中 狗局使舱死亡后 是由他带管水影之位 之后再传给的赵美鸣 但他并不是贪慕权力 而是为了培养接班人 在带管期间 所有权力都下放给赵美鸣 等时机成熟 他成为水影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元师年事已高 赵美鸣一般不会去麻烦他 只有重要的事情 才会去询问 一旦元师支持 就代表着他有足够的底气 去拒绝狗局使舱 希望能得到好消息 夏目点了点头 说道 不要再愁眉苦脸 吃点美食吧 谢谢 赵美鸣神情逐渐放松 忽然笑了起来 冷淡的面容 瞬间变得多了几分少女气 能否冒昧问一句 贵之大人 为什么戴着面具 这个啊 童年的时候顽皮 脸受了伤 留下了伤疤 为了不吓到别人 所以戴起了面具 夏目早就想好了说辞 抱歉 赵美鸣有些不好意思说道 我不是故意要问的 没事 这不算什么机会 夏目换了话题 说道 我打算先发布委托 再到附近的航道 进行实地考察 到时候 你有没有兴趣一起 就当是顺道保护我 报酬绝对令你满意 如果元师长老同意的话 我自然会保护你的安全 赵美鸣嘴角勾了勾 说道 晚饭结束 夏目送她离开 转身回到房间 觉得有点没吃饱 毕竟多了一个人 跟她抢食 她想了想 施展了逆通灵之树 出现在木叶村 然后摸进了 漩涡会奈的房间 别吵醒香灵 夏目按住她的嘴唇 轻声说道 漩涡会奈点了点头 等到她钻进自己的怀里 陡然出现了慌望 你好像很紧张 夏目察觉到 她的身体有些僵硬 明知故问 漩涡会奈 无奈地白了她一眼 就知道捉弄自己 紧张的原因 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乖啊 夏目轻轻抚摸着 她柔软的腰腹 轻声问道 我饿了 有没有夜宵 漩涡会奈脸色微红 拨开葡萄 放入她的嘴中 一时之间 夜色安静了下来 清晨 夏目打开门 看见了赵美鸣 贵致大人 原师长老 已经同意了你的计划 他说话间 还微喘着气 显然是得到消息后 就跑了过来 有些急切 但脸上的表情 却是轻松 看得出来 他很高兴 那就好 我先前还担心 自己会无功而返 夏目笑着说道 乌影村友你们 一定是能改变现状的 多亏了贵致大人 赵美鸣看着她的眼睛 忽然想瞧瞧 面具下 究竟是一张 怎么样的面容 听声音 她能感觉到 夏目很年轻 但她阅历丰富 谈吐不凡 更像是一个成熟的 中年男人 太过矛盾 以至于让她生出了好奇 因为你的行为 赵美鸣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100点 为什么会满值 不科学啊 难道后面 还有什么 她不知道的变化吗 去发布任务吧 夏目不动声色地说道 麻烦你带路 没问题 赵美鸣往前走了几步 忽然注意到 自己的刘海有些散乱 她下意识整理了下 如瀑布般的棕色头发 夏目跟在她的身后 注意到她的举动 真的挺想问她 这个发型 究竟是谁给设计的 没过太久 两个人到达了任务大厅 竟然这么多 夏目的大方 让赵美鸣为之心颤 不仅需要的人者多 而且报酬也高 光是这一波 就足以抵得上 雾影村一年的收入 在众人惊叹的同时 某个人飞速离开 前往水影办公室 所谓强者为尊 狗局史仓的血腥统治 有些人看不过去 但也有些人为之疯狂 因此 雾影村隐约分为了两派 一派是坚定的水影支持者 一派以原师和赵美鸣为首 更加注重村子的未来 水影大人 刚刚赵美鸣领着水治国的富商贵制 到任务大厅 发布了一大堆委托任务 揭示和海运相关 上任殷役恭敬的汇报 这个赵美鸣 连我的话也敢违背 狗局史仓面色不满 说道 看来是原师平日里 太过于浇灌她 水影大人 我们要不要杀了她 殷役露出愤恨的脸色 雾影村 经过这么多年的传统后 血迹献剑忍者的处境非常艰难 不仅是忍者 普通的村民亦是对其厌恶有加 比如白 因为她的母亲觉醒冰盾 结果被她父亲所杀 由此可知 这种处境到了何等地步 赵美鸣拥有熔盾和费盾两种血迹献剑 如果不是原师护着 早就没命 应亦成为狗局史仓的簇拥 就是因为她的哥哥 为了保护她 死在了拥有血轮炎血迹献剑的 羽之波一族手中 有了这个所谓的由头 她在杀戮血迹献剑忍者中 良心获得了救赎 狗局史仓文言闭上了眼睛 片刻后 说道 交给你处理 刚刚宇之波代徒给她传达了命令 可以杀了她 赵美鸣在雾影村忍者中拥有不错的声望 她的死亡 只会使得情况愈发混乱 而这是宇之波代徒想看到的 再说 她已经完腻了呀 雾影村有名有姓的血迹献剑忍族 被她杀得一干二净 琵琶石葬和干世鬼娇也被她忽悠 加入了小组织 剩下的强者 只有狗局史仓 清和赵美鸣 把他们搞死 宇之波代徒 就可以回归小组织 并且着手宇之波一族的事情 任务大厅 因下目的举动 而变得十分热闹 忍者 抛开各种虚无缥缈的火制意志啥的 归根到底 是为了钱 雾影村糟糕的环境 造就了大家都比较穷 一个出手如此阔绰的雇主出现 自然引起了轰动 而且任务不需要打打杀杀 突出一个安全 说到底 血腥统治 终究是大部分人无法接受的 不然的话 也不会如此多的人者叛逃 还有足以称得上高层的忍刀七人众 赵美鸣目光闪烁 看着热情的人者们 不免有些异动 雾影村 已经很久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她看到了希望 而这一切 是夏目带来的 她现在觉得十分可惜 如果她是雾影村的人者 该多好啊 以她的能力 当个水影顾问 问题不大 但她只是个普通人 赵美鸣叹了口气 作为未来的水影 她深知 雾影村最缺的两样东西 是金钱和人才 夏目两样全战 就是没有合理的身份 如何能让她安心留下来 建设雾影村呢 赵美鸣 夏目转头 发现她在发呆 便又喊了一遍 你在想什么 想得这么认真 抱歉 赵美鸣回过神 脸色有些微红 毕竟被当事人叫破 没什么 夏目笑了笑 至少她欣赏到了不错的风景 赵美鸣虽然比不上刚手 但也远超一般的女性 再加上她穿的连衣裙 处处透着慷慨 这让她不由地想起 穿越前看过的 一部同人画作 唯一可惜的 是她的棕色头发 遮挡了光洁如玉的美背 嗨嗨 夏目神色微脸 说道 接下来的几天 得麻烦你陪我走一趟 这是先前就谈好的 实地考察保护 所以 赵美鸣没有迟疑地点了点头 现在有原师支持 以夏目的重要性 她甚至可以不要钱 免费提供贴身保护的服务 明天我们去哪 赵美鸣又问道 五条航道 我最不放心的 是东边的航道 夏目晨音片刻 说道 我们先去蜗之国吧 蜗之国 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西面是火之国 东面是水之国 北面是汤之国 南面是熊之国 各种航道汇集于此 只是现在的蜗之国情况 特别复杂 曾经强大无比的漩涡一族 再次建立一个忍村 蜗潮村 巅峰时期只比五大村差 因为漩涡一族 和牵手一族是近亲 并且关系密切 但谁也没有想到 蜗潮村一夜之间惨遭覆灭 只有几个姓院逃过一劫 原作中并没有提到 具体是谁下的手 只是说 因为恐惧漩涡一族的封印术 诸多国家和忍村 联手发动袭击 木叶村 在其中担任什么角色 很难说 可能是救援不及吧 最终只带回了下一代的九伟人 助力漩涡九星奈 一堆漩涡一族的封印术 和存放死神面具的那面堂 夜幕降临 火之国大都市外的森林 正在追捕河马的一行人 趁着夜色安营扎寨 阿司马 换班 钢手从帐篷内醒来 他没睡好 迷迷糊糊一直在做梦 原非阿司马点了点头起身 脸上露出欲言又止的表情 怎么了 钢手扫了眼 说道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刚刚钢手大人睡觉的时候 喊了一个名字 差不多有十几次 原非阿司马有些好奇问道 这个叫做夏木的人 是不是欠了您很多钱 他当年是赌气离开木叶村的 所以成为守护人十二世后 没有回去过 也不知道夏木是谁 钢手文言愣住 嘴唇微动想解释什么 却什么也没说 窝朝村 现在已经是满目疮痍 杂草丛生 夏木看着四周的一切 不免有些感慨 说道 忍者世界真是无情啊 赵美宁文言微微一正 但不由地赞同 窝朝村被毁灭 是因为恐惧漩涡异族的封印术 也是因为牵手逐渐的死亡 被尊称为忍者之神的他 平定了乱世 建立了一国一村的制度 因为他的理想 他将尾授分给其他忍村 并且约定不再有战争 给予了忍戒久违的和平 可惜他的死亡证明了这一切 不过是过眼云烟 大家不是因为和平而和平 而是因为他的实力而和平 和平 对于无情的忍者世界而言 终究是过于奢侈 沃之国现在谁负责 夏目眺望着远处的大海 问道 有沃之国大名 但他管得不多 赵美鸣回过神 语气清冷 说道 自从沃朝村覆灭后 沃之国陷入了混乱之中 被各种流浪忍者 和穷凶极恶之人占领 成为了犯罪的乐园 三不管地带吗 夏目听着似曾相识的描述 陷入了沉思 或许可以将沃之国拿下 从海运的角度来说 他的位置好得过分 沃之国的窝 就是漩涡的意思 在这里 受到海流相互交汇 形成了一个漩涡 五大国和五大村 显然是没有意识到 交通的重要性 包括路上交通 亦是如此 不修罗 怎么赚钱呢 有问题 赵美鸣忽然挑了挑眉 脸上露出凝重的表情 夏目眼睛一眯 也察觉到了异常 海的那边有敌人 水盾水龙蛋 赵美鸣眼神变冷 双手结印 体内查克拉涌出 很快消失不见 远处的大海咆哮声响起 一条庞大的水龙 豁然形成 与此同时 还伴随着人的惨叫 只见四个倒霉蛋 卷入了水龙之中 被冲得老远 但更多忍者齐刷刷 从海中飞出 猎成一排 无数的手里剑和苦无 覆盖了天空 赵美鸣心头 不禁生出一道凉意 这么多忍者刺杀夏目 不可能 他们的杀气 分明是冲着他来的 附近能一次性 调动这么多忍者的忍村 只有雾影村 而且 其中有一些人 他是认识的 水顿水震壁 赵美鸣又一次结印 海水在查克拉的牵引下 飞速涌来 化作一道巨大的墙壁 挡住了如雨般的人具 走 赵美鸣转头 冲着夏目喊道 这么多忍者 即使是他 也很难应对 再加上普通人夏目 就纯粹是自寻死路 话音刚落 就见两条土龙冒出地面 土出泥蛋 打破了水壁 双方默契的 没有使用雾影之术 毕竟大家都受过专业训练 不会因为迷雾而遮蔽视线 赵美鸣还考虑到了夏目 如果雾气展开 他就更难跑 十几位忍者 分别以不同的方式 向着他们猛冲而来 赵美鸣脸颊鼓起 旋即张开小嘴 吐出一道橙色液体 熔炖熔怪之术 橙色液体 是具有粘性 和强腐实性的酸液 这一口下去 最前面的三位忍者 顿时被融化 连骨头都不剩 夏目不禁打了个寒颤 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仙人体能扛住这一口吗 酸液于是不减 继续扩散 其他的人者 见到了同伴们的惨状 纷纷惊恐逃离 走 赵美鸣来不及喘气 顺身竖到夏目身旁 拉着他就想跑 但下一刻 已经有人挡在了他们的面前 英亿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赵美鸣眼神充满杀鸡和冷意 浑身上下 更是透着难以言说的威严 英亿此刻 竟觉得见到了水影 这个女人留不得 她真当上水影 自己第一个就会被清算 我干什么 自然是为了杀你 这是水影的命令 英亿神情争鸣说道 赵美鸣闻言 心中一沉 虽然早有猜测 但真的确定 还是让她有一种陛下 何故造反的感觉 她自认为 当上忍者后 对于水影 是忠心不二 没想到 因为要为雾影村谋取未来 而被不信任 她忽然想起 逃递再不斩 她因刺杀水影失败 而逃亡 但在此之前 她一直都是一个忠诚乌影村的人者 正是看到了水影的不作为 才想着要改变 赵美鸣咬了咬牙 脸色已经有些苍白 因为年龄问题 她现在的实力 还达不到巅峰期 比一般的上忍强 但是有限度的 查克拉再次剧烈波动起来 赵美鸣抓住夏目 往后撤去 倒倒浪波凭空生出 并且朝着两个人涌去 欲要将他们淹没 与此同时 其他人也没有闲着 水和雷 两色的查克拉汇集在一起 没有冲突 而是起了反应 相互撞霸 赵美鸣立即扔出夏目 查克拉包裹着她 朝着远方飘去 做完之后 赵美鸣面对着带雷的海浪 立即结印 费顿巧物之术 水和火的相容 生出高热雾气 雾气随着她一呼一吸之间 迅速扩散 很快将水波笼罩 没有任何阻挡 一切开始融化 就连地面也成了一个大坑 鹰逸身体一颤 太强了 血迹献解当真是得天独厚 但也有缺点 查克拉的消耗比较大 不要怕 她用不了几次忍数了 都给我上 鹰逸大声喊道 同时身体往后退了一段距离 赵美鸣的逃跑路线 再次被堵住 但她的脸色丝毫没有变化 她可是未来的谁影 即使到了危急关头 她依旧不会放弃 同为女性影 刚手其实没有传统火影的那种作风 显得比较随意 但赵美鸣不同 一举一动都非常端庄和正经 除了偶尔露出的小脾气外 各种水盾忍数在起 夏目站在海面上 看着远处蓝色交织的场面 终于明白 先前赵美鸣 为什么会贡献一百点贡献值 是因为她的开辟航道计划 会导致她丧命 前提是她不救人 当然 她会出手 不管是为了命运值 还是为了她的计划 都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她死亡 唯一麻烦的是身份问题 夏目陷入了沉思 该怎么解释呢 反正木叶村忍者肯定不太行 那么只能搬出 她创建了神秘组织 之前她都没想好名字 现在就随意点 叫做天命吧 夏目以极快的速度 进入了仙人模式 眼睛和额头 出现了相应的纹路 不过因为面具的遮挡 不太明显 三大圣地 虽然都有仙人模式 但各有各的不同和特色 从持续时间来看 妙木山的最短 没有蛤蟆的辅助 最多五分钟 进入仙人模式 最快的是尸骨灵 几乎是瞬间开启 在侧重的效果上 龙地动增加感知和身体柔韧 妙木山提升查克拉和身体素养 尸骨灵点满 恢复能力和身体强度 至于使用仙术查克拉 增幅忍术威力等 则是共通的 夏目问过 扩于仙人 牵手逐间 确实来学过仙人模式 但怎么说呢 因为它太强 导致仙人模式 在它的手里 已经是大变样 就像是木盾一样 仙法水 盾水振壁 夏目没有使用木盾 因为没有必要 它此刻正处在了 四处试水的环境中 水盾得到了不小的加成 再配上仙人模式 已经足够对付大多数的人者 仙术查克拉牵引起海水 瞬间在赵美明身前 竖起了一面墙壁 所有的忍惧和忍术 皆被挡下 赵美明微微一震 苍白的脸色上 露出些许的希望 这个忍术不是他释放的 说明有人前来施救 当然他此时想到的不是夏目 而是乌影村长老原师一脉的人者 英义还没在意 认为是赵美明所为 因为他们处在激烈的战斗之中 各种查克拉的波动 掩盖了夏目的痕迹 而加入了仙术 查克拉的普通忍术 在外观上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放土盾 英义立即喊道 土盾克制水盾 他们先前就是以土盾土龙弹破 开赵美明的水盾水震壁 现在是顾忌重施 随着他的命令 地面豁然出现了三颗大的泥色龙头 张开嘴巴 吐出三道泥弹 赵美明微微皱眉 强忍着不适 开始结印 他知道一个水盾水震壁 是挡不住三个忍者 同时施展的土盾土龙弹 但下一刻 他不由得露出意外的表情 泥弹轰在水壁上 竟然毫无作用 这把遇见了高手啊 想要发挥超出忍数等级的威力 只有一个办法 注入超量的查克拉 来的是谁 雾影村 有这么强大的忍者吗 赵美明只能想到狗局使仓 他是三位人助力 实力自然不用说 但他是不可能出现的 赵美明想法刚起 就听见了水龙的咆哮声 从他的背后传出 因一来不及思考 为什么这道水壁如此的坚固 对都对不开 便连忙结义 水盾水龙弹 同样有水流组成的水龙 在他的身前出现 并且迅速腾飞 大家注意 还有一个人 英义终于意识到了问题 赵美明连印都没结 这个忍数肯定是别人所为 他话音落下 两条龙立即相撞 英义的表情顿时僵硬 因为他的水龙一秒都没有坚持住 就被搞得鸡飞蛋打 他连忙向后撤去 水龙落下 狂乱的查克拉向着四面八方击射 夹带着各种泥土和碎石 纷纷拍打到围攻的忍者身上 惨叫声响起 瞬间就倒下了三分之一 什么 英义被眼前的景象惊呆 一个区区的水龙蛋 为什么威力大的如此离谱 那自己的水龙蛋 怎么跟假货一样 英义打了个寒战 他带来的忍者 皆是上忍和中忍 称得上是雾影村的精英 但现在已经没了一半 自己回去 该如何交代 英义大人 快跑 忽然的怒吼打断了英义的呆滞 他下意识抬头 只见整座大海都在沸腾 仿佛有什么巨大的怪物 即将冒出水面 英义瞪大了眼睛 无数的海浪冲天起 高达十几米 将它们尽数覆盖 这等伟力 已非是普通忍者所能及 英义毫不犹豫 转身就跑 其他的忍者亦是如此 赵美铭咽了咽口水 他虽然处在水针壁的保护下 但这个忍数 只能挡一面 此时 他的查克拉已经耗尽得七七八八 在他强撑着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道人影出现在他的面前 跪 赵美铭脑袋顿时一片空白 他想了很多人 但就是没想过会是伤人的跪志 别反抗 夏木抓住赵美铭光滑的肩膀 右手穿过双腿 将他公主抱起来 几个起落立即消失不见 下一刻 大海青盘下 将昔日的窝巢村 和英义等人一起淹没 陌生的气息和温暖 通过紧紧向贴的身体传递过来 赵美铭整个人极为僵硬 这是第一次他被男性拥抱 他是典型的女强人 原因很简单 物影村属他天赋最强 实力最高 注定是下一代水影 他自然不会依靠任何人 而是会成为物影村的参天大树 但现在 他的感受有了些许的变化 能让女强人认可的 只是比他更强的人 他先前就惊叹于夏木的远见 如今又多了深不可测的实力 当然更重要的 是他处在一种危险的环境之中 前世有一种心理学叫做吊桥效应 一个人过吊桥的时候 会不由的心跳加快 如果此时遇到另一个人 这种心跳会被误以为是对方使自己心动 故而产生爱情的情愫 类似于过山车的项目 远比其他项目更容易诞生情侣 就是源于此 赵美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刹那间脸色有些微红 不过片刻 他便晕了过去 他在先前的战斗中体力耗尽 如今遇到了个舒适的环境 心神放松下 就立即支撑不住 夏目没有回乌尹村 而是在附近的城镇上找了个房间 他将赵美铭放在床上 又检查了一遍身体 除了查克拉号境外 没有其他的伤 夏目松了口气 看来不用叫人过来 只需要等待就行 他搓了搓手 反正现在他不能反抗 可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倒不是交流厨艺 而是做头发 事后他问起 就说是他战斗中搞乱了发型 夏目坐在床边 将他上身扶起 然后解开了他的头发 他伸手将额前的刘海 微微分向两边 露出了他一直以来遮蔽的右眼 接着再将散乱的头发梳理成形 配合他的天然卷 顿时变成大波浪 就是少女小脸的触感很好 痰软风嫩 让夏目不由地多捏了几下 夏目将发型搞定后 命运圣还的提示音 才姗姗来迟 因为你的行为 赵美铭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100点 不错 这波不亏 夏目打了个哈欠 退出了房间 为了以防意外 他布置了一个简单的节节 一旦被人触发 他就能及时知道 并实施救援 第二天 夏目睁开眼睛 一个人睡 他还有点不习惯 主要是不够温暖 倒不是说 随时能吃喝玩乐 夏目换上衣服 来到赵美铭的房间 他依旧没有醒 他忽然想起了一个东西 摸出了一颗黑色药丸 不是什么电脑配件 而是冰凉丸 用于恢复查克拉的特质药丸 夏目坐在床边 手指稍微撑开赵美铭的薄唇 接着送入冰凉丸 刚手出品 入口即化 显然他是考虑到了 病人昏迷的可能性 不然的话 夏目怕是得喝口水 含着药丸对进去 重新让他躺下 他擦了擦有些湿热的手指 陷入了等待之中 没过太久 赵美铭醒了过来 身体的虚弱感尚在 他呆滞了两秒 回忆起昨天的事情 顿时起身 双眼充满警惕 看着夏目 作为未来的水影 此时此刻表现出了应有的素质 他并没有因为自己 被救而产生过多的感激 也没有因为昏迷前 产生的莫名情绪所干扰 相反 夏目的隐瞒 过于骇人 这么强大的人者 却变成了一个商人 还想着开辟五条航道 如果他是其他忍村的人者 赵美铭帮助他 无疑是 成为了雾影村的罪人 夏目笑了笑 拉出一张凳子 坐在他的面前 没有恋爱脑的女性 真的是别有一番风情啊 怪不得前身那么多人 喜欢什么高冷女总裁傻的 你是谁 赵美铭眼睛打量着他 真实的目的是什么 我曾经是雾影村的忍者 因为水影的迫害而逃离 并且加入了一个 叫做天命的组织 夏目随口边转着故事 说道 我们组织的目的很简单 希望大家都能赋予 赵美铭偏了偏头 露出了疑惑的眼神 就差问 你们组织难道是慈善家 至于夏目说是雾影村的判人 倒是有那么一丝可信度 一是他水盾确实厉害 二是因为血物之理 太多强大的忍者外逃 当然他并没有信 主要是后半句话 太过离谱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 忍戒大规模的战争有三次 小规模的战争不计其数 你认为战争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和平迟迟不能到来 夏目看着他 认真地问道 赵美铭感受到他情绪的变化 下意识争了正神色 只是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许多忍者都曾想过 也付出过实践 想为忍戒带来和平 但无一例外失败而告终 战争是因为资源 赵美铭沉思片刻 说道 木叶村为何是最强大的忍村 就是他们占据了最好的资源 没错 是这个道理 但又不诠释 夏目又问道 在你看来 雾影村是不是五大村中资源最差的 赵美铭点了点头 在此之前 雾影村最大的资源 是各种各样的鱼类 只能满足口腹之欲 现在夏目倒是把海运利用了起来 说来奇怪 为什么之前的雾影村 从未想过要修建战舰 建立海上忍者军队呢 是因为没钱吗 还是因为水影们沉溺于血腥内斗 但在我眼里 雾影村拥有不亚于木叶村的资源 夏目轻声感慨说道 是你们不会用 海洋资源可不比陆地资源少 只知道钓鱼捕鱼 着实是目光短浅 当然也不能怪他们 这不可能 赵美铭下意识就不信 想知道吗 夏目笑着问道 赵美铭迟疑了两秒 然后点头 这个问题的答案 涉及到几个上亿的项目 夏目拿出一张契约 说道 而我们天命组织 最讲究的是公平交易 赵美铭微微一正 扫过契约的内容 便秀眉促起 上面的内容 其实很简单 他签字后 就代表他 成为了天命组织的临时成员 并且欠下夏目两一两 你觉得我会签吗 赵美铭脸上的表情 愈发冷清 这是卖身切 他当然不会签 两一两 他得做多少个任务 才能还得起 而夏目只是动动嘴皮子 实在是过于不公平 虽然他确实很想知道 物影村究竟有什么资源 能比得上木叶村 那真是可惜 夏目收回了契约 说道 既然战争是因为资源的不公平 那么如果大家都能赋予 是不是就不会再有战争 这就是我们天命组织的目的 也是我为什么会帮你的原因 很怪 但似乎又有道理 赵美铭一时之间难以理解 我无法相信你 正常 夏目调整了下坐姿 往后一仰 找了个舒服的位置 说道 但你也应该知道 如果我想对你不测 你现在已经是尸体 赵美铭沉默了几秒 说道 谢谢 这是作为个人的感谢 而非物影村 夏目也能明白 他问道 关于航道开辟的合作 你们还要继续吗 赵美铭欲言又止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遵循本能的不安 他该中断合作 但物影村的现状 由不得他拒绝 太穷了呀 我隐瞒你在先 确实是我的问题 作为补偿 我免费送给你一个情报 夏目见他犹豫 开始图穷比线 说道 你们的水影大人 已经背叛了物影村 你在胡说什么 赵美铭平稳的呼吸 变得急促起来 他虽然被狗局使仓下令处死 但从来没有想过 他会背叛 水影已经是物影村 最大的权力者 为何要背叛 简直是荒谬 你让轻用白眼观察谁影 就知道 我说的话是真是假 夏目摆了摆手 说道 赵美铭本来就苍白的脸色 更加苍白 用白眼 也就是说 狗局使仓被人控制 但他是完美的三位人助力 怎么可能会被控制 说起来 这个问题 夏目也想过 要么是与之波斑的帮忙 要么可能是分开控制的 比如先控制了三位 等狗局使仓 将他封印在体内 再控制了他 当然具体如何 只有原作者知道 赵美铭听到狗局使仓 可能是被控制的消息后 再也坐不住 不顾虚弱的身体 回到了乌影村 夏目未防止他出意外 专门护送了他一程 虽然因一等人 不可能死而复生 但说不准 还有其他的人者 谢谢 赵美铭纵然心情很糟 依旧保持着 作为水影接班人的礼仪 等我确定消息后 再来找你 他转身走入了一处宅院 赵美铭 清 乌影村元老级别的上人 声望颇高 在他身上 最有名的 莫过于白眼杀手 这个称号 第三次人接大战中 他得到了一颗白眼 作为战利品 并且装在了自己的右眼之上 你看到我 为什么这么意外 赵美铭注意到 他的表情 顿时有些警惕 难道说清 也知道 因一等人刺杀他 难得见你换了一次发型 倒是挺有少女感的 轻笑着汗手 又问道 找我有什么事 发型 赵美铭愣了愣 但很快抛之脑后 谈起了狗局使仓的事情 这可能吗 清听完 便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以水影大人的实力 确实不太可能出现 被人控制的情况 赵美铭沉声说道 但这些年 他的行为令人费解 就仿佛是换了一个人 我试试 清最终答应了下来 如果是假的 大不了给狗局使仓 赔礼道歉 但是真的 他完全不敢想象 这究竟是多么大的耻辱 五大村五大影 屹立于人者顶峰的五个人 居然会被人控制 雾影村颜面和存案 清离开后 赵美铭便去找了原师 将事情告知 纵然是见多识广的长老 他也陷入了沉默 这场面 他真没见过 一想到这么多年 雾影村处在一个外人的统治下 他着实是绷不住 在等待的过程 赵美铭想起了轻的话 他来到庭院的湖边 在倒影下 看见了自己的新发型 本以为是因为战斗 而导致头发出现乱糟糟的情况 但实际与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显然是夏木 为他整理过发型 赵美铭有些恍惚 你究竟是怎么样的人 被他想着的夏木 却是陷入了无事可做的状态 正准备去漩涡会那处玩玩 但忽然意识到 自己已经很久 没有见过日向雏田 于是在确定他在房间后 施展了逆通灵之术 在想什么 映入眼帘的日向雏田 正皱着眉深思 配合他可爱的脸蛋 显得极为呆萌 夏木哥哥 他回过神 语气兴奋地喊道 不仅如此 身体更下意识跑了过来 到了面前 才停下 脸色微红 不好意思低下了头 夏木蹲下身 拥抱了他一下 然后立即松开 饶是如此 日向雏田 也因为他的举动 变得红透 直冒着热气 等到他冷静下来后 夏木又问道 刚刚在想什么 日向雏田没有隐瞒 有些垂头丧气说道 是宁慈哥哥 我上午跟他说 我一定会解除龙中鸟的 结果他不信 还说我假惺惺的 夏木挑了挑眉 好小子 你这个态度 我都想打你一顿 你知道他为什么不信吗 夏木伸出手 接住他的下巴 一手握住他的小脸 颇为温软 日向雏田睁大眼睛 如果不是被问题 所吸引注意力 他早就晕了过去 是因为你没有打负他 夏木笑了笑 说道 解除龙中鸟 本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你不打负他 他如何相信你 我 我 打不过他 日向雏田小声说道 宁慈哥哥 天赋比我好 并不是 夏木摇头说道 你的天赋比他好 但是没有得到彻底的开发 抛开白眼不谈 日向宁慈能偷学八卦掌回天 确实天赋惊人 但日向雏田 却能自创 堪比八卦掌回天的 守护八卦六十四掌 也并不逊色他 事实上 在他的经常投位下 他的表现 已经比原作中 同龄时候的他更好 怎么说呢 心态问题吧 日向雏田 显得畏手畏脚 众所周知 越是紧张 着急或愤怒 发挥就容易失常 而且 日向宁慈和日向日足一样 在他的心目中 极微太深 有些人可能觉得是性格 但其实 日向雏田面对其他人 是比较正常的 比如队友全种牙 或有女制奶 只有接触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 才会化身蒸汽机 夏木对于这种心理问题 还是挺有经验的 毕竟他治好了刚手的孔穴症 总之 多多练习就好 走吧 夏木摸了摸他的脑袋 我带你去训练 帮你开发你的天赋 日向雏田注意到 他的表情和眼神 都不像是在开玩笑 这才用力点了点头 不管是真是假 但能多待一会儿 他是愿意的 夏木又一次带着日向大小姐 离家出走 两个人来到死亡森林 一处僻静的位置 在日向雏田 瞳孔地震的注视下 他卷入了一场 宛如噩梦般的幻觉之中 夏木开启了万花筒写轮演 这无疑是最方便的办法 当然 他可不会像雨之波 又那般无情 直接反复向雨之波 阻住播放灭族惨案的景象 他的时间很长 可以慢慢加深难度 直到日向雏田 不再畏惧日向日足 和日向宁刺 许久之后 幻术结束 日向雏田 立即扑到夏木的怀里 身体在微微发抖 夏木轻柔 抚摸着他的头发 说道 不用怕 都是假的 日向雏田没有说话 过了片刻 夏木发现 他貌似睡了过去 或者说晕了过去 他不由地笑了笑 真可爱 夏木抱着他 回到了日向宅院 进入房间 就发现 他已经醒了过来 感觉怎么样 夏木放他下来 问道 有些害怕 但不是特别怕 日向雏田低着头 轻声说道 这说明刚刚晕过去 不是被吓的 而是害羞 那就好 夏木摸了摸他的脑袋 说道 等会儿你在家吃了饭 就在窗户边上等着 我给你看到好看的 日向雏田文言 脸红红地点头 夏木没有待太久 叮嘱他 不要将此事告诉任何人后 消失在了房间里 不过他没有返回雾影村 仍在牧野村 当雏田吃完饭后 抬起头 看向窗外的星空 无数的烟花为他闪耀 夏木整完烟花 便来到了大蛇丸的庭院 自从抢了羽之波 止水的万花筒血轮眼后 他就再也没有见过大蛇丸 这次过来 是有一件事情 飞雷神之术 夏木之前 想直接用命运值 兑换飞雷神之术 就是因为修行条件没达标 作为战略意义极大的禁术 牧野村对于飞雷神之术的 管控极为严格 首先 必须立下大功 其次 是对火影的忠诚 最后 自身的天赋 前两者不谈 就说最后的天赋 或者说条件 这是最麻烦的 不然的话 至今为止 也不可能就两个人 会飞雷神之术 大概有这么四个条件 一 海量的查克拉 二 拥有时空间天赋 三 过人的动态视觉和反应神经 四 强大的感知能力 夏木前两个条件勉强符合 但第三和第四个条件 就没有办法 直到他完全掌握了 万花筒血轮眼 和仙人模式后 他觉得可以试一试 找刚手 容易被原飞日展等人知晓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不如去找大蛇丸 说起来 这是夏木第一次用本体 之前 搞得那么谨慎 无外乎是因为实力不足 夏木站在门口 感受到了木分身 无法察觉的诸多目光 来自于蛇群 他相信自己到来的消息 已经传给了大蛇丸 夏木走进了大厅 随便找了位置坐下 就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 他刚拿起茶壶 大蛇丸就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很快呀 多年不见 怎么还是 这副冰冷的模样 夏木瞥了眼 看到他眼中汹涌的情绪后 笑眯眯问道 是不是想痛下杀手 大蛇丸没有回答 他一眼就看出 夏木此次并非是木分身 因为他蛇的本能让他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瞬间 他就在考虑自己出手能不能拿下它 经过这么多年的钻研 他已经移植了助肩细胞 还研发了自身使用的咒印 更不用说不时转生 八旗之术和绘图转生 但想到夏木当初那骇人的木盾 再加上万花筒血轮演 胜算可能没有那么高 试试就是试啊 大蛇丸压住各种心思 语气冰冷 问道 你们组织最擅长的是抢盟友的东西 瞧你说的 夏木指了指自己的眼睛 说道 你喊他一声 他如果答应 我就还给你 大蛇丸顿实无言 其实他这话的意思是 如果夏木不出现 与之波止水的万花筒血轮演 注定会落在他的手里 但是已至此 再说下去 没有任何意义 换作他是夏木 也会抢的 今天是什么交业 大蛇丸回归到了正题 他有许多疑问 等着夏木解答 就算要撕破脸 也是下次的事情 我要非雷神之术 夏木很满意 大蛇丸的实实物 正确的说法 应该是为了科学 而不顾一切的性格 只要夏木还有用 他就能忍 非雷神之术 大蛇丸有些意外 但又觉得理所当然 这个术 确实强悍无比 能打能跑 波峰水门 能被称为金色闪光 拥有如此辉煌的战绩 毫不夸张地说 靠的 就是非雷神之术 大蛇丸试着学过 但学不会 只能放弃 非雷神之术 不是普通的忍术 就算是我想要把它 传授给别人 也必须经过老头子的手啃 他舔了舔嘴唇 就差说出三个字 得加钱 原非日展的手啃不假 但大蛇丸 真想要私下教别人 谁又能知道呢 有什么问题 你问吧 我会给你足够的报酬 夏木明白他的弦外之音 颇为大气地摆了摆手 你的目盾威力 为什么远超 移植柱间细胞后的目盾 大蛇丸也不客气 问出了一个疑惑 其实你应该早就明白 夏木反问 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 成为六道仙人的 两个关键性东西吗 仙人体 大蛇丸沉默地点了点头 他确实有所猜测 但猜测终究是猜测 现在才能确定 这也为他提供了 接下来的科研方向 不断提高身体的上限 最好是能学到仙人模式 换句话说 皱印还需要改造 其实这个答案 对于大蛇丸而言 已经比得上非雷神之术 但他还是试探性问出了第二个问题 如何开启万花筒血轮眼 显然在无法得到 宇治波止水的万花筒血轮眼后 他已经将目标 放到下一位宇治波族人的身上 你需要加价 得到方法后 你有可能弄出不少万花筒血轮眼 夏木举起茶杯 笑着说道 一个非雷神之术哪够 话虽如此 但可能性极小 万花筒血轮眼 真那么容易 说不定早就有人 倦扬起宇治波一族 比如宇治波班 或宇治波带徒 细数宇治波一族开眼的人者 皆是一等一的天才 退一万步讲 真搞出来了 抢了便是 夏木还得谢谢他呢 而且 以大蛇丸的性格 必然会进行尝试的 到时候 他对那些有名有姓的天才下手 也是在帮他获取命运值 你还想要什么 大蛇丸看了眼夏木 强调道 封印之书有不少禁术 得亏原非日展 没听到这句话 不然的话 他得气出心脏病 其实在得知万花筒血轮眼后 大蛇丸查阅了 二代火影牵手飞肩留下来的资料 知道了不少秘密 但如何开启 说得不够具体 而且谁有天赋 他也不知 夏木摸了摸下吧 封印之书 确实禁术不少 但大多数代价极大 比如诗鬼封禁 而那些稍微正常的忍术 夏木完全可以通过刚手阅读 我不要封印之书上的禁术 夏木摇了摇头 说道 我要你的咒印 和改良后的绘图转生 其实对他来说 用处都不大 但绘图转生确实恶心 能拿到手 最好是不要错过 而且他还有个小小的想法 咒印的话 可以给一些天赋平平的下属使用 当然 他不会无缘无故分割自己的灵魂 大蛇丸这么高 纯粹是因为他怕死 以及想控制被施术者 这不公平 大蛇丸微微眯着眼 说道 换作其他人 他话都懒得再说 直接送去见六道仙人 咒印和绘图转生 是他好几年的科研成果 不可能白白送人 得在家前 我可以告诉你 九尾之乱中出现的那位 拥有万花筒血轮眼的神秘人的位置 夏木说的是 宇智波代徒 但他不会说 他现在位于雾影村 事实上 这又是一个典型的信息差 大蛇丸至今为止 一直都没有放弃 而是在暗中偷窥宇智波佑 所以 大概率会遇见宇智波代徒 夏木只不过提前告知 大蛇丸眼睛一亮 勾起阴冷的笑容 这个消息倒是不亏 这位神秘人不出意外 将在不久后 去找宇智波佑 你只需要等待 就能见到他 夏木见大蛇丸同意 便开口说道 如果宇智波代徒 出现了小概率事件 没有去见宇智波佑 那就跟他无关 他为什么找宇智波佑 大蛇丸闻言眉头皱起 忍不住问道 宇智波佑 虽然现在脱离了他 并加入了暗部 但仍然被他视为囊中之物 你觉得呢 夏木反问 万花筒血轮眼 大蛇丸面色一变 又是一个抢生意的家伙 再送你一个情报 夏木编造说道 他其实是和我一个组织的 但我不喜欢他 所以你可以随便杀 大蛇丸微微一正 怪不得这么了解行踪 好了 把我要的三样东西给我 我再和你讲 如何开启万花筒血轮眼 夏木顿了顿 不再说话 等我片刻 大蛇丸转身离开 几分钟后 递给夏木三个卷轴 分别是绘图转身 飞雷神之术和咒印 夏木假装翻阅 实则花了三点命运值 辨别真伪 前两者正常 后者却发出了警告 咒印被做了手脚 大蛇丸 夏木抬起头 扔回了咒印卷轴 说道 这么没诚意的话 后续的合作 也到此为止 大蛇丸心头一跳 顿觉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看一遍 就发现其中的问题 就算对方是人体专家 也不可能这么快啊 但此刻在想原因 已经没有了意义 大蛇丸打开卷轴扫了眼 不就说道 这是之前的卷轴 是我拿错了版本 你我皆是聪明人 不用找借口 夏木露出了笑容 说道 我也没有生气 但出了错 总该有所表示才是 平淡中又带着威严 让大蛇丸不由的色变 危机感急剧提升 咒印之法颇为复杂 大蛇丸略作成因说道 我可以给你一位 天赋不错的手下 作为参照物 好家伙 隔着当面投毒 夏木的神情变化 落在大蛇丸的眼中 他又继续说道 我这位手下 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随便检查 哦 叫什么 如果我不满意 你得换一位 夏木倒是不介意 多一位间谍 因为他自己有足够的实力 并不担心 当然 前提是能获取命运值 说实话 对于大蛇丸的手下 他其实挺想要红莲的 他拥有特殊的精盾 实力不错 是个及时战力 可惜的是 大蛇丸估计不舍的 在没有得到 与之波诱 或与之波佐助前 红莲是他预定的完美容器 多有也 大蛇丸像是推销员一样 说道 他虽然年龄小 但在通灵术和幻术上 天赋极佳 已经被我种下 地质骤印 夏木微微一正 多有也 阴人五人重之一 红发 毒蛇 好胜 和香菱 倒是有几分相似 但他显然不是 漩涡一族的族人 通灵术不说 在幻术上 确实造诣不错 而且是罕见的声音幻术 擅长吹笛子 阴人五人重 除了灰叶军马履外 四个人都是在 大蛇丸诸多试验品中 厮杀出来的佼佼者 但大蛇丸对他们的重视 其实相当一般 原作中 为了得到羽之波佐助 阴人五人重 全部丧命 现在宋人 也合情合理 夏木点了点头 说道 可以 一是因为 能获取命运值 二是认为 多有也年龄小 还未完全走路歧路 可以交一交 其实这个时候 他对大蛇丸 没有太多的忠诚 毕竟从经历上说 阴人五人重 除了灰叶军马履外 都应该憎恨他才对 不过后来发现 大蛇丸确实太过于厉害 遵循强者为尊的理念 就不敢背叛 没过太久 夏木重新获得了 新的昼印卷轴 这次就没有任何问题 他点了点头 说起了开启 万花筒血轮眼的条件 六个字 得到爱 失去爱 需要极端的强烈情感刺激 恨意或爱意皆可 但显然 相对于后者 前者就更加简单 所以 大多数的万花筒 血轮眼持有者 都是因为永世无碍 举目破败而开眼 听完之后 大蛇丸解开了不少疑惑 比如 为什么千手飞尖说 与之波异族 天生邪恶 万花筒血轮眼 既是力量 也是诅咒 因为失去了爱 他们会陷入偏激 走向极端 大概率堕入黑暗 如果没有如千手 驻歼这般强大的实力 作为镇压 任何人面对这份可怕的力量 都不免有所怀疑 多有眼 大蛇丸拍了拍手 一个红发小萝莉 显然他非常不爽 他本以为 经过千辛万苦的厮杀 成功被大蛇丸看中 会走上一条光明的道路 但谁曾想 没过几天 转手就被送给别人 这一刻 他不仅对夏目有怨恨 对大蛇丸 同样是如此 因为你的行为 与之波异族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70点 因为你的行为 与之波异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56点 因为你的行为 多有也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40点 因为你的行为 大蛇丸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23点 夏目听着提示音 轻声笑道 那么下次再见 他上前几步 抓住多有也 准备花费两点命运值 带他离开 但下一刻 一股挣脱的力量产生 别碰我 多有也目光冰冷 咬着牙说道 夏目算是体会到 原作中 他好胜和毒蛇的一面 性格 确实蛮强势的 不过 很有趣啊 夏目没有在意他的话 带着他离开 大蛇丸眉头皱起 又是这样 完全无法察觉 在他看来 这种瞬间消失的本事 可比飞雷神之术 更加恐怖 多有也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处在 陌生的房间里 巴尬 天台 无路在 他下意识退后一步 脸上露出因为 愤怒和猜测 而产生的微红 质问 你想干什么 小小年龄 在哪知道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夏目皱了皱眉 说道 过来 我帮你检查 大蛇丸虽然说 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他的话向来不可信 至于对小屁孩 产生什么歪心思 那更不可能 夏目只是把他 当作手下养 如同日向厨田和香灵 毕竟他的组织 至今为止 都是孤家寡人 走开 多有也一声怒吼 红色的头发飞舞起来 同时 他的皮肤和眼睛 变成黑色 头上长出了白色的鸡脚 骤硬化 夏目看着现在的多有也 不由得挑了挑眉 如果说刚刚是小绵羊 现在勉强算得上大绵羊 实力提升确实不错 我要杀你 多有也的双眼 充满了野性 脸上的表情全是猙獰 说话间 还露出了闪着寒光的小虎牙 他是从厮杀中活下来的试验品 远比同龄人 更加凶悍 杀我 你做得到吗 夏目忍不住笑出了声 混蛋 多有也立即被气到 失去了理智 猛冲上前 拳头静止砸了出去 砰的一声 夏目抓住了他的小拳头 多有也疯狂挣扎 却无济于事 他本身实力太差 再怎么增幅 也是有限度 夏目不需要用目盾和仙人模式 就能轻而易举制服他 杀了你 杀了你 杀了 你 姑 杀了我 声音从饱寒杀鸡的激昂 变成了寒恨的不甘和羞怒 夏目随手拿出一把戒齿 不断击打着多有也 这把戒齿 还是他叫香菱的时候买的 当然他比较乖 所以没打过 不听话的孩子 就要挨打 夏目板起脸一边打 一边好奇地摸向他头上的脚 骤音化 会使得人的相貌和身体大变 就连羽之波左柱都顶不住 从一个帅哥 变成了非主流 但多有也却是越变越漂亮 夏目有点怀疑 大受完是故意的 可惜只有脚 没有耳朵和尾巴 不过也有可能 比如搞一只二尾 正在挣扎的多有也一个机灵 咬着嘴唇 说道 不要 碰我的脚 夏目眉头微挑 长出来的脚也有感觉吗 他随手 花费了一点命运值 检查了一遍多有也 确实没有被留下任何暗门 我知道你想杀了我 但你以现在的实力 无疑是痴人说梦 夏目收起了戒指 说道 不过 我可以给你机会 每天一次刺杀 只是失败后 会有严厉的惩罚 有句话怎么说的 因才失教 能被大蛇丸看中的手下 天赋自然美地说 养一养 是可以对夏目有所帮助的 多有也好胜的性格 也可以利用起来 加速他成长的速度 毕竟有压力才有进步吗 多有也文言抬起头 杀人一般的眼神望着夏目 恨恨说道 你会后悔的 啊对对对 夏目敷衍式的回答 让多有也心中的愤怒 又一次暴涨 但等他回过神 皱印花退去 立即晕了过去 太逞强 可不太好啊 夏目摸了摸他的红发 说道 乖乖睡一觉吧 中午 吃过饭 夏目又一次见到了赵美明 他的神情非常糟糕 同时 双眼透着愤怒 你说的没错 赵美明深吸一口气 说道 清已经察觉到了异常 水影大人 极有可能是 被人控制的 夏目能理解 他不加掩饰的情绪 这种事情 确实过于匪夷所思 只能说 眼睛传奇 名不虚传 既是说血轮眼 也是说白眼 清的这颗白眼 创下的战绩 可不止这一项 原作中 至村团葬用抢夺的万花铜血轮眼 控制了铁之国大将三船 也是被他发现的 谢谢你 赵美明看着他 有些复杂说道 这个情报 如果夏目想卖的话 对于物影村而言 价值上亿 绝对是没问题的 但他却免费送出 着实是令人捉摸不透 我们这算扯平了吗 夏目笑着问道 赵美明愣了几秒 然后点了点头 他知道他说的是身份隐瞒的事情 确实 他有过怀疑 甚至于警惕 但现在这么大的恩情摆在面前 扯平倒是可以 只是夏目的目的 依旧让他不能完全相信 开辟新航道的事情 要等水影大人解除了控制再说 赵美明想了想 说道 这个自然 夏目注意到 他的发型 依旧是自己给他输的波浪卷 不由地笑了笑 问道 你们打算怎么做 先找到控制水影大人的神秘强者 赵美明说到这 下意识看向他 顿时和他眼神相对 他连忙挪开 说道 麻烦你再等待一段时间 言下之意是 不让他参与进来 这倒是正常 夏目身份不清不楚 确实不适合 但他想加入啊 需要我帮忙吗 夏目开口 说出了让赵美明颇为不妙的消息 这位神秘强者的实力相当不简单 你们可能奈何不了他 原作中 没具体细说 但夏目猜测 极有可能是与之波带土不想玩了 所以才让赵美明等人 夺回了乌影村 不然的话 就算不找小组织的成员 他的万花筒血轮眼和木盾 就能随随便便 让他们损失惨重 赵美明陷入了沉默 夏目已经帮了他们良多 没理由此事说谎骗他 乌影村的命运 就在这一站 绝不能有诗 赵美明咬了咬牙 问道 什么代价 说完 他明起了嘴唇 眼睛里露出了担心 夏目之前开口两意 吓到了他 如今又是这么重要的事情 代价自然不小 说出这四个字 其实是用了极大的勇气 他已经在想 以后该怎么赚钱去还债 夏目笑了笑 这位少女 也有可爱的一面啊 但确实不能白打工 嗯 这个剧情似曾相识啊 为了拯救废校危机 决定出道当偶像 赵美明一直以来都表现得十分端庄和冷静 但作为水影 出道拯救破产的乌影村 应该是可以的吧 蛮有趣的 反差感 不过观众嘛 他一个人就足够 不能便宜了别人 这样 夏目拿出了一份契约 说道 我帮你就下狗局使仓 你以后帮我打工一年 不会让你做难堪的事情 怎么样 赵美明快速扫了眼 松了口气 这个买卖比较划算 自己一个上人 为他打工一年 也算是价值不菲 赵美明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代表契约已成 更为准确的说法是 偶像合约 夏目收起了契约 说道 到时候叫我 赵美明点了点头 又补充说道 如果不需要你出手 那么契约作废 他终究是没有权相信 不过他还是加了一层保险 可以 夏目同意了他的要求 谢谢 赵美明也不知道 今天举动是好是坏 但一切都是为了乌影村 他应该大概不会后悔吧 夏目看着他离开 转身回到房间 多油也已经醒了过来 他之前怕他饿着 所以在桌上留了不少糕点 此时抓了个正正 不好吃 多油也有些不知好歹 转身坐在床边 偏过头不看夏目 只是眼睛的余光 却不由自主盯着高点 昼音化后 他消耗了太多的体力 乐得不行 夏目暗道 自己可算对得起 自己的名字啊 养了一只傲娇小猫咪 傲娇吗 口是心非 夏目起身 走到他的面前 你想干什么 多油也瞬间炸毛 露出两颗小虎鸭 你用我的床睡了这么久 现在该还给我 夏目耸耸肩 说道 多油也愣了愣 二话不说 蹦下床 跑到远处的桌子前 眼神接触到高点 小虎鸭下意识收脸回去 好了 我睡一会儿 夏目直接躺下 闭上眼睛 多油也等了片刻 缓缓凑上前 左右端向 他还记得 和夏目的约定 一天可以刺杀一次 现在无疑是好机会 多油也目光闪烁 他并不傻 机会是有 但陷阱也有可能 想了想 他伸出手 抓住了夏目的面具 去见大蛇丸 他用的变身术 赵美名则没有 而是戴的面具 多油也想的是 先试探一下 他是否在睡觉 面具取下 夏目没有醒 但他却有些呆滞 好年轻的一张脸 同时 意外的好看 呸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多油也摸出一把苦物 但下一刻 夏目握住了他的手腕 笑容和善说道 你拜北了哦 多油也沉默了两秒 怒道 你这个骗子 谁叫你这么笨呢 夏目将他手中的苦物 夺过来 说道 愿赌服输 我想你不会赖账吧 我当然不会 多油也轻哼一声 绝嘴说道 要杀要寡 随你便 就看看 他能装下多少东西吧 夏目摸了摸他的小肚子 说道 把桌上的食物全部吃完 因为我最讨厌浪费 多油也愣了下 这就是惩罚 他已经在想 明天什么时候 也搞下刺杀 夏目起身去了厨房 给他端了饭菜 我做的 超级难吃 你一定要吃完 哼 我会的 多油也终于明白 惩罚是什么 他拿起筷子 加了一块肉 深吸一口气吞下 预料中的怪味并没有 反而美味到 他全身都舒展开来 多油也顿时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虽然知道夏目在帮他 但他偏不承认 一定是这个男人的恶作剧 这样想着 多油也心安理得 吃完了所有的饭 但他和日向除天不同 明显肚子有点胀 吃太多了呀 主要还是美味 他在大舌丸那里 吃的都是什么营养液之类的 味道自然不太行 惩罚还没有结束哦 夏目令人讨厌的声音响起 多油也立即瞪向他 果然先前是恶作剧 接下来 可能就是要让自己 做些深蹲之类的剧烈运动 再让自己把吃的饭吐出来 何等的邪恶啊 跟我来 夏目起身打开门 多油也顿时觉得 自己的欲感成真 他咬了咬牙 区区的惩罚而已 他一定会完成的 进去吧 夏目在旅馆提供的 单人洗澡间面前停了下去 说道 洗澡 然后换上新衣服 多油也愣住 有些没反应过来 我看看 就二十分钟吧 如果超过了 我就扯掉你的鸡脚 夏目故作沉思 说道 混蛋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多油也下意识露出 愤怒的表情 立即走入了洗澡间 真好偏啊 夏目笑了起来 没过太久 多油也打开了门 他的表情有点扭泥 夏目却是眼前一亮 多油也此时 穿着黑白色小羊裙 白丝加小皮靴 显得极为可爱 仿佛是人偶一般 接下来的时间 你就自由分配 好好训练 争取早一点刺杀我 夏目伸出手 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多油也想躲开 却已经来不及 顿时露出猙獰的小虎牙 我一定会杀了你的 我等着 夏目指了指停愿 说道 加油吧 整座旅馆已经被他个人承包 让多油也训练 倒是没问题 至于他会不会跑 夏目估计是很难 这两天 他吸引了一大波仇恨 有句话怎么说的 你必须优先攻击 具有嘲讽的随从 多油也不杀了他 肯定是不会离开的 计划通 夏目看了会儿 发现他 确实是无比用心 便转身回到了房间 逆通灵之术施展 他出现在木叶村 然后再赶往群麻赌场 这次过来 他打算让悬窝会奈 和香陵去波之国 帮他主持大局 短侧街离木叶村 终究是太近 有可能出问题 波之国就比较远 但远也不要紧 有逆通灵之术 等夏目学会 非雷神之术 那就更不是问题 香陵正在庭院中 练习忍拒投掷 夏目没有打扰 进入房间 发现漩涡会耐在 修炼阴风印 说好了 让我当守卫的 真是不乖啊 他摇了摇头 但也没有叫醒他 而是站在门口看着 过了片刻 他露出了他的雷神之剑 剑身在查克拉的输入中 缓缓暴露在空气之中 保剑保养有三种方法 你知道吗 看到他睁开眼睛 夏目笑眯眯问道 漩涡会耐闻言 面色微红 点了点头 虽然他有一个方法 处在封印之中 但可以用剩下的两个 时间流逝 沉闷的打铁声响起 时而高抗 时而婉转 仿佛是一曲动听的合奏 漩涡会耐从青色到熟练 将面前的这柄宝剑 处理的越发的洪亮 最终 他因为太过疲惫 满头大汗趴在软垫上 睡了过去 夏目离开了房间 他伸了个懒腰 得益于漩涡会耐的帮助 他的雷神之剑更加锋利 体术也得到了十足的进步 同时 关于搬家到波之国的事情 亦是谈妥 和湘林告别后 夏目回到了雾影村 多游也仍然在努力训练 夜晚 夏目叫他吃饭 这次他没有拒绝 用他的话说 不吃饱 怎么才有力气杀人 第四天 赵美明再次到访 我们已经确定 控制水影大人的神秘强者 就在水影大楼 他开门见山说道 今晚 行动正式开始 可以 夏目有些迫不及待 他已经耽误了太久 把雨之波带土赶跑后 估计就能开启下一个事件 也就是灭族之夜 不过在灭族之前 他还得操作一番 搞搞命运值 所以需要时间 你的身份特殊 不好明说 赵美明顿了顿 编了个理由 到时候你就说 你是我雇佣的黑市人者 夜色下的水影大楼 仿佛是一头猛兽盘踞 弥漫着各种危险的气息 夏目开启了仙人模式 立即感知到了 三十几位人者的存在 水影护卫队和暗部 平均实力相当不错 抛开赵美明不说 要远超进攻的一方 毕竟水影被控制的消息 太过害人 大多数人是不信的 赵美明和原师知道 再拖下去 只会打草惊蛇 故而决定放手一搏 好在他们的胜算也有 就上人的数量而言 他们更胜一筹 唯一的疑点 在于那位神秘强者 和狗局使仓 夏目站在赵美明身旁 过于陌生的面容 吸引了原师和亲的注意力 但他们都没有开口问什么 显然之前赵美明就已经说过 他顾请了一位黑市仁者的事情 黑市存在时间极长 积累的信誉也高 原师和亲对于夏目的到来 是表示欢迎的 至今为止 没怎么听说过 黑市仁者反噬雇主的事情 赵美明 开始吧 原师叹了口气 说道 那些阻挡的人者 在保证自己的安全下 尽量不要痛下杀手 物影村经不起内耗了 我明白 赵美明点了点头 眼神陡然犀利起来 他抬起手一挥 仿佛信号一般 十几道黑影 潜入了水影大楼 但没过太久 大楼亮了起来 咆哮的水龙卷着一道人影 从楼道间飞出 战斗打响 赵美明并不意外 水影护卫对家暗部 如果被如此轻易突破 那未免太不明不复时 昏暗的房间 白绝的分身穿过大地 出现在与之波带土的背后 赵美明等人发起了进攻 显然他们察觉到了 狗居使仓的问题 一群蠢货罢了 与之波带土抬起下巴 不屑地说道 这么多年才注意到问题 雾影村不过如此 现在该怎么做 白绝知晓他的性格 也没有在意他猖狂的话 麻烦了他们这么久 要离开 得送一份大礼才行啊 与之波带土语气冰冷 说道 让三伟自爆吧 当初雾影村 把三伟塞入野猿林的体内 正是想让他带回木叶 进行自爆 这就是他最后的复仇 与之波带土深情地说道 林 看着这一切吧 三伟死亡 会不会影响到小组织的计划 白绝有些担忧地说道 什么计划都不能阻止 我为林报仇 与之波带土转头 投去了充满争鸣和憎恨的目光 白绝耸了耸肩 我就知道会这样 但三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不只是小组织 还有黑绝 那你完 白绝重新没入地底 消失不见 他只是个分身 具体如何 交给本体去处理吧 与之波带土 看向楼外的战斗 那只暴露在外的万花铜血轮眼 在急速地旋转 透着凌冽的杀机 与此同时 夏目抬起头 望了一眼 仙人魔士带来的惊人感知 已经让他注意到了 与之波带土 万花铜血轮眼觉醒的铜树 往往是不同的 与之波带土的铜树 是神威 一个颇为离谱的铜树 有这么几个作用 一 创造出一空间 让自身在现实空间 和一空间来回转移 二 可以将敌人吸入一空间 三 能使用虚化 躲避敌人的攻击 四 一空间可以提前储存忍拒 战斗时 再释放出来 怎么说呢 能打能跑 但也有弱点 吸收 释放或攻击对手时 身体会实体化 无法躲避敌人的攻击 同时 因为是单眼的万花铜血轮眼 神威虚化 最多持续五分钟 说实话 这个弱点 对于大部分人者而言 算不上弱点 也就波风水门这种战斗天赋 极高的忍者能捕捉 还得多亏了飞雷神之术 夏目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 说不定能干掉与之波带土 但这么死太便宜了他 对于这种中二暴怒小屁孩 处处受挫 才能让他死得难受 换句话说 得杀人诛心才行 在前世 夏目就疑惑 与之波带土 为什么不把野猿灵复活 原因可能比较多 比如黑化的他认为 这个世界是虚假的 不想他复活后再遭罪 但夏目觉得 他应该是无言面对野猿灵 毕竟他杀了自己的师父和师娘 又杀了自己的族人 还多次对木叶下手 野猿灵不会原谅他的 更不会喜欢他 与之波带土 干脆就创造了一个 全新的虚假的世界 在那里 野猿灵会永远陪伴他和爱他 既然如此 想要诛心就比较简单 除此之外 这般操作 比直接杀了 他能获取更多的命运值 再说 现在杀与之波带土 就会暴露他自己的秘密 引来赵美鸣等人的怀疑 也没有必要 夏木斯所见 水影大楼的战斗 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 虽然宇之波带土 和狗居使仓都没有出现 小心 赵美鸣大喊 但见水影大楼前的暗部忍者 联手结印 共同释放出一个复合忍术 雷水龙弹 水盾和雷盾的结合 再加入了十几人的查克拉 刹那间照亮了夜色 赵美鸣咬了咬牙 快速结印 事到如今 他也没办法再心思手软 熔盾熔怪之术 具有粘性和强腐实性的酸液 在瞬间扩大范围 居然将这条雷水 混合巨龙 尽数覆盖 喷喷的声音不断响起 巨龙仿佛吞下了一串鞭炮 被炸得皮开肉绽 旋即被酸液融化 落在地面 形成无数的小洞 快闪开 面露惊恐之色的 暗部队长高喊 酸液在吞噬完巨龙后 竟然还没消散 仿佛是一朵夺命的浪花 朝着他们涌来 但赵美铭并不轻松 为了提高忍数的威力 他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查克拉 给 夏目摸了一粒黑色药丸出来 冰凉丸 我有 赵美铭摇了摇头 说道 没什么大用 冰凉丸 能恢复查克拉 按理说 是战斗的神器 但原作中 却很少有人使用 其实是因为冰凉丸的效果 突兀增加一股陌生 又狂暴的查克拉 在战斗之中 是极为危险的 所以 基本都在平时或战后使用 特制的 夏目补充了一句 赵美铭迟疑着送入嘴中 片刻后 就是眼睛一亮 好东西啊 但他也能明白 制作者必然拥有极高的水平 谢 赵美铭还会说出第二个字 场面一下子冷清下来 活下来的暗部忍者 缓缓分到两边 身穿水影玉神袍的狗局史仓走出 脸上巨石威严 质问道 你们想造反吗 一时之间 除了赵美铭 原师和亲外 其余的人者 皆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动摇 谁影大人 赵美铭越重而出 脸上没有任何动摇 只有一往无前的坚定 赵美铭 我本来是很好看你的 勾举史仓流露出可惜的表情 说道 不出意外 在我死后 你就是新一代的谁也 普通的幻术控制 会使得被施术者 看起来像是提线木偶 但万花筒血轮眼不同 能最大限度保持原样 从表面上看 几乎看不出任何问题 谁影大人 这句话是出自你本人的意愿 还是你背后之人的意思 赵美铭颇为冷静的质问 你在说什么 狗局史仓语气平静问道 我可是谁影 谁有本事能操控我 如果你真的是谁影 那么这些年 你可曾对物影村 做出过贡献 赵美铭戏顿了顿 说道 轻用白眼探查过 你身上流动的查克拉 颇有异常 四周的物影村人者 闻言出现了迟出 不知道该不该相信 但事实胜于雄变 物影村 确实是越来越衰弱 花言巧语 也掩盖不了 你今天叛变的事实 狗局史仓表情变得冷冽 大声喝道 情下赵美铭等人 将会重重有赏 他知道再说下去 必然会有人动摇 故而快刀斩乱麻 厮杀顿起 赵美铭深吸一口气 今日注定血流成河 本来就雷弱的物影村 会更加艰难 但这是必要的牺牲 赵美铭眼神坚定 迎上了狗局史仓 只是战斗 要比他想象的更加艰难 这是他第一次 对上人助力 狗局史仓 在与之波带土的授意下 直接开启了半尾兽化 血红的查克拉向外冲击 并不断延伸 只一瞬间 狗局史仓 就变成了三条尾巴的人形怪物 不等赵美铭多说 其余的人者纷纷散开 包括了清禾元师 从实力上讲 他们远不及赵美铭 还不如先解决其他的人者 再回来想办法处理三位 狗局史仓身形一闪 一掌拍向赵美铭 水花四剑 是个水分身 赵美铭心有余悸 出现在不远处 半尾兽化的速度实在是太过害人 水顿水震住 赵美铭嘴巴鼓起 吐出一道水流 在瞬间化作一颗水作的陨石 从天而降 狗局史仓不躲不闪 一拳将其砸碎 水球破裂 但却没有消失 翻卷着将它淹没 大量的烟雾产生 赵美铭没有丝毫喜悦 因为一股无法丈量的力量 在其中酝酿 好 一只三条尾巴形似乌龟 却又大了无数倍的怪兽出现 三位基辅 曾经在历史上给忍者 带来巨大恐惧的尾兽之一 水顿水龙弹 赵美铭丝毫不惧 快速结印下 一条水龙在空中凝结 并且咆哮飞出 声势和威力都远超一般的人数 狗局史仓挥舞着三条尾巴 拍向了龙头 在龙头散裂的同时 龙身迫使基辅往后退去 夏目点了点头 不愧是能用水龙 但鸡飞与之波般需左能护的赵美铭啊 面对尾兽 丝毫不逊色 只是基辅的防御力惊人 而赵美铭现在的查克拉 按照这样的使用频率 绝对支撑不了太久 毕竟年轻嘛 还未到恨价的时候 夏目想了想 局势到现在已经非常明朗 宇之波带土不出手 尚有一丝圣机 因为青已经在准备解除狗局史仓的幻术 原作中也是他 不过前提是宇之波带土不在附近 或者说想放弃三尾 但现在他并没有走 夏目眼睛微眯 不再摸鱼 闪身到雾影村暗部忍者面前 先发水遁水流边 十根油水形成的长边豁然飞出 以极快的速度将四周的忍者全部捆绑 好强 原师注意到这惊人的荧幕 不由地惊叹 束缚一名敌人 片刻并不难 但同时搞定十名忍者 却是一件技术活 而且他发现他们不管怎么挣扎 都无法挣脱 简直是怪物啊 将一个水流边用到了这种程度 夏目微微侧身 避开了长刀的同时 随手一甩就给攻击者围上了一圈水链 他一边走 一边不断套圈 所到之处 雾人们纷纷倒地 尽数被捆绑 赵美铭喘了口气 注意到这一幕 苍白的脸色露出些许的感激 以夏目的实力 明明可以轻而易举杀死他们 但却没有 而是逐一抓了起来 显然是想帮助他们 雾影村保存实力 赵美铭甩开莫名的心绪 眼神凝重 看着狗举驶舱 再打下去 他必输 他现在只能寄希望于轻 只要解除了幻术 一切都还能挽救 就在这时 狗举驶舱化身的三尾肌腑张开了嘴巴 一颗高度凝练 并且快速旋转的黑色查克拉球体出现 骇人的气息向着四周扩散 伟兽玉 赵美铭脸色大变 水影大楼 位于雾影村的中心 是人口最多的地区 在这里使用伟兽玉 其后果可想而知 不说赵美铭 就连水影护卫和暗部忍者 都在此刻露出了错额 伟兽玉 他们没见过 但也听说过 如此大规模的禁忌之术 在场的所有人 除了狗居使仓 都可能会死 他们此时 相信了赵美铭所说的话 但现在已经来不及 先发水 顿水断波 从下木口中 飞出一道 极速超高压的直线水柱 精准命中了 尚未成型的伟兽玉 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 将其切成两半 下一刻 爆炸产生 几十米的冲击波 向着四周扩散 先发水 顿水震壁 下木出现在赵美铭的身前 从下网上 仙树查克拉化作水流 飞速旋转 几乎将所有人包裹 但附近的建筑 包括水影大楼 瞬间灰飞烟灭 赵美铭看着他的背影 心跳莫名快了几分 剩下的人 亦是精神恍惚 不敢相信自己活了下来 水影大人 您疯了吗 他根本不配当水影 他差一点就毁掉了 整个雾影村 赵美铭大人说的没错 他绝对是被人控制的 我们不能再自相残杀 不需要任何人劝说 当四周的惨状 映入眼帘后 水影护卫队和暗部成员 立即失去了抵抗之心 所有的建筑 都变成了废墟 无数的沉烟滚滚 不知道蔓延到了何处 这还得多亏了下木 及时地毁掉了尾兽玉 不然的话 死伤会更加惨重 按照原作中的说法 三伟的尾兽玉其威力 足以轰掉数座大山 任由他全部爆发 雾影村多半会废掉的 想到这里 赵美铭等人全是后怕 看向下木的眼神 就更加感激 这是真正的救命之恩了 不到片刻 敌军变成了友军 所有雾影村忍者 将化作三伟基辅的狗局 史仓围了起来 虽然面对这等庞然大物 大多数人的忍数 其实是没啥作用的 尤其是三伟基辅 以防御力著称 狗局史仓在尾兽玉失败后 便没有多余的动作 就静静在原地等待 什么人 赵美铭眼神一宁 注意到从天而降 站在三伟基辅的脑袋上的 宇之波带徒 他身穿黑色长袍 戴着虎纹面具 只露出了右眼 此时的他 尚未加入小组织 故而没有穿经典的 黑底红云的外套 是你控制了水影大人 赵美铭面色一沉 问道 实在是太明显 怎么可能会有人者 站在三伟基辅的头上 而不被攻击 除非他就是操控者 是我 宇之波带徒 毫不犹豫地承认 冲击性的答案 使得在场的忍者 为之心神动摇 简直是开玩笑 我以为我是在忠心耿耿 完成水影大人的命令 原来是个外人 该死的混蛋 我两个队友的牺牲 到底算什么 这些年死去的血迹 陷阱忍族和忍者们 该何等的悲哀 几乎瞬间 所有人都愤怒了起来 羽之波带徒 听着各种议论 不由的狂笑 夏目挑了挑眉 出现了 火影鸣场面 羽之波狂笑四劫 混蛋 就连赵美鸣这等 涵养不错的人 都被他过于狂妄的举动 惹得火冒三丈 但他并未失去理智 赵美鸣深吸一口气后 咬牙切齿 问道 你是谁 为何要如此针对乌影村 羽之波带徒 停止了狂笑 但并未回答他的回答 他眼睛 扫过在场的忍者 最终落在赵美鸣 和夏目的身上 刚刚他们两个人的表现 最为亮眼 但对他而言 也不足为惧 还不够啊 羽之波带徒捂住心脏 愤怒大喊 你们现在的痛苦 远远不够啊 赵美鸣听出了撤骨的仇恨 知晓已经无法交谈 正准备下令攻击的时候 夏目握住了他的手 我缠住他 你拖延谁影 让轻解除幻术 可是 赵美鸣刚想说话 就被羽之波带徒打断 只见树棵巨大的荆棘之树 陡然从地底破土而出 以极快的速度 生长膨胀 最近的几个倒霉蛋被缠上 瞬间变成了刺猬 穿在树干上 血如雨下 目盾 赵美鸣语气骇然 问道 元师和亲等人意识不平静 目盾时隔多年重现忍戒 就已经令人惊讶 更不用说 现在是他们的敌人 所有人退后 他交给我 夏目双手快速结印 先发水顿水断波 口中喷出的水柱 仿佛刀一般 切开了面前的巨数 羽之波带徒眼睛一鸣 先前这个忍术 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力 但当时他是认为 伪兽欲没有成形 故而不够坚固 现在 他才知道原因 是水柱过于锋利 但仅此而已罢了 羽之波带徒 趁着巨数掀起的陈烟 直接消失在原地 并且瞬间出现在夏目的身后 一掌拍出 目盾千叉之术 右臂冒出数道堪比利刃的目支 以极快的速度 绽放 羽之波带徒 已经能看到 夏目被撕成碎片的场景 小心 赵美鸣心神一颤 连忙喊道 太快了 羽之波带徒 究竟是怎么出现在他们身后的 他居然半点都没有察觉 但下一刻 夏目的身体 化作了无数的水珠溅落 水分身 羽之波带徒笑容凝住 瞬间身体虚化 夏目旋转着水刃的右拳 顿时落空 你是怎么躲开的 羽之波带徒露出的万花筒血轮眼 蕴含着些许的不可置信 神威 绝对称得上初见杀的神迹 不了解的人者 大概率会死或重伤 像夏目这种 第一次就能完全躲开的 极为少见 羽之波带徒忍不住发问 也是在情理之中 没什么 我对于血轮眼略知一二 夏目颇为平静地开口 血轮眼 你果然是木叶村的人者 你们想再次挑起战争吗 赵美铭听到这句话 脸色一变 质问道 虽然这只血轮眼 显得比较怪异 但那股阴冷的气息 确实很像 别跟我提木叶 羽之波带徒怒吼着 张口吐出一颗巨大的火球 在各种的加持下 火盾好火球之术仿佛是S级忍术 威势相当惊人 赵美铭 夏目双手结印 先伐水盾水振臂 巨大的水浪形成了墙壁 挡住了大火球 谁与火的相撞 爆发出庞大的争气 赵美铭文言 也知晓夏目的意思 立即转身 扑向狗局使仓 当务之急 是先解除幻术 到时候 有了三伟的加入 战胜神秘面巨南 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 木盾千叉之术 羽之波带土 一拳轰在水阵壁上 但意料之中的突破 并没有出现 反而陷入了僵持 他忍不住皱眉 这水盾 为何威力如此离谱 夏目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强者 羽之波带土后退术步 既然如此 只能用万花筒血轮眼 将他拖入一空间 届时 再强大 也只能由他支配 想到这里 他趁着蒸汽未完全消散 双手结印 土盾土龙影之术 他没如地底 消失不见 夏目站在原地 四处张望 假装试图发现他的踪迹 下一刻 羽之波带土 抓住了他的双脚 万花筒血轮眼 疯狂旋转 无形的空间浪波出现 羽之波带土眼中 露出残忍又得意的目光 但忽然间 夏目一拳砸下 目盾千叉之术 你会的 我也会啊 锋利的目支 将羽之波带土捅了个对穿 无数的鲜血喷涌出来 啊 惨叫声响起 如果不是柱间细胞 羽之波带土 可能会瞬间死亡 也无法逃脱 虚化再次出现 夏目没有了第二次攻击的机会 跑得挺快啊 夏目轻笑了一声 在仙人模式下 都无法感知到 羽之波带土 只能说明 他的位置 已经不在服务区 不得不说 神威跑路确实一绝 该死 轻忽然大叫 说道 所有人赶紧后退 夏目立即转头望去 不远处的基辅 浑身上下充满了 大量不稳定的查克拉 仿佛下一秒就要炸开 尾兽自爆 夏目脸色一凝 羽之波带土这家伙 真是令人不省心 在轻发令后 其余的雾影村人者 疯狂逃窜 只有元师和赵美名原地不动 他们在结印 试图将损失降到最低 但以尾兽自爆的威力 他们大概率是活不下来 夏目也不再犹豫 轻的白眼 无法瞬间解除 他的万花筒 血轮眼可以 先前担忧被人察觉 但现在没有人在意他 夏目立即双手结印 幻术姐 勾举史仓顿时身体一震 恢复了意识 诸多的事情涌入脑海 他脸上露出了惊骇 羞愧 愤怒等复杂的情绪 仿佛走马灯一样 谁影 夏目高声喊道 立即控制你体内的查克拉 勾举史仓回过神 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连忙结印 幻术解开了 清兴奋地大叫 他还以为是他的功劳 赵美名微微一正 怎么夏目比清 更早发现控制解除呢 但现在不是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警惕地看着狗局史仓 混乱的查克拉 逐渐被收回 狗局史仓 阻止了三尾的自爆 他毕竟是完美人助力 但他被控制 也是无法辩驳的事实 想到这些年来 雾影村因为他而几乎是近毁 狗局史仓 一下子仓老了许多 水影大人 你醒了吗 原石拄着拐杖上前 问道 对不起 原石长老 狗局史仓面带愧就说道 我不配再当水影 我犯下了太多的过错 做了错事就必须惩罚 原石发挥了长老的作用 说道 从今天起 由赵美名担任水影 你不再插手雾影村之事 等着新的人助力出现吧 虽然比较草率 但接下来的事情 确实不适合狗局史仓在参与 由赵美名负责会更好 而且也有利于他积累威望 快速过渡 我没有意见 狗局史仓点了点头 他虽然被控制 但并未失去意识 所以知道 赵美名确实是合格的人选 本来忍刀欺人重有不少人才 只是全部被他逼上了反叛之路 他的罪过 就算处死他 也难以洗清 但他是三位人助力 故而只能暂且压下 赵美名文言顿时露出了意外 虽然知道自己会成为水影 但没想到 这一天会来得这么早 二十岁的影 无疑是目前最年轻的影 因为你的行为 赵美名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一百点 因为你的行为 三位基辅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九十点 因为你的行为 苟举史仓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九十点 因为你的行为 原始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四十九点 因为你的行为 轻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四十七点 因为你的行为 与之波带土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二十点 夏目听着一连串的提示音 不由地笑了笑 等待许久 新任的水影赵美名 才有时间与他单独会谈 今晚多谢你的出手 不用客气 我已经得到了我的报酬 夏目说的是 赵美名为他打工一年的事情 话虽如此 却是我们物影村 占了大便宜 赵美名无法想象 如果没有夏目 物影村该遭受何等的重创 相较而言 打工一年 可谓是占了大便宜 你们商会开辟 新航道的计划 等水影大楼重建后 将继续 赵美名抛出了他的诚意 虽然他认为 新航道的背后 可能有些问题 但正如夏目所言 他已经得到了 水之国的首肯 而且 物影村急需要用钱 夏目这个超级大款 不能得罪 指不定 后面还得求他帮忙 没问题 夏目点了点头说道 既然如此 我趁这段时间回去一趟 水影大楼 加上附近的建筑 重建少说 也得要一个月的时间 他自然没有必要 留下来等待 什么时候走 赵美名倒不觉得有什么 反正都会再见面的 今晚 夏目笑着解释说道 早走早回吗 他转身往外走去 等等 赵美名忽然叫住了他 几步上前 下意识咽了咽口水 我能看看你的真面目吗 你真想看 夏目停下脚步 说道 很丑哦 没关系 赵美名确实是心血来潮 但不知道为何听到他说丑 莫名有一种失落感 夏目摸到了面具 缓缓取下 你 赵美名顿时瞪大了眼睛 片刻后 悠悠说道 你骗我 瞬间 就从微风凛凛的水影跌落回有些娇称的少女 因为想看看你有什么反应 夏目笑了起来 说道 挺有趣的 也挺可爱的 这就是心理预期的运用 先降低 再提高 赵美名身体一颤 不满看了他一眼 只是碰上他调侃的眼神 却猛然感觉一股电流窜过 等夏目走了好远 他才回过神来摸着自己的心跳 这是什么感觉 赵美名喃喃自语 同一片夜色 火之国大都会外的一片森林 终于结束了呀 原非阿司马 感慨着 摸出一包烟 别抽烟 钢手瞪了他一眼 说道 学什么不好 非要学你老头子抽烟 不抽不抽 原非阿司马 立即收起了烟 脸上露出讨好的笑容 他可是知道 钢手的暴脾气 尤其是这段时间 越发离谱 河马本来是有机会逃的 结果被他打得尸骨无存 那现场 谁来 都得说上一个字 惨 你是留下来 继续当守护人 还是跟我回木夜 钢手拨弄着火堆 随口问道 回木夜 原非阿司马沉生说道 当初离开 是因为和老头子吵了一架 我认为 玉指的是大明 但他却说 我不懂玉 所谓玉 指的是将其中决定胜负的一颗棋子 相当于像其中的帅 你现在明白了吗 钢手抬起头 看着他少年老成的面容 问道 经过河马的事情 有了不少新的体会 我认为 指的是现在和未来 原非阿司马露出开悟般的神色 说道 现在 守护所爱之人和同伴 未来 守护我们的下一代 钢手下意识 看向胸前的项链 我的玉是什么 和夏目分开这么久 他终于明白 情感原来会随着时间和距离 而不断堆积 他想逃 却无法逃 因为人是不可能 欺骗自己的内心 不管是现在 还是未来 我的玉都是你啊 在这一刻 钢手充满了决心 妾 没死啊 多游也站在门口 看见他的时候 下意识松了口气 脸上却是挂着失望的表情 烦死了 说了多少次 不要摸我的头发 下一刻 他恼怒地瞪着夏目 像一只护实的母猫 露出胸光凛裂的小虎牙 我是在叫你一个道理 夏目笑着说道 实力弱 就会被肆意地拿捏 我要杀了你 多游也无能狂怒 夏目伸出手指 抵住了他的额头 他的小短手 只能不停地挥舞着 但难以企及 好了 收拾东西 我们准备离开 夏目 错身放过了他 多游也闻言 顿觉的奇怪 深夜赶路 他瞬间有了一个猜测 问道 喂 你莫不是被人打败 想连夜逃走啊 在你的心目中 我的实力就这么差吗 夏目说着 一记手刀砸下 啊 好痛 多游也双手捂着脑袋 半小时后 两个人登上了 万里阳光商会提供的船 饿了 去吃饭吧 夏目打来的哈欠 问道 你要吃吗 我不吃 多游也脱口出 他还在生气呢 但很快就后悔万分 夏目煮了一桌好菜 然后把它固定在板凳上 一口也不给他吃 巴嘎 无路赛 多游也骂骂咧咧 始终没服软 这么有精神吗 夏目笑了笑 放下筷子 问道 最近这两天 怎么没见你刺杀我 哼 我再找机会 多游也偏过头 说道 是吗 夏目起身 解开了 他身上的水流边 说道 那你吃饭吧 晚上我等你刺杀 多游也立即拿起筷子 狼吞虎咽起来 深夜 夏目闭上眼睛 等着某人的刺杀 过了许久 多游也轻声溜进了房间 灯亮了起来 夏目看着他 说道 你的前行之术 可真糟糕啊 多游也将在原地 听到这话 立即气得红发飞舞起来 你已经失败了 夏目随手在他身上一点 阻断了他的查克拉 他拥有大手碗给的资料 远比他更加了解 皱印的本质 乖乖接受惩罚哦 夏目抱起多游也 放在凳子上 旋即蹲下 他抓住他的右脚 脱掉白丝 用手指和中指 挠着他的脚心 多游也因为 眼儿笑了起来 你 混蛋 杀了我 就 放 过我 片刻后 多游也便忍受不了 另一只小脚丫来回乱踢 眼睛也透着湿润 夏目又捏了几分钟 这才松开了手 多游也靠在椅子上 眼神失去了光彩 许久才怒而起身 骂道 我一定会杀了你的 说完之后 拿起袜子 一瘸一拐地 带着恨意离开了房间 夏目则是露出舒爽的表情 这小日子 过得真不错啊 就在这时 一阵烟雾闪过 一只拳头大小的阔鱼出现 夏目大人 阔鱼仰起头 说道 钢手大人已经起程回木叶 大概两天后到 夏目顿时瞪大了眼睛 有些激动 很久没有见到他 还怪想他的 谢谢 夏目感激说道 阔鱼 现在都快成了他的内鬼 可能是因为他这个契约者 远比其他人更加有趣吧 夏目摸着下巴 陷入了沉思 钢手还不知道 自己的行踪已经暴露 要不要给个惊喜呢 清晨 夏目醒来 经过一夜的航行 已经距离波之国不远 他走出房间 便听见了一阵悠扬的笛声 是多尤也在修炼 看得出来 昨晚夏目的惩罚 赋予了他无限的动力 现在他一心只想要变强 好早日翻身 多尤也擅长通灵兽和幻术 但两者皆是由笛子操控 或者说作为没见 更像是所谓的声音忍术 也就是原作中 大蛇丸随手创立的 阴影村的人术 但怎么说呢 阴影村 主要是为了凑科研资金 大蛇丸并未在声音忍术上用心 所以没有得到彻底的开发 纵然有了咒印 多尤也的上限 也不过是一位普通的上人 虽然上人已经不差 但显然不符合夏目的标准 至于如何增强 还是得从幻术和通灵术入手 尤其是后者 除了三大圣地外 还有一些不错的通灵兽 虽然比不上开高达的 但也已经足够 下午 船在波之国港口靠岸 夏目带着多尤也前往大明府 因为大明已经被控制 所以成了万里阳光商会的总部 漩涡会奈和湘灵也搬了过来 不过尚未进行权力的交接 原因挺简单的 漩涡会奈还在熟悉 波之国面积狭小 只是一个海岛 大明府也不远 十几分钟后 夏目和多尤也进入了庭院 湘灵在训练场修炼人数 漩涡会奈则在书房 不用想 都该知道 先看谁 多尤也 你在这里等着 夏目说完之后 便摸进了房间 漩涡会奈正在看万里阳光商会的各种资料 他得知了自己将成为其负责人 故而非常高兴和认真 自从被夏目救起 已经过去了七年 但他依旧没有帮上太多的忙 现在终于有了正式的工作 顿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 夏目翘无声息跑到他的身后 撩开他的秀发 轻轻吹了口气 漩涡会奈心绪微微荡漾 顿时知道是谁 便没有阻止 在看什么 夏目在他耳畔轻语 双手还住他的腰腹 是 商会的资料 漩涡会奈 轻抿着粉色阴唇 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红霞 看了多久 夏目伸出手 划过精致的鹅蛋脸 最终捏住他的下巴 两个小时 漩涡会奈张开嘴巴回答 真乖 他微笑着收回拇指 上面闪烁着水润的光泽 漩涡会奈低头继续看着书 这么久 累了吧 我帮你按摩 夏目起身 走到他的面前 蹲下 消失在他的视线之中 他挑了挑眉 漩涡会奈今天非常听话 穿的是红色紧身旗袍 最吸睛的 莫过于腰臀曲线 以及裹着肉色吊带袜的眉腿 夏目开始了正式 缓慢按摩着 这柔软肌肤 漩涡会奈娇柔的低音一声 将原本携着并拢在身前的双腿伸直 夏目释放压力后 出来看见了满脸通红的多油也 下意识挠了挠头 忘了这家伙在外面了呀 变态 呆滞的多油也反应过来 顿时怒道 刚刚的厨艺交流 他可是看得一清二楚 声音惊醒了漩涡会奈 他勉励抬起头 注意到了陌生的小女孩 几乎瞬间 身体一颤 羞红蔓延 几乎就要晕倒过去 算是体验了一把 什么叫做社会性死亡 这么有精神 夏目嘴角挂起了不怀好意的笑容 多油也立即退后了几步 脚心又仿佛痒了起来 吓得不敢再说话 好了 等会儿吃饭吧 夏目不再逗他 转身看向心情复杂的漩涡会奈 抱歉 他知道这位美妇的性格 被人看见 确实过于刺激 漩涡会奈连忙起身 忍着双腿的酸软 胶躯钻入夏目的怀里 没事的 他的语气透着无限的温柔 如果不是考虑到时间 夏目都想在家一惨 他伸出手 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发 夏目哥哥 香菱的声音响起 他从外面跑了进来 还瞥了眼多油也 但最终是夏目战胜了好奇心 他非一般挤进了两个人的中间 说道 我也要抱抱 漩涡会奈弯腰抱起他 香菱立即张开手臂 看向夏目 一死不言而喻 漩涡会奈不由地一笑 女儿果然是胳膊往外拐呀 哥哥要去做菜 夏目捏了捏他的小脸蛋 说道 哦 香菱有些失落 但很快又高兴起来 因为又能领略到哥哥的厨艺了 多油也 进来 夏目想起还有个人 便招了招手 多油也本不想搭理他 但注意到他危险的眼神 不太情愿走了过来 我随便捡了手下 夏目的介绍 让漩涡会奈何香菱 露出了错愕 而多油也则是进入了愤怒的状态 什么叫做随便捡的 我又不是什么野猫 夏目蹲下身 在他耳边轻声 说道 和他们好好相处 不然的话 你知道后果的 多油也身体一颤 咬了咬牙 冷哼一声 却也答应下来 他个性分明 只恨夏目 不波及到其他人 而漩涡会奈何香菱 对于他的到来 也表示了欢迎 前者性格温柔 百依百顺 夏目做什么 都是对的 后者早就想要个同龄的玩伴 现在终于得偿所愿 总之 大家都挺高兴的 两天后 木叶村大门 钢手和原非阿司马的身影 忽然出现 面对久违又熟悉的街道 两个人都有点恍惚 钢手想起了夏目 这是他们两个 第一次分开这么久 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 原非阿司马 则是纯粹是因为离开了好几年 有种勿视人非的感觉 但他的性格 不是那种伤春悲秋 很快就露出了笑容 钢手大人 我先行一步 去瞅瞅老头子 和我那些老朋友 去吧 钢手摆了摆手 不在意说道 他参加这个任务 又不是真的为了原非阿司马 他只是顺带的而已 在他离开后 钢手深吸一口气 不知怎么 神色闪过 一瞬间紧张 但又很快平静下来 他缓缓走入了木叶村 在一处无人的行道时 他忽然身体一紧 被人抱住 正准备动手的时候 就听见了熟悉的声音 姐姐 欢迎回来 夏木双手还住他的腰腹 通过轻薄的外套 感受到他肌肤 骤然放松下去 不由的后怕 说得稍微慢一点 他人怕是要裂开 这位姐姐 什么都好 就是身体上下全是武器库 任何地方 都能要人命啊 你怎么知道 我今天回来的 钢手拉过他一只手 让他正对着自己 他看着他久违的面容 不由的伸出手 捏住脸颊揉了几下 还是熟悉的触感 夏木任由他施展 说道 这叫做心有灵犀 可惜他浪漫的说辞 并没有瞒过钢手 是阔鱼吧 钢手轻哼一声 红润的双唇威起 也就他能随时掌握我的行踪 这可不是我出卖的呀 阔鱼仙人 您可别怪我 夏木上前一步 小脸紧贴深渊 声音温和说道 我是想早点见到姐姐吗 熟悉的感觉重新回归 很软很香 让他想 一直被搂在怀里 这么多人 只有钢手能给他一种 沉浸温暖香的感觉 因为实在是太适合孩子了呀 钢手身体有些僵硬 夏木微微的蹭动 以及呼出的温热气息 都能透过肌肤 让他完全能察觉 其实经过这么多年 他早已经习惯 但今天莫名的有些异样 我们回去再聊 钢手神情稍微变得冷清了些 将夏木推开 说道 大街上 成河体统 他是担心被熟人瞧见 指不定会有什么意外 这次外出 他确实下定了决心 但对外的关系 他想的是 依旧保持不变 以免让夏木 被流言所伤 而他自己作为 牵手一族的后裔 也不可能公开 如此越线的事情 他不在意脸面 但不能波及其他人 比如失去的两位火影 年龄 终究是个大问题啊 夏木还没反应过来 钢手已经走在了前面 他清晰一口凉气 钢手穿的是高跟凉鞋 走路幅度稍大 腰臀随着起伏 使得他的身材 更加前突后翘 婀娜诱人 姐姐 等等我啊 夏木连忙跟上 握住他白皙柔嫩的左手 钢手嘴角 下意识勾起笑容 四周枯燥的街道 忽然变得有据起来 果然啊 和夏木在一起 是最高兴的 人生苦短 他已经过了一半 剩下的时光 就放肆一点吧 虽然不能让外人知晓 牵手故居 钢手打开门 发现没有人迎接 便问道 静音吗 夏木立即回答 他这段时间 在牧业医院帮忙 至于要湿兜 基本上是待在 孤儿院进行研究 前不久 他又得到了 绘图转身和皱印 更加繁忙 只是没有大舌丸的教导 他的进度比较慢 钢手没有在意静音 松开夏木的手 躺在沙发上 伸了个懒腰 他今天一直在赶路 没有得到过休息时间 全身都有点疲惫 夏木见状 给他倒了一杯水 钢手喝了一口后 扭了两下身子 问道 你帮姐姐按摩按摩如何 夏木眨了眨眼睛 什么情况 我居然能从他的嘴里 听到这种要求 怎么了 不愿意 钢手脱掉茶绿色的外套 露出无袖上衣 雪白光滑的肌肤 十分诱人 没事 夏木立即站在他的背后 说道 能为姐姐服务 是我的荣幸 轻重不合适的话 姐姐记得及时反馈 夏木伸出双手 按在钢手柔润的双肩上 说道 嗯 钢手闭上了眼睛 肩膀上不断传来的温热触感 让他身体微微一颤 有些发乱 好像和以前相比 技术提高了不少啊 钢手的心情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平静 虽然是按摩这件小事 但对他而言 无疑是主动的第一步 啊 钢手忽然身体一哆嗦 发出意义不明的声音 别 摸我耳朵 哦 夏木想起耳朵是他的弱点 便问道 需要按摩脚吗 姐姐应该走累了吧 脏 钢手拍了拍他的手 说道 我先去洗个澡 夏木乖乖停止了按摩 看着他拿着换洗衣服 去了卫生间 如果是漩涡会耐 他肯定会问一句 需要搓澡工吗 但钢手 他不敢 夏木坐在沙发上 端起他喝过的水杯 一饮而尽 嗯 有点甜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 卫生间的门打开 夏木下意识转头看去 钢手刚洗完澡 脸色微红 金发披肩 还有些潮湿 他穿着白色的睡衣 身前被撑得鼓起 仿佛是要破裂的气球 摇摇欲坠 胳膊和腿都露在外面 脚上套着拖鞋 脚趾闪烁着水珠 颇为玲珑 帮姐姐按摩吧 钢手坐在沙发上 伸出双脚 放入他的手心 又软又热 捏捏捏 夏木颇为认真 按摩了半个小时 钢手轻咬着嘴唇 等结束后 才松了口气 他的脸色愈发红润 仿佛是醉酒的微醺 弥漫着熟透的气息 夏木看得有些出神 我去做饭 钢手感受到他炙热的目光 连忙起身 跑入了厨房 做饭 夏木反应过来 不要啊 姐姐 那种事情 不是你该做的 夏木立即戴上了痛苦面具 在此刻 无比期待静音能英雄登场 但并没有 吃吧 钢手撑起下巴 饶有兴趣地 看着夏木露出的表情 很久没见 蛮亲切的 夏木夹起一条烤鱼 咬了一口 下意识皱起眉头 好怪 这究竟是什么味道 有点腥 又有点咸味 处理鱼的手法 绝对是大有问题 但夏木 还是将它们全部吃完 只因他爱的深沉 钢手非常满意 他摸了摸夏木的头发 说道 乖哦 他端起碗筷 转身进入了厨房 开门声响起 静音瞧见夏木 一脸无神躺在沙发上 问道 钢手大人回来了吗 不等回答 他换上鞋 跑到了厨房 钢手大人 静音啊 钢手一边洗碗 一边问道 你吃饭了没有 没吃的话 我再帮你热一热 吃了吃了 静音连忙摆手 顺便对夏木 表示了同情 他上前 帮助钢手清洗厨具 没过太久 两个人一起走出 你的仙人模式 修炼得怎么样 钢手坐在夏木的身旁 问道 已经快了吧 夏木露出不确定的表情 有些心虚 立即起身 说道 我现在去修炼 钢手挑了挑眉 嘴角勾起笑容 之前 他还挺相信 阔于仙人的 但这次暴露了他的行踪 让他怀疑起 夏木修炼了三年 都没有成功的仙人模式 刚刚他仔细观察了 他的微表情 果然察觉到了问题所在 没想到 连阔于仙人都叛变了呀 钢手轻叹了口气 但却没有任何 被欺骗后的生气或愤怒 夏木站在庭院中 不是修炼仙人模式 而是非雷神之术 他打算趁着这一个月 将他搞定 不然的话 就很难去见赵美明 和漩涡会奈他们 新的一天 清晨 起床吧 我们去见 阔于仙人 钢手不敢看他 拿起外套 离开了房间 在门口 他靠在墙壁上 脸色微红 终究是个大人了呀 夏木起身 挠了挠头 吃过早饭后 便和钢手出现在了尸骨灵 小钢手 回来了呀 阔于仙人温柔声线中 显露出些许的高兴 今天还是麻烦你 钢手指了指夏木 问道 他的仙人模式 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阔于仙人沉默了两秒 快速和夏木完成了眼神交流 说道 没什么问题 他现在可以进入下一阶段 修炼尸骨灵独有的仙术 您的意思 是他已经修炼成功了仙人模式 钢手微微一正 怎么回事啊 他只是试探一下 阔于仙人是否真的在骗自己 但没有想到 会得到这样的回答 只是这样一来 他就没有和夏木同枕的理由 一时之间 他有一种搬了石头 砸自己脚的感觉 成功了一大半吧 阔于仙人语气变得严肃起来 说道 小钢手啊 接下来你的任务非常重要 钢手露出疑惑的表情 尸骨灵独特的仙术 只有一个 无印治愈 阔于仙人解释说道 这是被动的仙术 能大幅度增加自愈能力 但修炼起来 极为困难 夏木有着不祥的预感 连忙问道 如何修炼 舌尺年酸 阔于仙人以温柔的声音 说着恐怖的话 夏木将洗浴着 这腐蚀性的液体 进行血肉重生 最终变成本能反应 只有这一种修炼方法吗 钢手闻言 心头一颤 连忙问道 夏木在惊悚之余 忽然理解了 牵手助肩 为何拥有如此下人的自愈能力 固然有他仙人体的因素 但也和尸骨灵的修炼 分不开关系 只是这未免太过于痛苦 夏木担忧 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住 他忽然注意到 钢手的表情 顿时下定了决心 越苦就能拿捏他 感情也可以得到升温 当然 前提是 钢手本来就在乎他 这样才会有用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干特娘的 我可以 夏木开口说道 有姐姐在 我反正也死不了 不 你不可以 钢手瞪了他一眼 语气坚定 说道 我不同意 太危险了 那种痛苦 不是现在的你能承受的 他可不想看着夏木 被溶解成白骨森森的模样 那样的话 他的心绝对会疼死的 过于仙人大大的眼睛里 闪过一丝促暇和有趣 今天能看到 小钢手的另一面 着实是不愧 他想着又添了把火 道 小钢手说得不错 这确实一件 非常危险的事情 要不要修炼 取决于你 我要修炼 夏木毫不犹豫点了点头 说道 为什么 钢手眉头微皱 有些生气 换个人 他直接敲晕 打包带走 何必这么麻烦 因为我是要成为火影的男人 夏木颇为坚定地说道 这点困难就退缩 那我岂不是玷污了自己的梦想 钢手看着 在昏暗天空下 依旧明亮的双眼 不由得有些恍惚 片刻后 他没好气地揉了下夏木的头发 将它完全弄乱后 才说道 既然你想要修炼 那就试试吧 他虽然治好了孔穴症 但最害怕的仍旧是往事重演 刚刚阻止夏木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只是方才他的话 让钢手明白 长大后的孩子 确实该有他自己的决定 而且 蛮帅的 钢手心跳加快了不少 坐下吧 阔鱼仙人 对于夏木的决定 也很满意 这种心智 才是继承人该有的品质啊 直接一口舌尺黏酸下来 现在的夏木自然顶不住 阔鱼仙人 也不会做出这种杀人的举动 他仰天吐出大量的自然能量 原本阴沉的天空 立即汇集了大量的乌云 片刻后 酸雨落下 夏木立即咬紧了牙关 此时 他的皮肤在酸雨的侵蚀下 迅速溃烂 冒出血水 很快又痊愈叹化 露出新生的皮肤 钢手看着眼前的夏木 脸上是不加掩饰的担忧和心疼 仿佛酸雨是落在他的心上 但令他感到震撼的 是他并没有因为疼痛 而大喊大叫 他第一次知晓了 关于这个梦想 夏木的确确是认真的 火影吗 钢手握紧拳头 别人不太可能 但夏木确实机会很大 因为他是他的徒弟 原本钢手对于火影之位是没有兴趣的 现在却难得激发起了斗志 得为夏木扑落 可惜钢手理解错了他的梦想 不过阴差阳错下 倒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钢手如果成为火影 夏木的梦想也随之实现 没毛病 过于仙人控制着酸雨的量 半个小时后 停止了自然能量的供应 天空骤然变得明亮起来 不等他开口 钢手已经双手抵在夏木的背上 绿色的茶克拉快速滋润着他的伤口 片刻后便已经恢复如初 夏木睁开了眼睛 感觉全身上下充满了力量 你不要紧吧 钢手转到他的身前 却陡然脆了一口 拿出了衣服 扔给他 我没事 夏木挣扎着起身 套上了衣服 看着紧张兮兮的钢手 顿时笑了笑 好爷 成功拿捏 快回去换衣服吧 钢手下意识瞥了一眼 自己先支撑不住 直接逆通灵之术逃走 兄弟干得好啊 夏木熊啾啾 离开了尸骨灵 下午 钢手去了火影大楼 夏木则是来到了日向厨田的房间 因为要帮助他开发天赋 过这段时间来得比较频繁 夏木哥哥 日向厨田 顿时感觉自己的心安定了下来 每次他和日向日足 日向名次对练 都显得格外慌乱 但不知道为何 在夏木面前 就颇为井井有条 走吧 夏木拍了拍背 日向厨田点起脚尖 还住他的脖梗 万花筒血轮眼开启 又一次的离家出走 日向厨田小脸 贴着夏木的肩膀 眼睛看着远处的天空 心中生腾起一股 难以言喻的情感 他忽然有些理解了 日向名次 自由确实是过于珍贵 到了 夏木拍了拍他的后背 嗯 日向厨田回过神 有些不舍放开了他 站在地面 夏木转过身 看着他的眼睛 伸出手 摸了摸他的黑发 说道 开始了哦 万花筒血轮眼旋转起来 日向厨田的眼睛里 失去了光彩 陷入了幻术之中 夏木也没有闲着 开始修炼非雷神之术 没过太久 他忽然眉头一挑 留下了一个 隐分身看着日向厨田 他自己则是转身 朝着北边走去 查克拉的波动 越来越明显 最终在一处水边 夏木看到了两个 身穿雨之波服饰的年轻人 他们皆是睁着 三沟玉血轮眼在切磋 看起来颇为鬼畜 血轮眼在战斗之中 最大的作用 其实是预判 但双方都有血轮眼 就变成了 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烧脑大战啊 其中一位少年 是雨之波幼 但另一位少女 夏木却是第一次见 黑发黑童 年龄小 天赋高 几乎能确定是雨之波犬 一个没有什么戏份的女配角 她称得上 雨之波幼的红颜之己 十三岁开启了三沟玉血轮眼 在动画之中 死于灭族之夜 雨之波带土之手 夏木的到来 被两个人察觉 但他们并没有受到影响 等待十几分钟后 雨之波犬不敌而落败 在年轻一代的天才中 确实很难有人比得上雨之波幼 夏木 好久不见 雨之波幼 捡起地上的苦物和手里剑 打招呼说道 雨之波犬顿时露出意外的神色 在他的印象中 极少见到 能让雨之波又另眼相待的年轻人 夏木 雨之波犬莫名觉得有些耳熟 很快恍然 原来是刚守大人的学生 你好 我是雨之波犬 与雨之波幼的冷淡相比 他就显得温柔和热情许多 很高兴认识你 夏木真诚地说道 在这一刻 他已经在考虑 如何获取命运值 因为雨之波犬 可比雨之波又更好操作呀 死在灭族之夜 有点可惜 不如当他手下 嗨嗨 夏木换了话题 问道 我记得雨之波一族 有专门的训练场地 你们怎么跑到死亡森林进行切磋 雨之波全文言露出了迟疑的表情 最近有不少族人组成的人者小队 在外受到了攻击 而且皆是公认的天才 所以我们出来试试运气 雨之波又想了想 回答 他对夏木比较信任 再说 这件事用不了太久 他也会知道 夏木立即想到了大蛇丸 只有这位科研狂人 才有如此高效的执行力 但他并没有收到命运值 这失踪的雨之波天才 多半在原作中没有性命 雨之波又 其实还有一点没说 确实是天才们被袭击 但他们没死 死的是他们的队友 而且死去似乎遭受过折磨 夏木没有待太久 因为日向除田还在幻术中 虽然留了个影分身 但并不保险 说起来 夏木曾经试图和雨之波又 聊过同样的话题 原非日展背叛了火之意志 但刚起了的头 就差点惹怒了他 夏木顿时明白 雨之波又 多半被原非日展开过小造 也是 原非日展至今为止 并没有放弃雨之波一族 但他的办法 也仅限于雨之波又 夏木返回原地 发现日向除田 今天提前醒了过来 他收回影分身后 不由地笑道 除田 你进不了 哎 日向除田 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 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他 好萌 夏木伸出手 捏了捏他的脸蛋 温度在瞬间升高了好几度 让他怀疑起日向除田体内 是不是有什么加热器 除田 我们还切磋 夏木又揉了下他的脑袋 这才放过他 日向除田晕乎乎的 过了快一分钟 终于反应过来 他低着头 问道 会不会伤到你 傻姑娘 夏木抬起他的下巴 调笑说道 你现在哪里伤得到我 所以 睁开你可爱的白眼吧 日向除田 再次化身为蒸汽机 片刻后 他拉开了距离 白眼开启 同时摆好了柔拳的起手势 夏木不由的眼睛一亮 在可爱不减的情况下 又平添了几分帅气 与平日的害羞模样 有很大的不同 夏木还是第一次见 日向除田深吸一口气 视线中映照出 夏木查克拉的情况 之前 他尚且不能透视人体 但在夏木的帮助下 已经可以 此时他才明白 刚刚那句话 确实是太本 在夏木不设防的情况下 他清楚地察觉到 他的查克拉 比日香日足的还多 真是不可思议 明明只比自己大几岁来着 除田 在看什么呢 夏木见他迟迟不动 开口喊道 开始吧 旋即 他又想起白眼有透视功能 这小妮子不会在 嘿嘿 应该不是 不然的话 他早就晕了过去 日向除田几步上前 一拳快速击出 夏木伸出胳膊挡住 力道还行吧 日向除田 立即油拳变掌 查克拉画作真状 击中了他的穴道 夏木手臂微麻 同时感到了查克拉流动 出现了异常 他不禁点了点头 在常规的战斗中 白眼 柔拳加点穴 其实蛮厉害的 可惜 普通日向一族的极限 就是上人 在高达护欧的后期 彻底沦为辅助 除非晋升为转升眼 但难度很高 要么是海量的白眼堆积 要么是结合 大统目一族的查克拉 前者估计 把日向一族全部杀光 都不一定凑得起 后者大统目一族数量稀少 实力又高 打不过呀 夏木一边躲闪 一边想着 如何增强日向雏田 他脑海中 忽然跳出了一个名字 灰叶君马履 拥有一个与大统目一族 绝对有关系的血迹陷阱 尸骨脉 而且 灰叶一族和日向一族 似乎是世代交好 这倒是有点类似于 羽之波一族 和牵手或漩涡一族 夏木身体后仰 躲过了日向雏田的一角 他旋即一掌拍在他的鞋上 巨大的力量 迫使他亮枪后退 夏木连忙上前 扶住他 说道 不用再打了 我已经大概知道 你现在的实力 是不是很糟糕 日向雏田有些沮丧 问道 当然不是 夏木笑着点了点他鼻子 说道 非常厉害了 你下次和日向宁次比试 可以打败他 真的 日向雏田在这一刻顾不上害羞 一脸期待看着他 我骗过你吗 夏木划过他的小脸蛋 最终揉了几下 日向雏田意识到他的举动 顿时停止了思考 我们去吃丸子吧 夏木放过了快要晕倒的他 换了话题 日向雏田迷糊地被带到了丸子店 听到各种喧嚣的声音 才清醒过来 之前 夏木还担心日向一族 现在嘛 怕个锤子 不过日向一族的人者 不怎么来丸子店这种地方 倒是没有遇上 在老板惊悚的目光中 日向雏田不动声色 吃下了近一百串 吓得他 差点要将他列为 最最最欢迎的客人 一个打十个呀 夜幕降临 两个人随意地聊天 当然更多的是夏木在说 日向雏田安静地听着 时不时露出羞涩的笑容 饶是如此 对于日向大小姐而言 已经是一种永生难忘的经历 夏木将日向雏田送到了房间 互道再见 消失在他的面前 回到家 刚手已经在沙发上等待 他嗅了嗅 问道 一股丸子的香味 你又去见雏田了吧 夏木心里一慌 但却意外发现 刚手的表情似乎很正常 什么情况 就在这时 刚手又说道 日向一族未保持血脉 大多时候都是族内通婚 尤其是宗家 所以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啊 夏木一时半会儿 没转过弯 你要努力啊 刚手瞪了他一眼 说道 实现你的梦想 你才有可能在未来 娶宗家大小姐 你懂吗 他已经想通 会和夏木生活在一起 只是碍于外界的眼光 和年龄的差距 结婚什么的 估计得另一个人 虽然心有不甘 但他总不能做个恶毒女人 强拆吧 某种意义上说 也算是补偿 夏木文言 莫名有些慌乱 这都安排上了 好家伙 刚手不是又要跑路吧 但没这个迹象啊 我会的 夏木按下心中的猜想 一脸认真问道 不过 姐姐 你什么时候成为火影 为什么这么问 刚手挑了挑眉 姐姐当上火影后 我的梦想才能实现吗 夏木顿了顿 又说道 而且现在牧业这个情况 姐姐是最有可能的 这孩子打小就聪明啊 刚手叹了口气 说道 你年龄太小 不然的话 我也不用去当什么火影 夏木按道得亏自己年龄小啊 不然的话 以刚手的性格 怕不是直接让他当火影 届时 他的梦想就破产了呀 现在 他既然有了想法 那么自己 就得帮一把 毕竟只有他知道 原非日展的火影之位 是要干到死的 夏木吃了太多的丸子 孤儿已经吃饱 没有和刚手 经营两个人一起吃饭 趁着有时间 他继续在庭院修炼飞雷神之术 等到深夜 他洗个澡去除捍卫后 到了房间 刚手已经躺下睡着 夏木捏手捏脚钻进被窝 到他身边 伸出手将他环抱住 抱着肉感十足的抱枕 他满意地闭上了眼睛 清晨 阳光穿过窗户 落在床铺上 刚手睁开了亮棕色的双眼 他睡得很好 在火之国执行任务那段时间 他老是睡不好 而且经常做梦 以至于让原非阿司马 误以为夏木欠了他好几个亿 蛮有趣的 夏木睡觉 破为老实 不乱动 也不打汗 刚手听着他平稳的呼吸声 就觉得非常安定 倒是他自己 睡觉中动作比较多 他此时一只手环住夏木 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腹部 刚手小心翼翼抽出身躯 剑眉惊醒他后 松了口气 他穿上外套 前往厨房 没过太久 夏木醒了过来 主要是缺少了温热的触感 他叹了口气 如果说以前是享受 现在则是折磨 毕竟他确实是长大了呀 不过嘛 攻略是这样的 得一步步来 他已经感受到 刚手回来后的转变 但仍然不够 因为 他依旧把自己当作孩子来宠爱 是不利于谈恋爱的 每天他展示出暴躁的一面 那就差不多了呀 好香啊 夏木路过厨房 顿时有些好奇 这对于厨艺苦手的刚手来说 能有这种香味 实属是邪乎到家 姐姐 你在做什么 夏木站在卫生间门口问道 怎么这么香 臀骨拉面 刚手抬起下巴 得意说道 保证味道非常棒 夏木顿时觉得会出事 但他已经习惯 洗漱完就回到了大厅等待 静音比他先一步 坐在了餐桌上 他表情轻松 说道 不用担心 我昨天专门去伊勒拉面店 买的佐料 干得漂亮 静音姐 你是我的神 只是刚手的厨艺 是天灾级别的 夏木暗道 不能因此放松警惕 没过太久 三碗豚骨拉面上桌 吃吧 刚手拿起筷子 说道 夏木心中惊慌 面上却乖乖地点了点头 拉面入口 他挑了挑眉 没什么怪味 但为什么跟伊勒拉面 完全是两回事 夏木看了静音一眼 你是不是买到了盗版 静音也是满脸疑惑 百思不得其解 最终一顿早饭 安全结束 上午 夏木又来到尸骨灵兽罪 但这是必要的 一是塑造自己成熟男子汉的印象 二则是强身健体 下午 刚手跑去了火影大楼 想当火影 就不能再这么散漫 在他的要求下 他现在坚持了火影顾问 经常和水户门沿 转请小春 吵得不可开交 还差点上演木叶高层舞斗行 原飞日展 对于这两位火影顾问 向来是听之认之 但刚手则不同 该对就对 夏木是相当赞同他的行为 水户门沿和转请小春 到漩涡名人当火影的时候 仍在插手木叶事物 如果说 他们确实有高见 那确实没问题 但就是两个霍兴尼的 死抓着全力不放 夏木修炼非雷神之术 到了黄昏 便偷摸进了日向一族 但日向锄田没有在房间 可以前的习惯 他肯定是先走 担心被发现 现在易高人胆大 他跑到了日向锄田训练的庭院之中 顿时碰见了 一件有趣的事情 他正在和日向宁刺切磋 只是后者脸上挂满了 错愕和不可思议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处在了夏丰 以前日向锄田和他切磋 未首未久 但不知道 为何才过了半个月 风格就大变 一朝一世颇有章法 有一种绵延不绝如水的感觉 日向宁刺不习惯他的变化 故而失去了先机 夏木满意地点了点头 在幻术里的训练很简单 他丢给日向锄田 一个加强版的日向宁刺 奇目卡卡西能凭借写轮演 成为牧业第一技师 夏木用万花筒写轮演 复制白眼和柔拳 不是什么大问题 外加换术的效果 故而搞个加强版的日向宁刺 挺简单的 昨天日向锄田提前结束战斗 就证明了他有了不小的进步 或许是类似于一种顿武的奇迹 再说 现在的日向宁刺才七岁 远远不如原作中参加中人考试的他 说给开了外挂的日向锄田 是正常的 这不可能 绝不可能 日向宁刺身体僵硬 已经无法再调动查克拉 在不知不觉中 他竟然输给了这个软弱的宗家大小剑 何等的荒谬 在这瞬间 他表情都变得扭曲了起来 之前 他痛恨自己分家的身份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他认为自己天赋过人 不该被龙中鸟束缚 日向锄田唯唯诺诺 却可以成为宗家 命运实在是不公平 我已经摸清楚 你的战斗方式 日向锄田深吸一口气 说道 除非你学到新的柔拳 否则 你是无法击败我的 在幻术中 他被反复击败 苦思之后 他想到了一个笨方法 那就是 记下他全部的攻击模式 我说过 有一天我会处理龙中鸟 日向锄田握紧拳头 语气坚定 继续说道 这只是个开始 日向宁刺直愣愣看着他 片刻后 恢复了理智 说大话 谁都会 你是宗家 为什么要解开龙中鸟 你又打算如何做 因为我不喜欢你 自暴自弃的模样 日向锄田迟疑着说出了理由 其实还有一个 日向日足 他对于龙中鸟也不喜欢 曾多次叹息于 日向日差态度的转变 但碍于规矩 显得过于守成 两个人和夏目比起来 完全没有那种 洒脱自由的感觉 而且 日向锄田不愿意日向花火 被磕上龙中鸟 实在是过于糟糕 日向宁刺第一次知道自己 在他心目中的形象 说是自暴自弃 倒也正确 命运被人掌握 又给自己如此天赋 岂不是天大的玩笑 至于如何做 日向锄田竖起三根手指 第一 允许分家学习高级秘书 比如回天 第二 龙中鸟确实是保护白眼 但控制权还给分家 第三 改良龙中鸟 优化其死角的缺点 你知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日向宁刺瞪大了眼睛 比刚刚自己被击败 更显得惊骇 这完全是在断根 断去宗家的一切特权 日向锄田愣了愣 有些不明白 他为什么这么大的反应 其实这三点 是夏目给他的建议 只是他显然没有 日向宁刺那么成熟 去理解背后的深意 我 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日向锄田 顿时又变回了原样 显得有些不够自信 日向宁刺 心情复杂到了极点 在他看来 日向锄田 肯定就没考虑过宗家其他人 完全凭借着自己的 善良提出的想法 但这三点提议 真的是过于诱人啊 天真 日向宁刺深吸一口气 转身离开 日向锄田顿时有些手无足措 是我哪里说的不对吗 夏目忽然出现在远处的视野里 他刚准备跑过去 就见他指了指房间 顿时明白他的意思 在外面容易被发现 是不是很困惑 夏目抱起他 让他坐在椅子上 我今晚就跟说道说道 刚刚你的问题 夏目打了个哈欠 经过几个小时的教育 日向锄田终于能理解了 为什么日向宁刺 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和日向日足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真是个好孩子啊 夏目摸了摸 日向锄田的小脑袋 说道 晚安 下一刻 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黑暗中的刚手睫毛微颤 却没有睁开眼睛 他一直没睡着 虽然他已经做了决定 但目睹夏目这么久未归 依旧有点难受 男人 都是花心大萝卜呀 小小年纪 就表现出了这种特性 夏目并不知道 刚手没睡 除非他使用感知 但这是不可能的 他又没有无聊到这种程度 夏目脱掉外套 钻进被窝 凝望着这张精致的美丽面容 在睡梦中 显得颇为平静 他忍不住伸出手 在他的脸上捏了捏 嫩滑Q弹 夏目想到 刚手经常说自己搂 便不由地笑了笑 这皮肤质感 说是二十岁 也不为过 片刻后 夏目在他的脸上亲吻了一口 接着搂住他的脖梗 陷入了睡眠 刚手缓缓睁开了眼睛 他没有说什么 将脸凑近 贴着他的脸 听着他的呼吸声 逐渐失去了意识 清晨 夏目醒来 刚手已经不在身边 他穿好衣服 离开了房间 夏目 静音忽然逮住他 一脸好奇地问道 你是不是跟刚手大人说了什么 他今天竟然破天荒 外出购买早餐 我母鸡啊 夏目微微一正 他的第一个反应 竟然是没有了爱心早餐 还有点可惜 呸呸呸 我一定是哪出了问题 没过太久 刚手提着早餐回来 你最喜欢的一勒拉面 他说着 把餐盒打开 放在夏目的面前 静音颇为自觉地自力更生 打开餐袋 拿出餐盒 夏目瞅了眼刚手 按道还是把自己当做小孩啊 不改变心态 怎么谈恋爱呢 看来得自己想办法呀 早饭吃完 夏目又来到了尸骨灵 戴上痛苦面具 开始受难 十几分钟后 全身血肉模糊的他 被刚手扶住 在他心疼的目光中 开舍滞留 新生的肌肤 重新蔓延覆盖 刚手拿出一套衣服递给他 第一次 他还害羞 现在看多了之后 已经习惯 所以说 习惯真是可怕 如果不是前几年的相处 他不会对夏目如此特殊 毕竟 自从第二次忍戒大战后 他的心已经被封存起来 是夏目这么多年的时间里 逐渐撬开的 你回去洗澡吧 刚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说道 我去火影大楼 最近木叶事情挺多的 尤其是宇之波那边 嗯 夏目点了点头 其实从宇之波又口中 得知大蛇丸的行动后 他也在关注 因为稍不注意 就是引起宇之波一族 叛乱的导火索 原非日展 还期待宇之波又 能弥补宇之波一族 和木叶村之间的下戏 嗯 把所有人都杀了 就不会有下戏 接下来的时间 都在修炼仙术 和飞雷神之术之间度过 直到命运圣还 想起的提示音 因为你的行为 宇之波全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60点 夏目眼神一鸣 是大蛇丸 他这段时间 一直在尝试着 激发出一对万花筒 写轮演 方法很简单 当着宇之波天才的面 折磨他们的挚爱 比如好友或亲人 但大蛇丸对宇之波全下手 也算是意外 毕竟会刺激到宇之波又 细细想来 倒也正常 在如今的宇之波一族 最出名的天才 当属宇之波又 至于宇之波左驻 年龄太小 尚未发挥出潜力 大蛇丸已经试过了 其他的几位天才 该轮到宇之波全 夏目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 就已经到了某处实验基地 不 不要 宇之波全撕心裂肺的惨叫响起 此时的他 被关在房间里 血轮也弥漫着 令人吃惊的气息 而在不远处 大蛇丸掐着他母亲 宇之波页页的驳梗 仿佛下一刻 他就会彻底死去 忽然 大蛇丸阴冷的笑容凝固 有人闯进了他的实验室 他随手扔掉宇之波夜月 转身打开门 就看见了一个不该出现的人 神秘组织的首领 你是怎么知道这里的 大蛇丸语气冰冷问道 此处地下实验基地 理论上只有他一个人知晓 知道这里很难吗 夏目笑了笑 反问 大蛇丸掠过了这个话题 问道 找我有什么事 将里面的人交给我 夏目懒得多费口舌 开门见山说道 他知道 这话一定会引起大蛇丸的警觉 但他不在乎 他已经属于我 我不可能交给你 大蛇丸文言心中一喜 能被神秘人如此看重 说明他是有潜力 开出万花筒血轮眼的 我们可以做交易 夏目早有预料 也不意外 我暂时不想做交易 大蛇丸摇了摇头 说道 相较于麻烦的宇之波诱 宇之波拳明显更容易控制 他自然不会放弃 谭不拢 夏目挑了挑眉 一股压迫感弥漫 但大蛇丸却丝毫没有犹豫 悍然出手 他早就想试试 夏目究竟有多少分量 而且他大蛇丸从不受人威胁 夏目一而再 再而三挑战他的底线 实在是疏可忍 审不可忍 我能受这委屈吗 我这刚学的骤印和目盾之术 万蛇罗之阵 密密麻麻的毒蛇 从大蛇丸的口中冒出 仿佛他的肚子里 是一个蛇的世界 夏目很想问他 你怎么什么东西 都往自己肚子装 真不怕闹出人命啊 蛇群的速度极快 以铺天盖地之势 转眼间就将他包围 目盾千叉之术 夏目不躲不闪 右臂爆裂出无数的目之 在接触到最近的一条毒蛇后 宛如利剑 插入他的体内 接着向外爆开 让他变成了刺猬 目之进一步延伸 仿佛是多米诺骨牌 一个串一个 转瞬间 蛇群禁数死亡 大蛇丸深吸一口气 脸上冒出黑色的印纹 骤印画开启 这是他敢动手的底气所在 天之骤印 虽然比不上仙人模式 但增幅实力极大 第一根 大佬们 冲冲冲 订阅 月票 推荐票 看着阴骤印画 从白蛇变成黑蛇的大蛇丸 夏目并不意外 虽然原作中 他没有使用过骤印 但现在 他拥有助肩细胞与大合 身体强度是可以造作的 大蛇丸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 强大的力量 使得他颇为着迷 但他并不会因此而膨胀 他可清楚记得 夏目抢走雨之波 止水时施展的木盾 可谓是骇人 不过 今时不同往日 木盾大树林之术 大蛇丸快速结印 伸出右臂 树根巨大的木质藤条 如一朵花般绽放 夏目陡然睁开了万花筒 血轮眼 强大的铜力喷涌出 魔幻家形之术 天空陡然昏暗下来 大蛇丸回过神 已然被大型铁钉钉住了身体 剧痛传来 他脸上全是冷汗 怎么可能 大蛇丸深觉不可思议 骤印化后 按理说 对于幻术的抗性会提高 难道是万花筒 血轮眼的特殊性 夏目看着大蛇丸 有点想笑 他一如原作中的那样 为了保命 分割自己的灵魂 用于天之骤印 而这也使得他给自己 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弱点 灵魂的不完整 导致他对幻术抗性下降 更为准确地说 是对万花筒血轮眼的幻术 无法抵御 正是被宇智波佑的 魔幻加行之术所打败 想知道原因吗 夏目随手拿出一把苦屋 缓步走了过去 什么原因 大蛇丸似乎停止了挣扎 在原地等死 但夏目自然不会相信 他扔掉苦屋 双手一拍 仙人魔士开启 感知扩大 夏目立即消失不见 下一瞬间 一道水柱切割而过 将背后的墙壁 完整切成了两半 仙人魔士 大蛇丸表情凝重 他在龙地洞学过仙人魔士 又见过自来 也使用过仙人魔士 夏目身上的那种 特殊查克拉 他断然不会察觉有误 明明上次并没有 使用仙人魔士 大蛇丸心中一沉 居然还保存了实力 木盾 加仙人魔士 这不就是 牵手逐尖再生吗 夏目身体出现在不远处 大蛇丸已经解开了幻术 正确地说 是被牵手飞尖解开的 刚刚的那道水柱 正是它标志性的人数 水盾水断波 夏目所学的水盾人数 全都来自于牵手飞尖 说是他的徒弟也不为过 不愧是你啊 大蛇丸 夏目瞥了眼呆滞的牵手飞尖 绘图转生 即使经过了改良 但没有白绝作为祭品 是无法发挥生前的实力 牵手飞尖 又是该术的创造者 为了防止他自行解开 故而直接抹去了意识 大蛇丸将他召唤出来 是因为飞雷神之术 方便他离开 只是他没有想到 遇到的第一个敌人 是夏目 不得不说 提前召唤 确实是一种幸运 但光是牵手飞尖 可不够啊 大蛇丸沉默着没有动手 刚刚被幻术控制的 感觉非常不妙 即使是上次 他和宇智波止水的战斗 也没有那么糟糕 大蛇丸躲在牵手飞尖的身后 开口问道 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从夏目爆出仙人模式后 就已经很难打败 倒不如顺水推舟 哦 现在想做交易了吗 夏目不由地一笑 说道 你倒是半点亏都不肯吃啊 我打不过你 但可以毁掉宇智波拳 大蛇丸顿了顿 说道 牵手飞尖有飞雷神之术 你拦不住他的 夏目暗自感慨 这家伙果然麻烦 但他本来就没打算杀他 留着他 能源源不断贡献命运值 着实是一颗不错的韭菜 什么交易 你告诉我 刚刚轻易控制我的原因 我将宇智波拳 原封不动交给你 大蛇丸阴冷的声音传递出来 说实话 失去宇智波拳 他十分不爽 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再打下去 很难预料到结果 他固然有天之骤印可以复活 不过代价不菲 你的灵魂出现了问题 夏目随口说道 实际上 还有个原因 万花筒血轮眼的幻术 太过强力 大蛇丸眉头一皱 却是没有再问 牵手飞尖抓住他 两个人顿时消失不见 夏目解除了仙人模式 转身走入房间 他微微一震 有两个人 宇智波拳被锁在墙壁上 身上的查克拉近乎静止 只有双眼的血轮眼 在不安的躁动 地上还有一位 和他有些相似的美妇 雪白的脖梗上 有有掐痕 不出意外 是他的母亲 你 你是谁 宇智波拳 一脸警惕地 看着陌生的青年 有没有兴趣 加入我们组织 夏目蹲下身 伸出手 按在宇智波夜月的脑袋上 放开他 你想干什么 宇智波拳 立即激动地大吼大叫 他只是晕了过去 没什么大碍 夏目的查克拉 他游走一圈 收回了手 什么 宇智波拳愣了愣 看向他的眼神 全是疑惑 对于我刚当的提议 你有什么想法 夏目拿出苦 查克拉覆盖 立即变得无间不摧 他几下砍掉了 他身上的锁链 宇智波拳 没有心思回答他的问题 连忙跑到 宇智波夜月的身前 将他扶起 一番确定后 终于松了口气 他看向夏目 露出迟疑之色 他自然不愿意 加入什么组织 但现在的情况 确实不容许他拒绝 你在犹豫 夏目眼睛瞇了瞇 说道 我能理解 毕竟我来路不明 你不想 跟随我也正常 宇智波拳 不由的意外 这位陌生的强者 竟然如此善解人意 宇智波一族风雨飘零 你作为其中的一员 总该另谋出路 对吧 夏目蹲下 抓住他的右手 塞入一块令牌 说道 输入查克拉 我就会知晓 他虽然救了宇智波拳 但不可能一下子 就获取他的信任 而且他也没打算 现在就将他收入麾下 当他绝望之时 才是最好的时机 也就是灭族之夜 夏目颇为干脆地离开 留下了原地发愣的宇智波拳 他看着令牌上的天命两个字 顿时觉得 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 片刻后 他的查克拉恢复 起身带着母亲离开 当注意到外面的战斗痕迹后 微微一惊 这说明 夏目并非和大寿丸是一伙的 而是赶走了他 其实力必然惊天动地 夏目给宇智波拳的天命组织的令牌 是用命运值兑换的 其作用相当于联络器 只要输入查克拉 就能进行交流 和轮回眼的幻灯深知数类似 价格倒是不贵 十点命运值 夏目离开了大寿丸的地下实验基地 他站在地面 四处全是森林 已经远离了木叶村 位置颇为隐蔽 夏目跳上最近的一棵巨树 大概知道了自己的位置 在木叶村的东面 他走了几分钟后 就到了卫灵碑 夏目忽然眉头一挑 齐木卡卡西正站在野园林 和宇智波带土的墓碑前 不知道在想什么 谁 他转过身 注意到了没有掩饰踪迹的夏目 卡卡西前辈 你好 我是夏目 夏目主动打招呼 说道 原来是刚守大人的徒弟啊 齐木卡卡西若有所思 露出的死于眼 打亮了他一眼 说道 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你 我是孤儿 父母皆是死在战争之中 夏目解释说道 抱歉 齐木卡卡西微微一正 态度缓和了不少 这并没有什么值得道歉的 夏目看着面前的墓碑 说道 我曾经听过说 前辈小队的事迹 实在是我被楷模 楷模吗 齐木卡卡西沉默不语 当年的事情 对于木叶来说是正确的 但他却亲手杀了自己的队友 其中的情绪相当复杂 夏目眼睛微眯 开口说道 抱歉 提起了不该提起的事情 我不打扰前辈 先行离开 不等齐木卡卡西说话 他就已经消失不见 真是个怪人 他叹了口气 又盘腿坐下 说道 前不久我离开了暗部 准备当个带队上人 你们猜我在学校遇到了谁 悬涡名人 真不愧是水门老师的儿子 他现在可是堪比我的天才 齐木卡卡西一如既往 给两位队友 说着最近的事情 远处 空间扭曲 雨之波 带土忽然出现 他看着齐木卡卡西 眼神没有任何波动 哎呀呀 再次看到自己的队友 有什么感觉 不着调的声音响起 白爵的一句 分身冒了出来 闭嘴 雨之波带土冷声说道 怎 还是这么凶啊 白爵颇为委屈说道 要不是我 你就死在了乌影村 雨之波带土 当时受的伤极为严重 几乎是堪比神无皮桥之战 得亏白爵和 助肩细胞的神奇 不然的话 他已经死了两次 那只是我大意了 雨之波带土不爽地说道 下次再见到他 他必然死在我的手中 白爵没有再触怒他 问道 你不打算拿回你的眼睛吗 这样的话 你的实力就能大增 哼 我要卡卡西永远活在痛苦之中 用我的眼睛提醒他 他手上有着队友的鲜血 雨之波带土冷笑一声 又说道 再说 没有那只眼睛 又何妨 我是担心 你又被打成死狗啊 白爵说回了正事 雨之波又的行踪 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你随时可以去找他 嗯 雨之波带土收回了目光 说道 你给卡卡西身上放个包子 空间再次扭曲 人已经消失不见 白爵怂怂间 说道 你们人类的情感真复杂啊 搞不懂 他顿了顿 准备下潜 下一刻 一道快速的水柱切割而过 他的脑袋掉了下来 夏木出现在他的面前 笑道 好东西 纵然是分身 也是用途极广 他先前还在想 怎么给日向锄田整大桶木一族的查克拉 现在有白爵后 再加血轮眼 助肩细胞 指不定能搞出什么好东西 最好再把灰夜君马履抓过来 都 瞧瞧这玩意儿 夏木跑进孤儿院 把白爵扔在了钥匙都面前 他目前唯一的科研人才 钥匙都打量着白爵 一脸迷惑 这是什么东西 人类 但又不像啊 你研究研究 夏木拍了拍他的肩膀 又问道 绘图转身和骤印 你搞定了吗 钥匙都沉没了两秒 问道 你把我当做了什么 夏木干大地笑了笑 确实有点过分啊 钥匙都虽然天赋高 但没有了大蛇丸的亲身教导 其进度确实要慢许多 而且他只有一个人 忙不过来 夏木陷入了沉思 除了大蛇丸 忍见还有几位比较出名的科研人才 比如 卑琉呼和神农 这两位都是剧场版中的大反派 卑琉呼研究出鬼牙罗之术 能融合通灵兽和血迹献减 其科研能力必然不差 神农更了不得 医疗水平极高 拥有两个医疗技术 肉体活化跟肉体再生 前者 可以使自己的身体细胞活性化 借此加强身体的能力 后者 即使身体变得四分五裂 也能重组复活过来 神农 以这两个技术为基础 配合八门钝甲 能开启八门而不死 夏木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钢手 如果将这两个医疗技术交给他 他的实力必然在上一层楼 更难被打死 除此之外 神农还掌握着黑暗查克拉 以及灵伪 灵伪 由黑暗查克拉构成的实体怪物 虽然不是尾兽 但也确实拥有庞大的查克拉 总之 有一定的用处 这么看来 神农全身是宝吗 过段时间 我给你找两位手下 夏木得等飞雷神之术修炼成功后 才能出去浪 要是都点了点头 也不再管他 兴致勃勃研究起了白诀 夜幕降临 忙碌了一天的宇智波又 离开了暗部 准备回家逗逗他可爱的欧逗逗 在一处无人的行道 他停下了脚步 空间扭曲 宇智波带土出现了他的面前 宇智 他正准备开口 就被愤怒的宇智波又打断 池水哥在哪儿 他的双眼随着他的情绪高涨 而不断旋转 三沟玉仿佛要连在一起 宇智波带土默然一惊 同时他也觉得莫名其妙 宇智波止水跟我有什么关系 认错人了吧 宇智波带土原本想识口否认 但却忽然沉默 开启了万花筒血轮眼的宇智波又 显然更加有用 在哪儿 宇智波又表情愈发冷冰 浑身上下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他难得失态 主要是因为宇智波止水失踪三年 生死未卜 他们两个人感情深厚 骤然见到了当初的神秘面巨男 自然忍不住 宇智波带土瞬间往后退去 避开了他的攻击 宇智波又抬起头 双眼最终出现了三个刀刃形状 交叉相连的图案 万花筒血轮眼开启 而在不远处的大蛇丸 看着这荧幕露出了阴冷的笑容 睡梦中的夏木猛然惊醒 一抬头就撞到了刚手柔软的身躯 怎么了 夏木疑惑地问道 有剧烈的查克拉波洞 刚手穿好衣服 说道 其中有一个是大蛇丸 我去看看 我也 夏木把去吞了回去 因为刚手已经消失不见 刚手和大蛇丸是曾经的队友 对于他的查克拉自然熟悉 认错人的可能性很小 大蛇丸在牧业村动手 是宇智波带土 夏木立即起身 打开房间 就看到了大蛇丸庞大的身躯 八旗之术 看来是洞争格的呀 因为你的行为 大蛇丸的命运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70点 因为你的行为 宇智波带土的命运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56点 因为你的行为 宇智波幼的命运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30点 命运圣还的提示音 让夏木微微一正 难道说打完了吗 他顺身术消失在原地 不到片刻 就赶到了战斗现场 大蛇丸和宇智波幼正在对峙 宇智波带土 却不见了踪迹 除此之外 场上精卫分明 组成了两股势力 一边是宇智波一族 一边是牧业其他人族 怎么回事啊 原飞日展越重上前 问道 哟 还有大蛇丸 你们在做什么 他脸上很平静 但心底却是恼怒 宇智波一族 正处在危险的境遇 大蛇丸竟然还敢对宇智波幼下手 着实是没把他放在眼里 我们遇到了三年前的目盾强者 宇智波幼瞥了眼身后面色激动的族人 语气颇为冷静说道 大蛇丸大人 没有和我起冲突 而是出手帮我 原飞日展 诧异地看了眼大蛇丸 这个情况 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但无疑是他最满意的结果 原飞日展很快将疑惑抛到脑后 问道 他人呢 可有止水的下落 他拥有时空间忍数 大蛇丸面色不渝 说道 就差一点 他就能获取他的万花筒血轮眼 但他没有想到 他的铜数如此离谱 曾经有三双万花筒血轮眼 放在他的面前 他都没有珍惜 现在追悔莫及啊 不过大蛇丸并非没有收获 他化身八旗大蛇 咬了下雨之波带土的部分身体 里面似乎有些不得了的东西 原飞日展文言 脸色一沉 怪不得三年的时间 半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原来是拥有时空间忍数 哟 止水是死是活 雨之波赴月 藏起了惊叉的目光 他来得最早 因为这个地点 距离雨之波一族的驻地不远 虽然没有亲眼目睹 但他感受到了 那股庞大到极致的英顿之力 莫飞和雨之波止水一样 他这个儿子 已经开启了万花筒血轮眼 如果是这样的话 雨之波一族 未必没有一战之力 不知道 雨之波又冷漠地回答 大家散去吧 原飞日展见越来越多的人聚集 摆了摆手 说道 其余地交给暗部去搜查 是 众人异口同声回答 哟 你随我来 原飞日展严肃地说道 我需要你把事情的经过 一五一时告诉我 雨之波赴月 看着两个人远去 不满地皱起眉头 他本还想问下 雨之波又是否开启了万花筒血轮眼 夏木 刚手注意到他 连忙上前 问道 你怎么也来了 梅姐姐睡不着吗 夏木很自然牵起了他的手 后者吓了一跳 连忙查看四周 注意到 无人后才松了口气 刚手板着脸说道 在外面不要那么亲密 夏木忽然有一种偷情的感觉 行吧 蛮刺激的 想起自己的计划 他开口问道 姐姐 明天可以出去玩吗 玩 刚手面部的表情微微舒缓 问道 你怎么忽然想出去玩 这段时间修炼太苦 出去透透气 夏木提出了一个非常合理的原因 而且 夏天了吗 忍者学校都放了假 该享受下假期 刚手想起他修炼先述时候的惨状 点了点头 既然是我提出来的 那么明天就有我安排 怎么样 夏木立即有些兴奋地问道 可以 刚手没有多想 同意了下来 两个人回到了家 静音也醒了过来 在得知没事后 又回房休息 新的一天 刚手醒来 刚准备穿上平日里的茶绿色外套 就被夏木制止 怎么了 我说了 今天听我的 夏木打开储物卷轴 摸出一套偏绿色的旗袍 刚手原本有些迷糊的神色 骤然清醒过来 他看了眼旗袍 又看了眼夏木 如果是一般的少女 自然是会扭扭捏捏 但刚手不同 他想了想 既然已经答应下来 确实该实施 他拿起旗袍 说道 你先出去 夏木立即跑到了门口 等待片刻后 听到他允许的声音 这才转过身 顿时眼睛一亮 在旗袍的凸显下 刚手的身材 可谓是完美 细腰盈盈 硕果雷雷 在深渊上半步 采用的是 黑色半透明薄纱设计 明媚又性感的视觉盛艳 但还差两样东西 姐姐 你坐下 夏木打开了梳妆台 拿出一把梳子 你会化妆 刚手看着他捣咕 不由地问道 我自己学的 夏木温和一笑 说道 因为我觉得 给在乎的人梳理妆发 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刚手眨了眨眼睛 心里忽然间颇为愉悦 虽然不知道技术如何 但这份说辞 令他满意 夏木解开他的双马尾 稠密的金发散落 他伸出手 将金发挽出一个 偏右侧的高马尾 旋即用带花的发夹 固定为丸子造型 刚手顿时就变得人气了不少 姐姐 该下一步了 夏木提醒说道 刚手缓缓扬起了头 在如此近的距离下 夏木能清楚看到 这种美艳绝伦的俏脸 他伸出手 为他涂抹上妆容 片刻后 夏木满意地点了点头 脸颊透着一抹淡淡的烟红 鲜红的嘴唇 闪烁着水润的色泽 配上旗袍突出的 美丽高耸的弧度 显露出高贵妩媚的气质 夏木蹲在他的面前 细心地帮他 穿上过细黑色丝袜 白玉式的小腿充满肉感 让他移不开目光 也移不开双手 夏木 刚手居高临下 脸上涌现出一丝潮红和恼怒 一拳砸到他的脑门 问道 你是足控吗 跟谁学的 他第一个反应 是他学坏了 而非天性如此 夏木咯噔一下 刚手自然没有用力 不然的话 他脑袋就会跟西瓜一样 被劈开 只是该怎么回答呢 夏木轻咳一声 说道 我不是足控 是因为姐姐好看 我才看的 话言巧语 刚手并没有相信 他双手抱胸 问道 你是不是对别的女孩 也说过这话 没有 绝对没有 夏木连忙起身 信誓旦旦说道 哼 男人 刚手瞪了他一眼 嘴角去露出淡淡的笑容 他与其缓和说道 出门吧 夏木立即伸出手 将他拉起身 刚手走到悬关 扶着墙壁 单脚站立着换鞋 高开插的旗袍 将大腿尽数暴露在夏木的眼中 他咽了咽口水 颇为可惜 本来是他 该帮刚手穿的 不过刚刚被斥责了一下 失去了机会 但夏木挺高兴的 这才像谈恋爱吗 刚手换好左脚鞋后 抬起头 注意到他炙热的目光 问道 好看吗 夏木连忙点头 你果然和其他男人没有区别 刚手翻了个白眼 说道 他们哪有我这么能干 今天你就尝尝我的厨艺吧 夏木既是反驳 也是转移话题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做菜 刚手轻笑一声 毛子里闪过一丝疑惑 问道 不会是跟我学的吧 当然不是 夏木刚说完 就看见他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已经来不及补救 刚手抬起自己未穿鞋的右腿 裹着黑丝的狱卒踩在他的胸膛上 直接把他按在了墙上 他气急问道 你嫌弃我做的菜难吃 是吧 冤枉 夏木倒吸一口凉气 得亏在尸骨灵修炼仙术 不然真顶不住 在此刻 他感谢起 阔于仙人 让自己拥有超强自愈能力 果然是有用途的 但不亏 能顺着黑丝 看到蔓延到旗袍内部的风景 那个 你们在干什么 静音推开门 就看到了两个人怪异的场面 而且钢手大人居然穿的是旗袍 没什么 钢手又继续穿鞋 说道 我打算带夏木出去一趟 中午和晚上都不回来吃饭 搁在普通少女身上 铁定已经羞愧难当 但他没有 反而是一脸淡定 让静音产生了一种 我果然是误会了的感觉 要带吃的出去吗 不用 钢手摆了摆手 说道 到时候会有人请吃饭的 那你们路上小心 静音虽然依旧有些疑惑 但没有再问 两个人出了门 夏木特意走在钢手的后面 在旗袍的收束下 他的身材将性感二字 展现得淋漓尽致 魂元挺翘的臀线 是绝对致命的武器 钢手忽然意识到自己的穿着 便停下脚步 问道 你想去哪儿玩 让阔鱼带我们去吧 河边就可以 夏木暗下惋惜 说道 嗯 钢手召唤出阔鱼 片刻后 两个人出现在了一处幽静的山谷之中 夏木睁开眼 就看到了不远处的瀑布 和一条大河 以及小树林 不错 完美符合野外的定义 在钢手有些意外的目光之中 夏木打开储物卷轴 开始铺设地毯 烧烤架 和各种厨具 转眼间 竟然搞出了一处不错的营地 其实 夏木可以直接用木盾的 但那就太没有了诚意 夏木拿出两根鱼竿 说道 我们去钓鱼吧 我不会 钢手看着陌生的鱼竿 摇头说道 他虽然性格大大咧咧 但他可是木叶公主来着 钓鱼真不会 很简单 你串上鱼儿 抛到水里 等待鱼上钩就行 夏木把鱼竿塞到他的手里 拿出一根长凳 拍了拍 来坐 长凳不算长 两个人坐着有点挤 但特别温暖 不过片刻后 钢手把鱼竿一扔 说道 我不钓了 几分钟内 夏木已经钓了两条鱼 而他一条都没有 顿时失去了耐心 那你可就输了呀 夏木用肩膀撞了他一下 说道 什么啊 钢手转过头 看着他的侧脸 问道 我们又没比赛 哪来的输赢 你错了 当钓鱼老拿起鱼竿 比赛就已经正式开始 夏木随口瞎扯说道 你不要小看我嘛 钢手看着他一本正经的模样 不由得笑了笑 问道 输了又怎么样 当然要接受惩罚呀 夏木立即回答 愿赌服输吗 你堂堂的三人之一 总不能赖账吗 什么惩罚 钢手饶有兴趣问道 我需要换个软座 夏木起身 毫不犹豫坐到了他的怀里 钢手微微一正 却是稍微扭动了下修长的大腿 双手搂住 丰满的身体 化作最柔软的沙发 他听着他的呼吸声 脸色莫名有些红韵 片刻后 他调笑说道 怎么才几分钟 就这么拉了呀 一条鱼都没有钓上来 明明是你的原因 夏木有些心虚淡理直气壮说道 你影响了我的发挥 自己不行 却怪别人 钢手笑眯眯地说道 夏木瞬间正住 玄机大怒 该死的女人 我一定让你目瞪口呆 夏木顿时化身柳下慧 摒弃了一切杂念 开始认真钓鱼 很快 钢手便下意识张开了嘴巴 有些惊叹 问道 怎么会这么多 这鱼就跟认识他一样 一分钟冒出来了五条 夏木抬起下巴 得意地问道 怎么样 我的技术不是吹的吧 钢手闻言有些好笑 你们男人的好圣心 真的是奇怪呢 这么多鱼 两个人已经够吃 夏木开始了 他表演厨艺的时间 你在哪学的 钢手咬了一口鱼 不由得眼睛发亮 太好吃了吧 他从来没有吃过 这么美味的烤鱼 没什么 小意思罢了 夏木显然是太飘 没注意到 钢手变得锐利起来的眼神 他悠悠问道 你是不是不想 再吃我做的饭菜 怎么会 夏木身体一僵 连忙说道 我肯定是天天吃啊 这么会说话 以后不知道会祸害多少女孩 钢手伸出左手 敲了敲他的脑门 说道 我能祸害减 夏木连忙转移话题 说道 还有这个烤肉 你也尝尝 差点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钢手有些慌张低下头 咀嚼着烤肉 但他莫名的也有些高兴 原来他很有魅力嘛 与此同时 宇智波族地内 族长 根据宇智波全的汇报 袭击他们的 正式大蛇丸 岂人太甚 报仇 一定要报仇 三年前 绝对是木叶高层自导自演 在不久前 原非日展的大儿子 原非成之柱 在一次任务中暴露了木顿 族长 事已至此 你还在等什么 宇智波复月 听着群情激愤的声音 严肃的脸上 多了几分阴沉 这几年 激进派快速扩大 保守派只剩下了小虾蜜几只 如今全族都希望他叛乱 他已经别无他法 只能奋力一搏 他忽然看向沉默的宇智波又 问道 又 你怎么看 我没什么说的 宇智波又知道 现在嘴巴已经无法解决问题 只有靠力量 我大意了呀 夜幕降临 夏目和刚守躺在地上 今天的天气不错 夜空中能清楚看见 不少闪烁着的星辰 远处吹着清凉的风 驱出了白日的炎热 刚守突然笑了起来 有些感慨 似乎他已经很久 没有如此平静过 也没有和人一起 如此悠闲度日 这种感觉 还不烂 就在这时 他偏了偏头 看见夏目握住了他的手 还情不自禁捏了捏 刚守没有在意 但夏目却得寸进尺 不仅捏 还挠起了手心 因为肉乎乎的 感官决赞 实在是舒服 你干什么 刚守反手握住他搞怪的手 说道 安静些 夏目趁机挪了挪身体 贴着他 说道 没什么好看的 你这家伙 明明是你要出来玩的 刚守没好气地说道 信不信我扔你出去 因为比不上姐姐好看 夏目扯起来了土味情话 刚守没经过互联网的洗礼 文言脸上的表情出现了变化 自己刚刚是不是对他有点过分 不过下一刻 夏目已经钻进了他的怀里 刚守有些无言 这都是在哪里学的 他看着闭着眼睛的夏目 经过这么多天的先术修炼 原本帅气的面容 又增加了几分坚毅 毫无疑问 更加的成熟 刚守莫名的心头一颤 他低下头 湿热的小嘴贴过去 夏目毫无防备地僵住 睁开眼 但已经完事 只听见了三个字 睡觉吧 夏目愤怒地想翻身做主 这能睡得着 坏女人啊 夏目愤愤不平瞪着他 但刚守居然真的不闻不问 进入了睡眠 假期结束 夏目又恢复了正常的修炼 回到木夜 他能清楚地察觉到 那股风雨飘摇的氛围 估计要到时候了吧 夏目对于这些激进的 宇治波族人没有兴趣 在他看来 如果能将宇治波止水 和宇治波全收入麾下 可远比他们更划算 除此之外 再收获一批 宇治波一族的妇孺 未来可期啊 一周后 死亡森林 夏目 我送你一个好东西 夏目见他从幻术中醒来 便递给他一串手链 我 我 日向夏目瞬间脸红 支支吾吾 不知道该说什么 貌似有点误会啊 夏目给的 其实不是手链 而是飞雷神印记 在思考了什么东西 能让他贴身携带后 最终得出了手链这个载体 夏目抓住他柔嫩的手腕 帮他套上 说道 记得不要弄丢了哦 日向厨田晕乎乎的点头 根本就没听清楚 他在说什么 总之 先硬下来就是对的 最近日向宁刺怎么样 夏目转移了话题 让日向厨田清醒了点 他回答说道 他和我切磋了许多次 但每次都输给了我 这可不像是你的性格 夏目有些意外 问道 你没有让着他 没有 日向厨田低着头 不好意思说道 是哥哥你跟我说的 不能让着他 否则的话 他不会服气的 真乖 夏目顿时笑了起来 说道 可惜没有看见 我家厨田帅气的英姿 硬 日向厨田听到我家两个字 顿时大脑过载 晕了过去 夏目连忙扶住他的身体 挠了挠头 疑惑不解 我刚刚碰都没碰到 想不通 他只能送日向厨田回家 有了飞雷神之术后 一切变得简单起来 几乎是瞬间 就到了日向厨田的房间 夏目没有立即离开 打算等他醒来 就在这时 敲门声响起 厨田 睡了吗 是日向领花 夏目听出了他的声音 下意识躲进了衣柜里 因为没有回应 日向领花打开了门 看到了躺在床上的日向厨田 这孩子怎么外套和鞋都不脱 他走上前 将外套和鞋脱掉 并给他盖上了被子 这才离开 夏目松了口气 打开衣柜 注意到日向厨田 已经醒了过来 他刚刚在装睡 夏目哥哥 日向厨田脸色红红 躲在被窝里 妈爷 真可爱 夏目反复念叨这四个字 我是好人 早点休闲 他立即跑路 日向厨田欲言又止 忽然露出懊悔之色 忘了跟他说 让他过几天来忍者学校的 夏目并没有直接回家 他飞雷神之术 既然已经修炼成功 自然不能浪费 现在宇之波一族风雨飘摇 先找个隐秘的地方 塞个飞雷神印记 万一出事 可以及时赶到 夜黑风高 夏目溜进了 宇之波一族的驻地 以他现在的实力 真没有几个人能发现他 他站在高处的 电线杆之上 思考着 该把飞雷神印记 放在何处 会比较安全些 一旦被发现 会引起不小的麻烦 夏目忽然想到了宇之波全 下一刻 消失在原地 宇之波全 在宇之波一族的地位 并不高 属于边缘人 因为 他母亲宇之波夜月 是外加的 等到父亲去世 他们两个 才牵回了宇之波一族 并改姓宇之波 得亏宇之波全 展现出不俗的天赋 不然的话 他们的生活过得 比较一般 谁 宇之波全 陡然起身 双眼迸发出 星红之光 自从被大蛇丸 偷袭后 他就警惕了许多 是我 夏目没有遮掩踪迹 这才被他所感知 你 找我有什么事 宇之波全 卡顿了一下 发现自己 不知道他叫什么 没什么 你伸出手 夏目随口说道 不过眼睛 却在打亮他 算是一个小小的试探 宇之波全 犹豫了片刻 挽起衣袖 露出一截雪白的手臂 别抵抗 夏目按住了他的手臂 查克拉输入 片刻后 出现了一朵金银花 学名是忍东文 飞雷神印记 各有各的不同 全凭施术者的喜好 比如牵手飞肩的 是图案术式 波峰水门的 是文字术式 这是什么 宇之波全 看着手臂上的图案 没有感觉到任何异常 方便我及时救你 夏目笑了笑 说道 只是当你使用后 就得付出代价 他转身离开了 宇之波全的房间 正准备用 飞雷神之术的时候 忽然眉头挑了挑 在不远处 他瞅见了三个熟人 宇之波八代 宇之波到火 和宇之波铁火 夏目之所以知道 是因为这三位 在原作中出现过 能为他奉献命运值 宇之波一族看似人多 但也就几个有名有姓 夏目自然要关注下 这三个人 在原作中宇之波 值谁死后 前去盘问宇之波右 换句话说 是死中粉 铁火 你不要冲动 宇之波八代 按住了他的肩膀 说道 难道你怕了吗 宇之波铁火怒道 直水哥生死下落不明 原非成之柱 又拥有木盾 绝对脱不了干系 那是原非成之柱 是火影的儿子 宇之波八代 深吸一口气 知道无法阻止 说道 盘问可以 但不能杀人 他今晚会外出任务 我们可以在死亡森林拦截他 宇之波到火 及时说道 时间不等人 我们快走吧 夏木显然没有想到 自己会碰见这一幕 一定是他坚持日行一善 才能拥有如此好运气 他微眯起眼睛 这其实与他有关 算是蝴蝶效应 正因为他的插手 至村团葬和大蛇丸 才会联手抢夺 与之波止水的万花筒 写了眼 而且没有成功 被寻找预言之人的自来 也撞进了他们的秘密 无奈之下 至村团葬暴露木盾 大蛇丸断尾 上交助肩细胞移植技术 袁非日展得到后 自然不可能数之高格 在多次实验后 他终于在自己儿子 袁非成支柱的身上 进行了移植 可惜的是他的两个儿子 天赋一般 只是个普通上人 就算得到了木盾 也是为木叶的绿化 做出奉献 但不可否认的是 袁非成支柱实力 得到了一定的增长 在前不久 外出执行任务的时候 正是木盾救了 他们小队的性命 也因此 被宇治波一族知晓 一环扣一环 命运如此啊 夏木微微眯起眼睛 袁非成支柱的身份特殊 他如果出事 必然会引起连锁反应 而且 这或许是促使 袁非日展提前下台的机会 夏木想到这里 就决定帮着 三位宇治波人者一把 他留下了个影分身 接着本体消失 出现在了 袁非一族的驻地 在如今的木叶村 第一大人族 其实不是宇治波一族 或日向一族 而是袁非一族 他们背靠火影一脉 获得了太多的好处 袁非日展在位时 不用说 肯定会有所偏爱 他死后 继位的奇目卡卡西 也不会亏待他们 何况袁非日展 早就安排了他的孙子 袁非木叶丸 成为漩涡名人的小弟 原作中 他甚至取了日向花火 现在 夏木自然不会让他得逞 在后面的第四次忍戒大战 甚至延伸出一个 袁非一族三千忍军的梗 虽然是个梗 但也证明了 他们确实过得挺富足的 夏木很快找到了 袁非成之柱 右眼别天神启动 他立即双眼出现了 瞬间的混乱 他没有使用 左眼永久性的别天神 主要是怕浪费 右眼别天神已经够用 而且冷却时间短 袁非成之柱被控制后 依旧表现如常 过了片刻 他离开了袁非一族的驻地 什么人 袁非成之柱纵身一跃 避开了树枝飞向他的苦 等落地之后 他就被羽之波八代 羽之波盗火 和羽之波铁火 三人团团围住 是你吗 袁非成之柱警惕地问道 为什么拦住我的去路 等等 羽之波八代 阻止了另外两个人 上前一步 说道 我希望你能解答我们几个问题 这可不是问人的态度 袁非成之柱 指了指地上的苦 抱歉 迫不得已 羽之波八代 在羽之波一族中 是仅次于羽之波赴月的上人 他自知不该接触 袁非成之柱 但羽之波盗火 和羽之波铁火 又不能不管 因此希望将冲突降到最低 八代大说 你跟他道什么歉 羽之波道火 不满地说道 快回答我们的问题 不然的话 你今天难以走出这个森林 你们羽之波一族 想造反不成 袁非成之柱 丝毫不拒他的威胁 道火 羽之波八代瞪了他一眼 叹了口气 问道 我希望你告诉我们 你的目盾从何而来 无可奉告 袁非成之柱 板着脸说道 柱间细胞移植 过于害人 木叶村 初代火影的声望 可谓是如日中天 如果此事被其他人知晓 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 而且 有可能对他父亲 袁非日展造成打击 他担不起这个责任 羽之波道火 和羽之波铁火 悍然发起了进攻 你们疯了吗 袁非成之柱 心头一惊 他可不是一般的人者啊 果然是疯子 袁非成之柱 脸色凝重 边打边退 羽之波八代咬了咬牙 事已至此 已经无可奈何 他睁开了三沟玉血轮眼 当务之急 是控制住袁非成之柱 拷问出他们需要的答案 一场大战就此展开 纵然袁非成之柱 拥有了目盾 但他的表现 还不如原作中的大河 被羽之波八代找到了机会 顿时让他陷入了幻术之中 你的目盾 从何而来 是团藏大人 和大蛇丸大人 所给 袁非成之柱的回答 让三个人 多露出不同的情绪变化 三年前的神秘强者 他的目盾呢 羽之波八代继续问道 也是团藏大人 和大蛇丸大人 所给 这句话 是夏木操控员 非成之柱说的 但某种意义上说 没啥毛病 大蛇丸确实给了他 助肩细胞 目盾药剂 和医治技术 该死 果然是一伙的 羽之波铁火 握紧了手中的苦 杀机迸发 原本的二沟玉血轮眼 竟然有动摇的迹象 羽之波八代 微微一惊 却不是庆贺的时候 他拦住羽之波铁火 又问道 止水在哪 他的眼睛 被团藏大人所夺 原非成之柱 神色木然说道 人失去了价值 已经死亡 羽之波铁火双眼 净化成三沟玉 手中的苦无筒 进了原非成之柱的心脏 混蛋 羽之波到火 愤怒地扭断了他的脖子 只有羽之波八代 心头一颤 知道事情 走到了最糟糕的一步 但他还没有失去理智 带他回去 我们去见组长 羽之波八代 当机立断说道 三个人扛着尸体 消失不见 因为你的行为 羽之波八代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50点 因为你的行为 羽之波到火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49点 因为你的行为 羽之波铁火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47点 因为你的行为 原非日展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70点 因为你的行为 原非木夜晚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30点 因为你的行为 玄武名人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获得命运值十点 夏木不由地吐出一口气 意外收获是真的多啊 加上今晚获得的命运值 他的总命运值正式突破了三千大关 距离他无敌的时间越来越近 宇知波赴月正在睡觉 忽然听见了急促的敲门声 他睁开眼睛 有些疑惑 大半夜的 怎么回事 我去看看 宇知波赴月给了宇知波美情 一个放心的眼神 穿上衣服 打开门 八代 在宇知波一族中 他对宇知波八代颇为信任 是他作为牧业警务队的好帮手 说是副队长也不为过 具有分析和领导的才能 组长 跟我来 宇知波八代沉声说道 有件事情 需要您定夺 宇知波赴月越发觉得奇怪 在这里不可以说吗 但碍于信任 他也没有问什么 跟着宇知波八代来到了一处房间 组长 宇知波到火和宇知波铁火起身行礼 宇知波赴月正准备开口 就看到了他们背后的原非城之主 他心头一惊 连忙上前 伸出手探鼻息 顿时僵硬转身 告诉我 谁杀的 组长 宇知波八代 说起了前后的经历 包括用血轮言拷问出来的结果 怎么可能 宇知波赴月本能的不幸 那日 我见原非日展惊慌的神情 不似有假 而且他不觉得 被称为忍雄的强者 能做出这等龌龊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